廖印本来就在集合赤甲军被九公主这么一闹 大半的赤甲军注意力都被九公主吸引 就在廖印犹豫着是不是夺下九公主弩弓的时候 旁边院子突然传来一声利贺 站住 紧接着便传来打斗的声音 廖印也顾不上九公主 转身就跑了过去 旁边院子 秦明带着九公主的侍卫队 已经和赤甲军打了起来 廖印赶到的时候 正好看到气儿纵身掠过围墙 殿下 一 廖印就算再憨也猜出了九公主的打算 开口喊道 秦明赶紧给老子助手 否则老子废了你 可是秦明就好像没听到一样 依旧带着侍卫队死死挡住赤甲军 好小子 等老子追回气儿 再好好找你算账 廖印指了指秦明纵身飞掠 要去追赶气儿 可是刚掠到围墙边就被猪儿挡住了 让开 否则别怪我无情 廖印喊道 一次次被无视 他已经快到暴走边缘了 猪儿没有回答 而是直接摆开防御手势 殿下 是你逼我的 廖印回头看了一眼九公主 活动一下手腕 扑向猪 猪儿之前和廖印较量过 深知对方伸手厉害 所以一上来就使出了全力 他本以为 自己就算不是廖印的对手 但是阻拦他一阵 给气儿争取点逃跑时间 还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真打起来才知道 他小看了廖印 之前的较量中 廖印顾忌猪儿和气儿的身份 并未使出全力 此时他真急了 一上来就使出了全力 猪儿连三招都没有走过 就被廖印一脚踹中肚子 倒飞出去 一直撞到墙上才停下来 廖印这一脚寒怒踢出 猪儿捂着肚子 站都站不起来了 大成 给我往死里揍 廖印又回头交代一声 正准备去追赶气儿 却看到一个中年人 从外面掠了进来 手里还提着一个人 不是气儿是谁 只不过平时微风凛凛的气儿 此时手脚都被捆住 嘴里还塞了一块破布 看起来极为狼狈 秦振 廖印问道 你怎么来了 大哥 正在阻拦赤甲军的秦明愣了 来人正是秦明的大哥秦振 我要是不来 这丫头不就跑了 秦振把气儿扔到地上 扭头冲着秦明喊道 敢跟赤甲军动手 你自己活腻了 找个白铃挂上就行 难道还想拉上全家一起死吗 还不住手 掌胸如腹 秦明从小被大哥揍大的 看到秦振比看到他爹还怂 听到秦振呵斥 下意识就要停手 可是想到九公主的交代 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秦队长 停手吧 随后赶来的九公主 无奈下达命令 气儿都被抓住了 秦明再打也没任何意义 九公主发话 秦明这才带着侍卫们停手 反了你小子了 秦振上去 一脚踹翻秦明 把他的配刀收走 其他侍卫也被赤甲军打翻在地 收走配刀 九公主叹息一声 走过去拉起桌 伤到哪里了 我没事 殿下快去看看气儿 桌扶着墙壁站起来 廖印到底没有下死手 要不然刚才那一脚 能把桌的肠子踹断 九公主确认桌没事 走到气儿身侧 把他嘴里的破步拽掉 殿下 奴婢没用 气儿红着脸说道 不是你的错 秦振在外面拦着 你哪里跑得掉 九公主无奈说道 他也没想到 皇帝不光派了廖印 还把秦振也调来了 秦家从大康开国皇帝开始 就是最坚定的保皇派 不管什么时候 都坚定不移地站在皇帝身边 所以一直以来 秦家都是皇帝的心腹 秦明的父亲是御林军大统领 秦振是赤甲军义营的都统 秦明的二哥是东宫六帅总指挥 秦明混得最差 也是九公主的侍卫队长 从这点就可以看出 秦家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 父子四人的官职 虽然都不是很高 但是每个人的位置都非常重要 父亲秦鹏和大儿子秦振保护皇帝 二儿子秦中保护未来的皇帝 老三秦明保护皇帝最疼爱的公主 可以说皇室重要成员的命 都在秦家手里握着呢 殿下 你应该也知道吧 现在全京城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对你不利 陛下这也是为了殿下好 秦振又踢了秦明两脚 起身看着九公主说道 殿下这又是何必呢 九公主没有解释 而是直接了当问道 秦振 东瞒大军是不是已经到蝉州了 秦振转头看了一眼撂印 点了点头 算是回答 那本宫问你 金川的金先生 是不是对抗东瞒最好的人选 九公主再次问道 金峰虽然从未来过京城 但是在说书人的宣传下 他的战绩 早已在京城家喻户晓 秦振作为皇帝心腹 知道的消息比百姓多得多 就算心里再不服气 还是再次点头 是的 金先生志勇无双 的确是对抗东瞒最合适的人员 那你还拦着本宫干什么 九公主说道 东瞒人都到蝉州了 金先生还在川鼠 再不通知 他就来不及了 殿下说得有理 秦振赞同的点点头 随后又摇了摇头 但是我们赤甲军不管这些 陛下要求我们看着殿下 我们只管完成陛下的交代就行了 一个个都是死脑机 九公主闻言 气得咬牙却又无可奈何 这就是秦家父子和赤甲军 被皇帝信任的原因 不管皇帝做出什么决定 秦家父子都会毫不犹豫地支持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这是非常愚衷的行为 但是 哪个上位者不喜欢这样愚衷的人呢 廖印 把秦明他们丢关起来 气桌 要是再跟着殿下胡闹 也关起来 秦振见九公主不再说话 便安排廖印打扫战场 唉 九公主叹息一声 再次拿出弩弩 殿下 别闹了 秦振笑着走向九公主 廖印不敢夺九公主的弩弩 但是他敢 可是不等他靠近 却看到九公主抬起弩弩 背着天空扣动了扳机 咻 箭矢带着尖锐的呼啸声 飞入空中 然后啪的一声炸裂开来 在空中炸出一团黑烟 久久不散 该死 之前一直吊锅当的秦振 脸色瞬间大变 他比九公主大得多 算是看着九公主长大的 以他对九公主的了解 知道九公主根本不可能对他放剑 其实就算放剑 他也不怕 以他的身手 又看到了九公主的弩弩 完全可以躲开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九公主弩弩里装的是响剑 而且 是金风才做出来的星形响剑 星形响剑 分为黑白两种 不光传得更远 而且还会爆炸 白天爆炸会有一团黑雾 夜里则是烟花 释甲军费尽心思 把九公主藏在这里 有事出去都不敢走大门 而是夜里翻墙离开 唯恐被人发现 这下好了 之前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一大团黑雾飘在空中 十几里外都能看到 想见和火药 是镇远标局的特产 权贵们就算再傻 也能猜出九公主在这里 殿下 你知道 陛下为了把你藏在这里 费了多少心思吗 秦振气急败坏道 你这样做 对得起陛下吗 本宫知道对不起父皇 对不起你们 但是本宫有什么办法 九公主的语气也加重了 东蛮人都到禅州了 他们都是贪婪的豺狼 哪次来大康 不是烧杀抢掠 你们去民间看过吗 你们知道 百姓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吗 百姓经不起他们盘剥了 大康也经不起他们勒索了 秦振和廖映文言 全都沉默了 这是大康的悲哀 也是他们大康军人的耻辱 秦将军 这是本宫给先生写的信 若是本宫遭遇不测 希望你无论如何 把它转交给先生 九公主从妾儿怀里取出书信 递给秦振 秦振黑着脸 没有去接 秦将军 你是让本宫求你吗 九公主抬头问道 见秦振还是没有接信 九公主笑了笑 准备向秦振行礼 哎呀 殿下这是干什么 秦振赶紧跳到一旁 他的确深受皇帝器重 如果有必要 他就算把九公主打一顿 皇帝可能都不会说什么 但是上下尊卑有别 他要是大喇喇 接受九公主的行礼 回去不用宗人府责问 他爹都能打断他的腿 九公主见状 再次把书信对过来 同时又做出行礼的样子 这就有点耍无赖了 行了行了 秦振无奈地接过书信 此地已经暴露 不宜久留 殿下赶紧去准备一下 咱们必须马上撤离 说完也不等九公主回话 烦躁地摆摆手 转身走了 九公主也不在意 用随身的军刀 割开捆绑契儿的绳子 交代道 契儿猪儿 你们马上去收拾东西 咱们该走了 秦将军 你直接告诉殿下 金先生快到京城了 不就没有那么多事了吗 小院外 廖印跟在秦振后边说道 那你怎么不说 秦振美好气地 瞟了廖印一眼 廖印善笑一声 没有接话 当初吐蕃拒绝和亲 其中一条理由 就是九公主不守复道 在成婚之前和金峰纠缠不清 虽然陈吉知道这是吐蕃的借口 但还是派人去打听了一下 金峰和九公主之前是清白的 但是后来却不是 而且金峰从来没想着隐瞒 在不少场合都和九公主 有过不合规矩的亲密之举 两人的事在西河湾 几乎是半公开了 陈吉自然也得到了消息 堂堂公主 还是自己最疼爱的公主 和一个乡野之地的男爵纠缠不清 陈吉刚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差点气炸了 把九公主软禁在庄园 其实也有惩罚的意味在里面 九公主的母亲庆妃也被牵连 最近被皇帝骂了好几次 庆妃心思玲珑 马上意识到出事了 就找人去询问庆国公 然后庆妃也知道了九公主和金峰的事 和陈吉相反的是 庆妃对于这门亲事非常满意 然后还找机会劝说陈吉 陛下 金峰虽然只是一个男爵 但是她的才华不输于任何一个国公 而且擅长领兵打仗 绝对文武双全 把文儿嫁给她 也不算辱墨 陛下不是一直很喜欢她做的诗词吗 可是她已经成婚了 成婚了又如何 陛下下旨 让她修了原配 娶文儿不就行了 这倒也是个办法 金峰和九公主 本来就木已成舟 陈吉除非把九公主进猪笼 要不然 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或许庆妃的劝说起了作用 陈吉也开始劝说自己 接受金峰这个便宜女婿 可是不等她做出赐婚的决定 气单人就打来了 面对危险 陈吉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金峰和庆怀 庆怀在魏州城防备党项人 没办法来增援 于是陈吉就马上派人找到洛兰 让她传信给金峰 让金峰带着郑远军来经秦王 秦王结束之后 他也能见见金峰 顺便把九公主的婚事定下来 这么大的事交给洛兰 皇帝肯定不放心 所以召见过洛兰之后 陈吉又派人飞鸽传书通知庆兴尧 除此之外 还直接派人带着正式的圣旨 准备去金川传旨 可是传旨的人才离开金城不久 庆国公就找到了皇帝 别的权贵不知道金峰要来金城 庆国公却早从庆兴尧那边得知了这个消息 庆国公给皇帝的解释 和彪师们一样 都是庆峰要来金城周边推广鼠部 皇帝虽然性格有缺陷 耳朵根子软 却不是傻子 相反 他是经过皇家培训的帝王 智商绝对在水准线以上 要不然也不会在书画之道上有那么高造诣 陈吉当时就推测出来 金峰来金城肯定是为了寻找九公主 所谓推广鼠部 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得知这个消息 陈吉心里竟然有些欣慰 金峰在金城没有什么根基 反而有一群强大的敌人 在陈吉看来 金峰来金城是一次非常冒险的欣慰 陈吉本就是一个感性的人 心里竟然有些认可金峰 觉得金峰来金 颇有种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味道 就和画本里说的一样 陈吉已经做出了决定 只要金峰能够击退契丹人 他就算和权贵翻脸 也要保住金峰 距离京城百里外 一支金川商会的商队在官道上前进 金峰穿着一身标诗服 和其他标诗一样 骑着战马 跟在商队后边 北千寻和大留守在他两侧 当初那一批权贵 虽然是九公主杀的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 金峰也绝对有份 为了少生事端 也为了安全 金峰假扮成标诗 藏在商会队伍中 办法虽然很拙劣 但是这时候没有网络 除了金川 认识金峰的人还真不多 从川鼠一路走到中原 倒也没人发现他 虽然遇到几次土匪截杀 却属于正常情况 这种情况虽然安全 缺点就是速度太慢 如果一城三骑 快马加鞭赶路的话 金峰恐怕早到京城了 但是那样太招摇了 恐怕还没到京城 权贵们派的杀手 就排着队等着他了 这支商队规模庞大 随形的明面标诗 和假扮利夫的标诗 加起来有数百人 车子上不光拉着鼠步 还拉着大量的众母 手雷 黑甲 热气球 可以说 这支商队是金峰手下 最精锐的一支队伍 又带着最精良的装备 就算遇到沁淮的铁灵军 金峰都敢跟他叫板 但是这次来京城 不是和权贵们掰手腕 而是为了带走九公主 金峰思考再三 还是决定低调行事 动身之前 金峰已经做好了 需要耗费很多时间的心理准备 但是真的走起来 还是让他很不适应 队伍走得实在太慢了 从川鼠出发 经过金牛古道 到达关中平原 然后又一路向东 跋涉了快两个月 依旧没有到京城 到京城还有多远 金峰转头看向北千巡 当年他的东家被抄家 北千巡曾经在京城周边 做过一阵流匪 对于附近地形都很熟悉 还有一百多里就到了 北千巡冷着脸回答 年后他要求金峰去江南履行城墨 帮他剿灭那伙土匪 当时金峰急着去西川城 就说完几天 等视察完都江燕攻城 就从金马河城船下江南 帮他报仇 结果又出了九公主这档子事 金峰又决定来京城 为此 北千巡非常生气 好几天没有理金峰 不过倒也没有一气之下离开 在西河湾这几个月 他已经喜欢上了那个小山村 金峰从来没有把他当成下人 或者保镖 而是当成了朋友伙伴 在西河湾 完全没有大家族的规矩 所有人都很随意 很真诚 这让北千巡觉得很放松 他带来的小姐妹 如今和小鹅一起在学堂上课 俩人好的 几乎穿一条裤子 金峰听说 小鹅想要配丫鬟的打算之后 狠狠把他训斥了一顿 非但没有给他配丫鬟 反而还要求阿佩 安排了一个女标师 每天早上天不亮 就把小鹅从床上揪起来 让他跟着女标师们一起去跑操 教了姐妹俩一套拳法 让关小柔监督他们 每天至少练习半个时辰 小鹅最开始非常抵触 可是意识到 胳膊拧不过大腿 只能乖乖认命 通过这件事 也让金峰意识到 孩子们正处于 树立人生观的关键阶段 学堂不能光教孩子们 十字算术 还要加强思想 教育工作 为此 金峰花费了半个月多 和学堂的几位女老师一起 编转了一本思想品德读本 要求学堂老师 每天给孩子们 上一节思想品德课 以帮助孩子 形成正确的三观 不光编转了思想品德课程 金峰还托人去广原和西川 寻找历史书籍和大儒 准备等过两年 孩子们升上高年级 添加历史课程 除此之外 金峰还开始着手编转物理 化学和生物学基础 他甚至考虑 在金川建立一座学院 但是建立学院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而且 大康读书人 只读圣贤书 学习数学的 都少之又少 更别提物理化学生物 这些学科了 金峰开办学院 首先要普及 这些学科的基础 这也是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 战马踩了一个小坑 颠簸了一下 金峰要不是已经熟悉了战马 说不定就被颠下去了 要想赴仙修路 果然有道理啊 金峰坐直身子感慨道 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前世他去过川鼠多次 从中原坐高铁 只要一上午 但是现在 光是在金牛古道的山路上 就耗费了一个月多 离开川鼠的时候 还是寒冬腊月 如今已经草长鹰飞 春风和煦 他们距离京城 还有一百多里 好在进了中原 关道就变得平整宽阔起来 又跋涉了三天 金峰他们距离京城 只剩下三十里 关道上的人 都比平时多了不少 中午 队伍在关道旁空地休整 先生 吃饭了 大刘端着托盘 给金峰送饭 金峰还没来得及动筷子 旁边的北千巡 就把瓦盆里 一块大骨头夹走了 金峰对此早已经习惯了 也不在意 拿起筷子正准备吃饭 远处隐隐传来马蹄声 北千巡耳聪目明 察觉到异常之后 一手举着肉骨头 另一只手从怀里 拿出一面小骨放在地上 附身把耳朵贴了上去 是战马 人数还不少 北千巡扔掉大骨头 反手抽出佩刀 把金峰挡在身后 所有人 警戒 大刘也扔下 刚吃了一口的馒头 指挥镖师摆出防御阵型 那些利夫假扮的镖师 也纷纷围到板车旁边 哒哒哒 马蹄声越来越近 也越来越响 金峰拿出望远镜 对着马蹄声传来的方向看过去 第一眼就看到了镖局的黑旗 然后便看到了队伍中的洛兰 他怎么来了 金峰心中不由一喜 洛兰是金川商会在京城的负责人 韩峰 铁锤等人离开京城之后 镇远镖局京城铸点 和忠明小组 也暂时由他指挥 这种时候 洛兰出城 肯定有大事 金峰心里第一个闪过的念头 就是他找到九公主了 大家别紧张 是洛兰来了 金峰事宜大流等人放下武器 自己也走到驻地边缘等着 北千寻美感大意 依旧跟在金峰身侧 绿 洛兰勒住战马 停在金峰面前 见过先生 是不是有舞阳的消息了 金峰问道 这么久了 洛兰依旧没有打听出 九公主的任何消息 一群大活人 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这是金峰最担心的问题 洛兰知道金峰着急 也顾不上行李了 点头说道 有了 我刚才得到消息 已经找到了殿下 他在哪里 之前为什么找不到他 金峰问道 殿下被陛下藏起来了 洛兰答道 昨天我们得到消息 有人在京城西南的薛家庄 发现了咱们金川商会的响剑 我查了一下 所有的标识响剑都能对得上 所以推测 响剑是殿下发射的 但是我派人去打探的时候 那片宅子已经空了 殿下可能又被赤甲军 转移到其他地方了 舞阳发射了响剑 金峰心中一沉 他是遇到了什么危险吗 应该不是 洛阳摇头 我估计 殿下发射响剑 可能是知道了东蛮来犯 想要用这种办法通知先生 等等 什么东蛮来犯 金峰打断洛兰 契丹人打来的消息 皇帝前几天就派人通知了洛兰 可是商队一直在路上 没办法收到飞鸽传书 洛兰只能派人来传话 北千巡对京城周边熟悉 知道一条近路 就带着金峰走了近路 和洛兰派出来的人又错开了 今天才回到主路上 洛兰在京城 一直等不到回信 猜出金峰可能和报信的走岔了 今天实在等不及了 就亲自出城来迎金峰 他运气不错 正好遇到了金峰 金峰听完洛兰的讲述 脸色变得越来越凝重 战争一旦打起来 一切都会失控 带走九公主的事情本就困难 现在又多了这个变数 他必须要重新思考对策了 东蛮人比党项人更加凶残 去年又受了寒灾 这次来大康 肯定所图不小 东蛮人现在到哪了 金峰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问道 我也不知道 但应该不远了 洛兰答道 他毕竟只是一个商会掌柜 能得知东蛮人要来 还是皇帝告诉他的 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 金峰正准备说话 北千巡突然拉住了他的胳膊 先生 又有人来了 多少人 金峰问道 北千巡又一次拿出那面小鼓 趴在地上听了一阵 说道 人数不多 应该只有两三匹马 但是跑的速度很快 可能只是路过的信差 大刘说道 这明显是战马的提升 信差没有这么好的马 北千巡摇头说道 如果是平时两三匹战马而已 不管是谁 金峰都不至于太在意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东蛮人来了 谁知道来的人是不是东蛮人的探子 金峰冲大刘使了个眼色 大刘马上招了招手 老五 如果是东蛮人的探子 直接干掉 是 一个站在板车后边的标师 点头答应 这辆板车下面蒙着一架已经上弦的众母 如果发现敌人 抽掉保险就能激发 哒哒哒 马提升越来越近 三匹骏马沿着官道飞驰而来 看到金峰他们 马上的人开始减速 他怎么会来这脸 洛兰微微皱眉 你认识 金峰问道 他叫秦振 是秦家的大公子 我曾经在拍卖会上 见过他两次 洛兰解释道 秦家在京城 不算特别出名 却深受陛下信任 对了 九公主的侍卫队长秦明 就是秦家三公子 也是秦振的三弟 秦明的大哥 金峰想了一下 我记得秦明说过 他大哥是赤甲军 义营都统 东瞒人不是打来了吗 他不在京城保护皇宫 怎么来这里了 我也在纳闷这个问题 洛兰摇头 他们停下来了 难道是来找先生的 他们怎么知道我来了 金峰到现在还以为 自己来京城 神不知鬼不觉呢 先生 洛兰保证 没有向任何人 透露过您的消息 洛兰还以为金峰在怀疑他 赶紧举起手发誓 我不是说你 金峰摇头说道 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 金峰还是非常信任洛兰的 如果他要背叛自己 不会做得这么明显 秦明跳下战马 带着两个手下大步走来 哪位是金川的金先生 小声便是金峰 见过秦都统 金峰对着秦振 行了一个书生礼 对方既然找过来了 还直接点出要找他 再躲着 就等于认怂了 你认识我 秦振愣了一下 然后看到了站在一旁的洛兰 哦 原来洛兰姑娘也在 怪不得 不知秦都统远道而来 所为何事 金峰问道 洛兰姑娘也在 那想必先生应该知道了吧 东马人来了 秦振直接从怀里掏出一块令牌 我奉陛下之命 特来请金先生 进京面圣 共义退敌之策 金峰闻言 眼睛微微一眯 见到秦振 他就猜到 皇帝知道他的行踪了 但是他没想到 皇帝竟然直接宣他进宫 一直以来 金峰不愿来京城 就是不想见到皇帝 封建时代 皇帝是最大的 不管你是什么贵族 见到皇帝都要磕头 这是金峰不能接受的 其次 他在京城的根基还太浅 而京城是整个大康的权力中心 水太深了 他既不是嘎嘎叫的鸭子 也不是长江 实在把控不住啊 所以 金峰原本打算来京城 偷偷找到九公主 然后带着人就跑 根本没打算久留 更没有打算面见皇帝 谁知道 皇帝直接派人来找他了 躲都没法躲 嗨嗨 秦振看到金峰听完自己的话 就一直站在对面发呆 忍不住咳嗽两声提醒 先生 要接纸了 洛兰站到金峰后边 小声提醒道 哦 金峰这才反应过来 冲着秦振抱了抱拳 然后就伸手去拿秦振手里的令牌 大胆 竟然抢夺御刺金牌 秦振身后的两个属下 直接拔出佩刀 北千寻手上一用力 把金峰拉到自己背后 刷刷刷 大刘和清卫也都抽出鲁工 对准秦振三人 稍远处 老五等人更是直接掀开黑布 露出争鸣的众母 如果是一般人同时面对这么多鲁工 恐怕早就吓傻了 但是秦振却哈哈大笑道 早就听说镇远标局能争善战 今天终于见识到了 果然厉害 洛兰 我刚才做错什么了吗 金峰问道 先生 您为什么要去拿金牌 洛兰满脸古怪的反问 你不是让我接纸吗 金峰说道 他手里又没拿圣纸 我接什么 难道不应该去接令牌吗 先生 你真是 洛兰哭笑不得解释道 这是陛下的口谕 所以比回一个陈接纸 就行了 不能去拿玉刺金牌的 吃了没见识的亏呀 金峰听完洛兰的解释 满头黑线 哈哈 以前从来没接过圣纸 让秦都统见笑了 金峰自嘲地笑了笑 冲着秦振�拱了拱手 随意说道 陈接纸 接只要下跪 秦振身后的赤甲军 冷声呵斥 不必了 陛下敬佩先生气劫 特准先生 不必行跪拜之礼 秦振笑着从怀里 掏出一枚玉佩 递给金峰 这是陛下遇赐玉符 先生随身佩戴 即便面胜 亦可免跪拜之礼 谢陛下 也谢谢秦都统 金峰文言 赶紧接过玉符 这可是好东西呀 见了皇帝都不用跪 其他权贵更不用说了 先生不必谢我 这是殿下帮先生求来的 秦振笑着说道 金峰文言 心中恍然 当初九公主提出 让金峰入朝为官 金峰拒绝之后 九公主追问原因 金峰说了一些客观原因 然后吐槽说 京城规矩繁琐 见谁都要跪拜行礼 她接受不了 当时只是随口吐槽 没想到九公主就记在心里了 还帮她求了一块玉符 武阳现在还好吗 金峰问道 挺好的 就是得知东蛮人来犯 比较着急 让我帮她送信 我没答应 她就放了想见 我们经营多年的一个注点 就这么被她暴露了 秦振摇了摇头 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 这是殿下 让我带给先生的 站在一旁的洛兰 这才知道那没想见是怎么回事 金峰接过书信 看了一眼火气 确认是九公主的硬性 然后才撕开 看完书信 金峰沉默两久 一直以来 九公主都是骄傲的 哪怕是清热的时候 九公主大多时候 都是主动的一方 但是此时 九公主在信中的姿态 却放得非常低 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 求金峰看在百姓的份上 暂时放下对大康的不满 一定来京城 帮皇帝击退东蛮 东蛮人现在到哪了 金峰收起书信 看向秦振 秦振文言 心中不由一喜 他作为皇帝的死忠 不光是赤甲军义营的都统 还是大康情报组织 密蝶司的三当家 金峰当初在 魏州城击退党项人之后 密蝶司就打探过金峰的情报 秦振对于金峰非常了解 如果是别人被皇帝召见 共义退敌之策 恐怕早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了 但金峰是否愿意 秦振在来之前 一点把握都没有 从金峰的诗文和行为方式 不难判断 这是一个不喜欢麻烦的人 对当官也没什么兴趣 现在金峰主动问起东蛮人的情况 显然是同意了 秦振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脸上却没有表露出来 回答道 东蛮人的骑兵先锋队 今天上午已经到了黄河北岸 主力部队在几十里外 估计今天下午和晚上 应该就能全部赶到 黄河上的浮桥 和沿岸的船只 都处理了吗 金峰再次问道 浮桥全部拆掉了 沿岸百里的船只 不管是商船还是渔船 全都被送到了 百里外的洞门镇 秦振回答完之后 问道 先生 你确定要抵抗东蛮了吗 虽然他看出了金峰的态度 但是此事关系重大 他必须要得到金峰准确的答复 确定如何 不确定又如何 金峰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反问道 秦振文言 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盒子 从中又取出一块玉佩 先生 死乃鱼龙符 秦振捧着玉佩说道 陛下有令 如果先生 愿意协助对抗东蛮 鱼龙符就赐予先生 凭借此符 天下兵马 先生皆可调遣 金峰还没做出表态 旁边的洛兰和大刘呼吸 全都变得急促起来 陛下倒是信任我 金峰笑着看了一眼鱼龙符 白手说道 多谢陛下 但是不用了 鱼龙符的名头 听起来吓人 但是在金峰看来 非常激烈 大康黄泉早已衰落 京城周边的军队 几乎全都是 顽固公子杜金的老爷兵 他们要是能乖乖听从调遣 才见鬼了 如果是平时 金峰扯着皇帝的大旗 可能还有望整治一番 可是如今东蛮人都兵临城下了 哪里还有时间去整顿军纪 整不整得好 暂且不说 就算他能整治好 敌人也早就把京城打烂了 先生这是拒绝了 秦镇眉头微皱 东蛮人我会去打 但是鱼龙符就不用了 金峰说道 其实 就算九公主没有写信 遇到了东蛮人入侵 金峰也不会袖手旁观 因为东蛮人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遭了灾 来大康截掠 顺便勒索朝廷 朝堂权贵为了自身安全 八成会答应东蛮人的条件 权贵们答应的钱粮 他们肯定不会承担 最后还是会落到百姓头上 如今的大康 已经到了风雨飘摇之际 百姓已经到了死亡线的边缘 这时候 如果朝廷颁布惠民政策 或许还能续命 如果再增加赋税 大康势必会盗匪四起 风火连天 新百姓苦 亡百姓苦 到时受罪的还是百姓 前世历史中 炎黄子孙已经承担了太多战火与苦难 一旦爆发战争 以金风如今的影响力 绝对无法置身事外 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金川商会 镇远镖局 金川钱庄 也都会遭遇重大打击 于公于私 金风都不想看到 大康走到这一步 洛兰 梁哥到了哪里 金风问道 这次来京城 为了避免被人一网打尽 金风和张良分开走的 梁哥昨天来信 到了土耳坡 应该明天就可以赶到京城 洛兰答道 如今京城附近 共来了多少标诗 金风又问道 加上原本就在京城的 共有1935人 洛兰在来之前 就猜到金风会问这个问题 提前做好了功课 立即报上了准确的数字 1935人 秦镇闻言 眼角不由跳了一下 作为密碟斯三当家 其实在一个多月前 秦镇就得知 金川商会 以开发京城周边市场为由 往京城派来不少人 不过金川商会 随后的确在大力推广鼠部 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随行护送货物的标诗数量 也正常 密碟斯就没有太在意 谁知道 金风竟然弄来这么多标诗 前几天得知 金风也要来京城 秦镇就猜到 金风不会单枪匹马地过来 为此 他专门又派人去调查了一下 金川商会和镇远标局 调查结果和之前一样 近期聚集在京城周边的标诗 虽然比去年多得多 但是依旧在可控范围内 所谓的可控范围 就是指 这些标诗就算想闹腾 玉林军也能快速镇压 结果现在洛兰却说 京城周围聚集了近2000标诗 这个数量远远超过密碟斯统计的结果 经过大满坡一战 标诗的战斗力早就得到了证明 特别是黑甲战队的威名 秦镇在京城都有所耳闻 500黑甲标诗 硬生生杀穿5000吐蕃精锐的包围 这种战绩即便是赤甲军也绝对做不到 京风亲自来京 不用问 黑甲战队肯定也来了 黑甲战队再加上2000多标诗 如果在京城闹起来 秦镇简直不敢去想会发生什么 同时秦镇也想不明白 标诗来了这么多人 密碟斯为何没有发现 突然 秦镇看到了站在板车后的老五等人 瞳孔不由猛地缩了一下 老五等人虽然穿着利服的衣服 但是眼神动作都绝对是老兵无疑 而且老五手里还掌控着一家众母呢 那么多标诗不用 让一个利夫掌控众母 秦镇就算是傻子也猜出原因了 怪不得洛兰说 京城周围聚集了近2000标诗 原来对方装扮成了京川商会的伙计和利夫 看来回头得好好整顿一下密碟斯啊 秦镇在心里默默感慨 1935人 加上我和梁哥带的人 应该差不多了 京风没心思去管秦镇 听完洛兰的答复 就从怀里掏出地图 看了片刻 开口说道 洛兰 传信给各地标诗 让他们立刻动身 去京城西门的巴里沟集合 是 洛兰答应一声 走到一旁安排人去传信 秦镇听着京风的安排 顾不上去想整顿密碟斯的事 上前问道 事到如今 请先生如实相告 你到底调了多少标诗来京城 秦都统 刚才不是听到了吗 京城周围现在有1935名标诗 京风说完 又指了指周围 再加上这些和梁哥带的一队人 大概278左右吧 其实张梁总共调集了3000多标诗来京 但为了不引人注意 是分批出发的 如今还有好几支队伍在路上 暂时没办法赶到 先生是否把镇远军调来了 我知道规矩 镇远军没有陛下的调令 不能来京 京风答道 秦都统放心 镇远军5000人都在川鼠 一个没来 所以 先生打算靠标诗击退东蛮人 对吗 秦镇试探着问道 对 京风点头 先生 你知道东蛮人来了多少人吗 秦镇瞪着眼睛问道 我刚才听洛兰说了 来了三万对吗 京风漫不经心地问道 先生既然知道 契丹人来了三万 你还拒绝于龙福 秦镇满脸不可思议 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解释清楚 于是又强调一遍 先生 这可是三万契丹骑兵 战力比当初的党项人更强大 我明白 京风的脸色依旧平静 先生 我知道你在清水谷和西川 击败过党项和吐蕃骑兵 但是京城和清水谷 西川不一样 秦镇说道 京城周边地势开阔 最适合骑兵奔袭作战 没有任何地理优势 只能应战 对 京风点头表示赞同 先生既然都明白 为何还觉得 依靠三千标诗 就能击退东蛮骑兵 不是觉得 是一定可以 京风自信说道 我 秦镇突然觉得 皇帝找京风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对于京风的看法 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之前他听闻京风战绩 心里极为佩服 但是现在他觉得 京风太自负了 他实在想不到 三千标诗 凭什么去和三万凶悍的东蛮骑兵争锋 看到京风一脸自信的样子 秦镇敷衍地拱了拱手 那秦某助先生 棋开得胜 秦某还有事 先告辞了 他必须要尽快回京告诉皇帝 京风言辞浮躁 名不副实 不足以担当大任 他必须要劝谏皇帝 不能重用京风 必须要想其他退敌之策 可是 秦镇刚准备离开 就被京风叫住了 秦都统 等一下 先生还有何指教 秦镇问道 指教谈不上 就是觉得 陛下 既然都让秦都统把鱼龙符送来了 不收好像不太合适 京风笑着伸出手 给我吧 他虽然没想着 调用京城周边的老爷兵 但是秦镇都把鱼龙符送来了 收下总比不收强 万一用上了呢 就算用不上 挂在腰上 也有门面不适 秦镇闻言 气得差点动手打人 他活了半辈子 第一次见到京风这样的人 满朝权贵 不知道多少人做梦 都想得到鱼龙符 结果到了京风这儿 却好像成了一块烂石头 先生要是不愿意 不用勉强 秦镇压下心头火气 冷冷说道 不勉强 不勉强 京风又伸了伸手 秦都统 拿来吧 皇帝交代过 如果京风答应抵抗东蛮人 就把鱼龙符给京风 秦镇心里就算再生气 此时也只能把鱼龙符掏出来给京风 多谢秦都统 秦镇随手接过鱼龙符 看也不看的 就放进袖子里 然后问道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想问问秦都统 武阳现在在哪 先生放心 殿下现在很安全 秦镇已经没有跟京风说话的兴趣了 安不安全 见了才知道 京风又问了一遍 他在哪 如果我不说呢 先生准备把我杀了吗 秦镇本来就有些烦躁 听到京风这么说 语气也便冲了一些 说完还挑衅似的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宠母 秦都统说笑了 看在秦明的面子上 我也不能杀你啊 秦镇笑道 如果秦都统不愿意说就算了 我自己去找就行了 语气虽然平静 说话的时候也满脸带笑 不过是个人都能听出 京风话中的不满 秦镇眼睛微微眯起 闪过一丝怒火 北千寻脖子上的汗毛 一下子全都竖起 不由自主地握住刀柄 作为嫡长子 秦镇一直都是秦家三兄弟中 最出色的一个 或许为了收买人心拉拢秦家 六岁的时候 皇帝就指派大内高手 收秦镇为徒 亲自教他武艺 还允许他在宫里和皇子公主一起读书 秦镇也很争气 十六岁就在御林军的比武中拔得头筹 被皇帝任命为贴身侍卫之一 这么多年来 又经过多次提拔 成了皇帝最信任的人之一 秦镇的父亲 秦鹏已经上了年纪 朝堂所有人都能看出来 皇帝这是在把秦镇 当作秦鹏的接班人来培养 所以一直以来 秦镇都是骄傲的 可惜 金锋才不惯着他 秦明的二哥秦中 虽然待遇比起哥哥差了一截 但是也被皇帝安排到了太子门下 带领东宫六帅 日后太子继位 秦中就是从龙之臣 帝位字不用多说 所以三兄弟中 负责保卫九公主的秦明 是最没存在感 也是最没前途的一个 金锋故意说 看在秦明的面子上 放秦镇一马 就是告诉秦镇 少跟老子摆谱 老子不吃这一套 秦镇作为密蝶丝三头目 自然不会被金锋一句话激怒 他担心的是 金锋真的在京城闹事 这可是敢打杀薛衡卢 敢窜夺九公主 杀掉那么多权贵的疯子 别人或许不敢在京城闹事 但是金锋 说不定真敢 何况 他还带着两千多标诗 如今东蛮人已经兵临城下 要是金锋再带人 在京城闹起来 后果不堪设想 想明白这些 秦镇眼中的 凶光一闪而逝 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笑着回答道 陛下担心东蛮人渡河之后 劫掠周边 为了殿下的安全 把他接回了京城 安排到了中龙街 刘家铺子后边的院子里 那我进京之后 可以去探望五阳吗 金锋又问道 我会告知殿下 殿下如果愿意 那自然可以 秦镇笑着回答 他已经决定了 回去就找皇帝参金锋一本 让皇帝收回于荣服 到时候 金锋能不能入城 还不一定呢 想见公主 做梦吧 多谢秦都统了 秦镇笑着拱了拱手 先生客气了 秦镇也拱了拱手 先生如果没有别的事 秦某就先走了 秦都统自便 告辞 秦镇转身就走 三人离开不久 一群飙尸也翻身上马 快速离开 先生 消息 已经传出去了 洛兰走过来 小声说道 好的 金锋问道 对了洛兰 你知道中龙街吗 金锋从来没去过京城 还真不知道中龙街在哪 知道 和咱们商会的铺子 就隔了两条街 洛兰问道 刘家铺子是做胭脂的 先生 是想做胭脂吗 他知道 关小柔和婉娘在研究香精 还以为金锋盯上了刘家铺子 想做胭脂生意 没有 殿下在刘家铺子后面的院子里 金锋解释一声 然后问道 洛兰 距离最近的仓库在哪 京城是大康最繁荣的城市 也是金川商会重点发展目标 城内租仓库太贵 洛兰就在城外租了一些闲置院子 作为仓库 现在连皇帝都知道自己来了 也知道了九公主的具体位置 金锋懒得再伪装了 让人把布匹送到仓库 自己带着标诗轻装上阵 赶路才最快 仓库我都选在距离城门不远的地方 这样来回取货也方便点 不过在前面三里 有个茶滩 标诗和伙计经常在那边休息落脚 关系不错 洛兰猜出金锋的打算 建议道 先生可以把鼠部先放在茶滩 回头我再安排人来运走 看到金锋点头 洛兰马上开始安排 经营茶滩的是一对婆媳 他们的丈夫都死了 如今婆媳俩带着一个小姑娘 套着在路边卖些茶水为生 茶滩距离京城大概二十多里 不管是从川鼠过来的标诗 还是离开京城回川鼠的 走到这里都要歇歇脚 时间长了 婆媳俩和商会伙计 标诗就慢慢熟了 标诗们还帮婆媳俩 教训过来找市的泼皮 所以金锋他们距离茶滩 还有一里多地的时候 婆婆就冲着屋里喊道 贵方快多烧点水 金川商会的兄弟要来了 看起来人还不少呢 而媳妇探出脑袋 网路上看了一眼 赶紧从井里打了一桶水进屋 小姑娘也抱了一小捆木柴 进去帮母亲烧火 大娘 我们有点事要急着赶路 把货先在您这里放一两天 给您留两尺布 算是租您的屋子了 您看成吗 洛兰的助手跑过去 和婆婆协商 哎呀 姑娘你说啥呢 你们商会和标诗 没少照顾老婆子的生意 别说放一两天 就算放一年 我也不能找你们要不 婆婆赶紧摆手 发现金锋他们都没下马 婆婆拉着助手说道 姑娘 快让大家下来歇歇脚 贵方去烧水了 马上就好 不用了 我们去京城还有事呢 助手说道 东西放下 我们就走 婆婆刚准备说话 却看到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 从京城方向跑来两匹战马 马上各自驮着一个牙医 看到金锋他们 牙医们老远就开始减速 都把手按到刀柄上 认出是镇远标局的人 牙医们这才放心 驱马上前喊道 谁是东家 我是 婆婆赶紧跑出来 问道 两位官爷有何吩咐 东蛮人要来了 不想死的话就赶紧带着东西跑远点 牙医喊道 什么 东蛮人要来了 婆婆闻言脸上顿时浮现恐惧之色 十几年前 东蛮人曾经围过一次京城 她丈夫就是那时候被东蛮人杀掉的 她和儿子躲在水井里 才逃过一劫 现在一想起东蛮人 婆婆就觉得天都要塌了 提醒完婆婆 牙医又看向金锋他们 镇远标局的兄弟 你们也带着东西回去吧 别往前走了 到了京城 你们也进不去 城门都关了 城门关了 京风皱眉问道 什么时候关的 东蛮人已经过河了吗 牙医提前来通知百姓 离开他可以理解 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百姓无辜死亡 也省得东蛮人来劫掠周边 获得物资 可是关闭城门 是京风没想到的 东蛮人这么快过河了 如今大满坡战役 已经传到了京城 说书先生们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县城的故事素材 他们最喜欢说的故事片段有三个 第一自然依旧是京风 第二便是历史上第一位镇前肋骨的九公主 第三就是镇远标局的标师 特别是张良带着五百黑甲战队突出重围 以及决战时敌营夺帅 被说书先生们说得神乎其神 最近几个月 京城百姓路过镇远标局门口 谁不称赞一声 宰相门前七品官 任何时候 比试炼都是存在的 京城的牙医 在城内一个个都是孙子 但是到了外面就是大爷 见到外地牙医 他们都不会正眼看对方 面对镇远标局 牙医们的心情也很复杂 一方面 他们觉得自己有编制 工作稳定 比走南闯北风吹日晒的标师强多了 另外一方面 他们又羡慕标师的福利 和镇远标局的名声 看看标师们坐下的高大战马 再看看自己屁股下的罗马 两个牙医心里要说 不犯酸水是假的 加上京风刚才问话的语气 又毫不客气 年轻一点的牙医 张嘴就想呵斥 可是还没开口 就被年长的牙医瞪了一眼 年长的牙医 毕竟多当几年拆 眼神更加毒辣一些 看见标师把京风拱位在中间 就知道 他不是普通标师 试探着问道 这位兄弟 你是 洛兰在京城待的时间比较长 深知京城牙医都是势利眼 如果不能镇住他们 对方可能什么都不会说 转头看了一眼京风 发现京风微微点头 开口说道 这是我们商会 标局的大当家 清水男爵 金先生 金先生 清水谷击败党项人的金先生吗 牙医文言 吓了一跳 身后年轻一些的牙医 更是暗叹一声 好险 幸亏师父刚才拦住了他 站在一旁的老婆婆 更是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京风 嘴唇哆嗦一下 整个人都傻了 京风在京城的名气 实在太大了 这时候的百姓基本都没读过书 一辈子的生活圈也就十里八乡 说好听点是淳朴 说难听点就是思维简单 再说难听点就是傻 说书先生们说什么 他们就信什么 所以 在很多大康百姓心目中 京风就是神话一般的存在 见到这种传说中的人物 老婆婆第一个念头 就是赶紧跪下来磕一个 被一只摇春阳 见过金先生 年长的牙医赶紧下马 规规矩矩地给京风行了一礼 东瞒人过河了吗 京风再次问道 这次牙医不敢摆谱了 赶紧答道 回先生的话 东瞒人暂时还没过河 那城门为何关闭 这个卑职不知 牙医摇头道 我们只是接到命令 出来疏散方圆三十里的百姓 你们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今天一早 城门关闭了 你们怎么回去 捕头大人说 有时三刻 城门会开启一炷箱时间 让我们回城 行 我知道了 你们去忙吧 京风冲牙医点点头 没有再问 对方只是一个牙医 知道的东西有限 再问 恐怕也问不出什么 牙医走后 京风抬头看了一眼太阳 大家把东西放下 尽快赶路 老婆婆听到京风的话 犹豫了一下 还是壮着胆子 上前打了个招呼 京 京先生 打完招呼 又犹豫起来 大娘有事吗 京风问道 先生 按理说 您把东西放在老婆子这里 老婆子应该帮您看着 可是 可是东蛮人来了 老婆子得带着贵方和孙女逃命 大娘你该走至关走 我们自己留人看守东西 京风没有说什么 一定会打走东蛮人的话 也没有挽留对方 而是事宜大流拿过一袋小米递给婆婆 这点粮食 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大娘带着路上用 这怎么行 婆婆赶紧摆手 大娘 您不要不是搏了我家先生的面子吗 洛兰劝说道 拿着吧 先生还急着走呢 婆婆见洛兰这样说 只好收下小米 标师和商会伙计开始卸货 大流点了几个标师的名字 让他们留下来看守 给兄弟们留下集体战马 京风交代道 如果有东蛮人过来 你们别管不 尽快往南跑 明白吗 这里距离京城足有二十多里 东蛮骑兵来京城 目的在于恐吓大康朝堂 就算劫略 也不会跑得太远 来这里的可能性不大 其实就算来了 应该也只是小谷队伍 而且从京城跑到这边 战马的体力肯定不行了 以标师的警惕性 和吐蕃战马的性能 标师们跑掉并不算难 是 标师和商会伙计 都郑重点头 他们这次携带的鼠部数量不少 老婆婆的两间茅草主屋 外加厨房 柴房 都不一定堆得下 这么多布匹 可不少值钱 如果换成一般东甲 肯定让他们死守 但是京风却特意交代他们 如果看到东蛮人 就扔下鼠部逃跑 这也是标师和商会伙计 愿意为京风卖命的原因 因为京风一直强调 人命比货物重要 如果遇到危险 保住性命要紧 可是他越这么强调 标师们反而越卖命 自从标局成立以来 送货的路上 不知道遇到过多少回土匪 但是很少发生 标师扔掉货物逃命的情况 一般都是死战 除非敌我力量实在悬殊太大 才会撤离 而且 事后必然会进行报复 铁牛之前就专门做这个的 标师和商会伙计卸货的时候 婆婆和儿媳也在收拾东西 准备逃亡 茶坛的小姑娘就站在一旁看 等着妈妈和奶奶 可能是等得太无聊了 就仰着头看向京风 你就是京川的战神哥哥吗 战神哥哥 京风一愣 先生 现在京城的说书人都说 您是大康战神 百姓也就这么喊起来了 洛兰解释道 我还没女儿呢 可不敢叫战神 京风不由想起了前世那些小广告 战神的身世一个比一个凄惨 不是女儿住狗窝 老婆被人打 就是父母家族惨死 背负着血海深仇 宿主的身世虽然也可怜 却没凄惨到那个地步 女儿 洛兰一头雾水 不知道京风怎么突然说起女儿了 嗯 没什么 京风摆摆手 低头看着小姑娘说道 我是京川的京风 但我不是战神 那你是来打东蛮人的吗 小姑娘又问道 对 我是来打东蛮人的 京风点头 那战神哥哥 你可要小心点 小姑娘一脸认真地提醒道 奶奶说 东蛮人可凶了 他们杀人的时候 连眼睛都不眨 我爷爷就是东蛮人杀死的 我爹也是 在北边和东蛮人打仗死的 说完 从脖子取下一枚掉坠 这是狼牙 我爹留给我的 奶奶说 可以保佑平安 战神哥哥 送给你了 哥哥一定要打走东蛮人 小姑娘 不用了 这是你爹留给你的念想 你好好留着吧 京风赶紧摆手 他怎么好意思 去要小姑娘父亲留下的遗物呢 哥哥 没事 我爹以前打死过一头狼 我还有好多呢 小姑娘说着 从兜里拿出一小把狼牙 大康的小孩没有什么玩具 这些狼牙 就是小姑娘的玩具 一颗颗油光发亮 看起来都包僵了 战神哥哥 你要是不喜欢我带的这个 来 随便挑一个 小姑娘大方地把狼牙 捧到京风面前 京风看着小姑娘 纯真的眼神 只好跳下战马 拿起一颗狼牙 狼牙上已经被钻好了小孔 小姑娘从头上 解下一根头绳 从小孔里穿过 然后挂到京风脖子上 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京风问道 我叫阿春 小姑娘脆声声地回答 然后问道 战神哥哥 我听吃茶的标师大叔说 在你们村子 所有孩子都能去学堂读书 赏我还管一顿饭 卖粥随便吃 是吗 是的 阿春你想读书吗 京风问道 想 小姑娘赶紧点头 那等我们回去的时候 你跟我们去穿属 我送你去学堂好吗 京风问道 其实京风知道 大康比小姑娘更可怜的孩子多的是 随便去个牙行 都能看到成群的孩子 像小猪仔一样 滚在烂泥里等候发卖 看到有人过来 孩子们就爬到栅栏边上 哀求别人买走他 他们并不知道被人买走后 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命运 但是他们都在牙行恶怕了 牙行关押孩子的栅栏上 到处都是牙印 都是他们啃的 这也是京风讨厌牙行的原因 他实在看不了那个场景 可是他来大康的时间还太短 暂时无力改变这一切 只能尽量少去牙行 眼不见为尽 虽然没办法救下大康所有孩子 但是遇到了小姑娘 也是一种缘分 京风愿意给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算是回报他 赠送自己狼牙 可是谁知道 小姑娘却低下头 小声说道 我想去读书 可是奶奶说 东瞒人可坏了 看到什么烧什么 肯定会把我们的柴盒烧掉 我要帮奶奶和阿娘干活 川鼠多山 百姓家里没柴了 上山去砍点野树就行了 但是京城地处平原 没有那么多树木 基本上每一棵树都是有主的 掉下来的树枝 旁人也不能去捡 茶滩烧水用的柴盒 绝大部分都是小姑娘和母亲 去荒帝哥的野草 只有野草不够烧了 才会去找乔夫购买一些木柴 茶滩后边的那朵柴盒 就是小姑娘和母亲 去年夏天和秋天哥来的 也是茶滩最值钱的财产之一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京风觉得自己前世就够懂事了 但是和这个小姑娘比起来 自己还是差一件 没事 到时候让奶奶和你阿娘也一起去 他们去我的厂子访不做工 你就可以去学堂读书了 真的吗 小姑娘眼睛一亮 是去标师大叔说的 西河湾纺织场吗 对 京风点头 他好了 小姑娘撒腿就跑 奶奶 阿娘 战神哥哥说 让咱们去京川 还让你们去 西河湾纺织场上工 让我去学堂读书 京先生 真的吗 婆婆赶紧带这儿习过来 当然是真的 京风说道 不过得等我打退东蛮人 才能带你们回去 没事 我们愿意等 婆婆赶紧点头 儿习也激动不已 这几个月以来 他们听标师们说过 太多次西河湾 对纺织场向往不已 先生 货都卸完了 可以走了 大刘过来报告 战神哥哥 一定要打败东蛮人 阿春等你哦 小姑娘冲着京风挥手 一定 京风对着小姑娘点点头 翻身上马 虽然没有了货物 但是众母和手雷 却依旧要带着 而且大部分标师没有战马 赶路速度依旧不算快 一直到傍晚时分 京风一行人 才赶到京城西门外 城门果然和牙医说的一样 处于关闭状态 城门外聚集了不少百姓 先生 现在已经到了有十一刻 再等一会儿 就能进城了 洛兰害怕京风着急 上前说道 那就等一会儿 京风淡然点头 如果是京川县府 京风还能尝试着 让标师去叫门 守门的府兵 可能还会给阵远标局一个面子 但是京城遍地都是权贵 京风这个清水男爵 去叫城门 等于自取其辱 城门不开 他只能等着 东瞒人都快打来了 他们不赶紧往外跑 还急着回城干什么 一个标师 看着拥堵在门口的百姓 纳闷问道 他之前在西北当过兵 每次党项人要打来的时候 附近城池的百姓 几乎都跑完了 京城和边疆小城不一样 边疆小城遇到党项人和东瞒人 撑不了几天就会破城 在城里就是等死 一个老标师解释道 京城墙高壁后 还有御林军把守 陛下和满朝权贵都在这里 肯定不会被攻破 所以百姓回城才是最安全的 如果在城外 遇到扫荡的东瞒人 就完蛋了 原来如此 之前的标师恍然点头 标师们聊着天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很快到了有十三刻 可是城门依旧关闭 完全没有打开的迹象 怎么没开门 洛兰转头看向助手 去问问怎么回事 助手答应一声 跳下战马往城门口跑去 片刻之后 助手回来了 先生 掌柜的 城门上的守军说 城门今天不开了 不开了 为什么 洛兰问道 守军没有说 助手回答 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开 也没说 助手再次摇头 城墙上的守军 只是让城下的百姓赶紧散开 别挤在城下 其他的什么都没说 如今东瞒人已经到了黄河北岸 如果不能进城 万一东瞒人渡河过来 那就危险了 洛兰也拿不定主意了 看向金峰问道 先生 现在怎么办 金峰刚准备说话 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 几匹骏马冲着城门狂奔去 沿途的百姓纷纷避让 先生 那不是秦镇吗 大刘指着几人说道 他怎么也被关在外面了 金川的城门一旦紧急关闭 重开 都要县令和县卫一起下令 京城肯定更麻烦 说不定需要陛下亲自下令才行 一个标识说道 秦镇虽然是御林军的人 也不能随意打开城门吧 之前牙医说 有13颗开门 肯定不是随便乱说的 大刘扭头问道 先生 我让大家准备一下 如果秦镇叫开城门 咱们也跟着进去吧 可以 金峰点头 大刘调转马头 跑了出去 催促标识收拾东西 准备进城 先生 秦镇能叫开城门吗 洛兰问道 秦镇是御林军统领的儿子 还是赤甲营都统 守城的都是他们的人 如果他都叫不开城门 咱们更没戏 金峰无奈说道 标识们都准备好了 结果金峰却看到 秦镇骑着马过来了 金先生 你们带的有多余的帐篷吗 借我一顶 我们出来的时候 没想到会关闭城门 没带帐篷 大刘 拿两顶帐篷过来 金峰扭头说了一声 然后问道 秦都统 现在什么情况 城门为什么会关 还能为什么 那些文官知道 东瞒人到了北岸 怕死呗 秦镇说道 他们之前不知道 不知道 陛下一直瞒着呢 要不然早翻天了 怪不得 金峰恍然 之前看到衙役去通知百姓撤离 金峰还在纳闷 按照洛兰所说 皇帝早就知道 东瞒人要来 还让洛兰通知自己来京城 共义退敌之策 正常情况下 早就应该通知京城周边百姓撤离了 可是并没有 而是一直等到东瞒人兵临城下 衙役才开始行动 原来是皇帝瞒着文武百官呢 那咱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城 金峰问道 冯连超那狗日的说 明天早晨才能开 冯连超是谁 就是城门上那个耸货 秦镇骂骂咧咧道 站在城墙城上 能看几十里 哪里有东瞒人 吓得连城门都不敢开 都统 冯连超是故意为难您 就算不能开城门 放在吊框下来 把咱们拉上去 总可以吧 秦镇的一个手下生气说道 冯连超是冯家的人 早就眼红咱们都统的赤甲营 现在好不容易有个 让都统难堪的机会 他愿意放到框才见鬼了 另外一个手下也很生气 金峰闻言 心里默默叹气 九公主和庆兴尧都说过 玉林军是大康最精锐的队伍 现在看来 这支精锐队伍内 也有派系之争了 你们俩都给我闭嘴 家丑不可外扬 两个手下让秦镇觉得很没面子 赶紧呵斥住他们 金峰虽然对秦镇不爽 却也不至于落井下石溪落他 笑了笑 吩咐大刘通知标诗 在关道旁边的空地扎营 秦都统 帐篷 大刘带着帐篷过来 要我派人帮你搭吗 不用了 秦镇冲着金峰抱了抱拳 多谢先生 说完 带着手下和帐篷离开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标诗阵地上 飘出阵阵饭香 金峰帐篷前的小桌子上 摆放着五六个碗碟 洛兰跪坐在金峰身侧 仔细地帮金峰挑着肉里的骨头 几时不外 秦镇和手下啃着个牙的烙饼 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堂堂赤甲迎都统 皇帝的心腹 吃得连个清水男爵都不如 吃得不行就算了 更尴尬的是 他之前只借了帐篷 没有借被褥 只能睡在地上 此时虽然已经春天 但是夜里还是很冷的 都统 要不然我去找金峰 借起床被褥吧 一个手下知道 秦镇摸不开面子 小声问道 又不是没在野地睡过 坚持一夜死不了 秦镇没好气说道 说完越想越气 干脆把烙饼一扔 钻进帐篷 标识营地上 金峰他们 也看到了秦镇的窘迫 洛兰到底是做生意的 讲究和气生财 犹豫了一下 问道 先生 要不我让人给秦都统 送点饭菜 被褥 不用了 他们想用自己过来见 金峰摇头 他虽然不至于去主动 嘲讽秦镇 更不会往上贴 金峰开口 洛兰也不好再说什么 低着头 继续帮金峰布菜 吃过晚饭 金峰早早就睡了 可是睡到半夜 却被一阵马蹄声惊醒 大半夜骑马赶路 必然有事 金峰一边穿衣服 一边冲着门口问道 老八 什么事 先生 不是咱们的人 守在门口的亲卫答道 来人去找秦都统了 秦都统 金峰闻言 这才放心下来 抬头看了一眼月亮 发现时间还早 金峰就披着衣服走出帐篷 准备去方便一下 回来再睡 可是等他方便玩回来 却发现秦镇一脸焦急地 站在自己帐篷外边 金先生 出事了 怎么了 金峰心里猛地咯噔一下 脱口问道 是不是武阳出事了 秦镇既然跑过来 那么事情就肯定和自己有关 最大的可能就是 和九公主有关 先生 你怎么知道 秦镇愣了一下 我猜的 金峰着急问道 武阳怎么了 我刚才接到密蝶丝从城内传来的消息 半个时辰前 金城里突然一片混乱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一群人 围了殿下所在的院子 秦镇着急说道 此事已经打起来了 他们怎么知道武阳的位置 金峰一听就急了 金城周围 遍地都是个家族的眼线 前几天 殿下发射响箭 肯定被人注意到了 秦镇说道 不能急 不能急 金峰知道 越是这时候 越不能着急 做了几个深呼吸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问道 对方是谁 不知道 密蝶丝传来的消息上说 他们都蒙着脸 穿着夜行衣 看不出是谁的人 秦镇摇头 武阳现在处境如何 金峰再次问道 他们有多少人 保护武阳的 有多少人 为了守卫皇宫 把殿下送到京城之后 我把人手调走了一半 只留下四十人保护 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 足有数百人 而且其中不乏高手 都是高手 金峰被吓了一跳 下意识看向北千巡 数百个像他这样的高手 当然不是 是战斗力不弱于赤甲军的精锐 秦镇解释道 金峰听到他这么说 才放心下来 要是数百个像北千巡 这样的高手出手 那他也不用白费功夫了 估计九公主的尸体 现在都快凉透了 秦都统 你能把人带进城吗 金峰问道 不能 否则我不早就进城了 你们不是 可以放掉框下来 把人调进去吗 金峰问道 令尊是禁军统领 你是赤甲嬴都统 在禁军里 总有自己心腹吧 这个城门是冯连超的人把守 咱们换其他城门 下午我已经骑马 把几个城门都绕了一圈 守城的全都换成了 其他家族的人 秦镇无奈说道 我 金峰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标识赶路 要带住重弩之类的东西 但是秦镇三人什么都没带 半下午就到了城门口 金峰还以为 他们一直在附近等着开门呢 原来早就转了一圈 那密碟寺的情报消息 怎么传出来的 金峰问道 我在其他队伍里安排的有人 他们趁着没人注意 用石头把消息扔下来的 秦镇解释道 但是放掉框的话 动静太大 行不通 我也真是服了 金峰忍不住吐槽 随即又意识到不对劲 令尊是禁军统领 现在却连城墙都落到别人手里 他不会被架空了吧 我下午也担心这个 但是当时想着 明天回城就知道了 谁知道 晚上竟然有人赶在京城内 围攻殿下的府邸 秦镇说道 城里肯定出事了 我来找先生 就是想问问 先生是否有办法 把消息传回城里 金峰闻言 心里第一个念头 就是这货不会是来炸自己 打探镇远标局情报的吧 不过这个念头 随即就被压下了 此事关系到九公主的安危 不管秦镇的话是真的 还是来打探情报 金峰都不能赌 如果事后证明 秦镇在骗自己 在想办法收拾他就是了 想到这里 金峰转头喊道 大刘 去把洛兰姑娘叫过来 我来了 洛兰一边收拢头发 一边小跑着过来 他也在马蹄声出现的时候就醒了 但是女孩子嘛 穿衣收拾总比男人慢 跑过来的时候 正好听到金峰叫大刘去喊他 洛兰 城内有人 在围攻殿下 你这边是否有办法给城内赚消息 金峰问道 在京城里围攻公主 洛兰也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 不过很快反应过来 摇头说道 白天可以放信鸽 晚上不行 鸽子不飞 鸽子属于雀盲眼 也就是夜盲正 夜里不飞行 夜里去地里抓鸽子 都不用拿网 小心点走过去 直接就能按住 除了信鸽 还有其他办法吗 金峰问道 没了 洛兰摇头 随即问道 对了先生 殿下不是带着想见吗 钟龙接到咱们标局不远 他只要放想见 标局里的兄弟肯定能听到 对了 想见 金峰也终于想起这茶 嗨嗨 秦镇咳嗽一下 满脸尴尬道 之前殿下用想见暴露了位置 我就把他的想见都收起来了 你可真行 金峰气得只想骂人 压下心头焦急 金峰转头喊道 大刘 老鹰来了吗 来了 大刘带着老鹰跑过来 老鹰 准备热气球 咱们进城 金峰飞快说道 大刘 你去安排两个牌 带上一个单位的手雷 以防不测 是 大刘和老鹰转身就跑 先生 你有办法进城 秦镇好奇问道 什么是热气球 金峰瞟了他一眼 没有回答 秦镇也意识到唐突了 但还是继续问道 能带上我一起吗 我回去可以让我爹 调动御林军协助你们 我也可以指挥密碟司 查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金峰沉默片刻 点头说道 可以带上你 但是秦都统必须以秦家先祖的名义启示 今天不管看到了什么 没有我的允许 都绝不能说出去 哪怕对令尊 对陛下也绝不能说一个字 秦都统可以做到吗 秦镇闻言 不由皱了皱眉 不过 最后还是举起右手 我秦镇以秦家先祖名义启示 不管今晚看到什么 绝不对外透露一个字 金峰这才放心 秦家这种古老的权贵家族 最看重的就是名声 以先祖名义启示 一般不会违约 其实就算秦镇知道热气球 金峰也认了 他现在想进城 必须乘坐热气球 在城外还能避人耳目 但是到了城里 肯定会有很多人看到 让秦镇发誓 不过是金峰心里 还有一丝侥幸罢了 万一进城后 别人看不到呢 洛兰 你留在这里等消息 金峰交代道 千寻 你留下保护洛兰姑娘 是 洛兰乖巧应命 但是北千寻却摇头说道 我要跟你一起进城 你确定 金城里藏龙卧虎 金峰其实也想带着北千寻 一起进城 可是想起北千寻乘坐热气球 金峰的大腿就隐隐作痛 上次在玉磊山 北千寻差点把他的腿掰断 确定 北千寻白了金峰一眼 放心 这次不会再有事了 我会当成坐马车 那样就没事了 好吧 金峰点头答应 先生 老鹰说 这里人太多 不适合放气球 让我喊你去远点的地方 大刘跑过来说道 城外不光有他们 还有不少百姓 百姓害怕遭遇土匪 天黑的时候都围在金峰营地周边 要是在这里点燃热气球 那就全暴露了 走 听老鹰的 京城中龙街 刘家铺子后边一座宅院 沙生震天 火光四起 窃和桌 各自手持一把黑刀 站在堂屋门口严阵以待 九公主坐在堂屋凳子上 手里握着弩弓 脸色极为难看 还在穿梳的时候 九公主就知道 杀了那么多权贵 回来肯定不能善罢甘休 但是她怎么也想不到 对方竟然敢在京城里动手 一直到现在 闹出那么大动静 禁军都没有出现 说明禁军肯定被牵制住了 难道东蛮人开始攻城了 九公主暗自揣测 除了这个原因 她实在想不到其他解释 轰隆 九公主正在分析局势呢 突然听到院子里 传来一声巨响 转头看过去 发现其中一段围墙被推倒了 一群猛脸黑衣人 从缺口蜂拥而至 快 堵住 廖印带着五个赤甲军士族冲了过去 今天他本来要去看守皇宫 但是秦镇出城前 害怕九公主有闪失 就让他留了下来 把另外一半人调走了 当时廖印心里还觉得 秦镇小题大做 谁知道 晚上就真的有人赶来围攻 不管从装备 还是士兵选拔严苛程度 守卫皇城的赤甲军 都可以称得上精锐 廖印如此厉害的身手 在赤甲军 也只能做个校尉 但是赤甲军也有弱点 实战经验太少 毕竟他们的任务是 保卫皇城 需要他们动手 那就表示 敌人已经攻破了京城 包围了皇宫 真到那一步 大康基本上也离灭亡不远了 所以 赤甲军自从建立以来 几乎没有出手的机会 平时训练的时候 赤甲军士族的单兵能力 的确比其他军队士族 强了一大截 但是遇到一上来就拼命的黑衣人 赤甲军明显有些手忙脚乱 加上从缺口涌进来的黑衣人 足足有二十多个 而廖印只带了五个赤甲军士族 双方的数量差了好几倍 如果不是廖印拼命 恐怕已经挡不住了 可是廖印终究只有一人 他能挡多久 看到缺口里涌出来的黑衣人越来越多 廖印身侧的赤甲军 也已经阵亡一个 九公主冲着门口喊道 切儿 猪儿 你们去帮廖印 我去帮廖印就足够了 猪儿你留下来保护殿下 切儿交代一声 踢着黑衣刀掠了出去 此时 廖印身边的五个赤甲军 已经阵亡了两个 剩下的三个也自顾不暇 随时可能被乱刀砍死 廖印武艺虽然高强 但是双拳难敌四手 刚刚击退前方两个黑衣人 左右两侧和背后 又攻来一群 廖印手里的佩刀 挥舞得虎虎生风 挡开左右两侧黑衣人 可是背后已经来不及了 幸好切儿及时赶到 帮他击退身后敌人 切儿的身手 虽然不如廖印和秦镇 但是比普通赤甲军和黑衣人 强了一大截 加上三个赤甲军士族的协助 五个人终于勉强堵住了缺口 可是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办法长久不了 院墙外 黑衣人抬着木柱 正在其他地方撞击 这个宅院的围墙 只是普通围墙 根本挡不住黑衣人的撞击 要是想见 还在就好了 九公主无奈叹息 这远镖局就在两条街之外 如果放出想见 镖师们肯定会来支援 可惜他的想见 都被秦镇拿走了 就算镖师们 发现这里打了起来 也不知道他在这里 自然也不会来支援 轰隆 又一处围墙被撞倒了 正在附近的秦明 立刻带着几个侍卫堵了上去 他们本来被廖印捆了起来 可是现在有人强攻釜底 廖印第一时间 把他们放出来并肩作战 可惜秦明没有廖印和气儿的身手 侍卫的数量也没黑衣人多 很快就被黑衣人死死压制 朱儿 你去帮秦明 九公主说道 殿下 我去帮秦队长 你怎么办 朱儿问道 让他们冲进来 咱们都得死 九公主冷声喊道 快去 朱儿看了看周围 满脸纠结 她知道 九公主说得对 如果让黑衣人冲过来 所有人都得死 可是她要是走了 九公主就没人保护了 还没想好怎么决定 左侧又有一道围墙被撞她 而且 这次一下塌了一丈多款 所有人后撤 守住堂屋 廖印一看 实在守不住了 高声幕后 赤甲军和秦明带领的侍卫队 同时后撤 聚集在九公主所在的堂屋周围 数以百计的黑衣人 从各个洞口中涌进小院 把赤甲军和侍卫队团团围住 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京城 向赤甲军出手 廖印扯着嗓子喊道 现在退去 说不定还能逃掉一命 若是在执迷不悟 等到进军杀来 定桌等九族 黑衣人却好像都聋了一样 没有一个人动弹 信廖的 你省省吧 我们既然赶来 就不怕猪九族 其中一个黑衣人喊道 信廖的 你要是想活命 就把陈文交出来 赶紧滚蛋 老子不为难你 否则 你们都要跟他陪葬 你既然知道殿下 也认得我 廖印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看 你是谁 九公主文言 不由深深看了廖印一眼 对方目标明确 摆明廖就是来行刺九公主的 廖印不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他还这么问 显然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希望能拖到进军来救援 可惜 不光九公主看出了廖印的打算 黑衣人首领也看出来了 冷笑道 信廖的 你别想着拖延时间了 就算我陪你站到天亮 进军也不会来 想好了吗 是死还是活 廖教尉 别听他的 你就算交出殿下 他也不会放过你 切儿害怕廖印真的交出九公主 赶紧说道 切儿 你真当我是傻子吗 廖印没好气说道 跟他们打一仗 大不了一死 交出殿下 我全家都得死 孰中孰清 我还是知道的 信廖的 给你活络 你不珍惜啊 黑衣人首领冷笑道 动手 陈文留活口 其他人全部杀掉 兄弟们 跟他们拼了 廖印甩了甩 配刀上的血猪 咬牙怒吼 拼了 赤甲军和侍卫队 全都做好了死战的准备 九公主也握紧弩弓 黑衣人数量太多了 九公主知道 今天她再劫难逃 杀 随着首领一声令下 数百黑衣人 立刻奔向唐屋 就在此时 空中突然传来一声 利贺 fire the hole 紧接着 便是一阵破空之声 发牙热喉 廖印满脸疑惑地 抬头看向空中 但是九公主 气儿 秦明等人脸上 却露出狂喜之色 第一时间抬起胳膊盖住眼睛 金峰前世是80后 他上学的时候 CS和CF正流行 虽然他大部分课余时间 都在兼职赚钱 基本没时间玩 但是住了那么多年集体宿舍 对于这两个游戏非常熟悉 fire the hole 是游戏里扔首雷的角色提示音 室友玩游戏的时候 金峰不知道听过多少遍 当初在西河湾 金峰交酒公主和气儿他们 使用闪光弹 首雷 金峰一时兴起 好几次都喊过这句话 经过大满坡一战 首雷和闪光弹已经不再是秘密 如果直接喊小心闪光弹 黑衣人可能也会遮住眼睛 所以 金峰扔闪光弹的时候 又喊了这句话 以免黑衣人提前察觉 这个办法果然有效 别说黑衣人连赤甲军都中招了 听到天上有动静 除了九公主他们 院子里所有人都下意识仰头看天 然后白光一闪 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快快快 空中 老鹰扔下一根绳子 九公主睁开眼睛 便看到镖尸拉着绳子 从天而降 顺着绳子看上去 九公主的呼吸猛然一致 眼睛不由自主瞪得滚圆 此时院子里有好几处着火的地方 在火光的照耀下 九公主看到一座庞大的黑色屋子 飘在空中 屋子上面有多大看不清 但是能看见的部分 就让九公主震撼不已 太大了 屋子下边掉了一个篮筐 金峰正趴在篮筐边缘 冲着自己招手呢 看到金峰的那一刻 九公主的眼睛一下子模糊了 黑衣人特意要求留活口 但是九公主并没有觉得庆幸 因为她很清楚 对方冒着诸九族的危险来抓住自己 肯定不会放过她 被活着的下场 可能比自己死了更凄惨 所以 刚才九公主已经做好了自尽的准备 如果黑衣人冲上来 她会把弩弓箭侠里的最后一支箭 留给自己 可是现在看到金峰 九公主心里一下子踏实起来 她知道 不会死了 气儿 猪儿 秦队长 别愣着了 赶紧动手 九公主冷声说道 留下几个头目 剩下的全部杀了 气儿 猪儿 秦明等人也被热气球震住了 听到九公主的命令 这才回神 纷纷提着黑刀 冲入黑衣人群中 展开收割 等老鹰把热气球的高度 降低到只剩一丈左右 金峰才拉着绳子下去 九公主提着裙子绕开战场 跑到金峰面前 周围还有很多飙师和侍卫 九公主克制住一头扑进金峰怀里的念头 千言万语到了嘴边 也只剩下两个字 先生 没事吧 金峰扒拉着九公主的肩膀 让她转了一圈 确认九公主没有受伤 伸手在她头上刷了一巴掌 回京城也不跟我说一声 等忙完这一阵 看我怎么收拾你 一向沉稳的九公主 此时却和小姑娘一样缩着脖子 还心虚地吐了吐舌头 然后岔开话题问道 先生 这座会飞的屋子是何物 这不是屋子 是热气球 里面是空的 灌上热气可以飞起来 金峰随口解释道 可以飞起来 九公主抬头看着热气球 呼吸渐渐变得粗重起来 这一瞬间 她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当初金峰去东海 九公主一直担心 也一直派人打听东海的消息 其中有好几条情报里说 金峰在东海灭掉水匪的时候 天降神雷 烧掉了水匪的退路 当时九公主一直不理解 天降神雷是什么意思 现在她终于明白了 也终于知道 金峰和魏大同 在都江宴勘查地形 为什么那么快了 有可以飞到天上的屋子 还有望远镜 能不快吗 而且 九公主不止想到了这些 之前得知东蛮人来犯 九公主一直担心不已 但是看到金峰刚才的战术 九公主心中所有担忧 都烟消云散 金峰离开后 老鹰控制着热气球升空 然后又有一个热气球飘过来 秦镇带着两个手下 学着彪尸的样子 拉着绳子锁降 看着满地的黑衣人尸体 以及淡然自若的金峰 秦镇心中翻起滔天巨浪 他终于知道 金峰为何不把东蛮人放在眼里了 彪尸们坐着会飞的屋子 在天上往下扔手雷和闪光弹 谁能挡得住 骑兵再凶悍也不会飞 到时候 只有挨揍的份 秦镇原本还想着 去皇宫找皇帝打小报告 现在彻底绝了这个念头 有热气球在 别说三万东蛮骑兵 就算再来三万 也不足为惧 和秦镇一样震惊的 还有之前被闪下的廖印 和赤甲军 他们被闪下后 周围的惨叫声都没有停过 黑衣人占据了绝对优势 赤甲军都以为 这是自己同伴的惨叫声 心里甚至做好了被屠戮的准备 可是 屠戮并没有到来 等到他们恢复势力 发现满院子都是黑衣人的尸体 还活着的几个 也被九公主的侍卫捆了起来 发生了什么 廖印觉得自己的脑子 有点不够用了 他刚才只是看不见 并不是晕了过去 非常清楚 被闪下的时间 连一盏茶都不到 这么短的时间里 切儿他们 就把数百非衣人 全都干掉了 都统 你不是去城外了吗 什么时候来的 廖印看到秦镇 赶紧跑过去问道 这些标诗 是你带来的吗 不该问的别问 秦镇发了誓 又当着惊风的面 自然不能说什么 呵斥完廖印 问道 这些黑衣人 什么来头 我也不知道 廖印摇头 三少爷不是抓了活口吗 我这就去问问 说完 恶狠狠走向被抓的黑衣人 可是还没靠近 就看到黑衣人 先后尾顿倒地 不好 他们嘴里藏毒了 廖印冲过去 捏住一个 还没倒地的黑衣人下巴 用力卸掉 对方的下巴骨 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毒药已经吞下去 黑衣人瞪着眼睛 挣扎两下就死了 抓住人为什么不先检查 秦镇抬腿踹了秦明一脚 秦明自知理亏 低着头不吭声 这些人显然是死士 就算抓住了 也未必能问出什么 九公主心里已经有了猜测 白手说道 而且先生说过 厌过刘英 人过刘明 这么多人 不可能凭空出现 明天把他们的尸体 送到菜市口 让所有百姓只认 本宫不幸 没人认出他们 秦镇文言 深深看了九公主一眼 又转头看看金风 他知道 京城接下来这段时间 无法平静了 舞阳 接下来怎么办 金风问道 是留在这里 还是去镖局 不去镖局 也不能留在这里 去皇宫 九公主冷声说道 本宫要去宫里问个明白 你想干什么 金风把九公主拉到一旁 小声劝道 皇帝没有派人来支援你 是他不对 可是他毕竟是你爹 消消气 没必要打上门 而且就算要打 咱们人手也不太够 等我收拾了 东瞒人再说行不行 封建时代 皇帝的位置太重要了 金风虽然觉得 陈吉是昏君 但是如果他突然死了 大抗绝对会打乱 先生 你想什么呢 九公主偷偷掐了金风一下 父皇要是想对我不利 根本不会派赤甲军 把我藏起来 我只是觉得 今天的事情不对劲 这里闹出那么大动静 进军一直没来支援 肯定是出事了 你是觉得你爹 金风发现九公主的手 又伸到自己腰间 赶紧改口 你觉得陛下失去了 对进军的控制 是的 九公主点头 说到这个 有件事得告诉你 白天城门关闭了 守卫城门的进军 都换成了秦家之外的人 秦镇下午在城外 跑了一圈都没进来 怎么会这样 九公主文言 脸色大变 转头喊道 秦镇 在 秦镇赶紧跑了过来 马上联络密蝶斯 本宫要知道 京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说起正事 九公主的气势 马上变了 是 秦镇答应一声 带着两个手下 跑了出去 先生 我想借京城的标诗一用 九公主又看向金风 发生了今晚的事 她发现自己 最能信任的人 还是金风和她麾下的标诗 大刘 找人去标局 让所有人都过来 金风也转头吩咐大刘 这是本宫的令牌 你们拿着 路上如果有人阻拦 格杀勿论 九公主取出一块玉牌 递给大刘 是 大刘接过令牌离开 先生 进屋等吧 九公主又恢复了平时的笑容 料印前几天 给我送了一些新茶 先生尝尝 都这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喝茶 金风诧意看向九公主 该交代的已经交代了 标诗没来 又不能去皇宫 咱们只能等着 着急也没用 还不如坐下来喝点茶 行吧 金风点头 跟着九公主走进堂屋 堂屋桌子上 有个红米小火炉 九公主没有让气儿桌儿帮忙 自己把茶壶放到炉子上 从旁边拿起一个小铁盒 拿起一个小木架 熟练的暖杯 取茶 以前不知道 你还会泡茶呢 金风不懂泡茶 但是九公主的动作行云流水 让她觉得很有韵味 这是每个公主 都必须要学的宫廷礼仪 九公主倒了一杯茶水 递给金风 这是深州今年的新茶 先生尝尝 深州就是金风前世的河南信阳 地处淮河南岸 自古便盛产毛间 金风前世也喝过几次 但是这一次端起茶杯 就发现了不同 色泽什么的金风不懂 但是飘来的味道 却异常清香 武阳 你这茶叶不错呀 我之前也喝过几次毛间 这是最香的 金风端起茶杯 凑到鼻子下面 那当然了 这可是深州送来的贡品 一般人可喝不到 九公主笑着说道 深州距离京城不算很远 每年新茶下来的时候 都会给皇室进贡一批 进贡的茶叶 自然是精品中的精品 皇子公主和朝堂大臣 都以获得贡品茶为荣 怪不得这么好喝 原来是贡品 金风恍然 来的路上 我还担心你在京城 过得不好呢 结果你连贡品茶都喝上了 不 过得不好 九公主突然握住金风手 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寒情默默道 舞阳日夜都思念先生 嗨嗨 金风被九公主的改变 打来的措手不及 前面还一本正经的 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呢 九公主看着金风 窘迫的样子 捂着嘴笑了起来 她算是摸准了金风的脉门 正准备趁势再调戏金风两句 却看到 秦镇带人冲进院子 九公主松开金风的手 起身走出堂屋 金风在后边咬了咬牙 也跟着走出去 秦主统 有消息了吗 九公主问道 殿下 金先生 出大事了 秦镇脸色铁青说道 我爹遭人暗算 昏迷不醒 靖军被陈欣平和冯四成控制了 他们不光把守了城门 还封锁了皇宫 什么 九公主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还是被这个消息 惊得脸色大变 靖军一直没有出动 他就知道城里出了事 但是没想到 竟然会出这么大事 皇宫都被人封锁了 有父皇的消息吗 父皇如何了 九公主着急问道 不知道 皇城已经被陈欣平和冯四成的人围住了 秦镇斯暂时也打听不出消息 秦镇说道 不过在封锁皇城前 有人看到 太子带着东宫六绿的人 也进皇城了 东宫六绿不是在秦中手里吗 你派人去问他 九公主说道 二弟 二弟已经死了 秦镇咬牙说道 秦镇斯说 二弟已经被调到东宫外的柱子上了 陈则又是要造反吗 饶是以九公主的定力 此时也忍不住微微颤抖 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吓的 皇帝安排秦明二哥秦中 去担任东宫六绿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监视太子 太子也明白这点 所以秦中刚到东宫的时候 经常被太子刁难 好在秦中为人比大哥三弟都活泛 把太子哄得高高兴兴 从此二人可以说形影不离 所有人都认为 太子继位后 秦中肯定会被重用 谁知道现在却被吊死了 秦鹏被暗算 秦中被杀害 秦氏一族四个顶梁柱 一下子倒下两个 秦镇虽然还活着 但是他却联系不上赤甲军 可以说成了光感司令 秦明手下只剩下几个侍卫 更指望不上 父皇绝对不能有事 九公主一把拉住金风 哀求道 先生 帮帮我 我要进宫 别急 金风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安慰九公主一声 扭头喊道 大刘 放三号烟花 让老鹰过来 镇远镖局的热气球 是纯黑色的 火炉也被帘子遮住 在夜里很难被发现 到目前为止 知道热气球的人 还在可控范围内 可是 如果利用热气球进入皇宫 热气球可能就暴露了 但是金风依旧没有犹豫 九公主说的没错 皇帝不能有事 要不然大康就乱了 在金风看来 这个后果比暴露热气球更加严重 甚至比对付东蛮更加严重 东蛮人来了 打走就行 但是大康整个乱起来 届时必将生灵涂炭 名不聊生 皇宫已经被禁军和太子的人围住了 想要进入皇宫 最好的办法就是乘坐热气球 碰 白色烟花在空中绽放 城外 老鹰刚刚从热气球中下来 看到烟花 赶紧喊道 老三 你来收拾 老刘 咱们回城南 热气球本身没有动力 只能随风飘着飞行 今天是南风 老鹰他们从城南起飞 只能从城北降落 想要再进城 只能再回到城南 城内 两条街外的阵远标局铸点 标师们已经集合完毕 京城是标局重要据点之一 平时聚集的标师也多 铁锤走后 带队的是一个叫曹东的营长 金风把烟花制作出来后 从来没有在京城放过 营长也不知道 这个烟花是什么意思 赶紧把大刘派来 宋姓的标师叫了过来 老安 这是什么意思 银长指着天空问道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烟花 是金风和老鹰约定的信号 宋姓的标师也一脸迷惑 先生是不是在那个位置 银长又问道 是的 宋姓的标师赶紧点头 那行 不管什么意思 先去和先生会合 保证先生的安全最重要 银长当机立断 一排首家 其余人马上跟我走 京城管控严格 黑刀送进城里 只能拍卖 每一把都要有备案 标师平时上街 也不能佩戴 但是此时 营长已经顾不上规定了 直接下令 把仓库所有黑刀分了下去 其实 铁锤还在京城的时候 就考虑到了这种情况 所以 标局里除了黑刀之外 还准备了很多锅盖和竹杆 兵器盔甲不让京城 锅盖和竹杆 都属于日常生活用品 带京城就很方便了 此时没分到黑刀的标师 全都提着锅盖和竹杆 金川商会的锅盖 都是用结实的后幕做成 大的足有一人高 提起来就是一面盾牌 至于竹杆 削尖了就是长矛 标师们再熟悉不过了 数百标师在银长的带领下 冲出标局 结果刚走一百多米 迎面长街上 就出现一支禁军队伍 站住 禁军队长冷喝道 此时宵敬 给我回去 这位军爷 九公主殿下遭遇行刺 命令我等前去护驾 这是殿下的令牌 宋姓的标师 赶紧从怀中取出 九公主的令牌 给对方看 可是禁军队长根本不看 公主殿下遇刺 是我禁军的事 跟你们标局没有关系 而且 公主殿下也无权违反宵敬 深夜聚众闹事 我再说一遍 赶紧回去 否则按律我可以斩了你们 军爷 殿下无权违反宵敬 那这个呢 宋姓的标师 又从怀里取出一枚令牌 看清楚了 这是陛下亲赐的鱼龙符 鱼龙符 禁军队长健壮 瞳孔不由一缩 他是禁军队长 怎么可能不认识鱼龙符 只是他实在想不通 标师手里 怎么可能有鱼龙符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鱼龙符比玉刺金牌 更能代表皇帝 毕竟玉刺金牌 不能调动军队 但是鱼龙符可以 封建时代 皇室的权威 在百姓心中 是根深蒂固的 更别提 一直被灌输中军思想的禁军了 见到鱼龙符 禁军队长第一个念头 就是把路让开 可是下一秒 就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 因为在出发前 顶头上司反复交代 他今夜的任务 就是盯着镇远标局 无论如何 不能让标师离开住点 为了让他乖乖听话 上司还派自家小妾 把他一家老小接走了 美其名曰是赏花踏青 但是禁军队长明白 那是挟持了他的家人要挟他 如果今天他完不成任务 家人的下场肯定很悲惨 想到这里 禁军队长便说道 胡说八道 鱼龙符乃是陛下的贴身之物 我从未听闻陛下赐予任何人 你这块必定是假的 真的假的 你去宫里问问不就知道了 宋姓标师说道 你们在这等着 我现在就派人去核实 在核实结果出来之前 你们必须先回镇远标局 鱼龙符的出现 是禁军队长和他上司万万没想到的 未经之计 他只能使用拖字绝 把标师暂时拖在这里 然后派人第一时间去寝室上司 可是标师担忧金风 哪里肯乖乖等在这里 大胆 鱼龙符代表陛下 谁敢阻拦我等 便是造反 宋姓标师直接给禁军队长 扣了一顶大帽子 赶紧把路给老子让开 否则格杀勿论 格杀勿论 在他背后 数百标师同时大喝 对面的禁军队长被吓了一跳 可是想到自己家人还在上司手里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强撑 不行 必须等我核实之后 才能放你们过去 所有人 战斗准备 营长曹东看出 禁军队长想要拖延时间 心中更加不安 直接开口下令 滑 所有标师同时举起手中的盾牌和武器 摆出进攻阵型 我再警告你们最后一次 丢回去 禁军队长色力内忍地喊道 可是标师营长根本不理他 下令道 前进 阻拦者 格杀勿论 咚咚咚 标师盾牌手在前 刀手在中 长矛手在后 大步走向禁军 脚步声整齐而沉重 好像踩在禁军心中一样 不少禁军都被标师的声势震住了 再想到标师在大满坡的战绩 很多禁军都用祈求的眼神看向队长 希望队长能够下令撤退 可是事与愿违 禁军队长咬了咬牙 缓缓拔出长刀 冷声喊道 战 禁军好歹是大康最精锐的军队 虽然实战经验少 但是军纪比顽固将领手下的老爷兵强多了 听到队长下令 纷纷抽出兵器 道路两侧都是房屋 屋内的百姓 纷纷躲在门窗后边 向外偷窥 在百姓的注视下 两支队伍狠狠撞击到一起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 金锋调来的标师都是老手 很多都参加过大满坡战斗 其他的也都至少经历过多次剿匪 禁军也是守卫皇城的精锐 双方都没有退让 战斗在爆发的一瞬间就进入了白热化 鲜血标射 顺着石板的缝隙流到道路两侧的排水渠 双方第一次交手 就有十几个禁军命丧皇权 而标师无意伤亡 其实 禁军的单兵素质和平均年龄 都比标师更有优势 毕竟他们都是从各地挑选出来的好手 而标师大多是退役的老兵 如果是擂台比武的话 标师可能根本不是禁军的对手 可惜这不是擂台比武 而是生死之战 这时候考验的不光是双方的身体素质 更重要的是团队配合 以及士兵的心理素质 禁军到底缺乏实战经验 虽然他们都穿着盔甲 但是很多禁军的面甲都没有放下来 脖子和脸颊都露在外面 而标师的长矛手 就专挑这些地方筒刺 标师虽然没有盔甲 但是最前面一排标师手中的锅盖 厚打几寸 比很多军用盾牌都结实 禁军的配刀根本砍不破 高低立判 把面甲放下来 禁军队长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 扯着嗓子嘶吼 可是 这时候他才发现 很多禁军竟然没有面甲 不是后勤官把他们的面甲摊没了 而是带着面甲会增加很多重量 而且平时根本用不到 检查也不严格 所以很多禁军都把面甲拆掉收了起来 现在用到了 竟然超过三分之二的禁军士兵都没有面甲 正打得激烈呢 总不能让对方等一会儿 自己先回家拿面甲吧 禁军队长一边在心里骂娘 一边命令带有面甲的士族顶到前面 很多没有面甲的士族突然有些庆幸 幸亏自己没带面甲 竹杆很难刺破盔甲 标师们的攻势终于被暂时遏制住了 把他们的竹杆给我砍断 禁军队长下令展开反击 长毛手 给我刺他们的腿 标师营长也跟着改变战略 禁军的盔甲是半身甲 双腿是没有护甲的 把盾牌送到前面去 禁军出动也带有盾牌 只不过是只能护住半身的小盾牌 队长马上下令把盾牌集合到一起 送到最前排禁军手里 护住腿部 此时 标师一方有大盾牌 禁军一方有盔甲和小盾牌 谁也奈何不了谁 双方竟然在长街对峙下来 禁军队长终于松了口气 他接到的命令并不是剿灭标师 而是不让他们去支援九公主 对峙也算他完成了命令 京城毕竟是禁军的地盘 他已经派人去向上司求援了 等到援兵带着盾牌和油坛过来 堵住长街另外一头 标师必死无疑 禁军队长不急 标师赢长急啊 就在他准备下令标师强攻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阵竹哨声 竹哨的声音穿透力很强 不少标师脸上都露出古怪之色 他们都接受过暗号培训 听懂了竹哨的意思是小心闪光弹 可是商会和标师入城都要接受盘查 闪光弹根本带不进城 哪里来的闪光弹 标师们虽然都想不通 但是听到暗号 还是第一时间捂住眼睛 哪怕是提着盾牌 顶在最前面的一排标师 也低下脑袋 把脸埋进胳膊肘的位置 他们在干什么 就在禁军队长疑惑不解的时候 头顶突然传出一阵罗声 禁军以及看热闹的百姓 全都下意识地抬头看向空中 可是他们什么都没看见 就觉得眼前一白 然后就吓了 不好 是这远标局的闪光雷 禁军队长脸色狂变 他们怎么把闪光雷带进城呢 别说禁军队长想不通 标师营长也想不通 铁锤和洛兰不在 他就是京城标局一把手 如果有闪光弹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老曹 我去找先生会合 这里就交给你了 老鹰的声音在夜空回荡 标师营长和老鹰曾经是战友 一下就听出了老鹰的声音 可是环顾左右 却根本没看到老鹰的人影 老鹰 是你吗 营长高声喊道 除了我 谁还管你 老鹰笑着喊道 我只能帮你这一次 你小子动作快点 标师营长 这次终于听清了声音发出的方向 抬头看向空中 老鹰往下扔闪光弹的时候 把遮挡火光的帘子 掀开一个缝 虽然老鹰很快就把帘子重新盖上 但是营长还是看到了 热气球虽然是黑色的 但是仔细去看 还是能模糊看到一个轮廓的 我的天 这是什么东西 标师营长看着一座庞大的黑色雾影 飘荡在空中 震惊的下巴差点掉到地上 他和老鹰都是第一批加入阵远标局的老兵 后来老鹰被调走了 他就再也没见过 营长甚至还跑去问过张良 老鹰是不是已经死了 张良告诉他老鹰没死 只是去执行秘密任务了 当时营长还怀疑过张良在撒谎 现在他知道了 张良没有骗他 老鹰真的去执行秘密任务了 营长 一个标师看到曹东走神 赶紧拍了拍他的肩膀 现在怎么办 进军的兄弟 现在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我数十个数 放下你们的武器 我饶你们一命 十个数之后 没放下武器的定斩不饶 曹东冷声喊道 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 比如现在的进军队长 他也不想和标师打 可是他的一家老小都在别人手里 他不敢不打 其他进军在队长的命令下 也不得不打 还有被标师剿灭的土匪 其实也有很多被迫无奈 才上山落草为扣的可怜人 可是世道就是如此 土匪可怜 也不是掠夺杀害其他百姓的理由 金峰没办法 去照顾到每个人 只能维护几方利益 然后站在宏观层面 维护绝大多数百姓利益 不过金峰也尽量避免滥杀 标师剿匪 目标一直是那种 找百姓收税粮的大型土匪 对于那些只是被迫山上逃避沉重赋税的土匪 都是睁之眼闭之眼 生产力低下的封建时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难 但是到了分生死的时候 标师从来不会手软 遇到危险 第一目标是保证自己的生命 也是金峰对所有标师的要求 所以 刚才标师们下手 没有任何留情 竹子全都朝着进军的致命位置招呼 但是现在进军已经丧失了抵抗能力 营长不想赶尽杀绝 毕竟 金城是进军的底盘 要是把对面数百进军全杀了 就算有九公主和鱼龙斧顶着 也和进军不死不休了 标局和九公主居住的小院 只隔了两条街 标师和进军刚打起来的时候 金峰和九公主等人就听到了吵闹声 不等九公主和秦镇派人出去打探 已经有密碟司的探子跑过来报告了 禀告殿下 这远标局的标师要过来 袁校尉带领进军阻拦 他们打起来了 有伤亡吗 九公主皱眉问道 进军是皇帝的亲信部队 标师是金峰的人 双方打起来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我离得远 看不太清 但是我闻到了血腥味 应该有人伤亡 探子回报 标师有殿下的玉牌 还有陛下刺的鱼龙符 袁老三还敢拦着 他是要造反吗 秦镇冷声说道 殿下 你们在这里等一下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秦都统 再等等 九公主阻拦道 如今进军情况不明 秦鹏都被人暗算 秦中被太子吊死 秦镇出去也很危险 殿下放心 袁世俊曾经在我爹手下做过亲卫 他不敢把我怎样 秦镇说着就要出门 可是刚抬脚 又有一个密碟丝的探子进来 禀告殿下 禀告秦都统 有标师用了闪光弹 袁校尉他们被标师俘虏了 闪光弹 金峰 九公主和秦镇都下意识抬头看向空中 果然 热气球已经飘到了小院上空 但是老鹰不知道 金峰让他过来是什么意图 没有第一时间降落 而是拿出竹哨 吹了个暗号请示下一步做什么 大刘 让他们下来吧 金峰无奈说道 此时再想隐瞒热气球已经不可能了 是 大刘拿出竹哨 命令老鹰降落 老鹰得到命令 掀开帘子 扔下一根长绳 大刘赶紧让标师捡起绳子拴到树上 以免热气球飘走 随着热气球的高度越来越低 下边的赤甲军看得也越来越清楚 我的天 这是什么东西 老天爷 会飞的大屋子 你们看 屋子里边有人 都说金川的金先生是神仙 我原先还不信 现在信了 不是神仙 谁能让这么大的屋子飞起来 这一下不怕东蛮人了 院子里的赤甲军 之前就在好奇 秦震和金峰他们 是怎么突然出现在院子里的 现在他们明白了 原来是坐着会飞的大屋子来的 绝大多数人类都有巨物崇拜 比如看到巍峨的高山 看到高耸的大厦 看到巨大的邮轮 都会产生一种自身渺小的错觉 此时从赤甲军的角度看过去 热气球就是遮天蔽日的超级大物件 几乎把天都遮住了 包括料印在内的很多赤甲军士族 心头都生出无法战胜的感觉 九公主和秦震刚才都见过热气球 两人最先平静下来 趁着热气球降落的空档 九公主看着秦震问道 秦都统 你老是告诉本宫 父皇之前是不是谋划了什么 这次京城乱的有点太突然了 让九公主察觉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 而秦震是皇帝的心腹 又是密蝶司主事人之一 各种消息最为灵通 殿下 你什么意思 秦震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故作糊涂 秦都统 事到如今 皇宫都被人封锁了 你就别跟本宫装傻了行吗 九公主冷着脸说道 这个 秦震犹豫了一下 看了看京风 先生是自己人 何况等一下还要靠他进宫救驾呢 能告诉本宫的消息 就不用瞒着他 九公主说道 秦震深深看了京风一眼 开口说道 殿下在西川斩杀徐胖子他们之后 满朝权贵都要求陛下严惩殿下 后宫的娘娘们也是如此 陛下的政令甚至都无法正常下达 殿下也知道陛下的脾气 对此很生气 所以 所以就在朝会上说 谁敢动殿下 他就灭谁九族 父皇怎么能当众这么说呢 九公主哭笑不得 京风也挑了挑眉吗 他之前知道 陈吉耳根子软 喜欢听好听的 现在听秦震这么一说 京风突然想起了叛逆期的孩子 陈吉贵为皇帝 平时满朝文武 自然会光简好听地说 哄他高兴 现在文武百官突然团结起来 违背了他的意愿 要求严惩九公主 皇帝自然不高兴 可是您再不高兴 就算真的要诛杀谁的九族 也不应该当众说出来啊 这不是逼着权贵们 造反逼宫吗 遇到这样的老丈人 京风也有些一言难尽 九公主还想说什么 小院门口传来一阵喧闹声 之前和进军战斗的标师 排着队伍涌进小院 看到满院子的黑衣人 标师营长被吓了一跳 直到看见京风好好站在堂屋门口 营长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赶紧跑过来 京城独立营曹东向先生报道 这远标局之前 总共只有四个营 后来随着标局的规模不断扩大 又扩充了三个营 曹东就是新上任的营长之一 曹营长辛苦了 兄弟们有伤亡吗 京风问道 有两个盾牌手被刺伤手臂 没有死亡和重伤 营长答道 俘虏的进军安排好了吗 九公主又问道 绑在了路边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跑掉 营长之前很担心京风 卸了进军的武器之后 他也没有为难 只是安排人把进军捆绑起来 就带着标师来这里了 那就不用管他们了 京风问道 咱们在京城有多少兄弟 京城住点共有363人 我留下一个牌的兄弟看家 剩下的301人 全都带来了 曹东回答道 京城周边总共聚集了近2000名标师 但是为了避免被权贵盯上 绝大部分都散落在周边 配合商会推广鼠部 京城内只有300多人 秦都统 封锁皇宫的有多少人 京风转头看向秦镇 具体数量没有打探出来 但是至少超过2000人 秦镇答道 咱们只有300人 硬弓肯定不行 京风私损片刻 现在只能靠热气球了 话音刚落 老鹰便跑了过来 请示道 先生 准备好了 接下来做什么 京风没有回答 而是转头看向九公主 去皇宫 九公主一字一句道 九公主从小在京城长大 但乘坐热气球 俯瞰京城夜空 他还是第一次 可惜他现在完全没有观光的兴致 而是眉头紧锁地拿着望远镜 从不连缝隙中 看向皇宫方向 先生 咱们运气不错 皇宫正好在下风口 很快就能到 老鹰一边给卢子浇游 一边问道 只是咱们带的人 是不是太少了点 没办法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京风无奈说道 等一下你不要降落 我和九公主救下陛下之后 你马上带他离开 好 老鹰赶紧点头 皇宫 封建时代的权力中书 洪德殿便是大康权力中书里的中书 每三天 皇帝和文武百官就会在这里举行一次朝会 大殿右边是书密院 朝堂六部的众臣平时就在这里办公 大殿左边是御书房 皇帝平时召见大臣和批改奏折 也会在这里 此时正值半夜 第二天也没有朝会 但是洪德殿却灯火通明 大殿外面 遍地都是尸体 有黑衣人的 也有赤甲银氏族的 还有一些身穿轻衣 皇帝沉急坐在高高的笼椅上 满脸铁青地看着下边的太子和几个权臣 一个时辰之前 皇帝正搂着妃子睡得香甜 突然被大太监叫醒 大太监告诉他 皇宫被禁军封锁 太子带着一群黑衣人进宫了 等皇帝带人从后宫赶到洪德殿 赤甲军和黑衣人已经打了起来 赤甲军虽然是精锐 但是毕竟人数太少 哪怕有皇帝秘密培养的大内高手帮忙 依旧被打得节节败退 抵抗了半个多时辰 最终还是被黑衣人逼到了洪德殿 三百多人的赤甲银 如今只剩下五十人 皇帝培养的大内高手也只剩下六个 还各个带伤 不过赤甲银和大内高手的确忠心 即便打成了这样 依旧没有溃逃 而是提着刀守在龙椅前方 洪德殿是举行早朝的地方 平时除了保护皇帝的赤甲银 任何人不得携带兵器禁殿 但是此时 却占满了手持长刀的黑衣人 黑衣人脚下到处都是残枝断壁 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 陛下 时间不早了 您就早点下诏书吧 礼部尚书一脸诚恳道 您要是早点下诏书 也不至于死这么多人不是 大胆冯少杰 竟敢逼迫陛下善位 你这是在造反 皇帝身旁的大太监 冷着脸呵斥道 你乃礼部尚书 应该很清楚 此乃谋逆大罪 当诛九族 这里没你一个阉人说话的份 礼部尚书盯着皇帝继续说道 陛下 您也知道太子殿下的脾气 现在下诏书 您还是太上皇 后宫娘娘们也不会受罪 若是您再拖下去 太子殿下生气了 那可不好说了 皇帝闻言 气得用手狠狠砸着龙椅扶手 让这个逆子进来见我 话音刚落 大殿门口就传来一声怒喝 老不死的 你再叫一个逆子试试 太子带着两个护卫 大步走进大殿 逆子 朕立你为太子 真是瞎了眼 皇帝见到陈泽佑 气得拿起砖上的燕台砸了过去 可惜他的力气太小了 燕台又太重 只扔了几米远 就落在地上 老不死的 你再敢叫一次逆子 本王割了你的舌头 太子瞪着皇帝 咬牙切齿说道 陈吉竟然被吓住了 原本要骂出去的话 硬生生咽了回去 太子冷笑一声 两眼如同恶狼一般 死死盯着陈吉坐下的龙椅 陈吉年少时颇为风流 十几岁就生下了太子 封建时代的皇帝 都是终身职业 老皇帝死了 太子才能继位 陈吉年纪轻轻就坐上龙椅 是因为他爹和北方打仗 接连几次失败 深受打击死得早 陈泽佑这个太子 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 陈吉根本没有上一任皇帝的气魄 只知道吟师作画 搜刮天下其真 皇帝伙食不用说 吃喝用度都是最好的 又没心没肺的 根本不愿意操心朝政 所以保养得很好 太子只比皇帝小十几岁 可是由于长期沉迷酒色 加上一直担忧皇帝 废除他的太子之位 所以看起来比他爹 还要苍老一些 如果安安静静等着继位的话 可能他都死了 陈吉还活蹦万跳呢 加上当初青楼的事情 陈吉觉得他丢了皇室脸面 非常失望 不止一次公开说过 要重立太子 所以当权贵们找到太子 提议逼宫 让陈吉上位的时候 太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陛下 您本身就不喜正视 太子殿下 这也是为您排忧解难的孝心之举 何必父子反目成仇呢 礼部尚书再次上前劝说道 下诏书吧 孝心之举 哈哈 陈吉好像听到了全天下最好笑的笑话似的 笑得眼泪都下来了 笑完之后 看着太子说道 逆子 可是话还没说完 就被太子打断 老不死的 你的舌头不想要了吗 哈哈 都要死了 还在乎一条舌头吗 之前被吓住的陈吉 在面临生死的时候 突然想通了 他知道 太子心中积攒了太多对他的不满 退位之后 绝对会生不如死 所以 此时的陈吉 已经生出了死制 当一个人连死都不怕的时候 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而且这一瞬间 陈吉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朕真的很后悔 没有听舞阳的 早点废了你 早点清理权贵豪族啊 陈吉看着太子冷笑道 逆子 看在父子一场的份上 朕教你最后一次 这些豪族 就是未不熟的豺狼 你若是坐上了龙椅 记得清理他们 否则陈家的江山必定会一主 你也不会有善终 闭嘴 竟敢诅咒本王 太子文言 气得跳脚 来人啊 得我把他的舌头割下来 殿下宁消消气 礼部尚书赶紧站出来当和氏佬 陛下 您这是何必呢 下个诏书就好了 非要闹到这一步吗 让朕给这个逆子下诏书 做梦 陈吉大笑道 逆子 实话告诉你 半个时辰前 朕送了一封诏书出去 如果朕遭遇不测 传位于老四 你就算坐上龙椅也是篡位 大康子明皆可罚之 什么 太子和礼部尚书的脸色 全都变了 他们费尽围攻皇宫 不就是想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地位 如果皇帝真的送了一份诏书出去 太子的皇位根本坐不稳 老不死的 你找死 太子恼羞成怒 怒声说道 你们还等什么呢 把这个老不死的抓起来 问问诏书送到哪了 快动手 快动手 这次礼部尚书不再坐和侍老 而是和太子一起催促黑衣人动手 想要活捉阵 你们死了这个心吧 陈吉掀开龙椅坐垫 拿出一把匕首 正准备自禁 殿外突然传来一道白光 紧接着 他就看到秦振 妾儿 猪儿 廖印等人落到地上 手持黑刀 疯狂砍杀殿外的黑衣人 陛下 秦都统和九公主殿下 派人来救驾了 大太监一把夺过皇帝手里的匕首 刚才还一副誓死如归的沉疾 腿一软 瘫坐到龙椅上 快 拿下老不死的 太子回头看了一眼 当看到秦振等人的时候 脸色狂变 权贵的人包围了 他实在想不通 秦振 妾儿他们 从哪进来的 快 拦住他们 礼部尚书指着门口大喊 太子催促黑衣人 去围攻皇帝 保护陛下 大太监手里的浮尘 瞬间崩的笔直 化作杀人戾气 秦振 廖印等人都是皇帝的侍卫 但是要说和皇帝最亲近的 最称得上贴身侍卫的 还是这个大太监 秦振 廖印等人 还会轮值休息 但是大太监从来不会轮值 哪怕皇帝和妃子同情 大太监也在屏风另外一面休息 皇帝秘密培养的大内高手 也由他统领 大太监本人 也是高手中的高手 只不过 刚才黑衣人数量太多了 其中也有权贵和太子培养的死士高手 太监深知自己不是对手 所以没有阻止沉疾自杀 按照当时的处境 自杀是沉疾最好的选择 大太监已经做出了决定 沉疾自杀后 他会命令剩余的大内高手 和赤甲银士族 和黑衣人死战 他本人则会去刺杀太子 和礼部尚书 然而沉疾还没来得及自尽 秦镇等人出现了 太子被朝大殿入口 没有看见 但是大太监却看见了 秦镇 切尔等人都是从高处跳下来的 然后大太监 还看到有两条绳子垂了下来 一明明穿着黑色镜装的标诗 顺着绳子敏捷滑下 洪德殿前面是一片空殿 大太监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秦镇是从哪儿跳出来的 更想不明白绳子从哪儿来的 不过大太监也知道 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指挥赤甲军和大内高手 把龙椅团团围住 秦镇来了 咱们的救兵来了 大太监喊道 撑住 只要撑到秦镇他们调人过来 死的就是造反之逆贼 无等皆是救驾功臣 只要撑过今晚 所有人官升一级 赏赢百两 陈吉此时也回过神来 赶紧接着大太监的话说道 赤甲军和大内高手 本就是皇家培养的死士 听到陈吉的保证 一个个更加卖命 硬生生挡住了黑衣人的疯狂攻击 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之际 大太监听到 殿外传来秦镇的贺声 盈阙 保护好陛下 大太监抽空往外看了一眼 正好看到几个黑疙瘩 从殿外飞了进来 大太监不光是大内高手总管 还是密碟斯二把手 自然听说过闪光弹 再加上之前殿外传来的白光 马上意识到 黑疙瘩是什么东西 下意识捂住眼睛 大内高手和赤甲军面对大殿 也看到了黑疙瘩 几个反应 速度快的 也和大太监一样 第一时间盖住眼睛 礼部尚书也反应过来 跺着脚提醒道 快 都把眼睛捂上 可惜黑衣人都是太子和权贵秘密培养的死士 消息闭塞 绝大多数都不知道 闪光弹为何物 而且又是被朝大殿门口 根本没看到有人扔东西进来 生死之战时 怎么能捂住眼睛呢 所以 黑衣人们要么继续进攻 要么扭头疑惑地 看向礼部尚书 下一秒 洪德殿里接连闪过数道白光 几乎所有黑衣人都被闪瞎了 这么好的机会 大太监自然不会放过 飞快冷喝道 八个 灰麻雀 黑笋 杀出去 三个大内高手 立刻把长刀换成匕首 掠入黑衣人群中 展开反攻 手中的匕首上下翻飞 划过一个个黑衣人的脖梗 秦震 切尔也冲到了大殿门口 正在往里收割 大内高手每一个武艺 都在气儿之上 黑衣人之前 依靠人数优势 才把皇帝逼到如此地步的 如今黑衣人全都被闪瞎 战斗局势 瞬间逆转 大内高手和秦震等人手中的匕首 完全变成了死神的镰刀 无情地收割 一个个黑衣人 大殿门口空地上 大流带领的亲卫队 也没有手下留情 同样在疯狂收割 清理出一片空地之后 老鹰控制着热气球 缓缓降落 九公主担心皇帝 从吊篮出来后 就马上冲向大殿 清风赶紧带着北千巡跟了上去 此时大殿内的黑衣人 已经快被杀光了 清风进入大殿的时候 正好听到大太监在喊话 秦都统 别杀完了 留几个活口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秦震答应一声 收起匕首 抡着刀鞘 猛击黑衣人后脑勺 廖印拿着早就准备好的绳子 跟在后边 秦震砸晕一个 他就捆一个 礼部尚书躲在笼柱后边 吓得瑟瑟发抖 太子更倒霉 刚才反应慢了一拍 也被闪瞎了 等他恢复视力 脸色立马下得惨白 黑衣人死的死 被俘的被俘 看着秦震走来 太子转身 就往大殿外面跑 可是刚跑两步 就看到清风和九公主并肩而来 太子眼珠一转 拔出腰间匕首 冲向九公主 如今大势已去 只有劫持九公主 他才有一线生机 此时 清儿桌都不在九公主身旁 正是他下手的最好时机 可还不等太子靠近 北千巡从精风背后掠出 飞起一脚 踹在太子手腕上 当浪 太子手里的匕首 应声而落 千巡 留他一命 九公主看到北千巡要下杀手 赶紧出声制止 北千巡回头看了一眼精风 发现精风点头 黑刀便砍为拍 在太子后脖梗 狠狠拍了一下 太子两眼一翻 晕了过去 此时 大殿门口的黑衣人 也被镖尸清理干净 洪德殿内外 完全落到镖尸 大内高手 和赤甲军手里 舞阳 镇的好女儿 你要是再晚来一步 父皇就见不到你了 陈吉从龙椅上站起来 跌跌撞撞走向九公主 眼睛控制不住的红了 父皇 你冷静点 九公主很担心 皇帝直接哭出来 赶紧指着精风 插开话题 父皇 你不是一直很想见金先生吗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金川的金先生 哥 皇帝刚才就看到了金风 但是他以为是九公主的侍卫 没有在意 结果听到是金风 酝酿好的情绪 一下变得不连贯了 小声金风 见过陛下 金风虽然不擅长交际 却不至于不尽人情 不说皇帝的身份 陈吉毕竟是九公主的父亲 金风主动行了个书生礼 嗨嗨 皇帝倾咳两声掩饰尴尬 努力保持自己皇帝的威仪 微微抬了抬手 免礼 谢陛下 金风直起腰 偷偷瞟了陈吉一眼 陈吉比他想象中年轻 只不过看起来有些狼狈 头发都乱了 衣服也皱皱巴巴的 陈吉也在打量金风 都说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喜欢 老丈人则正好相反 在老丈人眼中 女婿就是把他小棉袄抢走的仇人 九公主和金风 虽然一直没有官宣 但是他们的关系 在西河湾几乎成了半公开 皇帝早就得到了消息 九公主是陈吉最喜欢的女儿 陈吉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 和金风见面的场景 清水男爵金风 性格乖丽 骄傲不逊 是大康朝堂公认的 所以 陈吉早就想好了 见到金风 一定要好好杀一杀她的锐气 陈吉万万没想到 自己和金风的见面 会是这么一种情况 这辈子最狼狈的时刻就是今晚 结果偏偏今晚见到了金风 想到自己刚才的表现 陈吉尴尬地 差点用脚趾头 再扣一座红德殿出来 心中甚至闪过杀人灭口的念头 不过这个念头 只是一闪而逝 就被压下去了 如今暴乱未平 父皇当早做决断 九公主察觉到 气氛有些不对劲 出声打破沉默 武阳 你向来有主意 你觉得 朕现在应当如何处理 陈吉从小到大都说得上 顺风顺水 刚刚受到那么大惊吓 此时脑子还乱轰轰的 秦鹏统领遭遇暗算 如今禁军已经落到冯四成和陈欣平手里 父亲必须下圣旨 由秦镇接替秦鹏职位 统领禁军 九公主说道 对 稳住禁军 才能稳住京城 陈吉连连点头 朕这就去拟址 父皇稍等 听女儿把话说完 九公主拦住陈吉 继续说道 冯四成和陈欣平 今日之所作所为 乃是谋反无疑 所以他们 很可能抗之不尊 那怎么办 陈吉一听 脸色都变了 他刚才还真没想到这一点 禁军的任务 就是守卫京城 可是黑衣人围攻皇宫 赤甲军和大内高手 都快死光了 禁军从始至中都没有出现 傻子都知道冯四成 陈欣平和黑衣人是一伙的 围攻皇宫 谋逆篡位 哪一个都是诸九族的大罪 冯四成和陈欣平 就算脑子被驴踢了 也知道交出禁军必死无疑 所以他们肯定会带领禁军 赋予顽抗 父皇别急 冯四成 陈欣平等人 等密蝶司查到他们的位置 先生和我会派人去解决 九公主说道 女儿来时发现 皇宫外还有不少黑衣人 赤甲军如今伤亡殆尽 请父皇下旨让陈远标局 暂时接替赤甲营 进攻剿灭叛贼 护卫皇宫安全 让陈远标局 接替赤甲营 陈欣眉头微皱 有些犹豫 他今晚被吓怕了 万一陈远标局控制皇宫之后 变成另外一伙黑衣人怎么办 金峰不是傻子 一看陈欣的样子 就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不过金峰没有说什么 只是嘴角的微笑消失不见 九公主发现 金峰脸色不悦 也有些生气 父皇 如果我和先生要对您不利 就不会来救驾了 朕明白 朕不是这个意思 陈吉也意识到 自己刚才的表现太不磊落 赶紧走向龙椅 朕这就拟址 九公主担心金峰生气 趁着皇帝去拟址的空当 凑到金峰身旁小声说道 先生 父皇今天受了惊 你别生气 放心吧 我理解 陛下的担忧是正常的 金峰摆了摆手 其实他刚才脑子里闪过 邪天子以令诸侯的念头 但是随即又打消了 这样太麻烦 太累了 还不如直接造反痛快呢 陈吉平时下发圣旨 都是他口述 然后由淑密院备案 最后才由天使去宣旨 但是此时淑密院 还在非一人手里 皇帝只好让大太监执笔 等他写完后 皇帝亲手盖上玉玺 武阳 圣旨你好了 皇帝亲自把两道圣旨 交到九公主手里 可是你怎么把圣旨送出去 说到这里 皇帝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 你们怎么进宫呢 父皇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九公主接过圣旨 大步走出大殿 为了随时能够撤离 老鹰并没有控制热气球离开 也没有降落 而是用绳子 把热气球 拴在大殿屋檐下的柱子上 陈吉从大殿走出来 第一眼就看到了 武阳 这是什么东西 陈吉被庞大的热气球吓了一跳 当即退回大殿 父皇 这是先生制作的热气球 可以带人飞起来 九公主解释道 我和先生就是坐着热气球飞过来的 可以飞起来的屋子 陈吉哪怕贵为皇帝 此时也被震得双目圆瞪 九公主不由想起几个时辰前 自己第一次见到热气球的样子 没有去管陈吉 转头喊道 大刘 可以了 是 守在门口的大刘 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烟花 修碰 烟花飞入高空 在夜色中绽放 片刻之后 西北方向也有一道烟花升空 进宫之前 金峰给了秦震一批安装了烟花的响剑 秦震把响剑都发给了密碟斯 约定好暗号 大刘刚才放的烟花 表示已经救下皇帝 西北方向的烟花 则是密碟斯放的 表示已经找到了冯四成和陈兴平的位置 秦震 他们就交给你了 九公主拿出一道圣纸 递给秦震 放心 我定生情这两个逆贼 秦震咬牙说道 大刘 你带着这道圣纸和金牌 去找曹东 让他带领标师来接替赤甲营 守卫皇城 九公主从腰间取出一块金牌 和另外一道圣纸一起递给大刘 沉疾健壮 眼角不由抽了一下 每一道御刺金牌都有标记 他认出了这块金牌 是曾经赏赐给去西川的那个太监的 九公主斩了太监之后 这块金牌就到了九公主手里 一般来说 就算九公主拿了金牌 必须得第一时间还给皇帝 可是九公主非但没还 还当着她的面 把金牌给了另外一个人 如果是平时 陈吉飞得跳脚不可 但是现在 他却装作没看到 扭头看着热气球 金风这次来京城 已经做好了打架和逃跑的准备 所以 让老鹰携带的热气球 都是大号的 除去控制热气球的标诗 每个篮子里 还能乘坐15人 篮筐被竹脸挡住了 所以在陈吉眼里 热气球就是大屋子 看着屋子飞起来 陈吉满脸震撼 其实在大满坡战斗之后 朝堂就有很多人建议皇帝 派人去找金风 把闪光雷和守雷的制作方法要过来 而且禁止金风继续制造和使用 但是这个提议 遭到了以沁国公为首的主战派的一致反对 九公主年前回宫和皇帝吵架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陈吉虽然耳根软 但并不是真的傻 他非常清楚 大康能有如今的局面 金风功不可没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最后还是决定 听从九公主的建议 没有干涉金风发展 只不过加派了更多暗探前往金川 暗中监控金风和镇远镖局 九公主当时是真的生气了 说话也比平时更重 甚至说出了 如果禁止金风制造手雷和闪光弹 就是在逼金风造反 还说金风手里有比重弩和手雷更厉害的武器 如果造反了 大康必亡无疑 其实九公主只是推测 那么说也只是吓唬陈吉而已 陈吉也有些将信将疑 但是现在看到热气球 陈吉再也没有任何怀疑 而是庆幸不已 幸亏当初他听了九公主的 要不然金风派人乘坐这种能飞的房子 再带上手雷 想杀他 谁能拦得住 皇宫都能给你诈评啊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热气球配手雷 就是低配版的空军 老鹰带领的标师 就是大康第一代飞行员 为了保险起见 金风这次 让老鹰带了一个排的飞行员过来 热气球带了几十个 秦镇和大刘离开之后 又有两个新的热气球降落下来 陈吉正满脸震撼和好奇地看着 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不好 是后宫 陈吉这才想起来 后宫还在黑衣人的包围之中吗 舞阳 快去救你母妃 九公主闻言 不由翻了个白眼 等你想起来 后宫早就完蛋了 不过九公主知道 现在不是和陈吉说 这些的时候 别安慰到 父皇放心吧 我来的时候在天上看过了 黑衣人只是包围了后宫 并没有进去 我已经请先生派人去救援了 后宫里住的是陈吉的妃子 也是太子的长辈 太子之前还想着陈吉下诏书上位 所以没敢对后宫怎么样 要不然堵不住天下悠悠众口 九公主进入皇宫的时候 除了担心皇帝 还担心她的母亲 所以就让金锋派了一对镖师 去守住后宫 现在看来 应该是那边也打起来了 随后 又接连传出好几声爆炸 九公主和陈吉都露出担忧之色 但是后宫到洪德殿有一段距离 此时宫内到处都是黑衣人 金锋他们人手太少 最好的办法就是固守洪德殿 等待秦镇掌控进军之后救援 现在贸然出击救援后宫 胜负难料 所以九公主和陈吉都没有提这件事 老七 安排个兄弟上去看看 后宫那边战况如何 金锋看向一个亲卫 大流去调人了 亲卫队暂时由老七负责指挥 是 老七答应一声 登上热气球 片刻之后 老七在上面喊道 后宫的大门已经被兄弟们夺下来了 飞鸟营的兄弟在扔手雷 帮助地面兄弟作战 战况如何 金锋皱眉问道 手雷容易误伤自己人 所以出发之前 老鹰特意交代过标师 不到万不得已 最好不要使用手雷 所以 之前的进攻中 标师都是 投掷闪光弹 现在后宫方面用上了手雷 金锋有点担心后宫的战斗 先生放心 咱们有手雷 还有闪光弹 黑衣人都不敢靠近大门 老七在上面喊道 可是才喊完 又惊叫起来 哎呀不好了 黑衣人把后宫的西院墙撞开了 洪德殿是皇帝和大臣办公的地方 围墙又高又厚 上面还有防止攀爬的尖刺 标师们只要把前后两个大门一堵 黑衣人根本进不来 后宫围墙上 虽然也有防止攀爬的尖刺 但墙体却只是很普通的单层青砖垒成 黑衣人抬着木柱 轻易就把围墙撞塌了 九公主文言 脸色更加难看 她的母亲沁妃 就住在距离西围墙不远的院子 廖印、银雀、秦明 你们带人马上去增援后宫 是 秦明抱拳答应 但是廖印和银雀两人却看向陈吉 看真干什么 听舞阳的 快去后宫啊 陈吉也急了 廖印和银雀马上召集赤甲军和大内高手 金峰也让人取来一箱闪光弹和手雷 交给秦明 然后又安排老气掉了两个热气球 一个先去后宫增援 一个为秦明等人开路 秦明等人离开后不久 吉里外梁朵紫色烟花飞入夜空 太好了 秦振得手了 九公主看着烟花 激动不已 金峰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地 这是他们和秦振约定好的信号 梁朵紫色烟花表示 秦振已经干掉了冯四成和陈欣平 重新掌握了禁军 掌控了禁军 就掌控了京城最大的武装力量 秦振接管禁军之后 没来得及回去看望生死不知的父亲 也没去东宫收敛二帝的尸体 第一时间便带领禁军主力 增援皇宫 大刘带领的标诗也到了 这一夜 整个皇宫到处都是喊杀声 爆炸声 战斗从半夜一直持续到天亮 无数百姓都被爆炸声惊醒 走出家门 看向皇宫方向 权贵们更是一个没睡 谋逆是诸九族的大罪 大多数官员事前都不知道 太子今晚的行动 但能在京城立足 谁没有眼线 禁军被人夺权 太子带兵进宫的消息 很快就在京城权贵圈子里传开了 有些性格耿直的官员 带着家丁打手 要进宫秦王 可是这些人无一例外 全都遭到了黑衣人的埋伏 下场可想而知 剩下的权贵 则在家里换好朝服 默默等待结果 如果太子赢了 他们就上朝恭贺新皇登基 如果皇帝赢了 他们就踩太子一脚 在绝大多数权贵心中 太子的赢面比较大 因为他们都听说了 禁军已经被太子控制 太子还有那么多黑衣人死世 皇帝只有赤甲军 挡住太子的可能性太小了 但是天亮之后传回来的消息 却超出了所有权贵的预料 太子说了 秦镇重新掌控了禁军 皇宫里的黑衣人 也被清理干净 缺乏娱乐的时代 百姓都早睡早起 如果是平时 天一亮 京城大街上 就到处都是行人了 但是这一天 太阳都升得比太阳还高了 全京城的街道上 几乎看不到一个百姓 只有手持武器的禁军 偶尔匆忙跑过 昨天京城城门封锁 东瞒人要来的消息 已经传遍京城 百姓们为此坠坠不安 夜里皇宫又打了一夜 让百姓更加担忧 偌大的京城 都笼罩在一种 极为压抑的气氛中 这种气氛 一直持续到早上九点左右 才被打破 关闭了一夜的皇宫大门 轰然开启 一个个小太监跑出来 带着皇帝的口谕 奔向京城各处 早已准备好的权贵官员们 不敢迟疑 第一时间赶往皇宫 皇宫门口的广场上 马车越来越多 官员们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 小声议论 这么重的血腥味 昨晚宫里到底死了多少人 据说昨夜太子带领的黑衣人 至少超过两千人 现在一个都没出来 他们不会都被杀了吧 不好说 秦鹏昨天被刺杀 秦忠也被太子调死 秦镇恐怕要疯了 他重掌禁军第一件事 就是包围皇宫 打了一夜 估计不少死人 昨天我听说 秦镇被关到城门外面了 他怎么进城呢 秦家经营禁军几十年 秦镇肯定有自己的心腹 估计是放掉匡进城的吧 你说陛下不会有事吧 谁知道 太子子时带人进宫 秦镇营时才掌控禁军 当时宫里只有几百赤甲营 而太子带领的黑衣人有数千 不知道陛下能不能坚持到禁军增援 肯定坚持到了 要不然 宣咱们进宫的是谁 我怎么知道 别说了 有人来了 大臣们在皇宫门口等了半个时辰 直到所有人到齐才结伴进入皇宫 皇宫里的尸体已经被禁军收拾走了 但是地面上的血迹还没来得及清理 从第一道宫门到第二道宫门之间的石板路 几乎全部被染红 进了第二道宫门 再往前走一百多步 才是洪德殿 这段路上的血迹更多 有些低洼处的血水还没干涸 散发着浓浓的血腥气 平时守卫洪德殿的都是赤甲军 但是权贵们发现 此时却换成了镇远镖局的镖师 镇远镖局的人怎么在这里 不少权贵心里都疑惑不已 但是能活到现在的权贵都是人精 没有一个人开口询问 全都低着头进入大殿 进了洪德殿 权贵们下意识看向龙椅的位置 让他们失望的是 龙椅上没有人 此时 皇帝正在御书房和秦镇说事情 九公主坐在一旁 时不时也说上两句 金峰对于他们所说的事情没有兴趣 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 看着房梁上的雕刻 昨天跑了一天 夜里又只睡了一会儿就被秦镇叫醒 此时皇宫的动乱已经平定 金峰看了一阵雕刻 眼皮就开始打架 眼看着就要闭上眼睛 庆飞端着一盘糕点进来了 平定后宫之后 九公主担忧庆飞的安危 就派人把她接到了身边 看到皇帝和秦镇 九公主在说话 庆飞就把盘子 放到金峰旁边的桌子上 这是临山斋的糕点 味道很不错 风格尝尝 庆飞是九公主的生母 而且曾经帮金峰宣传过香噪 金峰对她影响一直不错 赶紧坐直身体 谢谢娘娘 我就不客气了 从昨晚忙活到现在 她只喝了几杯茶 之前还没察觉 现在看到糕点 肚子的确有些饿了 也没客气 拿起糕点就吃 糕点应该也是贡品 吃起来外酥里嫩 香软可口 金峰连着吃了好几块才停下来 庆飞坐在一旁 就这么笑眯眯地看着她 和皇帝不同 庆飞原本就相中了金峰做女婿 经过昨晚的事情之后 更加坚定了这个念头 这时候便印了那句老话 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喜欢 金峰就算脸皮在后 被庆飞盯着看了这么久 也有些不好意思 正准备找个话题 和庆飞聊聊天 却看到九公主站了起来 父皇 陈泽又有几分本事 您比我更清楚 他除了七男霸女逛青楼 还会干什么 没有人在后边给他出谋划策 他怎么敢篡位 他又有什么能力 在京城培养那么多精锐死士 父皇要是不信 只管命令密碟司去查 我敢说 陈泽又带领的死士 肯定是豪族培养的 九公主的声音有些激动 他们都窜夺陈泽又来 弑君篡位了 父皇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父皇要是早听我的 何至于会有今天这一步 舞阳 你说的道理朕都明白 朕也知道豪族的危害 可是他们全都根深蒂固 就算要整治 也得从长计议 否则会动摇果本的 陈泽一脸为难道 再等等吧 他的性格还是太软弱了 昨晚面对太子的时候 他曾经后悔过 但是现在动乱被平定下来 他又得过且过 不想和权贵大动干戈了 父皇 豪族窜多太子谋反篡位 正是您出手的最好机会 您还要等什么 九公主气得直拍桌子 如果谋反篡位 您都放过他们 以后皇家 还有何未以可言 他们会变本加厉的 玩儿 好好跟你父皇说话 庆妃害怕九公主惹恼了皇帝 赶紧出声打圆场 母妃 您别说话 九公主摆手 制止庆妃 这件事关系到皇室存亡 关系到大康无数百姓 父皇就算杀了女儿 女儿也必须跟父皇说清楚 你说吧 沉寂无奈说道 先生早就说过 权贵豪族是大康最大的毒瘤 如果放任不管 大康必然亡在这些人手里 昨晚的事情 证明先生说得对 九公主说道 父皇 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弯肉割窗的时候 您就别再顾虑了 可是东瞒人已经濒临城下 要不然等先打对东瞒人再说吧 沉寂问道 父皇 豪族之害 远甚于东瞒 九公主对沉寂实在失望了 叹了口气 说道 如果父皇还有顾虑 接下来的事 就由我和先生来做吧 做什么 沉寂问道 东瞒 先生去打 豪族 我来杀 武阳 豪族之间盘根错节 不是那么好杀的 沉寂起身说道 你别看他们现在彼此结党 今天你弹劾我 明天我弹劾你 但是当你真要去对付他们的时候 豪族绝对会抱在一起对抗朝廷 弄不好 整个大康都可能因此灰飞烟灭 对付豪族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们分成几派 互相制衡 一直以来 历代先皇都是这样做的 父皇 现在的大康 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试用先皇的 不一定适合现在 九公主说道 如今的大康名声凋敝 国库空虚 百姓的土地被豪族侵占 过得苦不堪言 武阳 大康哪有你说的这么不堪 沉寂有些不高兴地打断九公主的话 哪有这么不堪 九公主被气笑了 脸色却满是悲哀 眼中也带着泪水 你笑什么 沉寂不悦问道 没什么 就是想起先生曾经说过的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 先生说 在另外一个世界 有一位君王 常年待在宫里 文武百官为了讨这位君王高兴 天天溜须拍马 粉饰太平 君王也以为国太民安 他的子民都和他一样 过着歌舞生平的好日子 有一年 这个国家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旱灾 百姓没有粮食冲击 只能挖草根啃树皮度日 有一位刚上任的剑官 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跟皇帝说了实情 父皇知道 这位君王怎么回答的吗 怎么回答的 陈吉下意识问道 听完剑官的讲述 这位善良的君王 非常纳闷地问道百姓 无力你冲击 何不识肉迷 九公主惨笑着回答 大胆 你是在讽刺镇昏庸吗 陈吉拍案而起 指着九公主 气得手指头直发抖 百姓既然没有粮食冲击 为什么不吃肉粥呢 这不是在讽刺他这个皇帝 是什么 父皇 您多久没出过京城了 您多久没去民间看看了 九公主也豁出去了 拍着桌子反问道 您知道百姓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吗 陈吉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话来 他的确已经好几年没有出过京城了 就算偶尔出去 也是因为祭祀 或者参加其他活动 礼部早就安排好好的 他几乎看不到百姓 女儿之前也和父皇一样 觉得百姓再怎么样 也不至于活不下去 但是去年去了两次川鼠 女儿知道自己错了 错得离谱 九公主流着泪说道 女儿去川鼠的一路上 不知道见过多少饿死在路边的百姓 有老人 有孩子 有男有女 他们的没有铁器挖坑 把人埋起来 甚至没有力气把他们抬远点 只能脱掉他们的衣服 随便找点东西盖一下 扔到路边 任由野兽啃事 父皇 您知道什么是一子而食吗 就是百姓太饿了 再不吃东西就饿死了 吃自己的孩子又不忍心 只能把自己的孩子跟别人交换 舞羊 别说了 清妃实在听不下去了 母妃 也觉得很惨是不是 可是这样的惨剧 女儿见了太多 九公主擦了一把眼泪 继续说道 远的不说 就说去年川鼠寒灾 如果不是先生散尽家财 以公代赈 父皇 母妃 你们知道 川鼠会饿死多少百姓吗 女儿难道不知道 杀了徐胖子 他们的后果吗 为什么还要杀他们 不杀不行啊 不杀他们 不足以平民愤 百姓会造反的 父皇 找个时间去民间看看吧 大康已经到了垂死边缘了 再不改变 大康就真的要亡了 父皇宁百年之后 有何面目去见历代先皇 在史书上又会留下怎样的名声 父皇想过这些吗 文武百官 谁敢在皇帝面前说大康要亡了 九公主实在是对陈吉失望了 所以这番话说得特别狠 陈吉之前从来没听过这种话 被九公主骂傻了 一屁股坐回凳子上 脸色变得一片铁青 被人指着鼻子训斥 是陈吉做皇帝以来第一次 虽然很愤怒 却找不到反驳九公主的话 因为九公主说得有理有据 别的不说 昨晚如果不是九公主和金峰及时救援 他已经死了 以太子的德行让他继位 大康离灭亡也不远了 而他在史书上的记载 必定是昏君无疑 半晌之后 陈吉就好像豆败的公鸡一样 低着头叹了口气 武阳你想怎么改变 有次和先生聊天 先生说过 大康的科捐杂税猛于虎 女儿认为先生说得很对 大康的确有很多百姓为了躲睡 宁愿冒着被老虎吃掉的风险 躲进深山 所以 首先要取消脚想 练想 人头税等所有科捐杂税 实行轻摇伯父 给百姓们足够的时间休养生息 九公主说道 特别是人头税 必须要取消 要不然 百姓不敢生孩子 大康的人口 永远不会涨上去 经风文言 不由暗自点头 这也是他最想吐槽的地方 大康一边鼓励 甚至逼迫百姓生育 想要尽快恢复人口 一边又征收繁重的人头税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所谓脚想 就是官府脚匪的响应 每次脚匪 百姓都要凑钱给腐兵 用来支付本次脚匪的开销 以及抚恤在脚匪过程中受伤的腐兵 可是大康的腐兵 谁是这儿八斤脚匪的 每次征收脚想之后 县位带着腐兵出城转一圈 做个样子给百姓看看而已 时间长了 各地的县位都和土匪勾搭到一起 土匪越脚 反而越多了 脚想也成了各地县府 一级官员敛财的最好手段 至于练想 就是百姓支付给兵部练兵的良想 脚想、炼想和下岁丘梁 是压在百姓头上最大的三座大山 紧接着就是土匪的岁梁 以及各地官府私自制定的其他科捐杂税 这难道不知道 清瑶伯父对百姓好吗 可是没有足够的银子 官府用什么剿匪 守卫边疆的士兵良想 从何而来 沉寂无奈说道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九公主答道 兵乃安邦守卫 可是咱们大康军队的风气 已经被顽固们带坏了 每年从国库领走那么多银子 但是能打仗的部队有几个 全大康的土匪也越缴越多 所以从兵部到个县府 都必须整治 怎么整治 金兵减政 金兵减政 陈吉士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咒媒 何为金兵减政 所谓金兵 便是取消那些顽固将领们带领的老爷兵 这样可以大大缩减军费 减轻国库和百姓的负担 九公主说道 减政的意思就是 精减官吏 大康的政务机关太冗杂了 有些衙门明明几个文力就足够了 可是各大家族都往里面赛人 硬生生挤了十几甚至几十个官员 比如东平郡的阴平县 竟然有五个县城 六个主部 七个点室 巡检 一城 闸关 睡官什么的女儿还没说 简直滑天下之大击 纵官古今 什么时候有过这种情况 这么多人 阴平县被治理好了吗 没有 有好处的是 一个个正的头破血流 遇到正事了 一个个互相推诿 没一个做实事的 吃空想就罢了 恨不得把百姓的骨头都拆了 敲点油水出来 这样的人要他们干什么 简正可以 但是精兵万万使不得 陈吉说道 如今大康周围虎视眈眈 内部土匪肆虐 士族已然不够用了 你要是在精简士族 谁来抵抗外敌 谁来剿匪 父皇 您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装作不知道 九公主说道 各地的府兵都和土匪狼狈为奸 合伙套取朝廷的脚想 这是大康县府不成文的规矩 什么 竟有此事 陈吉拍案而起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金风一时之间都分辨不出来 他是真不知道 还是演技太好 如果没有此事 各地的土匪为何越剿越多 九公主说道 女儿还是那句话 父皇若是不信 只管微服私访 去民间看一看就知道了 实在不行 从密蝶司找些可靠的人 去民间打听打听也行 秦镇 立刻安排密蝶司去查 朕要知道 武阳所言是否属实 陈吉转头看向秦镇 陛下 不用去查了 殿下说的是真的 这的确是大康县府不成文的规矩 秦镇答道 你也早知道此事 陈吉瞪着秦镇问道 为何不跟朕说 秦镇张了张嘴 却没有说话 有些话九公主 这个女儿敢说 她一个手下 却不能乱说 父皇 这是不能怪秦都统 怪父皇您自己 九公主说道 女儿上次就跟父皇说过 必须要整治徐胖子他们了 可是您听了吗 您只喜欢听好听的 谁敢跟您说实情 陈吉文言 一脸挫败地低下头 庆飞见状 赶紧上前递了杯茶水过去 陈吉也借颇下驴 抬头问道 武阳你继续说吧 精兵之后 你准备怎么办 以他对九公主的了解 既然提出了精兵检政 肯定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很简单 明确官员责任 每件事都要落实到个人头上 九公主说道 比如剿匪一事 以后若是再有土匪 找百姓收取岁粮 首先问责该县的县令 县位 第一年问责 第二年如果还有 直接问罪下狱 问罪下狱 会不会太严苛了 陈吉问道 现在很多边缘官员 都觉得山高皇帝远 对皇室和朝廷 已经没有了敬畏之心 如果不能让他们怕 他们不会当回事的 九公主说道 重症需用猛药 治国亦是如此 这件事如果做好了 父皇您就会是 大康的忠心之主 必然会在史书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得不说 九公主太了解陈吉了 陈吉贵为皇帝 已经占到了 世间权力的最巅峰 物质上的享受 已经很难吸引她了 作为一个感性的皇帝 陈吉非常看重自己 在史书上的名声 之前九公主就用史书吓唬她 现在又用忠心之主 来诱惑她 可偏偏陈吉就吃这一套 作为忠心之主 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好名声 对她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 武阳 你说得很有道理 继续说 陈吉眼中闪过一丝光彩 狡匪可以明确责任 那东蛮 党像 吐蕃怎么办 外敌父皇不用担心 先生已经答应女儿 如果外敌来犯 他会带领镇远镖局 和镇远军帮忙作战 还可以为庆怀哥哥的铁灵军 以及范将军的镇西军 进王叔的镇北军 提供足够的武器 九公主答道 先生 庆怀哥哥 范将军 进王叔四人 联手坐镇边疆 足以抵御三国 真的 陈吉转头看向金风 大康被周边游牧民族 打得太惨了 不是没想过反抗 可是打不过呀 陈吉的父亲和爷爷 都因此丧命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 陈吉肯定嗤之以鼻 但是金风说 他信 因为金风已经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他的能力 不管是清水谷一战 还是大满坡战斗 金风都以少胜多 赢得酣畅淋漓 打得漂亮无比 昨晚又见识了热气球 配合闪光雷 守雷的战术 陈吉对金风更有信心 其实大满坡一战之后 陈吉就想过重用金风 但是 当初迫于主和派的压力 清水谷之战后 他只给了金风 一个连封地都没有的虚绝 陈吉实在张不开口 他虽然不是个合格的皇帝 却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 读过金风 写过的每一首诗词 这些诗词中 有不少都表达了作者的气节 其中最明显的一句 就是安能崔梅哲 夭视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言 只要诗字 都能明白作者的意思 诗文如此 金风本人的做法 也证明了他的骨气 以金风的功勋和文采 想要做官并不难 但是金风之前 从没来京城走动过 更没有贿赂官员 谋求升迁之事 如果是其他人 在清水谷立下那么大功勋 却只得到一个虚绝 肯定要闹翻天 但是金风却没有丝毫抱怨 打完挡向人 就不声不响地 回到了金川那个小山村 正如他的另外一句诗 试了福一去 深藏功与名 陈吉哪里知道 金风那些诗词 都是抄的 还以为是他有杆发 所以根本张不开口 请金风出山 要是金风拒绝 他这个皇帝的脸 往哪儿放 这次东瞒来袭 陈吉也是没办法 才不得不派人找金风 现在听到九公主说 金风愿意 帮大康抵抗外敌 陈吉就像中了头彩一样高兴 看向金风的眼神中 满是期待 在陈吉和庆飞期待的眼神中 金风轻轻点了点头 陛下如果愿意听殿下的 轻摇伯父 给百姓一条活路 陈就算肝脑涂地 也会保大康边疆安稳 金风的声音虽然不高 但是说得铿锵有力 质地有声 他虽然不想当官 对权力也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 他真的不想看到百姓在受难了 大康每年交给东瞒和党相的碎贡 都是一笔天文数字 如果挡住东瞒 党相 吐蕃三国 这笔钱就省下来了 除此之外 还可以和九公主说的一样 金兵减赠 金风 庆怀他们能挡住东瞒三国 顽固将领带领的老爷兵 就可以解散了 省下的军费 又是一笔天文数字 这两笔钱省下来 老百姓的负担 就能减轻一大半 陈吉听到金风答应 心中的石头一下落地了 庆飞更是激动地 用手绢捂住嘴巴 一个劲地夸赞道 好孩子 好孩子 五阳 不管是金兵减赠 还是对付豪族 他们闹起来不是小事 你可有计策 有多大把握 陈吉问道 父皇 还是那句话 重症需用猛药 他们敢闹 我就敢杀 一直杀到他们不敢闹为止 九公主杀气腾腾道 天下想当官的读书人太多了 豪族们死了 正好给天下寒门读书人一个机会 但是百姓没了 大康的根基就塌了 他们竟然不想做实事 那就换一批 愿意为百姓做实事的读书人来当官 秦镇一直站在旁边听着 听到这里 忍不住提醒道 殿下很有魄力 想法也很好 如果真的做成了 大康绝对能翻天覆地 成为有史以来最兴盛的王朝 陛下也会成为古往今来最英明的圣主 但是威臣想提醒殿下一句 根据密碟斯收集的消息 豪族几乎都豢养了不少家丁打手 有些大户人家的家丁 甚至比当地县府的府兵还要多 真要闹起来 恐怕会出大乱子啊 这就是本宫必须要整治豪族的理由之一 他们豢养家奴 在各地兴风作浪 鱼肉百姓 必须要收拾了 要不然等他们成长起来 就是一方诸侯 七百年前的大凤 不就是因此灭亡的吗 九公主说道 至于他们闹起来 怎么办 很简单 东蛮人不是来了吗 先生和东蛮人作战的时候 父皇带着豪族们去城墙上观摩一番 他们自然知道该怎么选择 秦镇文言 不由想起了庞大的热气球 以及从天而降的手雷 有这两样东西在 再厉害的豪族也不是金风的对手 有金风帮忙 九公主的确可以做到 想杀谁就杀谁 豪族权贵 如果不想死 就只能乖乖听话 陈吉还想再说什么 大太监 宁确走了进来 陛下 百官已经到了洪德殿 哼 他们终于来了 陈吉脸色冷下来 舞阳 你在这里陪着你母妃 朕去洪德殿 看看他们说什么 说完看向金风 金风 你要随朕一起去吗 陛下去商议大事 我就不去了 金风无官无职 对朝堂私逼 也一点兴趣都没有 站起来白手拒绝 陈吉有些失望的点点头 带着大太监 银雀和秦镇离开了 和陈吉一样失望的 还有九公主 他知道 陈吉刚才询问金风的言外之意 就是希望金风能入朝为官 也不知道金风是真没听懂 还是装作没听懂 不过九公主也知道金风的性格 没有点破 更没有强求 刚才陈吉和秦镇都在 金风还没觉得有什么 但是现在屋子里只剩下他和九公主 庆飞 以及一群宫女 庆飞还总是看他 金风就觉得有些不自在了 娘娘 殿下 我觉得头有些闷 出去转转 金风找了个借口 准备撤退 头闷 要不要找御医看一下 庆飞担心问道 不用 我出去转转就好了 金风赶紧摆手 母妃 你别管她了 九公主猜出了金风的心思 挽住庆飞说道 维尔好长时间没见到母妃了 有好多话想跟母妃说 她走了 咱们正好说说悄悄话 你们聊 金风拱拱手 走出御书房 北千寻抱着刀站在门口 看到金风出来 赶紧跟了上去 宫里的暴乱刚刚平复 金风也不敢保证 黑衣人已经完全肃清 就没有反对 两人也没走远 金风看到一处凉亭 便在石墩上随意坐下 还指了指另外一个石墩 千寻 坐吧 站了那么久 不累吗 北千寻如今已经习惯了 西河湾的规矩 倒也没有客气 跟着坐下 看着远处低着头行走的宫女 北千寻陷入沉思 连金风跟她说话都没听到 一直等到金风踢了她一下才回神 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 金风问道 没什么 就是想起我曾经跟着小姐来过一次皇宫 但是那次我和小姐就像那些宫女一样 跟在宫宫后边完全不敢抬头 但是这次和先生一起进宫 不光去了洪德殿 还那么近距离地看到了皇上 庆妃娘娘刚才还给了我糕点呢 北千寻说到这里 叹息道 要是早点认识先生多好 小姐就不会被薛衡卢折辱 也不会死了 都过去了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金风轻轻拍了拍北千寻的肩膀 既然回京城了 就去给你家小姐烧点纸钱 告诉她 薛衡卢已经死了 我帮她报了仇 让她记得给你托梦 跟你说 以后好好跟着我混 哥哥 带你喝酒吃肉逛窑子 呃 带你逛窑子 有点不合适 那就喝酒吃肉好了 北千寻本来正伤感呢 又被金风的话逗笑了 美好气地 白了金风一眼 先生又没正经了 小姐就算给我托梦 也肯定是告诉我 男人没有好东西 让我离你远点 千寻 你这话就有些偏激了 我知道你恨薛衡卢 那货也的确不是好东西 但是天底下的男人 又不全是薛衡卢这样的 你不能一杆子 把全天下的男人都打死吧 反正男人就是没有多少好东西 北千寻撇了撇嘴 看了看周围 先生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就是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一般来说 你这么问我了 就表示你很想问 别纠结了 问吧 只要是能说的 哥哥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金风拍着胸脯说道 北千寻又看了看周围 确认没人偷听 才小声问道 先生 其实以你的实力 完全可以自己造反做皇帝 为什么还要来救这个皇帝 是因为九公主吗 为什么要做皇帝 金风看着北千寻 反问道 做个明君 天天要被累死 做个昏君 天天被人戳着几两骨骂 哪有我现在这样 做个无拘无束的富家公子哥叔父 而且 我也不会治理天下 老百姓已经过得很难了 与其造反 把天下闹得风火连天 不如让他们过几天安生日子 咱们也能趁着天下太平 好好赚钱 这也是金风愿意帮陈吉的原因 其实他之前 也想过推翻大康 建立一个全新的时代 但是最后 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新百姓苦 亡百姓苦 不管谁造反 受苦受难的 永远是百姓 就算他最后 能成功建立一个全新的时代 也必定天下大乱 他今年还不到二十岁 这辈子还长着呢 没必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 去改变天下 最好的办法 还是先辅佐陈吉 稳住如今的局势 这样对百姓的伤害是最小的 北千寻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正准备继续说话 却听到洪德殿方向 传来一声尖锐的笑声 想见 金风脸色猛的一变 起身就往洪德殿方向跑 昨天发生的事情 证明禁军中有个大家族的人 秦镇才接手禁军 还没来得及清理 不敢派他们保卫皇宫 赤甲军昨夜又伤亡惨重 所以目前由标师暂待赤甲军镇守皇宫 陈吉才过去 上朝没多久 洪德殿就放出了想见 他好不容易才救下陈吉 要是再出事 那昨天就白忙活了 九公主也听到了想见 从御书房里跑了出来 提着裙子直奔洪德殿 金风还没赶到洪德殿 两支标师小队从后面跑了过来 标师们久经训练 速度比金风快多了 但是看到金风和北千寻 只有两个人 两支标师小队都放慢速度 在他们心里 金风比皇帝重要 皇帝死了 金风依旧可以带他们过好日子 要是金风有个三长两短 他们的好日子恐怕就到头了 老张留下就行了 老魏 你带人先去洪德殿 无论如何 要保护陛下的安全 金风一边跑 一边安排 是 其中一个标师班长 马上带人加速 等金风进入洪德殿的时候 发现殿内和菜市场一样乱成一团 文武百官七嘴八舌地喊着什么 看起来情绪非常激动 皇帝倒是没事 依旧高坐在笼椅上 脸色铁青 大太监带着几个大内高手 和仅剩的一对赤甲军 站在台阶上面 严阵以待 台阶下边 标师们正在维持秩序 金风看了一圈 都没看到九公主 他明明看到九公主 往洪德殿跑了 怎么不见了 拉住一个经过的标师排长问道 公主殿下呢 那边 标师指着大殿中央说道 大殿中央聚集了一堆人 有文武百官 也有维持秩序的标师 金风刚才没注意 现在仔细一看 被文武百官围在中间的 不正是九公主吗 这是什么情况 金风一边让人开路 朝着九公主过去 一边向标师排长问道 陛下才来不大话 怎么乱成这样 标师排长回答道 陛下说 昨夜的事情 肯定有权贵在暗中窜夺太子 在事情 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要求所有文武百官都不能出宫 官老爷们当时就跪了一地 嘴里都喊着冤枉 说陛下不相信他们 有求陛下允许他们告老还乡的 也有寻死觅活的 反正当时就乱套了 陛下身边那位公公 甩了好几次鞭子 都没有安静下来 就让我们维持秩序 然后这些官老爷就开始踢我们 打我们 营长发现人手不够 就让魁子去门口放了响剑 然后九公主殿来了 官老爷们更激动了 围着殿下 说她是杀人凶手 让殿下杀人偿命 还有骂她的 然后就成这样了 说五阳是杀人凶手 还骂她 金峰的眼睛微微眯起 语气也变冷了 那你们干什么呢 赶紧把殿下带出来啊 可是 这些官老爷怎么办 标师牌长一脸为难地问道 此时九公主已经被包围在文武百官中央 想把她带出来 必须要拽开周围的官员 上朝义政的官老爷 很多年纪都很老了 此时又比较激动 标师真要动手的话 很可能会伤到他们 就算没有伤到 以这些老家伙的性格 也有可能讹上阵远标局 管他们干什么 先把五阳带出来再说 金峰此时已经接近包围圈 正准备喊话 就看到有个老家伙 朝着九公主吐了一口口水 虽然没有吐重 但是依旧让金峰火冒三丈 伸手从袖子里掏出火枪 抬手对着头顶开了一枪 碰 巨大的响声 瞬间盖过了文武百官的声音 大殿上的房梁被打出一个坑 木屑扑速速落下 刚才还乱成菜市场的大殿 瞬间安静下来 金峰走到朝九公主吐口水的老家伙面前 冷冷地看着他 老家伙被金峰盯着 心里有些发虚 不过看到周围文武百官都在 又觉得硬气起来 狠狠瞪了金峰一眼 你是何人 这么看着老夫干什么 这口水是泥土的吧 金峰指着地上的口水问道 是老夫吐得又如何 老家伙瞪着眼问道 承认了就好 金峰冷声说道 谦虚 长嘴 北千巡抡着刀鞘上前 二话不说 直接抽在老家伙脸上 虽然没使全力 但是依旧把老家伙抽得眼冒惊心 一屁股坐到地上 嘴里原本就不多的牙齿 又被抽掉了好几颗 老家伙捂着嘴巴还想再骂 可是看到北千巡的刀鞘 又提了起来 拾去地把头低下 金峰瞥了老家伙一眼 冷声喊道 曹东 让你带人来镇守红德殿 你就这样看着他们在陛下和殿 带着你的人立刻把秩序维持好 敢乍次地给老子枉死了打 有任何事 陛下担着 是 曹东刚才也被官老爷们踢了好几脚 心里也憋着气呢 现在金峰来了 他立刻有了主心骨 现在都给老子站回去 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 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何况这些官老爷还没理呢 发现标师真的会动手打人 官老爷们都老实了 乖乖站回各自的位置 敬酒不吃吃罚酒 金峰嘀咕一声 走到九公主面前问道 没事吧 没事 九公主摇了摇头 抬头看向陈吉 金峰 把他们都给镇关到疏密院 不配合的 由你处置 秦镇 你配合金峰 谁闹事 就让密蝶丝先查谁 陈吉被文武百官闹得一头火 也没心情说其他事了 带着银雀从侧门离开 他就是金峰 果然是个疯子 文武百官刚才就在疑惑金峰是谁 现在听到陈吉喊出金峰的名字 才知道他的身份 再看向金峰 官老爷的眼神就变了 人的名 树的影 大康朝堂 谁不知道金峰是个疯子 刚才的举动也佐证了这点 如果不是疯子 谁敢当着皇帝的面 在洪德殿殴打朝廷命官 更何况 金峰刚才还放了一枪 现在大殿还飘荡着火药的味道 各位 陛下刚才的话 你们应该都听到了吧 金峰环顾文武百官 冷笑道 老老实实去疏密院 别等着我的人冻粗 各位身体娇贵 伤着磕着就不好了 让老夫去疏密院可以 但是老夫要跟家里说一声 免得家里着急 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头 开口说道 你想什么呢 金峰看傻子似的 看了老头一眼 你应该知道 昨晚发生了什么吧 太子攻打皇宫 意图篡位 陛下现在要查找太子的同谋和帮凶 你给家里传话 是让家里人销毁证据吗 金峰 你休要血口喷人 老头文言 跳着脚喝骂 是我血口喷人 还是你做贼心虚 等调查结果出来就知道了 金峰转头看向秦镇 秦都统 我觉得此人极为可疑 建议密蝶斯先调查一下他 好的 秦镇配合的点头 老头一听 脸色立马变了 其他想要找金峰理论的官员 此时也纷纷打消了这个念头 你倒是提醒我了 金峰又看向曹东 你给我盯死他们 所有人都绝不能传出任何消息 明白吗 是 曹东赶紧点头 带他们去书密院吧 金峰摆摆手 曹东马上指挥标诗 压着文武百官 走向洪德殿旁边的书密院 先生 幸亏你来了 要不然 今天就乱套了 等到文武百官都被标诗带走 九公主伸手帮金峰 整理刚才弄乱的衣领 这群人就是欺软怕硬 吓唬一下就老实了 说到底 还是父皇的威仪不够 如果是太上皇在位 谁敢在洪德殿喧哗 早就拖出去仗毙了 九公主叹了口气说道 希望经过这次的事情 父皇能够改变吧 金峰很想说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但是他不想这时候打击九公主 便附和道 但愿吧 两人并肩走出洪德殿 看到大刘小跑过来 先生 洛兰刚刚传来消息 他已经联系到梁哥了 京城周围的标诗 也顺利在巴里沟集合 秦镇虽然还没完全肃清禁军队伍 但是好歹已经重新夺回了禁军控制权 大刘一大早坐着吊篮去城外寻找洛兰 刚刚又坐着吊篮回来 梁哥来了 太好了 金峰看向北千巡 你对京城周围熟悉 知道哪里适合藏人吗 西城门走五里 再往北走三里 有一片乱藏岗 那边有一大片树林 平常也没人敢去 可以藏人 北千巡答道 城西五里 再往北三里 金峰从袖子里掏出地图 找到北千巡说的地方 果然看到一个墓地的标志 这个地方藏人不错 距离也合适 收起地图 看向大刘 你再找人跑一趟 告诉梁哥 带人去乱藏岗看一下 如果合适 就让他带着兄弟们 藏在乱藏岗 等我的信号 是 大刘招手叫来一个标诗 让他去送信 还没吃饭吧 自己去找点东西吃 金峰拍了拍大刘的肩膀 好 大刘昨晚跑到现在 一直没吃东西 的确饿了 先生 咱们有热气球 为什么还要让梁哥藏起来 九公主问道 直接渡河 把东蛮人打跑不就行了 北岸地是平坦开阔 东蛮人有三万骑兵 咱们只有两千多人 还有一大半没有战马 东蛮人如果见识不妙要逃跑 咱们很难全歼他们 金峰解释道 所以还得再等等 找个合适的机会 先生要全歼他们 九公主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 在他看来 金峰靠着热气球和手雷 把东蛮人惊走 就算是了不起的大胜 谁知道 金峰竟然想着 全歼这批东蛮骑兵 不到三千人 全歼三万骑兵 怎么可能 东蛮去年 遭遇了严重的寒灾 如果不把他们留下来 他们逃回的路上 肯定会沿途截掠 到时候 河北的百姓就遭殃了 金峰说道 所以 无论如何 这批东蛮人绝不能放走 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不停袭扰 黄河以北居住的大康人比较少 但凡有点门路的 都搬到黄河以南了 其实 黄河以北有大片平原 非常适合耕种 大康朝廷 为了鼓励百姓去耕种 在河北收税 比河南要少很多 所以 一些实在活不下去的百姓 也会选择留在河北生活 住的也比较分散 东蛮人来的时候 一心想着来京城捞一把大的 懒得费功夫去找那些小村子 所以没有过多劫掠河北百姓 但如果他们 在京城吃了败仗 回去的时候 肯定会劫掠小村庄 金峰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先生说的有道理 九公主赞同点头 我让父皇调动兵马 配合先生 不用 金峰赶紧摆手 不怕神对手 就怕猪队友 除了庆怀的铁灵军 以及当初在大猛坡并肩作战过的威胜军 金峰不相信其他任何大康军队 包括秦镇带领的禁军 与其找一群猪队友 还不如标识单打独斗 先生 你们人太少了 京城周围又没有适合作战的地形 全间东蛮人不太可能吧 任何事情 只要去想 总会有办法 金峰拿出地图 发现周围没有桌子 便直接把地图摊在地上 打仗不能只依赖地形优势 没有合适的地形 咱们就想其他办法 先生 汴京地处平原 黄河南北两岸 都是平坦开阔的平地 非常适合战马奔驰 咱们手里能用的标识 连三千人都不到 根本不可能打得过三万骑兵 九公主压下裙摆 蹲到金峰一旁 小心提醒道 先生 你可不能冒险啊 他真的有点担心 金峰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派标识去强攻 这世上没有不可战胜的敌人 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而已 金峰一边继续查看地图 一边答道 比如这次 如果单纯地想灭掉东蛮人 其实并不算难 不算难 九公主一直相信金峰 但是她实在想不出 有什么办法 好奇问道 先生有何高招 舞阳愿意洗耳恭听 很简单 只要炸开黄河北岸就行了 保证东蛮人一个也跑不掉 金峰随口说道 炸开黄河 饶氏以九公主的心性 也被吓得差点跳起来 你小声点 怕别人听不见啊 金峰在九公主头上刷了一巴掌 然后看了看周围 还好 大臣都被标尸压走了 附近只有气和几个标尸 先生 你真要炸开河堤吗 九公主着急问道 黄河流经黄土高原 携带了巨量的泥沙 到了下游地区 泥沙越积越多 河床也越抬越高 到了汴京附近 黄河已经超出地面好几米 是有名的地上悬河 如果炸开黄河北岸 汹涌的黄河水 就会奔腾而下 东蛮人目前就驻扎在黄河北岸 绝对跑不掉 如果是其他人提出这样的想法 基本不可能实现 因为掘开河岸不是一个小工程 东蛮人不可能看着敌人挖掘黄河堤岸 但是金峰可以做到 九公主在川鼠见过炸药的威力 金峰不用派出大量人手去挖河堤 只要派人偷偷潜入黄河北岸 在河市的地方埋上足量炸药就可以了 我要是想炸河堤 就不会这么为难了 金峰摇头说道 前世历史上 每次黄河决堤 带来的后果都极为严重 炸开河堤虽然可以淹死东蛮人 但是也会淹死无数大康百姓 金峰宁愿让皇帝钓一群猪队友 来帮他围堵东蛮人 宁愿从川鼠往这边调人 甚至宁愿暂时给东蛮人缴纳碎贡 哄着他们退兵 也不可能做出炸黄河的事情 看到金峰没有炸黄河的打算 九公主这才放心下来 应该怎么打呢 金峰直接盘膝坐在地上 低着头认真思考 九公主也跟着坐到一旁 默默陪着他 敌人的人马实在太多了 单靠他手里的三千骑兵 就算有热气球和手雷 也很难全歼 到底怎么打呢 金峰的大脑飞快运转 思考前世学习过的经典案例 声东击西 皮敌之计 反剑计 一条条计策在他脑海中闪过 可是不管哪种计策 都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不行 得找梁哥 金峰张口就想喊大刘 可是大刘不在 金峰正好看到气儿 猪儿站在一旁 就说道 气儿 麻烦你跑一趟 去跟大刘说一声 让他安排人 请梁哥进城一趟 气儿斜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嘿 叫不动你是吧 金峰眼珠子一转 捧起九公主的小脸亲了一下 去不去 不去我还亲 咪 猪儿看好这个灯徒子 气儿气得跺了跺脚 转身走了 小样 还收拾不了你 金峰得意地挑了挑眉毛 他发现了 气儿最看不得 他和九公主有亲密之举 特别是当众的时候 这也成了金峰对付气儿 最好的办法 就是这个办法 有点费亲卫 准确点说 有点费大刘 只要看到大刘鼻青脸肿 八成就是气儿揍的 先生 你跟气儿斗气 拉上我干什么 九公主美好气地 拍掉金峰的手 我不是跟她斗气 就是想亲亲你 找个理由罢了 金峰随口说道 从川鼠一路过来 金峰都是一个人 现在危险暂时解除了 九公主又翘生生地 坐在旁边 难免有点心痒痒 切儿没说错 你就是个灯徒子 九公主美好气地 白了金峰一眼 怎么样 想到办法了吗 除了炸黄河 我暂时想不出太好的办法 只能找梁哥 一起过来商量 金峰压下心头杂念 无奈说道 东蛮人还在黄河北岸呢 就算过了河 他们也进不了城 九公主挽住金峰胳膊 笑着安慰道 咱们有充足的时间 来商量对策 不用着急 这也是 他喜欢金峰的原因之一 金峰一直知道 自己的短板在哪里 在不擅长的领域 该找人商量 就找人商量 绝不会固执己见 先生 实在不行 咱们就先凑一些东西 给东蛮人 让他们先回去 然后你再从川鼠 多掉一些标识过来 咱们从后边追过去 九公主说道 我再让父皇下旨 让晋王叔和镇北军 从北边拦截 到时候 咱们两边夹击 在北方一举干掉他们 这倒也是个办法 金峰微微点头 其实强攻 金峰也能一点点 磨死这些骑兵 但是现在的东蛮骑兵 就是个马蜂窝 目前还老老实实 待在黄河北岸 他担心的是 一旦打起来 骑兵们见识到了 热气球和手雷的组合 知道打不过 一晃而散 到处劫掠 到时候 再想把他们一网打尽就难了 而九公主说的办法 倒也可行 先给对方一些东西 让他们回去 然后悄悄跟上去 把战场放到北方 到时候 就算东蛮人一哄而散 也不会危害到百姓了 当天中午 张良跟着大流进攻了 张良在军事指挥方面 很有天赋 但毕竟在封建时期长大 看着辉红的宫殿 明显有些紧张 特别在御书房 见到皇帝之后 赶紧跪下磕头 免礼 爱屋即屋 知道张良是金峰和九公主 都重视的人 便伸手示意张良免礼 两哥 来这边 看余图已经准备好了 金峰把张良拉到地图前面 说到正式 张良腰板马上挺直了 先生可有什么计策 我暂时没想出什么好办法 不过殿下倒是想了一个 金峰把九公主的办法说了出来 张良认真听完 思考半赏之后 微微摇了摇头 对不住殿下 我觉得 您说的这个办法 不太可行 为何不行 金峰问道 九公主也没有生气 而是也好奇地看向张良 殿下 东蛮人这次带了那么多人来 肯定狮子大开口 朝廷能凑够让他们满意的钱财吗 张良问道 如果凑不够 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这倒是个问题 金峰转头看向九公主 九公主不止一次说过 大康国库已经没钱了 这个你们不要担心 凑钱不算难 九公主冷声说道 太子昨晚已经招了她的同伙 都有谁 那当我没问 金峰恍然 太子的同伙 就算不是国公 也是朝廷重臣 这些人不知道从百姓身上敛财多少 家大业大的 个个都是肥猪 随便抓一头 恐怕都比金峰有钱的多 何况看九公主的意思 明显不止一头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 谁是太子的同伙 完全是九公主和秦镇说的算 就算不是也没关系 以太子的软骨头 随便揍两顿 就是他的同伙了 梁哥 你接着说 金峰示意张良继续 好 张良点点头 继续说道 东蛮人有战马 咱们没有足够的战马去追他们 如果去的人太少 就算在北方打败他们 东西也运不回来 如果去的人太多 补给线又太长了 且不说最后能带回来多少东西 光是来回消耗的粮草 都是一大笔钱 其次 跟踪对方几千里 容易被东蛮人发现 万一他们派出青骑兵袭扰粮道 断了咱们的补给 那更麻烦 最后 越往北距离东蛮人的大本营越近 万一他们出动大量骑兵围攻 咱们在北方没有城池可以聚首 就算把所有标识都带过去 恐怕也很难打赢 金风听完 微微点头 梁哥说的有道理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东蛮人留下来打 要是这次 也能把他们的战马偷过来就好了 九公主叹息道 大满坡一战 最重要的转折点 就是难民牵走了丹珠的战马 战马 张良听完九公主的话 眼睛一下子亮了 梁哥你想到办法了 金风赶紧问道 是的 殿下提醒我了 咱们可以从他们的战马下手啊 张良说道 东蛮人没了战马 就等于没了腿 到时候好好收拾他们 丹珠在大满坡已经吃过亏 东蛮人肯定会有所防备 东蛮人这次没有抓捕俘虏 战马也放在营地最后边 还派重兵把守 可能就是防着对战马下手呢 九公主说道 有些事情 她是防不住的 张良手指在地图上重重点了一下 金风 九公主和陈吉都赶紧凑上去 看向张良手指的地方 几秒之后 金风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拍着张良的肩膀笑了起来 梁哥 还是你有办法 九公主和陈吉却一头雾水 你们在笑什么 梁哥 给陛下 殿下 讲讲你的想法 金风笑着说道 是 张良说着 便开始讲解自己的办法 怪不得先生一直夸赞你是个打仗的天才 果然厉害 九公主听完 不由朝张良竖起大拇指 殿下谬赞 是先生教得好 张良赶紧摆手 九公主文言 抬头冲着金风笑了一下 金风刚准备说话 却听到陈吉咒眉道 这个办法可行倒是可行 只是 是不是太恶心了 有点 尚不得台面 金风文言 下意识就要对陈吉 但是九公主比她更快一步 父皇 先生说过 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生死场 上了战场 就要不择手段赶走敌人 想尽一切办法 让自己的战友活下来 九公主说道 这个恶心吗 那是您没去过真正的战场 战场上遍地都是残枝断壁 一不小心 就会被散落在地上的肠子绊斗 血水把地泡得宁宁不堪 有些低洼的地方 血水能淹过膝盖 您去过一次战场就知道了 在生死面前 什么都是虚的 只有活下来 回到家乡再次见到亲人儿女 才是最重要的 朕只是随便说说 陈吉被九公主对得有点心虚 小声说道 您是一国之主 是金口欲言 能随便说说吗 九公主没好气说道 将士们要是知道您这么说 会寒心的 朕知道了 陈吉被九公主训得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低下脑袋不敢抬头 金风摸了摸鼻子 觉得自己以后 千万不能跟九公主吵架 吵不过呀 有事不能嚷嚷 直接动手说服 陈吉毕竟是皇帝 九公主也不好穷追猛打 看到他连头都不敢抬 这才放过他 转头看向金风 我认为梁 梁哥的计划可行 先生你觉得呢 我也认为可行 金风点头说道 那我去准备东西了 张梁问道 东西 让大刘去准备 咱们还至少要再商量 一到两个备用方案 万一这个计划出了岔子 备用方案要马上顶上 金风喊着张梁 好 张梁赶紧停下脚步 重新回到地图前面 两人一直商量到半下午 张梁才离开皇宫 出城去准备战斗 傍晚 九公主陪着金风 站在御书房门口 看着夕阳 发现周围没有外人 九公主把肩膀 靠到金风肩膀上 先生 你觉得梁哥的计划 能行得通吗 行得通要打 行不通也要打 金风坚定不宜说道 百姓实在负担 不起更多付税了 是啊 这一战必须胜 不能办 九公主说道 如果能把东蛮人的战马 全抢过来 就更好了 之前在大满坡 她从百姓手里 买了不少战马 只不过那些战马 一半还在穿鼠训练 另外一半送到了西北战场 支援庆怀 范将军 和静王几人了 短期很难调回来 说到战马 我想起了 这次 你可不能再只丢一城了 金风扭头看向九公主 根据前线打探来的情报 这次东蛮人 除了美人骑了一匹战马 还带了不少来驮东西 加起来有数万匹 要说金风不掩馋是假的 如果能把这些战马留下 镇远标局以后 再也不会缺战马用了 人都是你的了 马当然也是你的 九公主故作生气地 在金风腰上掐了一下 当天夜里 两艘小渔船 借着夜色掩护 悄无声息地渡过黄河 与此同时 张良带着近两千标师 也离开乱藏岗 顺着黄河南岸向西出发 往西走了几里 队伍停在一处河湾 和一个密碟斯小关 顺利接头 张统领 您让准备的渔船都在这里了 密碟斯小关 指着河面说道 张良如今不光是 镇远标局的总把头 还是镇远军副统领 金风一般不管是 他这个副统领 其实和正统领 没有什么区别 借着微弱的星光 张良看到河面上 停着一排渔船 一连二连警戒 其他人登船 张良小声说道 都注意点 看清脚下 别掉水里了 标师们立刻开始排着队登船 天色太黑 标师们又没有点火把 还要牵着战马一起上船 所以速度很慢 一直到凌晨时分 所有标师 才全部在北岸登陆 张统领 十几里外就是东麻人的大营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密碟斯小关 一脸同情地提醒道 张良只有这点人手 战马也只有几百匹 如果被东麻人发现了 可以说必死无疑 在密碟斯的人看来 张良等人 就是金风派出来送死的炮灰 没事的 张良拍了拍密碟斯官员的肩膀 你们回去吧 注意信号 张统领放心 我会安排人日夜盯着这边 看到信号 就马上派船来接应你们 密碟斯官员 赶紧拍着凶脯保证 张良点点头 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 领着标师进入黑暗之中 黄河北岸 东麻人的大营 绵延好几里 天色微亮 营地便逐渐变得热闹起来 中军大帐内 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魁梧大汉 一口喝掉碗里的羊奶 随手擦了一把胡须 问道 还没找到渡河的船只吗 回禀大王 南蛮子知道咱们要来 提前把渔船都送走了 一个副将跪在地上达道 属下正在派人沿岸寻找 咱们在南蛮子的朝廷 不是有人吗 直接问不就行了 大王耶律书问道 南蛮子的朝廷好像出事了 如今所有城门都已经封锁 之前给咱们传信的探子都找不到了 出什么事了 耶律书问道 属下目前还不知道 正在查探 这也不知道 那也不知道 要你还有什么用 耶律书不耐烦说道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三天之后我要渡河 如果到时候 你找不来船只 自己去见天神吧 是 副将赶紧跪着退了出去 到了门口 不由常常松了口气 东蛮人此时还处于部落时期 统治阶层比大康更加凶残 小部落不光每年要给大部落上贡牛羊战马 还要和大部落一起去战斗 少有反抗 整个部落的男人都会被杀掉 女人孩子马牛羊 则会被大部落当作战利品带走 王庭就是最大的一个部落 号称有无数骏马和数十万勇士 此时的草原 是一个连最基本法律都没有的地方 生杀与夺 全都在大部落的首领首领 王庭之下 还有左右两大贤王 每个贤王麾下 都有大量部落附庸 此次带领东蛮骑兵南下的 就是左贤王耶律树 此人原本出生小部落 十二岁的时候 他的部落被一个中型部落灭掉了 父亲貌似把他送了出去 耶律树在草原上流浪三年 也厮杀了三年 十五岁的时候 偷偷潜入当初那个部落首领的帐篷里 以极其残忍的方式 杀了对方全家 还把首领的眼珠挖出来 生吞了下去 草原上杀人很常见 但很少有人野蛮到如此地步 那个部落的人竟然没人敢阻拦耶律树 任由他离开了 后来王庭禅瑜听说了此事 派人把耶律树招募到麾下 耶律树凭借狠辣的战斗风格 一步步爬到了左贤王的位置 对于这位狠人来说 杀人就和吃饭喝水一样随意 他身边的仆人侍女更换的频率极高 有时候就是看侍女不顺眼 就能顺手杀掉对方 副将刚才很担心 耶律树一刀砍了他 还好今天耶律树的心情不错 平静一下心情 副将小跑着回到自己帐篷 叫来自己的手下 大王只给了我三天时间 如果三天还没找到杜河的船只 还没联系上南蛮子朝天里的探子 结果不用我多说吧 副将又把任务压给了下边的人 整个东蛮军都知道左贤王的作风 没人敢马虎 很快 两支骑兵队顺着黄河边跑了出去 一东一西 沿着河岸去寻找船只 还有几十人 拿来早已准备好的牛皮小阀 扔进黄河 可是张良早已在对面布置了人手 牛皮小阀走到河中央的时候 对面一个草垛被掀开 露出藏在中间的投石车 渡河的东蛮士族连人带船 一起被砸进黄河中 这就是姓冯的那个人说的投石车吗 副将手搭梁棚看着河对岸 果然很厉害啊 隔着几十丈都能把船砸翻 现在怎么办 一个手下问道 还能怎么办 多派些人 从上游下游一起过河 副将烦躁说道 下次渡河之前看清楚点 看对面没有草垛之类的东西再过去 很快 又有两支骑兵队 跑出东蛮大营 带着牛皮筏子 分头赶往上下游 与此同时 皇宫里的九公主 也收到了秦镇传来的消息 匆匆赶往御书房 像站在门口的彪师问道 先生起床了吗 还没呢 彪师摇头 两人毕竟没有成婚 九公主不可能把金锋带回自己的宫殿 只能让他暂时在御书房休息 金锋虽然心痒痒 倒也没有勉强 御书房说是书房 其实也是一座宫殿 偏殿里有专门为大臣准备的客房 并不是所有皇帝都和陈吉一样备揽 比如九公主的爷爷 就非常勤快 经常办公到深夜 陪着办公的大臣 就经常在偏殿休息 只不过陈吉继位之后 金锋是第一个住在偏殿里的人 前天夜里就睡了一会儿 昨天又忙活了一天 金锋昨晚倒头就睡 一直睡到现在 正睡得迷迷糊糊的 觉得有人在拨弄自己的眉毛 睁开眼一看 就发现九公主坐在床边 现在不怕人说闲话了 金锋伸手揽住九公主的腰 把头枕到她腿上 我不是让妾给先生安排了侍女吗 怎么没有看见 九公主笑着打趣 用美女拉拢大臣 是皇家常用的手段 大康皇宫里有个秀女工 里面的女子算是备用宫女 九公主的爷爷做皇帝的时候 经常安排秀女工的宫女 服侍留宿在御书房的大臣 算是一种拉拢和奖励 宫女服侍过大臣 皇帝自然不会再留在宫里 一般都是直接赏赐 给那些大臣带回家了 九公主从小在皇家长大 深受这种思想影响 昨晚离开之后 特意交代妾儿 去秀女工 挑选两个宫女来侍请 你让妾儿给我安排侍女 不是诚心给我添堵吗 能从宫里找到两个这样的极品 也真是难为她了 金峰想到这个就生气 昨天刚刚准备睡觉 妾儿就带着两个宫女进来了 说是九公主安排来侍请的 金峰虽然没想着要怎么样 但是见见世面总是可以的吧 然后她就真的小刀辣屁股 开眼了 极品 九公主一愣 什么极品 一个嘴歪眼鞋 满口黄牙 一个倒是勉强能看 但是比铁牛还黑 要不是穿着一身白衣 我都看不见人 金峰说道 这不是极品是什么 哈哈 九公主笑得眼泪都出来 让你平时总是招惹气 估计她没去绣女宫 而是去换衣宫给你找的 换衣宫是皇宫里的擒杂布 里面的宫女都是干活的 不追求容貌 但必须能干 那你后来怎么安排她们呢 九公主笑着问道 还能怎么安排 让她们从哪来的 回哪去呗 金峰换了个顺手的姿势 拍着胸脯说道 其实你让气儿找宫女 就是多余的 我是那样的人吗 说话就好好说话 九公主没好气地 拍掉金峰手 嘿 敢打我 金峰手上一用力 把九公主拉倒下去 别闹 有正事呢 九公主重新坐起来 刚刚得到消息 东蛮人开始派人渡河了 他们过来了吗 听到有正事 金峰也不再胡闹 担心起身穿衣 没有 被两个安排的标诗 用投射车砸死了 九公主跪坐在床上 一边帮金峰整理一摆 一边回答 不过随后 他们又派出了两支队伍 从其他地方开始渡河 看来 东蛮人很着急啊 金峰说道 其实东蛮人的主力部队 昨天才算到齐 金峰以为 他们怎么也要休整几天 再派人渡河的 结果今天就开始了 叶绿树就是个战争疯子 要不是隔着黄河 说不定他们昨天一到 就开始围城了 九公主说道 叶绿树 金峰笑道 不愧是草原来的 名字叫的还挺环保 可惜九公主没有听懂她的梗 就证道 不是叶绿树 是叶绿树 草原王庭的左贤王 昨天我在城墙上 看到了她的帅气 这个人很厉害吗 金峰问道 很厉害 九公主说道 草原有个流传很广的传说 她在草原流浪的时候 曾经被狼群包围 她凭借一把弯刀 杀死了过百只牛犊 一般大的巨狼 硬生生从狼群中杀出来 传说往往都是不可信的 别说牛犊一般大的巨狼 就算是一百只普通的草原狼 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对付的 金峰说道 肯定是吹牛的 人们在说一件事的时候 总是喜欢夸大 比如前世金峰村里 有人说 她在广州送快递 结果传来传去 就传成她在广州有快递 前世尚且如此 在愚昧的封建时期 流言更加夸张 比如现在说书先生们嘴里 金峰就是天神下凡 掌控着天雷 说书先生们这么说 是为了博取眼球 但是有些人 却是为了达到震慑百姓的目的 比如前世的刘邦 可能只是在路边 抓了条蛇盾汤冲击 就被他的手下 传成赤地斩白地 耶律树可能也一样 不过是杀了一两头 落单的野狼而已 就被传成独自一人 团灭了巨狼群 本宫自然知道 传说不可信 但是耶律树此人 也不能小觑 九公主说道 自身武艺就不说了 此人在打仗上 也颇有一套 战斗风格极为很辣 在草原上攻打其他部落 从无败计 有一次他领地 有七个中型部落 不堪重负 联合起来围攻他 人数是他的部落近三倍 结果却被他带人全奸 这不是传说 而是经过证实的消息 那看来 此人在打仗上 的确很有两把刷子 金锋听到九公主这么说 也收起轻视之心 穿好衣服之后 连也来不及 喜就走到地图前面 在战略上蔑视对手 但是在战术上 必须要重视敌人 这是金锋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 因为他很清楚 他此时的一个决定 不仅关系数以千计的标失生死 说严重点 还关系到整个大康的国运 关系到无数大康百姓的身家性命 如果这一战打输了 肯定要付给东蛮人巨额碎供 这笔赔款 极有可能成为压死大康的最后一根稻草 九公主知道 金锋早上必须刷牙的习惯 发现她在认真盯着地图 便亲自出去 给金锋打了一杯水 把柳枝沾上盐巴送过来 老七 放六号烟花 金锋冲着外面喊了一声 然后才接过水杯和柳枝 片刻之后 御书房门口的空地上 一团烟花升空而起 在空中炸开 白色光团悬浮在空中 坚持了近一分钟才消散 此时天色还未大亮 白色光团在夜空中极为显眼 大康又没有工业污染 好几里外都能轻易看到 片刻之后 承熙和承北先后有两道烟花升空 都和御书房门口燃放的一样 陈吉刚刚起床 正在吃早饭 听到动静 第一时间带着秦镇赶到御书房 舞阳 金锋 怎么了 没事 先生只是让梁哥他们汇报情况而已 九公主解释道 他们在城外看到烟花 会用信歌把消息传递回来 这个办法倒是方便 陈吉恍然 九公主让人送来早饭 金锋还没吃完 大刘就带着两个纸条跑进来了 金锋接过纸条 看完后说道 梁哥和猴子已经就位 该动手了 今天就动手 会不会太仓促了 九公主问道 今天不是全面战斗 只是试探一下 金锋起身伸了个懒腰 擎贼先擎王 已不是说东蛮的左贤王很厉害吗 那就先把他们的左贤王干掉吧 干掉左贤王 九公主瞳孔微微一缩 不过随即露出恍然之色 然后转头看向秦镇 让禁军去书密院 把文武百官带到北城墙上 本宫要让他们看看 先生是怎么打仗的 把文武百官带到北城墙 秦镇没有马上动手 而是转头看向陈吉 看到陈吉点头 这才带人离开 先生 你要公开热气球吗 九公主转头看向金锋 藏不住了呀 金锋无奈回答 就驾那天晚上 热气球来回升降好几次 虽然老鹰尽量小心 但是昨天忠明小组向金锋汇报 钟龙街和皇宫附近 还是有人看到了 九公主早就说过 京城里有东蛮人的内影 目前城门封锁 满朝权贵 又被九公主关到了书密院 热气球的消息 暂时还没有传出去 但是东蛮人已经开始派人渡河 金锋不可能封锁整条黄河 等东蛮人和京城的内影接上头 热气球肯定暴露 敌人不知道的底牌 才叫底牌 威力也是最大的 比如这次 如果太子提前知道热气球 金锋救驾 根本不可能如此顺利 现在热气球既然藏不住了 金锋便决定 把他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秦镇带着文武百官赶到北城墙 金锋 九公主和皇帝 已经提前过去了 九公主拿着望远镜 正在给皇帝示范 这个千里镜很好 隔着这么远 朕竟然都能看清东蛮人的旗子 陈吉生平最喜欢收集宝物文丸 对望远镜爱不释手 这把望远镜 是先生摩制最好的一把 送给父皇了 九公主昨天把陈吉训得不轻 今天得缓和一下妇女关系 这个不是聘礼吧 陈吉斜着眼睛问道 父皇你说什么呢 九公主脸上一红 您不想要就算了 谁说朕不要了 陈吉嘀咕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事 等东蛮人打走了 让这小子赶紧回去休妻 准备轻声 九公主原本挺高兴的 听到陈吉这么说 脸色不由一暗 她很清楚金风的性格 根本不可能做出休妻的事情 一直以来 两人也都在回避这个话题 陈吉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皇帝 察言观色的基本功 还是有的 看到九公主的表情 皱眉问道 这小子 不会想着让你做妾吧 让她趁早断了这个念想 九公主正不知道怎么解释 秦镇带着文武百官来了 参见陛下 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文武百官跪在城墙上 齐声高呼 大康近年来 国力越来越弱 皇帝陈吉又是个懦弱之辈 所以 暗地里和东蛮 党向勾勾搭搭的大臣 不在少数 他们都想着 和东蛮 党向打好关系 万一日后有一天 东蛮人或者党向人 占领了中原 他们还能继续做官 延续家族的奢侈生活 这次东蛮人入侵中原 不少大臣比皇帝更早知道消息 但是他们并未向皇帝示警 而是计划着 等东蛮人打来 他们一起向皇帝发难 要求皇帝下令处置九公主 结果东蛮人还没来 九公主先暴露了 权贵们这才知道 原来九公主早就回到京城了 被皇帝藏了起来 为了去西川发财 很多家族都投入了大量的银子 派去的人 也要么是家族重点培养对象 要么是家主一脉的嫡子嫡孙 可是这些人全都被九公主砍了 粮食也被九公主霸道地没收了 这是权贵们无法接受的 所以 这次权贵们抛弃了平时的党争 难得地联合了起来 在朝堂上向皇帝发难 要求皇帝交出九公主 结果被陈姬一口回绝 权贵们步步紧逼 反而把陈姬的逆反心理逼出来了 直接扬言 谁敢动九龙珠一根手指头 就珠谁九足 权贵们哪里能咽得下这口气 几个领头的一商量 决定换个听话的皇帝 于是他们便找来早已蠢蠢欲动的太子 实施了逼宫计划 这个计划看似匆忙 其实权贵们为此不知道准备了多少年 几大权贵不光渗透了禁军 还暗中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死士 藏在京城 逼宫计划一开始 权贵们便首先向禁军发难 统领秦鹏被暗算 秦镇被引到城外 秦中被太子吊死 整个禁军一下子就乱了 被权贵安插在禁军内的两个都同把控 一直到太子带人杀入皇宫 逼宫计划还进行得非常顺利 可是谁知道 就在太子要攻陷洪德殿的时候 金峰带着镇远镖局杀了出来 成功救驾 禁军也被秦镇重新掌控 之后便是无情的清算 昨天 他们中间已经有八个人被禁军带走了 秦镇的二弟被太子吊死在东宫门口 老爹虽然没死 却依旧昏迷不醒 秦镇对太子一党的人会是什么态度 可想而知 那些高高在上的官老爷 平时衣领有点褶皱都不行 可是被禁军从疏密院带走时 几乎是被踢出的 走慢一点就是拳打脚踢 这也让剩下的文武百官意识到 皇帝这次真的下重手了 那些原本准备向九公主发难 以及和被带走权贵关系比较近的大臣 此时已经没有心思再找九公主的麻烦 只希望清算不要落到自己头上 文武百官来了 臣级也不好再和九公主讨论儿女情长的问题 瞪了他一眼 转头面朝文武百官微微抬手 众爱卿平身 谢陛下 文武百官这才起身 参与逼宫计划的朝臣毕竟只是小部分 大多数官员和此事没有关系 自然不会害怕 甚至有些人窃喜不已 这次清算之后 必然会空出一大批官位 到时候 他们就能安排自己人了 庆国公便属于窃喜的那一拨人 起身之后拱手问道 不知陛下换我等来北城墙所为何事 其他大臣也纷纷抬头看向臣级 没什么 就是金先生的镇远标局 今天要斩首东瞒人的左贤王 镇叫诸位一起来看看 臣级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语气说道 自从他继位之后 主和派就一直在宣扬 东瞒 党项和吐蕃的骑兵不可战胜 臣级作为大康皇帝 听到这话 心里自然不舒服 却又无法反驳 因为大康军队的确打不过对方 直到金峰在清水谷和大猛坡 接连打了两次胜仗 臣级的腰板才逐渐挺直起来 刚才的那番话 便是故意恶心组合派的 你们不是觉得东瞒骑兵不可战胜吗 镇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都不用出动正规军 靠一群雕师 就能干掉坐镇东瞒大营的左贤王 看着群臣全都一副惊讶的表情 臣级觉得心里舒坦极了 积攒在心里多少年的怨气 一下子出来了 要不是知道金峰和九公主的关系 他恨不得把整个秀女宫都赏给金峰 一想到接下来 群臣看到热气球的表情 臣级更加期待了 斩首左贤王 文武百官全都被臣级的话吓住了 包括沁国公 不管清水谷还是大猛坡 沁家人都跟在金峰后边捡了便宜 一直以来 沁国公对金峰印象都很好 对他的能力也非常认可 但是他也不敢相信 金峰有能力斩首左贤王 陛下 慎重啊 一个主和派老臣冲出来喊道 金峰不过是个黄口小二 打了两次胜仗 尾巴就敲到天上去了 陛下可不能被他蛊惑呀 并不是所有主和派都是投降派 也有一些胆小怕事的保守派 他们的原则就是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中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能过一天算一天 这些人没有和东蛮人勾结 所以不怕清算 听闻陈吉和金峰要主动攻打东蛮人 他们都吓坏了 马上又有个大臣冲出来附和 陛下 东蛮人此来不过是遭了灾 来咱们大康祈求一些粮草 随便给他一点残羹剩饭便能打发了 没必要大动干戈呀 金峰转头看着两个主和派大臣 满脸诧异 前边骂他 尾巴翘上天的就算了 他实在想不到 后边那个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无稽之谈 东蛮人摆明就是来劫掠的 你竟然说他们是来祈求的 九公主差点气笑了 汪大人既然觉得东蛮人如此好打发 那汪大人便随便拿点钱粮出来 打发他们好了 老臣家徒四壁 老七幼孙吃饭都快断粮了 哪里有余粮给东蛮人啊 这个官员立刻开始哭穷 九公主不等他说完 便呵斥道 既然不愿意出钱出粮 那就闭嘴 陛下 东蛮人的残暴 您又不是不知道 如果咱们主动挑起战端 惹怒他们就麻烦了 官员一看说不过九公主 便转头看向陈吉 陛下三思啊 莫要忘了先皇的前车之剑 也莫要忘了历史 纵观历史 北伐必败啊 此时给东蛮人一些钱粮还能打发 一旦打起来 恐怕就不是钱粮能摆平的了 闭嘴 九公主再次呵斥道 先皇征战一生 至死都在想着 收复燕云十六周 你不配提起先皇 其实 金峰前世学习历史 也曾听过北伐必败的说法 纵观前世历史 北伐成功的也寥寥无几 特别是燕云十六周 自从贝尔皇帝石敬堂割让出去之后 数百年来 有无数将士想要收复 都失败了 其中包括民族英雄岳飞 也没有完成这一夙愿 一直到四百多年后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 燕云十六周 才重新回到中原王朝 这个世界的历史 也和金峰前世差不多 在大康之前的几个朝代 也都和北方游牧民族有过争斗 但都几乎失败 所以 很多人就认为北伐必败 这也是金峰佩服先皇陈武的原因 陈武明知道 北伐很可能会败 但是始终在位收复燕云十六周努力 一辈子发动过两次北伐 虽然都以失败告终 但是至少 他敢打敢拼 没有做缩头乌龟 虽败尤荣 九公主建主和派大臣还要说话 直接朗生说道 金先生曾说过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想要站起来 想要兴盛 必须要有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的决心 所以 从今日开始 我大康永远不搁地 不那够 不和亲 不赔款 说完又看向陈吉 武阳虽是女儿身 却是皇室血脉 是大康的一员 击退东蛮之后 女儿愿意替父皇去边疆镇守国门 只要女儿不死 外族的铁蹄 休想再踏入中原一步 陈吉本就是个比较感性的人 九公主说得慷慨激昂 她听得热血沸腾 五等愿跟随陛下 跟随公主殿下 共守国门 抵御外敌 致死方休 沁国公等主战派大臣 赶紧跪地高呼 九公主一看这样 更来劲了 继续说道 金先生还说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去担心赵汉清 人都有一死 我臣儿宁愿站着死 也不愿跪着胜 我相信 就算我死在战场上 也会在史书上留下壮士之名 开启新时代的父皇 也会成为史书上的忠心明俊 说完 指着主和派大臣骂倒 而你们 必将因为胆小怯懦 被后人唾骂千万年 两个主和派大臣 被骂得完全抬不起头 而臣吉激动的眼睛都快红了 大康这些年说是赏赐东蛮 党相 其实就是在纳贡求和 把燕云十六周给东蛮人 就是割地 和亲更不用说了 每次赔款的时候 都会送一些女子 去东蛮 党相 这些女子 一般来自秀女工 但是对外却说是皇帝的义女 做皇帝这么多年 臣吉最大的追求 就是在史书上留个好名声 所以之前九公主 用忠心之主来诱惑她 可是想要成为忠心之主 谈何容易 想要忠心一个垂垂位矣的王朝 不是靠打仗就能解决的 还要让百姓变得富足起来 才算真正的忠心 所以忠心之主 不是那么好做的 但是如果从今不在纳贡 赔款 和亲 光是这一点 臣吉这个皇帝 就绝对能在史书留上一笔 而且肯定是非常正面的形象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臣吉喃喃自语 浑身止不住地微微发抖 光凭这句话 他就绝对能载入史册 武阳说得好 臣吉此时完全上头了 指着祖和派大臣贺骂倒 以后敢再提议何者 均以叛国问罪 皇帝这么说 祖和派大臣立刻全都熄火了 金风看着九公主 不由心生感慨 这可真是的搞传销的好描子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不割地 不和亲 这些东西都是他在西河湾闲聊时 和九公主说起过的东西 没想到他都记在心里了 而且用到这里 不得不说 九公主的确很有做领导者的潜力 刚才那番话说得生情并茂 慷慨激昂地 站在一旁负负责守卫的标师 赤甲军 全都听得热血澎湃 恨不得直接跳下城墙 游过黄河和东蛮人决一死战 就连金风的心跳都不由自主加快几分 正在感慨呢 金风看到九公主冲他使了个眼色 知道该自己上场了 金风便上前一步 冷声说道 放二号烟火 是 大流掏出火柴 点燃早已准备好的烟花 碰 碰 随着两声巨响 空中出现两团黑烟 久久不散 北城墙上的烟花升空不久 城外六七里外 也有两团一模一样的烟花升空 黄河北岸往西石基里 有一片芦苇荡 张良带着标师就躲在这里 看到金城黄河对岸传来的烟花 张良的眼神陡然变得凌厉起来 所有人 战斗准备 随着张良一声令下 原本坐在芦苇荡里休息的标师们 立刻行动起来 仅仅十几分钟后 树狮匹战马便冲出芦苇荡 跑到不远处的关道上 每匹战马后边 都拴着一根带着树叶的树枝 大康的关道都是土路 树枝拖在地上带起大量尘土 芦苇荡里 标师们也拿出一盘盘细绳 拴在芦苇上 大康的都城便凉 距离黄河比金峰前世的开封更近 在北城墙上便能看到黄河北岸 驻扎在黄河北岸的东蛮人也看到了 南蛮子放烟干什么 耶律树问道 大王赎罪 属下也不知道 但是已经派人出去打探了 副将说完 害怕耶律树生气 赶紧指着西边说道 那边也有 探出结果了 速来告诉我 耶律树低哼一声 又进帐篷去了 副将派出去的探子 骑得都是快马 很快就发现了芦苇荡周围的异样 赶紧回来报告 报告大王 十二里外的芦苇荡 发现敌人 大康皇帝的胆子舰长啊 竟敢派兵靠近咱们十二里 耶律树吃笑一声 问道 敌人有多少人 芦苇荡外有敌人的斥候和巡逻队 我等不敢靠近 不知具体数量 探子回答道 但是芦苇荡外的官道上 尘土飞扬 芦苇荡里的芦苇 也全在晃动 想来人数不少 队长让我回来报告大王 他带着人继续打探 哦 耶律骑眉头微皱 看到对方骑号了吗 是大康乃之兵吗 对方打的是黑棋 第一次见 在芦苇荡外巡逻的君族 也全都身着黑甲 黑棋黑甲 莫非是金川的镇远镖局 耶律骑从桌案文书里 抽出一张纸 指着上面问道 是不是这样的棋子 对对对 就是这个 探子赶紧点头 还真是镇远镖局啊 耶律骑的眉毛挑了挑 我说大康皇帝 怎么突然有胆了 原来是金风来了 大王 信冯的说过 金风的镇远镖局 可不好对付啊 副将脸色变得慎重起来 信冯的威严耸听而已 你们还真被吓住了 耶律树冷哼道 金风能在清水谷打败党项人 主要原因是 占了地形便宜 在大满坡能打败丹珠 是史记破了丹珠的军马营 这里的地势一马平川 咱们大营内又没俘虏 金风就算有万般计策 又能奈我何 高原上的嘎达 平定诸多部落之后 一直求贤若渴 冯先生费了不少手段 成功进入嘎达的视野 然后凭借三寸不烂之蛇 很快获得了嘎达的信任 大满坡一战之后 嘎达得知丹珠全军覆没 震怒不已 当即便决定领兵东径 为丹珠报仇 好好教训大康 但是却被冯先生劝阻了 建议嘎达联合党项和东蛮 一起对抗大康 吐蕃刚刚经过数十年的混战 鸣声凋敝 独自对抗大康 的确有些力不从心 嘎达深思熟虑之后 便同意了冯先生的建议 还派他作为使者 去联合党项和东蛮 沁怀的铁灵军 如今装备了大量重母和投石车 借助地形优势 把党项人死死挡在外面 党项人正为此头疼呢 冯先生去了 双方一拍即合 党项人也派出使者 和冯先生一起前往东蛮 可是到了东蛮 冯先生就没那么顺利了 东蛮的势力比党项强得多 又没吃过金风的亏 大部分高层压根就不信冯先生的话 在东蛮人心里 大康就是一块肥肉 饿了馋了 就去割一块 当年党项人跟在他们后边威胁大康 东蛮人心里已经有些不满 如今 冯先生又要联合三国 一起攻打大康 摆明了是要瓜分大康 要是大康没了 东蛮人以后还怎么割肉 所以 东蛮王庭的可汗 直接拒绝了冯先生的提议 加上去年冬天遭了寒灾 所以积血融化后 可汗就立马派左贤王耶律 竖来大康 一是敲诈勒索 二是向党项和吐蕃炫耀武力 党项和吐蕃连大康的边境都打不进去 东蛮却直接打到大康独城 这样一来 东蛮自然能压党项和吐蕃一头 从头到尾 耶律术都没考虑过自己会失败 黄河沿岸一马平川 他实在想不到 金风凭什么阻拦他的三万骑兵 不过作为一个酒精沙场的老将 耶律术也没敢轻敌 教训完副将之后 便下令增加巡逻队伍数量 命令下达不久 就听到外面传来铜锣声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耶律术皱眉向外面喊道 秦卫进来报告道 报告大王 探子回来了 后边有镇远标局的人在追杀他们 请敢追杀我的人 耶律术怒声问道 对方来了多少人 不多 只有七人 秦卫回答 拖连队长已经派人去追杀他们了 哼 抓住他们之后 丢把皮疤了 掉到大营外边 是 清卫赶紧答应下来 对了 探子回来了吗 耶律术问道 回来了 清卫刚回答完 大腿和肩膀上 都带着箭矢的探子 被人搀扶着过来了 你发现了什么 这远标局要追到这里杀你 耶律术问道 回禀大王 我让人引开敌人的巡逻兵 靠近芦苇荡查看 发现他们用绳子拴着芦苇晃动 其实藏在里边的人不多 探子队长回答 大路上的烟尘看起来遮天蔽日 其实是他们用战马 拖着树枝故意弄出来的 他们所有人加起来 绝对不超过三千人 我刚才还纳闷呢 一个标局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马 原来是虚张声势 耶律术露出恍然之色 怪不得他们要追杀你这么远 原来是被你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说完 看向探子队长 你的人回来了几个 只有我逃了回来 其他人都被杀死了 探子队长低头回答 你们都是草原的勇士 耶律术说道 我会记住你们的 回去后 死去的兄弟 每家奖励一头牛 十只羊 多谢大王 探子队长赶紧谢恩 东蛮可汗 不会选择一个纯粹的蟒夫 作为左贤王 耶律术虽然脾气暴躁 但是对待下属还是很大方的 作战也称得上游勇有谋 探子前脚离开 一个叫拖连的队长又过来了 刚才标师追杀东蛮探子 一直到大营几百米外 东蛮人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当时就派出一支百人骑兵队 举围杀标师 负责围杀的小队 就是由这个叫拖连的小队长 负责指挥 抓住标师了吗 耶律术问道 大王恕罪 我们追了七八里 眼看就要追上了 对方突然又出动了三百多骑兵 拖连跪在地上说道 他们都穿着黑甲 我们的弓箭根本射不破 他们还有很厉害的弩弓 我发现奈何不得对方 便带人撤了回来 弓箭射不破的黑甲 这应该就是冯胜所说的 黑甲战队吧 耶律术露出思索之色 既然已经识破了 镇远标局的诡计 耶律术当然要做出反应 片刻之后冷声说道 下令生火做饭 我倒要领教一下 黑甲战队是否真的能以一敌十 在东蛮大营东侧 有一条水渠 可以把黄河水 引到北岸灌溉粮食 随着耶律术一声令下 整个大营迅速行动起来 火夫在上游位置挑水做饭 士兵也从下游打水喂马 所有人都没有发现 在水渠上游几十米外 有个伪装的人趴在草丛中 正冷冷地盯着他们 此人正是猴子 他已经在这里趴好几个小时了 在猴子面前 有一根主管 主管里是一把细绳 这根主管 是他昨夜趁黑埋下的 一直通到渠边 看到东蛮人开始打水做饭 猴子缓缓拉动细绳 昨夜放在水渠中的几个牛皮布袋 袋口先后打开 袋子里的药粉随着水流淌了下去 确认所有绳子都已经拉过之后 猴子掏出个竹哨塞进嘴里 竹哨发出的声音和鸟叫差不多 根本没引起东蛮人的注意 片刻之后 几百米外 有处地方也发出同样的声音 猴子他们就靠着这种办法 把消息传到了几里之外 几分钟之后 东边几里外 又一道烟柱升空 这道烟柱在黄河北岸 立马引起了东蛮人的注意 不用耶律书下令 副将马上派人去烟柱冒起的地方查看 可是等他们到了地方 早就没人了 卢尾档里 张良看到烟柱 立刻叫来大壮 大壮 猴子发信号来了 该你们上场了 张良重重拍了拍大壮的肩膀 这次的任务极为危险 一定要小心 队长你就放心吧 保证完成任务 大壮拍了拍胸脯 转身离开 片刻后 三百黑甲骑兵在大壮的带领下 冲出卢尾档 张良带着剩下的标诗 拉着组装好的众母和投石车 也开把向东进发 北城墙上 金峰看到烟柱之后 一直在关注西方 当从望远镜里看到黑甲骑兵 金峰马上打了个手势 十几分钟后 第一个热气球便从城南升空 紧接着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快看 天上是什么 我说我看到有一座房子飞在天上 你们还说我吹牛 现在信了吧 我的天 这么大房子 怎么飞到天上去的 一个个庞大的热气球 从金城上空掠过 无数金城百姓涌到街道上 仰头观看 此时热气球升空不久 飞得还不算高 所以看起来格外庞大 格外震撼 和百姓一样震撼的 还有北城墙上的文武百官 当城牌的热气球 从头顶掠过的时候 压迫感扑面来 一些胆小的文官 吓得腿肚子打颤 扶着城墙才能站稳 不过是几个热气球而已 看你们一个个的城河体统 陈吉撇了文武百官一眼 不满说道 完全忘了 他自己第一次见到热气球时的表现 陛下 热气球是何神物 沁国公两眼放光地问道 是金先生最新发明的一种 可以带人飞到天上去的屋子 陈吉镇定自若地解释道 可以带人上天的屋子 沁国公大吃一惊 这个屋子里有人 当然有人 要不然他怎么飞起来的 每个屋子里 有多少人 沁国公又问道 这 陈吉噎了一下 但是很快反应过来 此乃机密 不该问的别问 是 陈之罪 沁国公自然看穿了 陈吉的小心思 但是在朝堂私混那么多年 当然不会点破皇帝 赶紧攻身认错 心里却想着 等这一战之后 一定要找金锋问个清楚 如果能给庆怀的铁灵军 也弄几个热气球 那就太好了 金锋没有去管陈吉装十三 趴在城墙上 用望远镜死死盯着黄河北岸 用不到几千人 对抗对方三万人 即便张良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金锋依旧很担心 随着热气球飘过黄河 大壮带领的三百黑甲骑兵 也到了距离东蛮大营两里之外的空地上 东蛮大营 耶律树刚刚吃完早饭 得知消息 赶紧跑出帐篷 大壮带领的黑甲骑兵他毫不在意 就算对方能以一敌时 也不过三百人 他有十足把握干掉大壮他们 真正让他的担心的是 越来越近的热气球 未知的东西才是最恐怖的 把神剑手都叫过来 把这个东西给老子打下来 耶律树咒没喊道 东蛮是游牧民族 族人都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各个宫马贤熟 能被叫做神剑手的 都是剑术极为高超之人 随着耶律树一声令下 神剑手们全都背着弓箭跑出大营 当热气球经过他们头顶的时候 神剑手们纷纷弯弓搭箭 对准热气球 可是热气球飞得太高 箭矢射程差得太远了 大王 咱们之前从大康军中 缴获了几座重弩 副将小声提醒道 对了 还有重弩 快拉过去 耶律树也反应过来 赶紧下令 可是老鹰早就防着重弩呢 此时热气球已经飞得很高 重弩也打不到 耶律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热气球 飞到大营上方 高空中 老鹰趴在吊篮旁边 向下俯瞰 确认热气球都飞到了预定位置 老鹰抬手射出一支响箭 他身后三个标识相视一笑 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手雷和油弹 用油灯点燃引线 扔了下去 他们的目标是轰炸帅棋位置的耶律树 但是热气球飞得太高了 不管是手雷还是油弹 飞下去都会偏离原定目标 其他热气球也和他们一样 很难击中瞄准的目标 三万人马的营地 占地方远好几里 就算扔偏了 也不可能偏到营地外面 片刻后 东蛮人营地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爆炸声 喊叫声 战马斯鸣声 声声入耳 其实 金风制作的手雷威力有限 对于占地好几里的营地来说 造成的破坏力并不大 但是震慑力大呀 东蛮人还处于部落时代 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仗 直接被打懵了 整个营地瞬间乱成一团 耶律树抬头看着天空 双目几乎喷火 他此时终于知道天上这些黑疙瘩 是干什么用的了 明白又有什么用吗 对方飞在天上 他想打也够不着 只能被动挨揍 冯先生到了东南之后 耶律树专门派人打听过清水谷和大满坡战斗 也早就知道闪光弹和手雷的存在 在来大康之前 他就安排人提醒过士族 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 但是他没想到 金风会用这种办法来扔手雷啊 不过到底是老将 耶律树很快回过神来 拉着副官喊道 传令下去 所有人都立刻上马 避开这些黑疙瘩 是 副将赶紧去传令 咚咚咚 沉闷的鼓声响起 士族们纷纷冲向自己的战马 耶律树正准备说话 突然觉得 腹中传来一阵剧痛 此时战斗打得正激烈 耶律树只能夹紧双腿 死死忍住上厕所的冲动 副将牵着战马过来 耶律树正准备上马 突然听到战马的肚子 也传来咕噜咕噜的声音 千马的副将 脸色也很不对劲 你怎么了 耶律树问道 肚子有点不舒服 副将低着头回答 你的肚子也不舒服 耶律树立刻意识到了问题 环顾四周 果然很多士族 脸色都不对劲 不少人都夹着腿 耶律树刚准备说话 身侧的战马突然躁动起来 这匹战马 可是草原有名的宝马 个头高大不说 爆发力和耐力 也都是一等一的 曾经在一次战斗中 这匹马被砍了三刀 屁股和腿上中了四箭 但是依旧驮着耶律树 坚持到战斗结束 这还是耶律树 第一次见到战马如此躁动 战马对于骑兵来说 宛如妻子儿女 耶律树刚准备上前安抚 腹中的疼痛 突然变得剧烈无比 然后他看到战马的尾巴翘了起来 紧接着就听到扑的一声 马屁股后边喷出一道利剑 站在一丈多远的两个轻位 被喷了个满头满脸 这匹战马的释放 就像是点燃了某个信号 整个营地的战马都开始了 其他战马 虽然没有耶律树的宝马喷得远 但是数量多呀 紧接着 不少士族也忍不住了 纷纷捂着肚子 脸色痛苦地蹲到地上 人都忍不住 何况战马呢 其他战马 可没有宝马的忍耐力 根本忍受不了腹中剧痛 开始了丝鸣狂奔 一时间 东南营地到处都是横冲直撞的战马 狂奔的同时 屁股后边 还时不时地往外喷一阵 原本就混乱的东南大营 变得更加混乱了 这种场面 连远在城墙上的金风 都忍不住感叹 我去 这可真是自由飞翔啊 之前他还担心猴子失手了 现在他终于放心了 转头冲着大刘说道 放三号烟花 看着北城墙上的烟花 老鹰立刻下令 发动第二轮轰炸 不过这次不再使用手雷 而是换成了闪光弹 有了上次的教训 老鹰也不再要求士族 瞄准叶绿树的率仗了 任由他们随便往下扔 可是好巧不巧 这次偏偏有一颗 落到叶绿树面前不远的地方 虽然闪光弹的效果 在白天会大打折扣 却也让叶绿树 觉得眼前一白 瞬间成了瞎子 他周围的东南士族 也同样如此 大家都别慌 是这远标局的闪光雷 过一会儿就好了 叶绿树忍着腹痛 开口喊道 闪光弹在白天的效果有限 真正被闪下的士族占比不大 大部分东南士族 都只是觉得眼睛有些不适 多少还能看见 到底都是老兵 很多士族经过最初的恐惧 已经有不少人回过神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人可以克服恐惧 但是战马不行啊 战马本来就被爆炸声和腹痛惊住了 现在又被闪光弹来了这么一下 更加焦躁不安 任凭东南士族如何安抚 都无法控制 在营地中冲撞得更加厉害了 老鹰在天上发现 扔闪光弹造成的混乱比手雷更大 立刻要求彪尸 尽量以扔闪光弹为主 而且光挑战马密集的地方 等东南营地彻底混乱之后 老鹰朝着西方大壮所在的位置 发射了一枚响剑 早已等候在营地西方的大壮 拔出黑刀 冷声喊道 兄弟们 跟我冲 干掉叶绿术 每人奖银二十两 冲 大壮身后 三百名黑甲彪尸一起拔出战刀 三百黑甲彪尸宛如一柄黑色利刃 切入东南大营 在老鹰的指引下 直奔叶绿术所在的帅杖 封建时代 没有无线电 士族攻防作战 全都看棋子 帅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一支队伍的精神支柱 张良这次给大壮的任务 就是斩掉叶绿术的帅棋 三百人在三万骑兵的保护下 斩棋夺帅 就算天上有老鹰等人配合 也是极其危险的任务 所以 城墙上的金风和九公主 才会那么紧张 好在老鹰提前投掷了大量闪光弹 大壮前进路上的东南士兵 几乎都成了瞎子 还是自由飞翔的瞎子 标识骑兵队 一直突进大半 都没有遇到任何抵挡 可是好景不长 距离耶律术率胀 还有三百多米的时候 闪光弹的效果开始失效 东南士族先后恢复势力 发现黑甲骑兵之后 立刻忍着腹痛组织抵抗 大壮他们 既然敢来闯赢夺帅 就早就做好了准备 不光他们自己全身黑甲 坐下战马 也全副武装 东南人马 处于自由飞翔的状态 又乱成一团 除了附近的士族 其他人根本不知道 黑甲骑兵来闯赢了 更无法组织出太有力的抵抗 大壮等人 从战马搭连中取出手雷 用准备好的火折子点燃 向四周扔去 东南人刚刚组织起来的抵抗 瞬间被手雷瓦解 天空中 老鹰等人 也不济余力地帮忙掩护 其实 热气球的载重能力还是很强的 前世很多旅游景点的热气球 都能携带十几个人 那是各部门严格要求 如果不考虑安全问题的话 载客数量 或许可以再翻两三倍 老鹰曾经做过类似实验 也证明了这一点 平时金风也要求老鹰注重安全 但是这次是打仗 自然不能按照平时的标准来 所以 这次老鹰在保证热气球能飞的前提下 尽量多地携带物资 这时候 物资就派上了用场 手雷 闪光弹 火油弹 在避开黑甲骑兵队的前提下 不要前一样往下扔 在老鹰等人的掩护下 黑甲骑兵队不断突进 大壮首当其冲 第一个冲到耶律树的大仗之前 此时 耶律树刚刚恢复部分势力 还看不太清 只是模模糊糊看到有人马靠近自己 一边冲着人影挥舞战刀 一边愤怒咆哮道 二等小人 有本事别用此等诡计 硬碰硬跟老子打一仗 有本事 你们别骑战马 早就把你们打到姥姥家了 大壮躲过耶律树的战刀 用黑刀反手一挑 把他持刀的右手连同战刀一起削掉了 跟在后边的两个标师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绳子 直接往耶律树腰上一套 拉着就走 至于耶律树周围的亲卫 副将早就被其他标师干掉了 大壮抡起黑刀砍倒帅棋 掉头就走 城墙上的陈吉 放下望远镜 忍不住拍手称快 标师们的配合都太默契了 从头到尾分工都非常明确 行动过程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闯赢 抓住耶律树 砍倒帅棋 一气呵成 从容不迫 就连金锋也忍不住激动地握紧拳头 在他和张良的计划中 闯赢夺帅是这场战斗中最为艰难的部分 金锋甚至跟张良说过 如果不行就放弃夺帅 结果谁知道 大壮竟然完成了这个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且如此顺利 其实 这要归功于老鹰和猴子 老鹰不光扔了大量的闪光弹 热气球还吸引了很多东蛮士族的注意力 毕竟头上随时要落下炸弹 是个人都会害怕 所以 不少东蛮士族都仰头看着天上 以免炸弹落到自己头上 剩下的士族要么被闪瞎了 要么在追赶 被猴子吓了药 到处乱跑的战马 整个东蛮营地一片兵荒马乱 到处都是爆炸声 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黑甲战队来闯赢了 这也让大壮他们钻了个空子 标师扔了几个火油坛 点燃椰绿树的帅杖 带着椰绿树从原路杀出东蛮大营 一直到这时候 绝大多数东蛮人 还不知道他们的主帅被人抓走了 太好了 成功了 老鹰在天上看着大流等人冲出敌阵 兴奋地忍不住仰天长笑 大壮他们冲出东蛮人大营之后 一路向西 很快和带人赶来的张良碰了头 梁哥 我们做到了 大壮把椰绿树拖到张良面前 扔到地上 对于大壮能这么快把椰绿树抓来 张良也非常意外 下意识看向黑甲骑兵队 发现并没有大规模检员 张良便没有询问战损 而是看向大壮问道 东蛮大营现在什么情况 还能什么情况 乱成了马蜂窝 大壮兴奋地 把自己看到的情况说了一遍 这么乱 张良文言眉头微皱 其实按照计划 他带人靠近东蛮大营 是准备掩护大壮他们的 抓住椰绿树 今天的目标已经完成 可以回去了 但是得知东蛮大营乱成一团 张良突然决定不回去了 而是扭头喊道 东子 放九号烟 按照他和金峰商量好的暗号 九号烟柱表示 战场上遇到了突发情况 询问金峰 他能不能做主 如果金峰用蓝色烟柱回复 就是同意 如果用红色烟柱回复 就表示不同意 金峰一直观察着战场 看到张良释放的烟花之后 立刻决定放权给他 张良看到蓝色烟柱 第一时间喊道 黑子 动手 是 队伍里有个标师答应一声 立刻带着人 从板车上 取出藤条编织的板子 开始组装吊栏 另外几个标师 已经开始熟练地 往气球里灌注热气 他们都是老鹰培养的飞行员 特意派来 听从张良调遣的 趁着黑子等人 组装热气球的空档 张良这才拍着 大壮的肩膀说道 辛苦了 回去第一时间给你们报工 哈哈 那必须的 大壮高兴的嘴角 快裂到耳朵边上了 先别急着高兴 等下说不定还有硬仗要打呢 张良瞟了大壮一眼 便准备转身离开 这也是 他比金风 更适合带兵的原因 金风看到有标师战死 心里就会不舒服 可是打仗哪里有不死人呢 在张良看来 只要大壮他们 能顺利斩气夺帅 就算死掉三分之一的黑甲标师 他也能接受 在黑子等人的努力下 一个新的热气球 很快飘了起来 张良从战马搭连中 拿出望远镜 钻进吊篮 良哥 你这是要干什么啊 大壮拉着吊篮边缘问道 攻打东蛮大鹰 就靠咱们这点人 攻打东蛮大鹰 大壮怀疑自己听错了 他们蛮打蛮算才两千人左右 东蛮人可是三万兵马呀 就算被炸死 闪下不少 也不是两千人能打得过的吧 如今东蛮人遭遇重创 完全被打蒙了 斗志全无 耶律术又被咱们抓住 连人指挥都没有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 如果等他们回过神来 一哄而散 反而麻烦 张良解释道 所以 接下来 咱们要打印仗了 不成功 变成人 大壮 你听我说 等一下你带人去北边 张良站在吊篮里 给大壮和几个连长 开了短暂的作战会议之后 便让黑子控制热气球升空 东蛮人从大康军队中 缴获的几座重弩 已经被大壮他们炸毁了 所以 热气球飞到一百多米高 张良就让黑子停止继续升高 让人用绳子拴住 耶律术和东蛮帅棋 掉在距离地面 二十三米的地方 还找来几匹战马 拖着热气球 这样一来 地面上的东蛮士兵 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耶律术和帅棋 张良站在吊篮中 整个东蛮大营 尽收眼底 用望远镜观察了几处 关键地点 果断让骑手传令 地面上 大壮虽然依旧有些觉得张良的想法太冒险 但是看到命令 二话没说 立刻把三百黑甲骑兵分成了两队 一对原地待命 大壮带着另外一队 调转马头向北狂奔 其余没有战马的镖师 也和大壮他们一样 分成两队 一对原地待命 一对向北跑步前进 等到大壮他们离开之后 张良则带着另外一半镖师 禁止杀向东蛮大营 城墙上 文武百官全都看得头皮发麻 镖师的指挥官是谁 他想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这个阵型摆明了是要强攻 他们疯了吗 竟然想靠这点人去强攻东蛮大营 金锋是疯子 他带出来的人果然也是疯子 高大人此言诧异 两军对战 拼的就是一股血勇之气 刚才标识只有数百人去闯赢夺帅 诸位大人也说 他们疯了 可是结果呢 他们不仅成功了 还全身而退 几乎没有伤亡 那是因为东蛮人乱套了 知道闯赢夺帅的人不多 要不然他们不可能成功 别管因为什么 反正他们成功了 一次运气好 不代表次子运气都好 高大人错了 这不是运气 而是胆气 是勇气 文武百官争执起来 主和派觉得张良太冒险了 带人强攻是在自寻死路 主战派则觉得张良可以再次创造奇迹 金锋看着下边也紧张地手心冒汗 他虽然也在清水谷打过以一敌十的战争 但是清水谷地形特殊 他才可以成功 黄河北岸一马平川 甚至连个壕沟都没有 张良没有任何地形优势 唯一能做的就是强攻 总共就才两千人 还奋兵两处 梁哥是怎么打算的 九公主放下望远镜 担忧问道 如果我没猜错 梁哥准备用耶律术和帅骑 吸引大部分东蛮士族的注意力 然后让大壮抢夺对方的军马赢 金锋猜测道 东蛮人来中原三万人 基本一乘两骑 多带一匹马 既能快速赶路 回去的时候也能驼战利品 一般来说 骑兵安营扎寨之后 会把战马集中起来 由专门的马夫来喂养管理 这样可以尽量保证骑兵的休息时间 让他们随时保持战斗力 但是有了大猛坡难民 抢夺军马营的前车之舰 耶律术安营扎寨之后 把六万匹战马中的一半 分散养在营地各处 由骑兵轮流负责喂养 这样虽然会让营地里的空气变差 也会给骑兵们增加额外的负担 却非常安全 一旦发生战斗 骑兵们也能以最快速度骑上战马 进入作战状态 只可惜 耶律术怎么也没想到 猴子会在水里下药 此时这一半 战马九成都失控了 整个东蛮大营里所有帐篷 几乎都被横冲直撞的战马撞翻了 至于另外一半不用出战的战马 还是按照传统方法 统一关在军马营 由马夫喂养 耶律术把军马营放在了大营北边 刚才金风没说 九公主还没发现 大壮带着一群彪尸 不正是在往北边去吗 耶律术可派了不少人看守军马营 我觉得大壮他们胜算太小了 九公主说道 要不然发个信号 让梁哥放的性格回来 说说他的想法 绝对不行 金风毫不犹豫摇头 我既然让梁哥指挥这次战斗 就不能在中途指手画脚 否则会破坏梁哥的计划 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 金风虽然不知道张良的具体计划 但是他相信 张良既然敢这么做 肯定有把握 好吧 九公主见金风这么说 只能微微点头 金风也再次举起望远镜 张良 大壮 东 军 满 马 大 营 营 这便是此时战场上的大带地形 此时 大壮带着一百多骑兵 已经跑到了军马营西侧 金风本来以为他会带人强攻军马营 抢夺东蛮人的战马 结果谁知道 大壮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继续往北跑了好几里才停下来 落过一片杂树林的时候 每人都下马砍了一些树枝 拴在马后边 然后骑着战马 肆意奔跑 带起漫天灰尘 南方战场上 张良看到北方的情况 立即寻找一处最为混乱的切口 让全副武装的黑甲骑兵 排成箭矢阵阶行 顶到最前便 义无反顾地扎进东蛮大营 步兵标师 则以盾牌手 刀手 长矛手 依次排列 跟在骑兵后边 此时东蛮大营依旧乱成一团 从各级队长到普通士族 几乎全都蹲在地上 拉得直不起腰 要是随时注意着 到处乱跑的战马 这种情况下 就算有个别队长 强忍着腹中剧痛站出来指挥 也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 标师们遇到的抵抗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就这么硬生生 冲入了东蛮大营 耶律树被杀了 你们被包围了 缴械不杀 所有标师齐声大喊 此时东蛮大营兵荒马乱的 如果一两个人喊话 根本听不到 但是上千人一起喊 那声音就盖过了所有噪音 远在城墙上的金风 都听得清清楚楚 稍微愣了一下 然后笑了起来 金风 这时候你还笑得出来 陈吉舟没说到 你的人只有那么点 深入敌营就算了 还敢喊着包围了人家 真是胆大包天 快传令让你的人撤吧 要不然等东蛮人反应过来 他们想撤也撤不掉了 陛下 这不是胆大包天 而是心理战 金风笑着说道 什么心理战 陈吉问道 怎么跟你说呢 金风想了一下 说道 陛下你坐在城楼上 居高临下 自然知道梁哥他们没有多少人 但是陛下 你把自己想象成 一个普通东蛮士兵 在东蛮大营里 你会知道 敌人有多少人吗 陈吉歪着头想了一阵 有些明白金风的意思了 是啊 他坐在数十米高的城楼上 手里还有望远镜 所以知道张良没多少人 但是东蛮大营方圆好几里 绝大多数东蛮士兵 都只能看到自己周围十几米 在远一些的地方 就被帐篷 人马挡住了 整个东蛮大营都乱成一团 他们哪里知道 张良有多少人 看着北方扬起的漫天烟尘 加上之前到处都是爆炸声 到处都是战马斯鸣声 很多东蛮士族 不由开始怀疑 难道真被包围了 这一招是张良今天第二次使用了 也曾被耶律树识破 但是普通东蛮士族不知道啊 最让东蛮士兵绝望的是 他们的大王耶律树和帅齐 已经被标师们吊了起来 大王都被抓了 帅齐也被砍了 还打个毛线啊 当然也有东蛮士族不认识耶律树 怀疑标师在炸他们 转头去砍中军大仗 这时候打仗没有无线电 所以中军大仗旁边都会建一个高台 指挥官发布命令之后 骑手会站在高台上 挥舞旗子传令 此时 耶律树的中军大仗 早就被大壮他们烧了 高台自然也跑不掉 早就被炸散了 所以 那些有所怀疑的东蛮士族 看过去的时候 也绝望了 帅齐真的不见了不说 连高台都没了 耶律树被杀了 你们被包围了 投降不杀 标师们一边继续怒吼 一边冰冷地扫尸四周 但凡有不扔掉武器 没有跪在地上的 格杀勿润 主帅被抓 对于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 加上全员窜息 东蛮人的指挥系统彻底崩溃了 当标师杀来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东蛮人 选择了扔掉武器 跪在地上投降 不投降没办法呀 窜息窜的腰都直不起来 马也跑了 这招还怎么打 一场战斗中 投降是会传染的 远在城墙上的金风 九公主和陈吉等人 眼睁睁看到越来越多的东蛮士兵 跪到了地上 短短十几分钟 整个东蛮大营 竟然跪了一地 黑子 放响剑 让大壮他们以最快速度控制军马营 饶氏以张良的沉稳 也没想到这一战会如此顺利 激动地微微发抖 是 黑子赶紧释放响剑 张良知道 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一边观察战场 一边命令骑手 下达一条条命令 此时 张良手里骑兵步兵加起来 不过才千人左右 但是为了制造出人更多的假象 他竟然把千余标师 分成了数十队 分散到大营各处 这样就会给东蛮人一种 标师来了很多人的错觉 但是这样做也非常危险 万一东蛮人察觉过来 就可以把他们包围起来 逐一击破 所以 张良此时的做法 就是一场比空城记 更加惊险的豪赌 赌赢了 他们将会赢得一场 史无前例的战争 赌输了 命就没了 战场北方 大壮没有骑马狂奔 而是一直盯着南方 当看到黑子的响剑 马上让骑兵们扔掉树枝 返回南方 此时不幸而来的标师 也赶到了军马营附近 正在路边休整 这是什么情况 大壮从望远镜中 看到东蛮大营跪了一地 满脸不见 按照计划 他要先在北方为张良造势 然后等张良把东蛮人的注意力 吸引到南边之后 他再带着黑甲骑兵 和标师步兵 强攻军马营 就算他们 不能占领军马营 也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军马营里的战马都放跑 猴子在河里放的药 是魏无牙专门配置的 吃下后两颗钟发作 然后会窜息三到四天 战马虽然体型庞大 那药性比人更强 但是他们喝得多呀 没有一两天 别想好起来 就算好了 连这窜息一天 好马也能让拉成软脚下 如今耶律树已经被擒 只要大壮再成功攻破军马营 这场仗就赢了大半 毕竟没有了主帅 又没有了战马的东蛮大军 就和没牙齿的老虎差不多 大壮早就知道 耶律树在军马营周围 布置了重兵把守 所以来之前 他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 可是谁知道自己 只是带人去北边扫了扫地 再回来军马营的东蛮士兵 就全脚械投降了 大壮虽然一头雾水 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他却没有过多犹豫 当即下令让步兵标师分成两队 一队捆绑投降的看守士卒 一队开始去转移战马 城墙上 金锋激动地握紧拳头 他没想到 张良真的打赢了 九公主比金锋更激动 狠狠在城墙上砸了一下 转头喊道 秦镇 快 你亲自带领进军和左校卫过河 帮助镇远镖局看管战俘 金锋文言也马上意识过来 张良他们让东蛮人投降 许巧的成分太大 如果迟迟没有人去捆绑看押俘虏 东蛮人肯定会很快反应过来 到时候万一引起滑变 那就麻烦了 所以必须要尽快派人去接收俘虏 而京城周边除了城内的进军 只有太子的东宫六率和城外的左校卫 东宫六率虽然之前由秦忠带领 但是此时秦忠已死 秦镇也没抽出 手去清理 自然不能用 能用的只有进军和左校卫 秦镇转头看向皇帝 建臣即点头 又看向九公主 殿下 带多少进军过河 这还用问吗 能带多少带多少 九公主说道 此时城内说不定还有太子的余念 我把进军带走了 万一他们在抱起闹事怎么办 秦镇问道 皇宫内有镖师和赤甲营 天上还有热气球 太子余念休想闯进来 九公主瞟了一眼闻五百关 冷声说道 至于皇城外 随便他们闹腾 就怕他们没有那个胆子 太子余念说的就是 权贵暗中培养的死士和打手 只要守住皇城 他们再闹腾 也无关大局 反而会暴露出来 等北岸战事结束 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不言而喻 听舞阳的 快去吧 陈吉见秦镇还有点犹豫 开口说道 皇帝亲自下令 秦镇便不再迟疑 一边往城楼下跑 一边叫来副手 让他去给左宵卫和密碟斯传令 远在十几里外 看守渔船的密碟斯小官 看到京城传来的狼烟信号 第一时间带领渔船顺流而下 秦镇也以最快速度 集合了数千进军出城 每个人都背着一盘麻绳 到了黄河边上 渔船组成的船队正好赶到 不用秦镇下令 密碟斯的人立刻组织渔夫 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木板 开始搭建浮桥 东蛮人已经缴械投降 有数千进军加入 很快就把东蛮人都捆绑完毕 此时绝大多数东蛮人还在窜息 但是为了活命 只能任由进军和镇尸捆绑 捆绑完东蛮士族 进军和镇尸又开始去抓捕战马 此时战马已经过了最初的痛苦阶段 加上老鹰不再投掷闪光弹 战马逐渐恢复平时的温顺 城墙上 看着忙活的镇尸和镇尽 金峰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站在一旁的陈级和文武百官 更是震撼的头皮发麻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大猛坡一战之后 镇远镖局和黑甲战队战斗力就传了出来 可是绝大多数权贵都认为 这是九公主和庆兴尧 要为金峰的镇远镖局邀功 故意夸大了镇远镖局的战绩 所以 哪怕百姓把镇远镖局和黑甲战队夸上了天 权贵们依旧不屑一顾 反而认为百姓愚昧 轻易被说书先生糊弄了 五百人怎么可能杀穿五千吐蕃精锐的围剿 但是今天 所有战斗都发生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他们亲眼见证了整个战斗过程 大壮带领三百黑甲骑兵 硬生生杀穿东蛮大营 成功擒拿敌手不说 张良还胆大包天地带着两千人 向东蛮大营发起了强攻 最不可思议的是 张良还成功了 此时此刻 不知道多少权贵在偷偷掐自己的大腿 以证实 这不是一场梦 在看向金锋的时候 眼神也都变了 之前到了北城墙 九公主曾经给金锋介绍过沁国公 在金锋崛起之前 沁家对金锋也算照顾 要不然 金锋都没办法在京城顺利开店 虽然金锋明白 沁国公这么做 出发点是沁家的利益 但是金锋依旧感谢 加上沁怀和沁木兰兄妹这层关系 所以金锋见到沁国公也没拖大 以晚辈的身份行礼 但也仅此而已 根本没有权贵们想象中的那种谄媚和攀附 当时还有不少文武百官在心里付费 觉得金锋在装大尾巴狼 在文武百官眼里 金锋就是个靠着九公主 和沁家胡家虎威的钻营者 结果见了沁国公 却摆出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 不是大尾巴狼是什么 但是现在他们明白自己错了 错得离谱 金锋哪里是胡家虎威 这是一只真正的猛虎啊 不少权贵在心里开始盘算 回头一定要找机会和金锋拉近关系 九公主也和金锋一样 看到北方占据大势已定 目光也收了回来 转身看向城内 金锋知道 还在担心太子余孽便出声安慰道 放心吧 进军很快就能返回 太子余孽不敢出来闹事的 我不是担心他们出来闹事 而是担心他们不出来 九公主摇头说道 他们出来了 直接摁死就行 就怕他们继续潜伏下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蹦出来 是啊 只可千日做贼 不能千日防贼 看不见的刀子 才是最可怕的 金锋问道 那你准备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扩大密蝶丝 就算他们藏得再深 也要把他们给挖出来 九公主冷声说道 金锋闻言 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密蝶丝 其实就是特务情报机构 和前世历史上的东厂 西厂差不多 最初建立的时候 东厂西厂 的确为皇帝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帮助皇帝稳定了统治 深受皇帝信任 给予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到了后期 东厂西厂便开始膨胀起来 在朝堂上翻云弄雨 疯狂打压对手 排除一击 弄得从朝堂到民间 从国公到普通百姓 都人心惶惶 金锋本来想提醒一下九公主 但是想到大康如今的现状 又打消这个念头 重镇下猛药 乱世用重点 此时的大康 几乎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 太子和权贵都敢做出攻打皇城 逼宫篡位的事情 如果九公主不使用铁血手腕 很难镇压 大康也很难恢复秩序 这种时候 九公主扩大密碟司 是有必要的 大不了等稳定下来 再劝九公主取缔密碟司 建立更加完善的司法机构 先生 你准备如何处置这些东蛮人 九公主问道 直接杀了 还是和那些土匪一样 关起来挖矿 不杀也不关 金风淡淡说道 先关一阵子 等他们养好身体 发点干粮 让他们回去 放他们回去 还给他们发干粮 九公主不可思议地看着金风 为什么 因为梁哥答应他们 投降不杀 就要做到 否则下次再在战场上这么喊 敌人就不会再相信了 他们知道 投降也是死 会拼尽全力反抗 给标局增加无谓的伤亡 金风解释道 而且放了他们 会比直接杀了更加有用 放了更有用 九公主歪着脑袋问道 什么意思 舞阳 你说 如果咱们把他们放了 他们回到东蛮 会是什么结果 金风问道 东蛮崇尚武力 在大多数东蛮人心里 大康不堪一击 而他们却在东蛮打了败仗 主帅被抓 他们还投降了 回去后 肯定会被族人嘲讽 排斥 九公主明白了金风的意思 耶律书带来的人 都是各个部落的精英 他们被嘲讽排斥之后 很可能会反抗 三万人不是小数目 如果闹起来 东蛮势必会大乱 就算东蛮克 还能镇压下去 恐怕也要费一番手脚 所以 把他们放回去 可以让东蛮从内部乱起来 金风笑了笑 没有说话 他从来都不是个试杀的人 在战场杀敌 是不得以为之 既然东蛮士族已经投降 他做不出杀福的事情 那接下来先生准备怎么办 九公主问道 接下来 金风沉音片刻 抬头问道 去收复燕云十六周如何 收复燕云十六周 九公主还没说话 坐在一旁的陈吉 先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他爷爷把燕云十六周 搁给东蛮 是大康耻辱的开始 从那时候开始 黄河以北的大片肥沃平原 就成了东蛮人的跑马地 这些年来 也有不少主战派将领 提出要去收复燕云十六周 其中包括他的弟弟晋王 以及镇北将军范文渊 都多次提出北伐 都被陈吉拒绝了 他爹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周 先后发动两次北伐 掏空国库之后 郁郁而终 所以 陈吉已经绝望了 认命了 大康国库空虚 如果北伐失败 东蛮绝对会恼羞成目 向大康发动 更加猛烈的攻击 陈吉无法想象要如何收场 所以他已经躺平了 早就没了收复燕云十六周的念头 但是此时金峰提起 一下子重新点燃了 陈吉的希望之光 他已经亲眼见证了 标识的战斗力 何况金峰还有热气球 手雷 重弩等诸多武器 靖王和范将军做不到的事情 金峰未必做不到 金峰 你真的愿意去收复燕云十六周 陈吉两眼死死盯着金峰 一字一句问道 金峰本想回答 我愿意 可是对一个老男人说这三个字 怎么想怎么别扭 便改口说道 我可以去收复燕云十六周 但是陛下需要 答应我一个条件 如果你真的能收复燕云十六周 正便直接封你为清水后 天下所有郡城 除了京城 你随便任选一郡之地 作为你的封地 待遇与郡王同等 陈吉当即保证到 军费方面你也可以放心 就算把国库掏空 把朕的藏品都卖了 也给你凑 你可满意 死 金峰还没答话 周围的文武百官齐齐 倒抽一口凉气 陈吉这次真是下了血本啊 金峰现在不过是个男爵 陈吉竟然答应他 直接升到猴爵 这便罢了 还让金峰随便挑选封地 待遇等同郡王 除了大康开国时期 跟随开国皇帝打天下的那批勋贵 之后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 文武百官还在激动呢 却看到金峰摇了摇头 我不要这些 不要这些 不少官员 差点被金峰的话呛住 如此荣耀 金峰还不满意 但是想到金峰将要去做的事情 文武百官也就是释然了 燕云十六周的面积太大了 战略位置也太重要了 如果能收复回来绝对能改变大康的国运 和这些比起来 区区一郡之地和一个侯爵之位 又算得了什么呢 如果他们有金峰本事 也不会只满足于这些 肯定也会索要更多 那你想要什么 陈吉看向金峰 我要舞阳 金峰直接上前 当着皇帝和文武百官的面 拉起九公主的手 饶氏九公主也没想到 金峰的要求是这个 羞得满脸通红 下意识要挣脱 但是金峰使劲钻住 他根本挣不开 只能任命地低下头 其实陈吉早就知道 金峰和九公主之间那点事 对于金峰也这个女婿 也算满意 准备回头让金峰休妻 然后便认了这门轻视 但是他没想到 金峰会当众提出这个条件 这是摆明了 不想休妻吗 这让陈吉有些下不来台 冷着脸说道 燕云十六周虽然重要 但是正可以慢慢去谋划 还没到卖女儿的地步 你们俩的事 如果五阳不同意 一切免谈 金峰闻言 转头看向九公主 五阳 你愿意嫁给我吗 九公主深深看了金峰一眼 低声说道 我愿意 文武百官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开始都有些迷糊 但是随后 多露出恍然之色 金峰在京城名气颇大 几乎所有 朝臣都知道他 已经成婚 有一期一切 他和唐小北的故事 在京城广为流传 被无数青楼女子 奉为佳话 如果金峰想娶九公主 必须要修掉 关小柔和唐小北 现在九公主 自己答应嫁给金峰 皇帝之前 又做出那样的回答 显然两人 都认了这门轻视 真是我被楷模呀 不少权贵 看着金峰的眼神 多了一丝崇拜 皇室和权贵之间 联姻不少 沉寂的一群姐姐妹妹 大部分嫁到了权贵之家 也就是说 在场的文武百官中 有不少驸马 说起来 驸马很威风 但是封建时代 富商都是妻妾成群 可是他们 却只有一个老婆 心里的憋屈 只有自己知道 好在大部分公主 心里也有数 对自家男人养外事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是也仅此而已 想把人带回家 门都没有 当然 也有些一些 性格乖张的公主眼里 容不得沙子 他们的驸马就悲催了 说不定哪天去找外事 发现外事已经凉了 所以对于金峰这种行为 在场的驸马们 全都佩服不已 他们一直以来想做 却不敢做的事 金峰做到了 既然舞阳答应了 那此事就之后再说 陈吉斜了一眼金峰 问道 你还有什么条件 一起说吧 其他的没什么了 等京城这边的事情处理完 我就会派人去 先把于关城打下来 金峰说道 阎山 太行山一脉 一直是中原王朝 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 天然屏障 于关城 就是金峰前世的山海关 是阎山山脉的最东点 也是东蛮人 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 燕云十六周 之所以落到东蛮人手里 就是因为 东蛮人在数十年前 夺走了于关城 如果金峰能夺回于关城 就等于掐住了 东蛮人进入中原的咽喉 东蛮人再想进入中原 只能翻越燕山 大康虽然没有万里长城 但是在燕山一些 可以走马的地方 都建造了一节一节的 城墙塔楼 战马同样过不去 东蛮人也知道 于关城的重要性 所以布置了重兵把守 陈吉的跌两次北伐 伐的就是于关城 可惜都失败了 于关城的城墙高大坚固 根本打不上去 不过 金峰有热气球 还有手雷 城墙对于金峰来说 形同虚设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金峰可以直接把城墙炸塌 所以 陈吉完全不怀疑 金峰可以打下于关城 不过看到金峰 还拉着九公主不松手 陈吉心里就觉得隔应 又举起望远镜 看到左宵卫已经开始过河 北方战局已定 便带着大太监和赤甲军回宫了 我自己的要求 金峰下意识看向九公主 其实他对自己现在的状态挺满意的 商会交给唐小北 钱庄交给朱玲龙 镖局 镇远军交给张良 野炼车间交给满仓 纺织厂交给唐东东 军衣交给魏无牙和周景 他自己就是个甩手掌柜 又不缺银子 交期每切都有了 没事搞搞 发明就行了 就算皇帝要给他安排个官当 金峰都不会同意 唯一让金峰觉得为难的 就是 他和九公主的事 按照规矩 他想娶九公主 必须要休妻 这是金峰没办法接受的 所以 皇帝问他个人要求 金峰第一个念头 就是这件事 正准备开口 却看到九公主 冲他摇了摇头 然后偷偷指了指自己 表示自己 来处理这件事 金峰看懂了九公主的意思 虽然不知道 他准备怎么处理 但是出于对九公主的信任 决定先不提此事 看到陈吉还在看着自己 便开口说道 良田千寝 不过一日三餐 广煞千奸 只睡卧榻三尺 我自己没什么好求的 只愿大康国泰民安 百姓安居乐业 以前读你的诗词 便觉得非同凡人 今日听闻此言 果然高益 陈吉听金峰这么说 感动的眼角直闪泪花 转身冲着文武百官说道 你们但凡有金峰一半的觉悟 大康何至于此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金峰在心里付匪一句 但是脸上却保持着微笑 陛下谬赞了 九公主赞许地看了金峰一眼 往前走了一步 说道 父皇 先生高义 不求名利 但是这次先是救驾 又只会标师大破东蛮 每一件都是不识之功 父皇必须要有所奖赏 朕自然知道 有功要赏的道理 可是他什么都不要吗 陈吉无奈说道 先生不要 父皇你可以奖励 给他身边的人吗 比如刚才作战的标师们 以及先生的妻子 九公主说道 他妻子 陈吉不由一愣 奖励标师他能理解 但是为何要奖励金峰的妻子 他昨晚还在和庆妃商量 准备回头找金峰谈谈 让他休妻去九公主呢 想到这里 陈吉眉头猛地皱了一下 织女莫若妇 他有些猜到九公主的用意了 果然 九公主接下来就说道 先生的妻子关小柔 贤惠淑德 文武兼备 不光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 先生不在金川的时候 土匪祸乱金川 小柔姐姐更是主动披甲上阵 抵抗土匪 实乃我大康妇人之典范 请父皇收小柔姐姐为义女 战事未平 此事荣厚在意 陈吉瞪了九公主一眼 敷衍说道 他刚才就猜到 九公主可能会这么说 决定先打个麻虎眼 把事情翻篇 然后私下再好好说说九公主 可是谁知道 九公主根本不给他拖延的机会 再一次说道 父皇 东麻人都投降了 战事已平 若是不奖赏功臣 恐怕会含了将士们的心呢 金峰张了张嘴刚想说话 却被九公主用眼神制止 文武百官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开始都有些迷糊 但是看到九公主和金峰眉来眼去的 先后露出恍然之色 私混朝堂的都是人精 这时候 要是再看不出 金峰和九公主有问题就怪了 金峰在京城名气颇大 几乎所有 朝臣都知道他 已经成婚 有一期一切 他和唐小北的故事 在京城广为流传 被无数青楼女子奉为佳话 如果金峰想娶九公主 必须要修掉 关小柔和唐小北 现在九公主主动要求 让皇帝收金峰的妻子为义女 摆明了是想嫁给金峰 还不想让金峰为难 做出休妻之事 毕竟皇帝的义女 也是公主嘛 真是我被楷模呀 不少权贵看着金峰的眼神 多了一丝崇拜 皇室和权贵之间联姻不少 沉寂的一群姐姐妹妹 大部分嫁到了权贵之家 也就是说 在场的文五百官中 有不少驸马 说起来驸马很威风 但是封建时代 富商都是妻妾成群 可是他们却只有一个老婆 心里的憋屈 只有自己知道 好在大部分公主心里也有数 对自家男人养外事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也仅此而已 想把人带回家 门都没有 当然 也有些一些性格乖张的公主眼里 容不得沙子 他们的驸马就悲催了 说不定每天去找外事 发现外事已经凉了 公主自己主动提出做小的 大康立国以来 绝对是第一次啊 而且还是当朝最出色的一位公主 在场的驸马们 此时对金峰的敬佩之情 可想而知 他们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事情 被金峰做到了 刚才还在说 收复燕云十六周呢 本来挺严肃的气氛 顿时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文五百官们 全都偷偷地看着沉寂 等待他的回答 不少人眼中的八卦之火 简直压抑不住 沉寂此时很想骂人 但是以金峰的功勋 九公主提出的要求 合情合理 一点不过分 沉寂实在想不到拒绝的理由 何况九公主 还频频给她识眼色 这两天 没少被九公主训斥 沉寂此时看到 九公主瞪眼就有些发怵 发现九公主眼神 越来越凌厉 只好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 那就以武阳所言 择日郑会下旨 收官 官 官小柔 九公主赶紧在旁边提醒 朕择日下旨 收官小柔为义女 以张旗贤良淑德 沉寂一边在心里骂着九公主 一边敷衍说道 谢陛下 事已至此 金峰只能谢恩了 抬头看了九公主一眼 心里觉得 更加亏欠她了 九公主冲着金峰笑了笑 轻轻摇了摇头 沉寂被这件事一闹 兴致全无 看到左宵卫已经开始过河 北方战局已定 便准备带人回宫 可是刚站起来 却被九公主拦住了 父皇 等禁军回城之后 您再回宫吗 此时禁军还在北岸 京城防备空虚 北城楼到皇宫有段距离 在场的标诗和赤甲军数量有限 万一在回宫的路上 被太子余孽伏击 那就被动了 皇帝也想明白了这点 所以没有强求 而是让大太监 赶走旁边碉楼的赤甲军 然后把九公主叫了进去 一进门 就指着九公主的额头骂道 你个傻姑娘 到底被京风那小子 灌了什么迷魂汤 你这么帮着她说话 你个傻丫头 京风自己 都没提收益女的事 你倒好 还帮着她逼阵下旨 陈吉这几天 不少被九公主训斥 现在终于找回 做父亲的场子了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你平时看起来那么精明 怎么这时候犯糊涂了 陈吉越说越生气 指着九公主的鼻子 就是一通臭骂 九公主也不反驳 等她骂完了 才开口说道 父皇骂够了吗 要是骂够了就消消气 听女儿说几句 你说 陈吉气得坐到凳子上 父皇 您说 如果没有金先生 现在的大康 会是什么样子 九公主问道 什么样子 陈吉愣了一下 她之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先生 便不会有清水谷大节 也不会有大满坡的胜利 今天的东蛮危机 也不会如此轻易解决 九公主自说道 父皇 以大康现在的国力 如果再被东蛮 挡象和吐蕃搜刮一番 您觉得 大康会是什么模样 父皇 如果没有金先生 大康将会举步维艰 甚至早已民乱四起 遍地狼烟了 陈吉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话来 虽然很不爽 却不得不承认 九公主说的是实话 陈吉也终于意识到 原来金风如此重要 如果没有金风 挡住东蛮挡象和吐蕃 大康不光要被劫略一番不说 随后还要支付对方天价赔款 这些钱从何而来 只能找百姓要 老百姓不堪重负 造反是必然的 朕知道金风对大康有功 朕可以奖赏他 良田 金银 官爵 只要他愿意 朕都可以给他 陈吉辩驳道 可你乃是堂堂公主 难道真要坐见自己 去给他坐小吗 皇室还要不要脸面了 皇室的脸面 九公主自嘲地苦笑一声 接着问道 父皇 如果没有金先生 您说 女儿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陈吉的脸 一下子黑了 之前 九公主要去吐蕃和亲 如果没有金风 恐怕早到吐蕃了 以吐蕃对大康的轻视 九公主在吐蕃会遭遇什么 不言而喻 父皇 这里没有第三人 女儿便有话直说了 九公主再次问道 女儿再问你一个问题 您应该看出来了 金先生不求名利 您说他为什么要来救驾 为什么要在准备极为不充分的情况下 抵抗东蛮 九公主话音一落 陈吉的眼睛就一下子瞪得滚圆 他此时才想起来 金风此次来金并不是为了救驾 也不是来抵御东蛮 而是来找九公主的 只是敢巧 撞上了太子逼宫和东蛮人入侵 如果是之前 陈吉哪怕提前知道金风的目的 也不会放在心里 毕竟 金城是天下最雄伟的城池 有大康最精锐的禁军坐镇 城外还有左宵卫 他根本不怕金风闹出什么幺蛾子 但是这几天见识到热气球和标识的战斗力之后 陈吉再也不敢那么想了 金城的城墙在高大 能防住东蛮人的千军万马 却绝对防不住金风 金风想要干掉他 轻而易举 想明白这些 陈吉背后突然冒出一层冷汗 心中不由自主冒出杀人灭口的念头 九公主瞟了陈吉一眼 冷声提醒道 父皇 女儿劝您最好不要想着动先生 否则后果绝对比东蛮 党相和吐蕃三国一起来攻打大康更加严重 被九公主看穿了小心思 陈吉不由有些尴尬 嘴硬狡辩道 金风屡次抵挡入侵之敌 又救驾有功 镇奖赏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对他不利 九公主也知道适可而止 没有继续点破 而是把语气放缓 轻声说道 父皇 如果不是遇到了先生 女儿只不定在吐蕃会遭遇何等欺辱 嫁给先生 女儿并不觉得委屈 反而觉得庆幸 先生不仅有惊天伟帝之才 还知道心疼人 女儿在西河湾 从未见过他朝小柔姐姐和唐小北说过重话 夫妻之间相敬如兵 比起汉阳 承阳他们的驸马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父皇就不用替女儿担心了 哎 陈吉深深叹了口气 身为公主是幸运的 也是不幸的 九公主刚才说的汉阳 承阳 是大康的五公主和八公主 两人都只比九公主大一岁 但是都成婚三年了 刚成婚的时候还好 驸马什么都有着公主 但是过了一年多 新鲜进过去之后 就开始胡作非为 偷偷养外事就算了 还经常明目张胆地去青楼私混 陈吉性格软 五公主和八公主的驸马 又是全臣之后 骂了几次便不了了之 如今 五公主和八公主 和守活寡没有区别 比起他们的驸马 金峰的确称得世上 不可多得的良配 既然你想好了 那就随你吧 陈吉无奈地拍了拍九公主的肩膀 只要你过得好 过得开心 朕丢脸就丢脸吧 多谢父皇 九公主朝着陈吉行为义礼 女儿一定规劝先生 尽力辅佐父皇 相信不久之后 大康一定可以国泰民安 父皇也定会成为千古明君 名垂青史 你自己喝了迷魂汤 就算了 少来灌阵 陈吉美好气地 瞥了九公主一眼 父皇 女儿是不是在给你灌迷魂汤 父皇拍蜜蝶丝去西川看看就知道了 正会派人去看的 皇帝摆了摆手 走出碉楼 九公主笑了笑 也不再多说 跟着走了出去 到了门口 看到金风探着脑袋往这边看 偷偷冲着金风眨了眨眼 反正九公主都几乎把话挑明了 金风也不再避讳 直接走过把九公主拉回碉楼 有话就说 眨眼干什么 嫌你眼睛大吗 本宫的眼睛难道不大吗 九公主心情不错 又冲着金风眨了眨眼 金风从金川一路走来 一直压着火气呢 但是碉楼连个门都没有 她就算再大的火气 也只能压下去 咬牙问道 你们刚才说什么了 晚上再告诉你 九公主却迈起了关子 陈文 你成心的吗 金风搓了搓手 警告道 别忘了 现在看守皇城的 可是我的人 小心我晚上夜闯你的寝宫 不用夜闯 晚上本宫让气儿去接你 九公主又冲金风眨了眨眼 有奖励哦 说完不等金风追问 灵活的一扭身 从金风身旁闪了出去 跑到陈吉旁边 奖励 金风被九公主撩拨得 更加心痒痒了 可是九公主一直和陈吉在一块 文武百官也在旁边看着呢 他只好压下心头躁动 举起望远镜看向城下 此时 左宵卫已经全部过河 从禁军手里 接过了勘押战俘的任务 秦镇开始带领禁军返城 张良也把标诗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在俘虏银旁边安营扎寨 以防俘虏划遍 剩下一部分则开始转运战马 最近几个月 这远镖局发展太快了 九公主当初分给他的战马 根本不够用 这下好了 东蛮人一下送来几万匹 金风再也不用为战马发仇了 战马是标诗夺来的 陈吉就算再不要脸 也不可能支给金风一成 当然 金风也没想着拳要 毕竟羊马也要代价 而且他也用不上 拳要也是浪费 至于最后要多少 金风准备找张良商量一下 看完城外 金风又扭头看向城内 这两天 已经有不少官员被密蝶司带走了 但是九公主说过 被抓的只是一部分 还有一些 他暂时没有动手 金风以为这些人会趁着禁军出城 聚众闹事的 结果一直到秦镇带着禁军回来 京城内都静悄悄的 别说闹事的太子余孽 连普通百姓都没人敢随意出门 等秦镇带人 把皇帝送回宫 天已经黑了 金风在御书房吃过晚饭 正寻思着 什么时候去找九公主呢 猪儿带着几个宫女找来了 先生 殿下有事与你商业 劳烦先生跟我走一趟吧 怎么是你过来 气儿呢 金风边走边问 九公主身边原本有三个贴身侍女 去金川的时候战王一个 还剩下气儿猪儿两人 一般来说 猪儿负责九公主的内务 比如穿衣梳头什么的 气儿负责在外行走 平时九公主有事找金风 基本都是气儿帮忙传达 气儿今天有点不舒服 殿下就派我来了 猪儿无嘴笑道 不会是大姨妈来了吧 金风赶紧在心里提醒自己 最近这几天不要招惹气儿 万一要是再被踩一脚 不值得 大姨妈 猪儿一愣 气儿有大姨妈吗 他们都是皇家从小培养的死士 几乎没人知道他们的身世 包括他们自己 猪儿从小和气儿一起长大 从来没听说过 气儿有亲戚 嗯 金风这才想起来 猪儿不知道大姨妈什么意思 只好岔开话题 呀 今天的月亮好圆啊 先生 今天初三 哪来的月亮 猪儿满头黑线问道 先生 你快跟我说说 气儿的大姨妈 身世几乎是所有死士都关心的问题 他知道 金风手下有中名小组 还以为金风打探出了气儿的身世 金风一看 糊弄不过去了 只好开口说道 我说的大姨妈 并不是真的大姨妈 而是一个典故 典故 竹儿皱眉问道 大姨妈有什么典故 以前啊 有一个姑娘爱上了一个书生 有空就偷偷私会 可是姑娘家的大姨妈非常烦人 每次发现姑娘不在家 就要去寻找 两人的好事 总是被大姨妈破坏 金风笑着说道 后来书生考中了功名 把姑娘明媒正娶抬回家 结果洞房那天 姑娘的月室来了 不方便同房 又不好意思说 便跟书生说 大姨妈来了 书生一听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先生 你 猪儿不是傻子 自然听懂了金风话中的意思 脸刷一下红了 不过到底是学武的 神经天生比一般姑娘粗大一些 美好气的白了金风一眼 癸水就说癸水呗 说什么大姨妈 害我白激动一场 还有 切儿不是癸水来了 不是癸水来了 你说她不舒服 是生病了吗 金风皱眉问道 可是我下午 看她不是活蹦弯跳的 不像是生病了呀 也不是生病了 是殿下怕你欺负她 猪儿笑着说道 你可不要乱说话 否则回头大黑牛知道了 还不得找我拼命 金风瞪眼 先生 你说切儿和牛奔最后能成亲吗 猪儿停下脚步 认真问道 整个村里 谁不知道他们俩早就看对眼了 为什么不能成亲 可是 可是切儿是殿下的侍女 猪儿小声说道 寻常富贵人家的贴身丫鬟 基本上都会作为嫁妆 和小姐一起出嫁 给夫家做暖床丫鬟 但是公主身份特殊 他们的侍女 一般不会给驸马做暖房丫鬟 按照正常情况 亲儿猪儿注定要孤独终老 侍女怎么了 嫁给大黑牛之后 又不耽误她 继续保护殿下 金风说道 回头我会跟舞阳说这个事 你要是有喜欢的人 该优惠就去优惠 舞阳要是不给你批价 就来找我 我猜不 我要一辈子保护殿下 猪儿红着脸说道 姑娘小时候都说 要一辈子陪着妈妈 但是长大后 一个比一个飞得远 没事 等你遇到真命 等你遇到喜欢的人 到时候再说也不晚 两人闲聊着 来到九公主的院子 守在宫门口的是几个女标师 金风赶紧行礼 辛苦了 回头我找殿下 给你们要奖金 金风冲着女标师们点点头 跟着猪儿进了院子 本来以为 猪儿要带她去卧室 结果却被带进浴室 殿下还在帮陛下批阅奏折 先生先去沐浴吧 等沐浴结束 我去叫殿下 猪儿微笑说道 热水 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 行吧 金风突然有种 被九公主翻了牌子 洗白白等着宠幸的感觉 不过从金川一路赶来 风尘仆扑地 洗几次走 的确应该好好洗洗了 也没在意 推开浴室的木门 走了进去 浴室正中间 摆着一个巨大的木桶 正腾腾冒着热气 但是让金风傻眼的是 浴桶旁边 还站着两排衣着清凉的宫女 看到金风 骑刷刷跪了下去 金风下意识地吞了口口水 转身就往外走 结果刚回头 房门却被猪儿从外面关上了 任由她 怎么拉都拉不开 这次的宫女 不是窃安排的 个个都称得上是美女 衣着也极为清凉 金风不是圣人 要说没有一点想法 是不可能的 可是想起当初在绿水山庄 见到的场景 金风又硬生生 把心中的杂念压了下去 开口说道 你们都出去吧 宫女们得到的命令 是伺候金风沐浴 见金风要赶他们走 非但没有离开 反而全都吓得花蓉失色 跪在地上连话都不敢说 更没人敢离开 金风无奈 只能转身拍门 猪儿 我知道你在外面 快点把门打开 否则我踹门啊 等了几秒钟 见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金风直接开始踹门 先生 别踹了 我给你开门 猪儿见金风来真的 只好把门打开 让他们走 金风黑着脸说道 先生 这不是我安排的 他们未必肯听我的呀 猪儿无奈说道 宫女是九公主安排的 猪儿也不敢做主 让他们走 只能去报告九公主 九公主很快就来了 见金风一副气鼓鼓的样子 挥手示意宫女们退下 等到宫女离开 金风伸手 在九公主头上 刷了一巴掌 黑着脸问道 陈文 你什么意思 本宫觉得 先生近日操劳 安排几个人 伺候先生沐浴 有什么不对吗 此时没有外人 九公主又变成了 小女儿姿态 撅着嘴说道 谁沐浴要这么多人伺候 父皇沐浴人比这多多了 光是准备衣服的 就有十二个 还有那些大臣 家里也都是成群的奴婢 估计比起父皇 也差不了多少 九公主说得理所当然 金风听得目瞪口呆 他此时才知道 还是吃了没见识的亏啊 真是猪门酒肉臭 如有洞丝骨啊 金风摇头叹息 皇帝和文武百官如此奢靡 大康如何不腐朽 先生 我还有几个奏折没看 你先沐浴 然后跟猪儿先回房 我看完奏折就回去 九公主还想着 刚才没看完的奏折 说着就想走 来了还想走 金风一脚把房门踢上 拦腰抱起九公主 先生 这两个奏折比较重要 九公主搂着金风的脖子 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别闹 我看完奏折就回去 今天不把小爷伺候好 你哪也别想去 金风不由分说 直接把九公主扔进了浴桶 然后也扑了进去 九公主的衣服都湿透了 只好任命地白了金风一眼 是 大爷 一直以来 在九公主心里 大康的江山都是最重要的 为此 他愿意去吐蕃和亲 最开始接触金风 也是带着利用金风的心思 故意靠近他 但是随着和金风接触越来越多 九公主心中的想法 慢慢发生了改变 金风在他心里的地位 也越来越重 特别是这几天 金风不光救了他 救了陈吉 还击退了东蛮人 九公主心中 对金风的爱慕 感激 达到了顶峰 毕竟是皇室出身 之前哪怕和金风亲热 九公主也会不由自主 有点小傲娇 但是这天却格外热情 也格外乖巧听话 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种机会平时可不多见 金风自然不会放过 满满一桶水 被折腾得只剩下半桶 他才放过九公主 回到卧室 免不了又是一番熬战 一直到半夜才终于消停 九公主趴在金风怀里 气喘吁吁问道 先生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 这时候 不是应该说点两口子的悄悄话吗 金风满头黑线 还有 该改口了 哦 九公主压低声音 凑到金风耳朵边上 压低声音问道 接下来 夫君准备怎么做 我想让你闭嘴 金风伸手在九公主脸上拍了一下 不过还是回答道 接下来 等你把京城这边的事情处理完 我和梁哥商量一下 先把于关城打下来 阎山 太行山一脉 一直是中原王朝 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 于关城 就是前世的山海关 是阎山山脉的最东点 也是东蛮人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 燕云十六周 之所以落到东蛮人手里 就是因为东蛮人在数十年前夺走了于关城 如果金风能夺回于关城 就等于掐住了东蛮人进入中原的咽喉 东蛮人再想进入中原 只能翻越燕山 大康虽然没有万里长城 但是在燕山一些可以走马的地方 都建造了一节一节的城墙塔楼 战马同样过不去 东蛮人也知道于关城的重要性 所以布置了重兵把守 九公主的爷爷两次北伐 伐的就是于关城 可惜都失败了 于关城的城墙高大坚固 根本打不上去 不过 金风有热气球 还有手雷 城墙对于金风来说 形同虚设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金风可以直接把城墙炸塌 所以 九公主完全不怀疑 金风可以打下于关城 点了点头 接着问道 那打下于关城之后呢 要灭了东蛮吗 东蛮的王庭肯定要灭掉 普通东蛮百姓就算了 金风把九公主拉回怀里 舞阳 你以后可能会影响到朝政 所以你要记着 你可以灭掉东蛮三国的所有权贵 但是绝不能去吐露普通百姓 知道吗 其实在金风眼里 不管是东蛮 党像 还是吐蕃 都是国土的一部分 他本身对于东蛮 党像 和吐蕃普通百姓 没有任何敌视 反而非常同情 他前世学过历史 知道此时的东蛮 党像和吐蕃 还处于落后的部落时期 阶级制度 比大康更加森严残酷 底层百姓过的日子 比大康百姓更加悲惨 在大康 官吏想要难为百姓 多少还会找个借口 但是在此时的东蛮 根本没有律法 贵族 看中了手下人的老婆 说抢就能抢 但凡反抗 贵族便会直接动手杀人 很多地方 甚至还存在极为荒唐的出业权 就是普通百姓娶老婆 第一晚要让贵族去洞房 否则就是以下犯上 部落之间的厮杀 更是惨无人道 所以 金风并不敌视东蛮 吐蕃和党像的普通百姓 他敌视的是 对方的权贵阶层 自从城门关闭开始 京城内外都人心惶惶 后来百姓得知 东蛮人已经到了黄河北岸 恐慌的情绪蔓延得更加迅速 每次城门关闭 城内的物价都会飞涨 会饿死不少人 不少权贵都提前知道 东蛮人要来 所以提前派人储备了大量物资 准备借此机会大发横财 可惜这次 他们打错了算盘 九公主命令蜜蝶丝 穿着便衣 在城内四处打探 但凡发现有人趁机哄抬物价 发国难财 立即逮捕审讯 证据确凿之后 不仅超莫全部家产 而且当即拉到菜市口 斩首示众 不仅如此 周围的杆子上被百姓唾骂 北岸之战结束的第二天 菜市口外的刑场地面 血就没干过 九公主兄名早就在朝堂传开了 金风又携带着大圣之威为她站台 权贵们哪里敢在这时候 触他们的眉头 纷纷老实起来 再没有一个人敢冒头 在北岸之战结束的第三天 城门重新开放 之前被牙抑疏散的周边百姓 也先后返回家园 在九公主的铁鞋手腕下 城内的秩序很快恢复了 百姓们对此非常意外 纷纷打听发生了什么事 太子逼宫这种事 涉及皇家颜面 没人敢乱说 但是镖师和东瞒人的战斗 是宣扬国威 凝聚明星的事情 则没人阻拦 非但没有阻拦 九公主还有一派人暗中推动 并且把杀奸商品物价的功劳 也按到了金风头上 短短一天时间 镇远镖局大破东瞒大营 金风怒斩权贵奸商的故事 就彻底在京城传开了 你们听说了吗 金先生亲自来京城了 当然听说了 要不然城门能这么快就重开 多亏金先生 否则咱们京城还不知道 要饿死多少人呢 还是金先生够硬啊 你们去菜市口看了吗 杀得人头滚滚 刑场周围的杆子上 都挂满了呢 真得感谢金先生啊 要不是他赶走东瞒人 今年的赋税 还不知道收多少呢 一时间 金风和镇远镖局的名声 在京城更上一层 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听到百姓在讨论他们 每天都有无数百姓 聚集到金川商会 拍卖行和镇远镖局住点门口 希望能见金风一眼 可惜让他们失望了 金风这几天 一直住在皇宫里 九公主忙得飞起 虽然每天都会派不同的宫女 陪金风散心 每次吃饭也会回来 但是金风 还是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本来想去拍卖行看看的 结果得知 拍卖行每天都聚集了大量百姓 她也不敢去了 只好去御书房陪着九公主一起批改奏折 如果是其他皇帝 肯定会心生忌惮 但是沉寂不同 她本来就无心正视 而且非常清楚 金风和九公主 如果想对她不利 根本不会等到现在 所以非常干脆地 把证物都扔给这两个免费劳力 自己直接当起了甩手掌柜 有太监偷偷偷报告金风和九公主 在御书房胡闹 她反手就把这个多嘴的太监砍了 她在昏溃 也知道这是权贵派来挑拨离间的 几天后 张良安排好战马和俘虏 准备带领标师回城 还没过黄河 就看到对岸人山人海 张良意识到 这是个宣传镇远标局的好机会 马上让所有标师都换上了干净挺拔的制服 还让黑甲战队把盔甲都穿了起来 得知这些人都是来欢迎自己的 标师们不由自主挺直了腰板 队伍从福桥上岸之后 便被百姓围上了 大兄弟 你们辛苦了 吃个鸡蛋 兄弟们 你们是好样的 俺家没有什么钱 只能争一锅馍馍给你们 小伙子 你成亲了吗 我有两个女儿三个侄女 你看看 长得都可壮实 很能生养 你看看 要是相中了就带走 小伙子 你别害羞啊 我住城外城家沟 要是相中了 回头去带人哈 百姓有往标师怀里塞鸡蛋的 有塞馒头的 还有介绍自己家姑娘的 面对敌人 张良可以做到心如钢铁 杀伐果断 但是百姓都是好意 他也不好派人驱赶 只好安排人升起热气球 用战马拖着在前面开路 人类基本都有巨物崇拜 城外百姓第一次见到巨大的热气球 都被镇住了 再也没人敢挡在队伍前面 即便如此 队伍前进的速度依旧快不起来 中午过了黄河 一直到傍晚才进入京城 结果进了城才发现 城内比城外更加热闹 百姓几乎把长街堵死了 在城外的空地上 百姓看到热气球还能往两边散开 但是城内街道两侧都是房屋 百姓想散也没地方去 标师队被挡在城门口进不来了 最后还是九公主派出衙役疏散百姓 张良他们才得以进城 路过京城封月坊的时候 青楼姑娘纷纷冲到窗户 朝标师们扔鲜花 整条街道都下起了花雨 很快露面就几乎被鲜花铺满了 有些老宝站在门口喊话 之后的半个月 只要标师来消费 一律免担 不少标师听得心动不已 纷纷偷描那些喊话的轻楼 张良一看情况不妙 赶紧催促标师 尽快赶路 引起姑娘们哄堂大笑 本宫现在终于知道 先生说的明星是何物了 九公主站在皇宫的城墙上 放下手中的望远镜 缓缓说道 大康立国以来 从未有任何一支队伍 会受到百姓如此拥胆 有这样的队伍 什么敌人都是直老虎 站在一旁的秦镇也感慨道 秦都统 本宫让你盯的人 都盯好了吗 九公主转头问道 现在城门开了 可别让他们跑了 殿下放心 全都盯得死死的 今天赵府倒是有人翻墙逃跑 直接被我派人射杀了 秦镇冷声答道 很好 九公主微微点头 标师已经回城 明天就可以动手了 金风文言 不由看向权贵聚集的 心安芳和武德芳 她知道 明天在那边 将掀起血雨腥风 知道第二天有正事 金风和九公主 当晚都默契地选择了休战 早早就睡了 他们睡得很香 但是这一夜 整个京城不知道多少权贵失眠 第二天一早 尚未到毛时 猪儿就进来 把金风和九公主叫了起来 夫君 父皇耳朵软 你要是发现她要改主意 一定要制止她 九公主一边和宫女 一起帮金风穿衣 一边提醒 有时以来 就没有女性参与过朝堂议事 前朝倒是有位太后摄政 但也是躲在竹帘后边 九公主虽然有能力 也有报国之心 但是终究是个女子 沉寂死活不同意她上朝议政 只同意让她在偏殿旁听 但是金风有爵位 这次又立了大功 是可以上朝的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金风拍了拍九公主的肩膀 以示安慰 两人走出院门 便看到秦镇等在门口 殿下 先生 陛下 让我来接你们 文武百官已经到宏德殿了 走吧 金风抬了抬手 示意秦镇带路 到了宏德殿 文武百官已经到齐了 但是陈级还没到 按照流程 金风没有官职 现在不用上殿 等着太监宣他上殿的时候 再进去就行了 金风也不着急 带着九公主 晃晃悠悠进了偏殿 起床就来这里 早饭都没吃 看到桌子上有糕点 也不客气 拿起就吃 对于金风来说 这次早朝 只是走个流程而已 主要几条内容 早已在御书房和九公主制定好了 等下等皇帝下令就行了 但是九公主却非常紧张 虽然偏殿没有外人 腰背依旧挺得笔直 武阳 别紧张 有我呢 金风握住九公主的手 递了块糕点过去 来 吃点东西 垫垫肚子 九公主刚准备说话 就听到宏德殿 传来一片高呼之声 吾皇万岁 没多大会儿 就听到太监扯着嗓子喊道 宣清水难绝 金风进殿 等我 金风拍了拍九公主的脸 没吃完的半块糕点 塞进嘴里 大步走出偏殿 一般来说 闻五百官早朝的时候 是不会东张西望的 但是听到金风的脚步声传来 超过一半的官员 转头看向门口 金风一进宏德殿 就看到数十双眼睛 齐刷刷地盯着自己 此时他嘴里还嚼着糕点呢 一时之间 不知道是吞下去 还是吐出来更好 不过来 大康别的没学会 金风的脸皮便厚了不少 既然被看到了 就大大方方地 把糕点咽进肚子 然后在太监的带领下 大步走到大殿中央 朝着陈吉行了一个书生礼 见过陛下 大胆金风 上朝的时候还在吃东西 已是对陛下不敬 见到陛下 竟然还敢步行跪拜之礼 成何体统 陈吉还没说话 一个权贵便走了出来 指着金风说道 此子之前在西川 便蛊惑九公主滥杀无辜 现在又对陛下不敬 请陛下斩了此子 以正朝纲 金风闻言 不由扭头看向这个大臣 他知道 今天肯定会有人向他发难 但是没想到 这么快就来了 自己一句话 还没说呢 就先被扣了两顶大帽子 陈吉自然不会因为这点小事 难为金风 先是示意金风平身 然后淡淡说道 镇静金风性格高洁 特赐他御服 不用行跪拜之礼 那他在西川 蛊惑公主殿下滥杀无辜 是不是滥杀无辜 你们心里没数吗 陈吉不等大臣把话说完 便冷着脸反驳道 你们哪个没有看过 武阳成回的证据 徐德亮 谢礼申 他们哪个不是证据确凿 就算证据确凿 也罪不至死吧 罪不至死 金风扭头看向这个大臣 你知道 因为他们哄抬梁架 川鼠饿死多少人吗 你竟然说他罪不至死 说完 他死死盯着这个大臣 如果他敢说出 剑民的命不值钱之类的话 金风会直接掏枪干掉他 不过这个大臣 显然还没有愚蠢到这种地步 并没有说出类似的话 而是继续说道 即便他们该死 那也应该送回京城 由大理寺审判 而不是由公主殿下 在西川私设行堂 九公主也没有这个权利 谁说九公主私设行堂 你们是没看卷宗 还是卷宗里写得不清楚 金风反问道 否则审判 兼斩的是张县令 和九公主殿下有什么关系 九公主和庆兴尧都是老江湖 肯定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所以 在送往京城的卷宗中 负责审判 兼斩的是西川治下一个县府的县令 徐胖子等人虽然出身权贵 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官职 而且按照大康律法 哄台梁架这种罪名 哪里有人报官 就由当地官员处理 只要事后把卷宗送到大理寺 和刑部进行备案就行了 否则什么事都送到大理寺审判 大理寺的人累死也忙不完 所以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单从卷宗上来看 这件事跟金风 九公主 庆兴尧尧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金风 你不要装傻 更不要把陛下和在场的诸位 当成傻子 大臣冷笑说道 在场的谁不知道 是九公主殿下私设行堂 杀了徐德亮等人 都说朝堂诸公个个都巧设如簧 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道理说不通 就说律法 律法说不过 又装赖说钱规则 金风文言冷笑 既然你装赖 那我就陪你好了 徐德亮他们就是老子砍的 你奈我何 说完转身环士文武百官 高声说道 还以后你们 也给老子听着 徐德亮那种 趁着灾荒发国难财的蛀虫 老子发现一个砍一个 发现两个砍一双 你们谁要是不服 尽管去试试 看看老子敢不敢砍你们 陛下 你听听 词子说话何等之粗笔 成何体统 成何体统 冒头的大臣 被金风指着鼻子骂了一顿 气得浑身发抖 扑通一声跪到地上 冲着陈吉喊道 求陛下严承辞子 否则朝纲何在 求陛下严承辞子 其他几个早已商量好的大臣 也纷纷出列 向陈吉施压 沁国公等主战派大臣 一看形势不妙 刚准备出列帮金风说话 却听到金风再次开口说道 陛下 我给你提个小意见吧 什么意见 陈吉好奇问道 咱们都忙着呢 直接让大理寺亲上来吧 要不然跟他们扯到下午也扯不清楚 纯粹浪费时间 金风对朝堂斗争 实在没任何兴趣 一直到现在 他除了沁国公和两个宰相 其他朝堂官员 一个都不认识 包括这个刚才和他抬杠的老家伙 金风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也实在没有心情 再跟他们虚与尾仪了 这些年因为陈吉的软弱 大康皇室的影响力越来越弱 权贵们也越来越嚣张 贪污受贿 欺男罢女 草菅人命的时候 根本毫不避讳 曾有不少权贵的家人 都当街打死过人 目击者无数 后来金城权贵公子圈里 甚至刮过一阵风 为了证明自己家的权势 在金城大街上随便找个人打死 越热闹 越靠近皇宫的地方越好 打死的人来头越大越好 这样才能证明他们家族的势力 后来有个不长眼的权贵公子 打死了一个皇室宗卿 而且是和陈吉没有出五福的血清 引得陈吉大怒 命大理寺严查此案 斩了那个公子哥 这股风气才算被压下去 这种环境下 没有哪个权贵屁股下边是干净的 想要搜集他们的罪证 也再简单不过了 九公主拟定了一个名单 秦镇带着密碟司的人 只用了几天时间 就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 交给了大理寺卿 大理寺卿刚拿到证据的时候 后辈的冷汗把衣服都打湿了 秦镇给他的证据实在太详细 每一条都称得上是铁证如山 大理寺卿知道 这些证据一旦公布 整个大康朝堂 就会迎来一次大洗牌 很多毅历数百年的超级大族 会轰然倒塌 刚才跟金风抬杠的大臣 不知道现在的形势吗 他当然知道 可是他没有办法呀 只能团结起来 希望暴城团给陈吉施压 对抗九公主和金风 陈吉小时候 跟随三个老夫子学习 其中有两个老夫子 都非常推崇所谓的平衡术 认为这就是帝王治理国家 最重要的核心技能 受老夫子的影响 陈吉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他很清楚大康党争 甚至故意纵容主和派 主战派互相竞争 一方若是 陈吉还会偏帮一下另外一方 以免一方做大 其实九公主和金风 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主战派 此时他们占了上风 如果是平时 主和派认个耸 陈吉就会偏帮他们一下 但是现在的情况非同以往 标诗展现的战斗力太强了 金风处决权贵的态度 也太强硬了 如今皇宫几乎就掌握在标诗手里 陈吉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应该怎么选择 何况九公主和金风 给他画下的大饼 也太大太香了 忠心之主 千古一地 哪一个都是他梦寐以求的 之前是做不到 现在金风的出现 让他看到了希望 自然会鼎力支持金风和九公主 听完金风的话 便让大太监宣大理四卿出炼 大理四卿让人抱着一摞公文出来 开始宣读权贵们的罪状 被念到名字的权贵 全都一脸死灰 心中除了咒骂金风和九公主 也在咒骂陈吉 封建时代 皇帝也会反贪 可是为什么越反贪官越多 这边不得不说 封建时代的官场前规则 朝中出现正直清廉的好官 皇帝自然也欣慰 但是大多数皇帝更喜欢贪官 不光因为贪官喜欢拍马屁 讨皇帝欢心 还因为他们有把柄在皇帝手里 在帝王心目中 文武百官 不过是帮他放牧百姓的猎狗而已 官员贪腐 就是他用来拴狗的链子 也是朝臣给皇帝交的投名状 有了这个链子 皇帝什么时候想收拾贪官都可以 这样的官员也更容易被信任 而对于那些两袖清风的清官 皇帝想控制他们 就要找其他有头 这就是皇帝喜欢贪官的原因 这也算封建朝堂上的潜规则 几乎所有官员都明白 只不过有些聪明人知道尺度 从来不犯要命的事情 这样既给皇帝交了投名状 可以收到皇帝的信任 以后事发了 也最多罢官回家 不会把一家老小的命丢进去 但是人类的贪婪是无穷的 很多人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刚开始也的确保持着底线 然而后来受到的诱惑越来越多 便渐渐地开始迷失自我 做事也越来越大胆 九公主这次挑选的 就是那些迷失自我 最大恶极的贪官来下刀 这些人贪得多 罪孽大 一旦杀了 不光他们贪污而来的钱财 可以充赢国库 还可以给百姓传达一种 皇帝要决心反贪的态度 让百姓觉得 皇帝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有利于凝聚民心 被念到名字的大臣之前 还心存侥幸 认为皇帝不会一下子 处理那么多重臣 但是当大理四卿念出 他们的罪证时 所有人都明白了 陈吉的决心 按照大康律例 这些罪证 足以让他们抄家灭族 罪状实在太多 大理四卿足足念了 一个多时辰都没念完 就在金风听得昏昏欲睡的时候 大理四卿终于念完了 大太监银雀奸细的声音响起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清水男爵金风救驾有功 抵抗东满有功 特封为清水侯爵 清水侯爵夫人 关小柔贤梁淑德 为大康妇人之表率 特赐封号川安郡主 文武百官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有人惊讶 也有人露出果然如此的神色 金风这次 在皇帝和文武百官的眼皮子 立下那么大功劳 封赏是肯定的 收官小柔为义女 也是在北城墙上就定下的事 文武百官都毫不意外 但是绝大多数人没想到 陈吉直接把金风 从南爵提升到侯爵 这已经不是破格提拔的范畴了 这简直是一步登天啊 不过想到金风这次立下的功劳 加上金风的实力 他们倒也能接受 然而大太监念完这些 并没有停止 而是继续念到 清水侯爵金风 学识渊博 才华横溢 性情高洁 刚正不阿 特封为大康国师 即刻上任 督察院 刑部 大理寺 密蝶丝 须全力配合国师 清理太子余念 还大康一个朗朗乾坤 什么情况 这次不光文武百官意外 就连昏昏欲睡的金风 也一下子清醒了 侯爵和关小柔的事 九公主早就给她通过气 但国师是什么鬼 谁要给大康做国师 陈文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九公主曾经不止一次地 跟金风商量过 让她做大康的国师 但是金风嫌麻烦 都没有同意 现在好了 直接给自己来了一首仙掌后奏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把帽子戴自己头上 再想取下来就难了 请辞 金风正想着事呢 银雀已经念完了圣旨 庆国公见金风还在发呆 在一旁轻轻咳嗽一声 提醒到 金先生该接旨了 金风虽然知道 这次被九公主和陈吉帅了 但是事已至此 只能上前躬身接过圣旨 早朝进行到这里 也该结束了 国师 以后希望你能拿出 治理金川的镜头 努力帮政治理好大康 陈吉微笑着 看向金风 最近这段时间 他算是被金风和九公主 吃得死死的 现在看到金风吃瘪 心里竟然有些畅快 是 微臣定当竭尽全力 帽子都戴上了 金风也只能配合陈吉演戏 陈吉笑了笑 冲着银雀使了个眼色 银雀甩了甩扶尘 尖声喊道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话音刚落 之前和金风抬杠的大臣 就爬到大殿中央 臣有事起奏 陛下 臣是冤枉的呀 求陛下开恩啊 可是陈吉就好像没听到似的 直接起身走到朱连后边 把乱瘫子留给了金风 大臣见陈吉走了 顺手抱住金风小腿 哀求道 国师 下官之前不应该顶撞您 下官知错了 求国师饶过下官一次吧 其他被大理四卿念过罪状的大臣 也有不少冲着金风求饶 其中不罚国公 之前九公主让密蝶斯抓人 其实大部分都是小虾米 是用来迷惑那些权贵的 此时才算是动真格的 被大理四卿点名的人中 有四个国公 大康朝堂总共才不到二十个国公 这下直接被干掉四分之一 放开 金风嫌弃地踢开大臣 下达了他作为国师后的第一条命令 秦镇 把大理四卿刚才念到名字的人都关起来 他们的宅邸也一同疯了 等候发落 是 秦镇当即命令赤甲军冲进洪德殿榜人 金风 你根本不知道百年士族的底蕴 你一下子得罪这么多士族 一定会后悔的 金风 你休要得意 你不过是陛下 拿来对付我等的刀而已 我等的今天 便是你的明天 被绑的权贵大多都认命了 但是也有人不甘心 出言威胁恐吓金风 可惜金风根本不吃这一套 对于他们的威胁 不屑一顾 他们能想到的问题 金风自然能想到 但是自古以来 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谁的拳头大 就是谁说的算 金风之前 为什么要一只狗在金川 不来京城 除了先应付朝堂麻烦之外 最大的原因 就是他的力量还不够强 不敢和天下士族为敌 但是经过大满坡之战 镇远标局得到飞跃般的提升 还成立了镇远军 镇远军的意义 不仅是可以多收五千人 那么简单 金风还因此 获得了随意发展武器盔甲的资格 此时 西河湾的冶炼车间 在不分昼夜的锻造盔甲 三百黑甲标师 便敢硬闯东蛮大营 如果镇远标局的标师 都配上黑甲和黑刀 这天下谁还能挡得住金风 镇远标局 就是金风的底气 也是他立足大康的根基 金风早就对大康的权贵阶层不满了 如今有了收拾他们的实力 权贵们又自己作死送上了门 金风不收拾了他们 对不起被他们祸害的百姓 没有理会权贵的哀求和威胁 金风大步离开洪德殿 走进偏殿 刚进门 就看到九公主再往后门溜 陈文 你给我站住 金风冷着脸喝道 九公主吐了吐舌头 低着头走到金风面前 夫君 文知道错了 可是文也是没办法 跟你商量那么多次 你都不同意 只好擅自做主 先斩后奏了 不等金风训斥 九公主赶紧主动认错 夫君 你不是也一直想让百姓够得好点吗 国事真的很适合你 你就帮帮文 帮帮父皇吧 说完 搂着金风的胳膊 可怜巴巴地说道 只要你答应帮文 文什么都听你的 真的 金风斜着眼睛问道 当然是真的 九公主连连点头 她本来就擅长揣测人心 对于金风心里那点小癖好 了如指掌 所以在外人面前 她总是一副冷若冰霜的傲娇模样 但是有求金风的时候 就会变得低眉顺眼 摆一摆顺 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一招也的确有用 一直把金风吃得死死的 可这次她却失算了 只见金风斜着眼睛说道 那先做一百个深蹲 五十个俯卧撑吧 前几天在御书房 金风见九公主 一直低头批改奏折 就教了她俯卧撑和深蹲 让她每半个时辰做几个 九公主之前从来没做过这些 深蹲还好 可以做几十个 但是俯卧撑就不行了 最多十个就扛不住了 一听金风让她做这个 脸色顿时苦了下来 摇着金风的胳膊撒娇道 换别的行不行 不行 金风摇头 不给你长点记性 你下次还不得上天 一百个深蹲 五十个俯卧撑 少一个都不行 那 行吧 九公主点点头 随后问道 如果我做到了 你是不是就心甘情愿来做国师 金风再傻 也知道 九公主再给她上套 才不会往里钻呢 毫不犹豫摇头 我可以先做一年半再看看 如果趁心 就接着做 如果不趁心 就再说 其实 金风对于国师这个职位 并不是特别排斥 国师不用必须上朝 甚至没有具体事务 但是想管事的时候 又什么事都可以过问 的确非常适合金风 他一直想为大康百姓做些事情 这也是他愿意帮九公主的原因 不管九公主的出发点是什么 但是他愿意努力 让百姓过得更好 这个目标和金风是一致的 就算和九公主 没有后来这些事 金风也依旧会帮她 但是金风却不会真的色令之婚 被九公主左右 让她做深蹲和俯卧撑 也是在提醒她这一点 以九公主的聪慧 自然明白了金风的意思 撅着嘴冲金风 皱了皱鼻子 晚上再做行吗 白天还有很多事呢 离开洪德殿 金风在门口见到了张良 他昨夜带着标诗返回镇远标局住点后 又安排标诗轮职和各种工作 一直忙到半夜 然后只睡了不到四个小时就起床 来皇宫等候金风的安排 加上在北岸的几天也一直没睡好 此时两个眼圈都是黑的 但是精神状态却比较亢奋 见到金风 用紧剩的一条手臂 捶了捶胸口 先生 殿下 信不辱命 梁哥 辛苦了 金风拍了拍张良的肩膀 这几天时间 张良整个人瘦了一圈 脸色也不好 梁哥 辛苦了 九公主也冲着张良微微躬身 等最近的事情忙完 我请父皇亲自为梁哥和各位兄弟颁发金钩 金钩相当于大康的军功章 皇帝亲自颁发的金钩 是大康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誉 多谢殿下 张良激动地冲着九公主又捶了捶胸膛 这是你们应得的 九公主微笑着称赞道 你们这一战打得实在太精彩了 父皇和文武百官在城楼上都看待了 也是运气 魏先生配的西奥效果太好了 张良谦虚摇头 其实这一仗打得也出乎他的预料 在金风 张良御书房制定的计划中 第一目标是闯赢夺帅 利用热气球和手雷干掉椰绿树 然后由黑甲标尸闯赢 夺走东蛮人的帅棋 第二目标是冲击东蛮人的杨马银 当时他们都不敢想带走战马 只希望大壮带人把杨马银撕出个口子 放走东蛮人的战马 然后看看战马是否会跑得到处都是 标师或许就可以趁乱收拢一批 如果京城所有标师 每人都能配上一匹战马 再借助热气球和手雷优势 就能和东蛮人打持久战 结果战斗比金风 张良他们预计的要顺利得多 其中最出乎金风预料的是 魏无牙配的泄药 效果简直太强了 金风在大猛坡战斗之后 和张良复盘战斗的时候 曾经提起过下药这一招 张良当时记下了 事后找魏无牙要了泄药的方子 但是普通土匪 不值得他动用这种手段 就一直没有使用 这是第一次在战场上使用 效果大大超出了金风和张良的预期 东蛮毕竟有三万骑兵 如果不是泄药让他们拉得直不起腰 战马也失去控制 就算有热气球和手雷 这一仗也不可能如此顺利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不管怎么说 这一战你当局手工 如果没有你当场果断地发动攻击 就不会有如今的局面 金风再次拍了拍张良的肩膀 提醒道 回头陛下风赏的时候 你可别犯傻推辞 知道吗 这场战斗的胜利 张良的确功不可没 按照计划 抓住耶律树 夺走帅棋 把东蛮人的注意力吸引走 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但是张良在战场上一看 局势比计划中更加顺利 立刻请示金风 果断地带着两千人 杀进三万人的敌营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 但正是这个决定 才有了现在的局面 知道了 张良赶紧点头 就算他自己不想要封赏 还要考虑到其他标诗呢 知道就行 金风点点头 人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张良答道 按照先生和殿下的吩咐 我把标诗分成了五对 分布在城内不同位置 只要有人闹事 保证可以第一时间赶到 很好 那可以开始了 金风看向九公主 先去哪一家 当然谁最有钱 就去谁家 九公主冷声说道 切儿 让秦震把户部左侍郎吴定带过来 是 切儿答应一声 转身就走 很快 秦震带人压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大胖子 走了过来 金风看着吴定 眼中闪过一丝怒火 之前关押的官员中 户部侍郎吴定的官职 排不上前五 他的顶头上司户部上书 也被抓起来了 但是吴定却是最嚣张 贪腐问题最严重的 吴家是传承数百年的大家族 族人不可计数散布在大康各地 人多了 当官的也就多了 吴定的父亲是上一任户部上书 大伯是上一任宰相 门生无数 这些门生都受过吴定父亲和大伯的恩惠或提拔 而且很清楚 做官不能单打独斗 所以都以吴家马首是瞻 在大康朝中被称为吴党 吴定的父亲去世后 吴党并未因此解散 而是继续以吴定为首领 包括户部上书也是吴党的一员 明面上户部上书是吴定的顶头上司 但是朝堂老人都知道 户部真正做主的人是谁 大康户部的权力极大 不光负责全国的户籍 土地 赋税等诸多财政大权 兵部给士兵发的良响 力部给天下官员发的奉务 也都是由户部负责 可以说 户部掌管着大康的钱袋子 所以 在大康朝堂中 所有大臣都知道 轻易不要得罪户部的人 否则他随便卡你一下 就能让你叫苦不迭 吴家从一百多年前就把持着户部 吴定现在官职是侍郎 等这一任户部上书退位之后 他的资历也够了 就可以顺利接任 这是朝中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把持了户部 便是吴家屹立不倒的原因 而且 吴家人很会讨皇帝开心 花石刚这个主意 便是吴家人提出来 也是由吴家人去负责执行的 每年吴家人都会打着 为皇帝筹集花石刚的旗号 在大康各地搜罗美女和文丸其真 其中真正送到皇帝手中的 不超过四成 剩下的大半都被五党私自分了 而这大半中的大半都落到了吴家手里 吴家把持户部一百多年 积累的财富可想而知 所以 吴家人也极为嚣张 吴定的几个儿子 在京城顽固圈子中 是出了名的混蛋 欺男霸女 当街打死人的事情 他们不知道干过多少 蜜蝶丝搜集到的 关于吴家的证据 足足有一尺多厚 这样的家族 自然是九公主和金风的重点打击目标 也是他们要宰杀的第一头肥猪 吴家早已被蜜蝶丝钉死了 今天抓了吴定之后 进军第一时间便封锁了吴家 关押了吴家所有人 等待九公主去抄家 但是让九公主和金风意外的是 他们让进军把吴家翻了个遍 只翻出来不到三万两银子 吴定 别浪费本宫的时间 也别考验本宫的耐心 直接说吧 把银子藏哪了 三万两银子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 但是对于吴家这样的豪族来说 根本不可能 当初金川的赵献卫逃跑时 还带着九千多两银票呢 殿下 国师大人 下官真的冤枉啊 吴定跪在地上 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 我吴家世代为大康尽心尽力 从不敢多拿一分钱 这三万两银子 是我吴家积攒了数百年 才积攒出来的家业啊 吴定 你蒙谁呢 秦镇撇嘴指了指跪在院子里的一群姑娘 如果我没认错 这些可都是金月阁 一厢楼的头牌姑娘吧 哪一个没有几万两 你能买回来 他们都是好友相赠 实在推脱不了 下官又念及他们可怜 便收在府里做个下人 也算是做了些许好事吧 吴定面不改色地回答 银子可以藏在外面 但是姑娘要是藏在外面 每次私会还要去外面 多不方便 所以 吴家的银子虽然没多少 但是搜出来的姑娘 却跪满了三个院子 吴定在回来之前 就知道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早就想好了答案 到这时候了 你还当我们是傻子吗 秦镇觉得自己被侮辱了 秦都统 别跟他废口舌了 把吴庆龙他们带过来 九公主皱眉说道 秦镇挥了挥手 廖印便压着吴定的几个儿子过来了 吴定 本宫再问你一句 银子藏哪儿了 九公主低头问道 殿下 我吴家真的只有这些银子 吴定依旧不肯开口 廖印 先把吴庆龙砍了吧 九公主挥手说道 表情冷漠的 不像是要处决一个 数百年家族的嫡长子 而是让廖印 才死一只蚂蚁一样 是 廖印上前 揪住吴定的大儿子 爹 救救我呀 吴定的大儿子 吓得面如土色 一身肥肉抖个不停 老爷 快救救龙儿啊 吴定的正妻 跪在地上不停磕头 殿下 龙儿还是个孩子 求您放过他吧 如果本宫没记错 他上个月在金月阁包楼 庆祝二十八岁生辰吧 好像还打扫几个青楼姑娘 九公主冷笑道 二十八岁的孩子 怪不得这么难管 既然吴夫人你管不了 本宫便替你管好了 殿下 你不能这样 就算我儿有罪 你也不能私自用刑啊 吴定到此时还不肯松口 而是爬过来 要抱九公主的腿 可还没爬到九公主跟前 就被气儿一脚踢开了 廖印 你等什么呢 九公主不耐烦催促道 毕竟是吴家的嫡长子 廖印原本还有些犹豫 但是看到九公主脸上 已经满是不耐烦 便心一横 手起刀落 随着刀一起落下的 还有吴家嫡长子的头颅 吴定的老婆 吓得两眼一番 当即晕倒在地 吴定也没想到 九公主说杀人就杀人 脸色也变得一片惨白 金风眉头微皱 却没有说什么 九公主这样滥用私刑固然不好 但是如今 这种局面 必须这样的铁血手腕 才能震慑贵豪族 而且 吴家的男丁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是横行霸士的主 全杀光绝不冤枉一个 所以他非但没有阻拦 反而还让张良和彪师 做好了战斗准备 一旦权贵豪族敢带领家丁反抗 当即镇压 九公主示意廖印 带来吴定的二儿子 冷声问道 现在可以说了吗 陈文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当父 早晚会遭报应的 吴定两眼赤红 也不叫殿下了 直接喊着九公主的名字贺骂 九公主也不生气 只是冲着廖印点点头 嫡长子都杀了 廖印自然不会再再回个次子 手起刀落 吴定的二儿子也没了 这次不用九公主说话 廖印自觉地 把吴家三儿子拉了过来 吴定的妻子 好不容易醒了过来 正好看到三儿子的脑袋 滚到他脚下 又直接晕了过去 别杀了 我说 我说 当廖印抓起四儿子时 吴定终于扛不住了 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指着旁边院子的侧门说道 那个院子有口古井 井里有条密道 吴定说完 秦镇立刻带人 冲进旁边院子 在院子的古井中 果然发现了一条密道 密道用青石铸成 看起来颇有年月 顺着密道往下走了几十米 发现了一个 同样用青石建造的 巨大地下大厅 点燃墙壁上的火把 金风和九公主 都下意识地眯起眼睛 大厅里堆放着 无数的金银宝物 在火光的映照下 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我就说嘛 密蝶丝明明看到 经常有人给吴定送礼 又没看到 他运出去 怎么可能没有呢 秦镇回过神 喃喃自语道 可是这也太多了吧 我在国库都没见到 这么多金银珠宝 九公主眯着眼睛扫尸一圈 眼中没有收获后的惊喜 而是几乎抑制不住的怒火 他早就知道 吴家肯定有大量金银 但是没想到这么多 的确如秦镇所言 大康国库这些年 都很少有这么多金银 国师 请安排一对镖师过来 和赤甲军一起看守水井 九公主看向金风 他毕竟还没真的嫁给金风 有外人在 他不好称呼夫君 也不再称呼先生 而是换成了国师 金风知道 九公主这么做 是打算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 让自己慢慢习惯 并接受国师这个职位 他现在也懒得 跟九公主掰扯这个问题 点点头吩咐随行地大流出去 安排人给张良传信 财博动人心 比大康国库更多的钱财 单独交给赤甲军看管 别说九公主不放心 金风也不放心 他接下来要做的是 还要依靠这次杀肥猪得来的银子呢 吴家不光有银子 在其他地方肯定有房产地产和存粮 九公主冷声说道 秦震 本宫不管你密碟司用什么办法 哪怕把吴定千刀万剐 也要把所有东西都给本宫问出来 是 秦震赶紧答应 国师 你抽掉几个标诗 配合密碟司 大理寺 刑部和督察院 共同负责审问 九公主又看向金风 好 金风点头 多方会审 才能互相监督 以免一方贪磨 封锁吴家 一只狗都不能放出去 九公主冷着脸走出大厅 去下一家 九公主和金风从水井出来 正好看到一支禁军队伍 跑过吴家大院 看到禁军 吴家所有人脸色都变得惨白 特别是那些女眷 全都吓得止不住发抖 有个女眷甚至直接起身 低着头往院墙上撞 准备自尽 快 拦住她 金风剑状赶紧大喊 北千寻从袖子里掏出颗石子 甩手扔了出去 嗖 那个准备自尽的女子 腿弯一软 扑通栽在地上 随后赶到的禁军 把她压了回去 为了防止她再次寻短剑 直接把女子死死摁在地上 公主殿下 求您看在 咱们一起读过书的情分上 给我个痛快吧 被摁在地上的姑娘 冲着九公主的方向哀求 京城官家的女眷 多多少少都听说过抄家的经过 知道接下来等待她们的是什么 她们此时 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家小姐了 而是成了犯官家人 等下抄家的时候 禁军会侵犯她们 再然后被送到教方司 教方司是什么地方 那是官办青楼 从官家大小姐 变成任人凌辱的青楼姑娘 这个身份转变 比直接杀了她们还要残忍 放开她 九公主走上前去 让禁军放开那个姑娘 脸上也满是无奈 吴定年轻时生性风流 正妻小妾便有几十个 更别说那些没有名分的奴婢丫鬟了 女人多了 孩子自然也多 吴定有二十多个儿子 四十多个女儿 被禁军摁在地上这个女子 便是吴定第二十二个女儿 因为聪明伶俐 非常得吴定喜欢 专门跑去找陈吉 把她送到宫里 和皇子公主一起读书 樊姐 你不用这么激动 国师说了 这次只成罪臣 不进行连坐 审查过后 如果你没有跟你爹一起参与过贪腐 也没有打杀过仆人 很快就会放你出来 九公主看着女子说道 我从来不参与爹的事 也从来没有打杀过仆人 吴家姑娘赶紧摇头 那到了天牢 就好好交代 很快就能出来 九公主叹息一声 转头看向秦镇 让你的人都老实点 本宫要是听说谁的手脚不干净 本宫就剁了她的手 还有不能非礼无家女眷 是 秦镇抱权说道 我等下请镇远标局支援一队女标师过来 单独看押女眷 可以 九公主点头 还有一点 等下贴封条的时候 必须贴上镇远标局的封条 回头来抄家 也必须有镇远标局的人在场 才能撕封条 清点物资 明白吗 是 秦镇公身应命 按照正常流程 镇远标局并不是官方组织 没有贴封条的权利 可九公主和皇帝 现在最信任的不是禁军 也不是秘蝶丝和大理寺 反而是京风的镇远标局 大康朝堂之前的风气 实在太坏了 九公主和皇帝 也不敢保证秘蝶丝 大理寺和禁军 会不会坚守自盗 这种事情 在大康太常见了 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潜规则 禁军在抄家的时候 都会提前在袍子下准备好布袋 抄家结束的时候 哪个人的布袋 布都塞得满满当当 至于被抄家的女眷 下场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之后会被送到教方司 所以没人会在乎 对于皇帝和九公主的决定 秦镇心里自然不爽 却也说不出什么 之前太子逼宫 禁军不可能不知道 可是却没有及时去救援 虽然主要原因是 他父亲秦鹏遭遇刺杀 禁军的指挥权 被冯家夺走 但是禁军依旧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秦镇扪心自问 如果他是臣级 在禁军没有被彻底整理肃清之前 也不敢再信任禁军 而是会信任金峰和镇远镖局 金峰为人虽然孤傲 还有些吊锅铛 不把皇权看在眼里 但是 如果没有他和镇远镖局 陈吉已经完蛋了 加上九公主这一层关系 陈吉不信任他 还能信任谁 九公主和金峰 从吴家出来 赶往下一家 下一家是礼部尚书家 距离吴家只有不到两里地 两人没有乘坐马车 也没有骑马 而是并肩行走 国师 真的要取消连坐吗 九公主边走边问道 咱们抄了吴定的家 吴家后人和宗族 肯定心怀怨怨 不斩草除根的话 恐怕他们会闹事啊 吴阳 我只是说不连坐 并没有说不审判 金峰说道 你说按照律法严格审判 吴家没饭事的男丁有几个 没饭事的那些人 真的会恨咱们吗 恐怕没几个 九公主摇头 吴党这些年 在朝中的势力越来越大 吴家做事也就越来越霸道 严格审判的话 吴家直系男丁 一个也跑不掉 庞系也会揪出来一大串 那些没被审判的庞系男丁 他们真的会怨恨咱们吗 金峰再次问道 九公主文言露出恍然之色 我明白了 没被审判的吴家庞系男丁 肯定是不被吴家重用的 不被重用 也就得不到好处 甚至和吴家直系有矛盾 这样的人 自然不会为了吴家和朝廷作对 所以在金峰看来 谁犯罪谁承担惩罚 连作没有必要 也没有意义 就算真的有幸存的吴家人 怨恨金峰 他也不在乎 吴定还在的时候 金峰都不怕吴家 更何况吴定被抓 吴党被剿灭了呢 打铁还需自身硬 震慑对手最好的办法 就是强大自己 取地连作就取地连作吧 九公主话说到一半 身旁的气儿 陡然把他按了下去 北千寻也按下金峰 嫡喜 保护先生 保护殿下 大刘冷喝一声 第一时间带领轻卫队 把金峰和九公主死死围在中间 秦明则带着九公主的护卫 围在轻卫队外边 下一秒 数十道箭矢飞逝而至 但是 不管金峰的轻卫队 还是九公主的护卫队 都穿着黑甲 箭矢射在他们身上 和挠痒痒差不多 杀呀 活捉金峰 活捉陈丸 对面一座院落中 冲出数以百计的蒙面人 挥舞着长刀 冲向金峰和九公主 我以为他们 还要继续做缩头乌龟呢 最后还是忍不住了 金峰冷笑道 大刘 姚人 大康权贵豪族 豢养家丁的情况非常普遍 之前逼宫的蒙面人 绝大多数都是豪族们 暗中培养的武装家丁 虽然当晚被杀掉不少 但是金峰和九公主都知道 还有更多武装家丁 躲在暗处 这些都是不安定因素 当初九公主让禁军出城 除了帮标师收押东蛮人之外 也有把剩余武装家丁 引诱出来的原因 或许因为标师们 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太强了 权贵豪族都被镇住了 那天根本没有武装家丁 出来闹事 但是今天 权贵们还是动手了 他们也是没办法了 九公主的手段 实在太狠了 吴定说抓就抓 吴家说抄就抄 再不动手 等待他们的 将会是和吴家一样的结局 咻 一道响剑 带着尖锐的哨声飞入空中 然后在空中炸炼 吴家旁边的院子 陡然冲出过摆标师 其中大半身穿黑甲 金锋身后 秦震也带着禁军 冲出吴家大院 我的天 是镇院标局的黑甲标师 不是说他们 在临岸坊吗 怎么会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啊 现在如何是好 看到黑甲标师 蒙面人都吓住了 在动手之前 权贵们特意调查过 标师的行踪 张良把标师分为了五个部分 分布在京城各处 其中最近一处 也在三里外的临岸坊 所以 豪族们再会把蒙面人 埋伏在这里 可是金锋和九公主 早就防着权贵豪族呢 怎么可能没有准备 昨夜 张良特意从金川商会和亲家 要了一些人冲冲标师 被冲冲的标师 则埋伏在九公主 准备好的几个院子里 现在果然用上了 黑甲标师的战斗力 这几天在京城被传得神乎其神 看到他们 不少蒙面人 下意识放慢脚步 都愣着干什么 快上啊 蒙面人首领冷喝道 事已至此 只有杀了金锋和陈稳 咱们城外的妻儿老母 才有活路 这些蒙面人 要么是豪族从小培养的死士 要么是有家人在豪族手里 不敢不拼命 在首领的催促下 死士最先反应过来 其中有几个高手 更是略出队伍 想在标师和金锋会合之前 杀掉金锋和九公主 这几个高手的速度都极快 如果单从速度来计算 标师的确来不及保护金锋 但是轻卫队早就做过 针对高手的训练 都不用大留下令 标师们第一时间取下手弩 对着飞烈而来的几个死士 扣动扳机 可是死士们也是有备而来 只见他们 从背上取下一块盾牌 轻易就挡住了手挠箭士 看你们挡不挡得住这个 一个轻卫从腰间取下一枚手雷 用火折子点燃 扔向死士 可是让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 对方一个死士竟然猛然加速 在手雷落地之前 一脚把手雷踢了回来 卧槽 金锋头皮一炸 下意识搂住九公主 把他压到身下 啪 手雷砸到一个标师身上 落到地上 此时手雷的影线 几乎已经烧到了底 这个轻卫一看再踢走 已经来不及了 纵身一跃 趴到了手雷上 下一秒 手雷便轰然爆炸 这个轻卫 被炸得飞起三四米高 哪怕穿着黑甲 有一条胳膊 依旧被炸飞了 两条腿也都被炸断大半 落地之后 吐了两口血水 便停止了挣扎 其他轻卫 也被手雷爆炸的冲击波 掀翻在地 终日玩鹰 还是被鹰灼了眼 自手雷出现以来 就一直是标师们的杀招 这是第一次 有标师死在手雷下 山子 大刘嘶吼一声 眼睛瞬间变得血红 从地上爬起来 手持黑刀冲向死士 滚回去 北千巡从后边 揪住大刘的衣领 直接把他扔回去 自己则手持黑刀 迎了上去 猪儿 保护好殿下 切儿交代一声 也跟着冲了出去 但是死士高手 足足有六个 切儿和北千巡 拼死也只挡住了三个 剩下三个 继续冲向金风和九公主 金风的亲卫 和九公主的护卫 都穿着黑甲 刚才又被手雷的爆炸掀翻 死士还有大半没有爬起来 爬起来的几个人 也没有死士高手的速度快 被轻易突破了 三个死士高手 从三个方向 分别扑向金风和九公主 猪儿没有分身之术 也没有三头六臂 他只能挡住一个人 先生 殿下 看到这一幕的标识 全都目自欲裂 有几个标识 甚至扔出手中的长刀 意图阻止死士高手 眼看着死士高手 就要冲到面前 金风和九公主 同时举起右臂 一人对准一个死士高手 碰 碰 随着两声巨响 飞扑而来的两个高手 胸口同时蹦出一团血雾 先后倒飞出去 金风和九公主的袖子里 都冒出青烟 标识们这时候才想起来 金风身上是有枪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 金风什么时候 给九公主也弄了一把 此时 金风的亲卫 和九公主的护卫都爬了起来 一部分人去帮助桌 一部分人去帮助窃和北千巡 双拳难敌死守 在轻微的配合下 剩余几个死士高手 很快被乱刀砍死 黑甲标诗虽然还没和金风会合 但是蒙面人已经进入了他们的手弩射程 看到黑甲标诗取出手弩 蒙面人也纷纷取出盾牌 标诗们的箭矢虽然被挡住 却极大影响了蒙面人的速度 趁着这个机会 大刘再次取出手雷 有了刚才的教训 这次大刘等到手雷的影线 烧了一大半之后才扔出去 手雷飞到蒙面人的头顶 正好爆炸 最前面几排蒙面人 直接被先飞大半 剩下的也阵形大乱 趁着这个机会 黑甲标诗分成两队 一队和金风会合 另外一队 则堵住了蒙面人的退路 缴械不杀 带队的标诗排长冷喝道 否则格杀勿论 想让我们投降 门都没有 蒙面人首领喝道 这里有老爷的眼线 谁敢投降 他的妻儿父母 必死无疑 听到他这么喊 蒙面人纷纷握紧长刀 竟然没有一个人投降 杀 标诗排长健壮 直接下达攻击命令 接下来 就是面对面的白刃战了 标诗们身穿黑甲 手中又有锋利无比的黑刀 蒙面人哪里是对手 战斗只持续了不到十分钟 便结束了 蒙面人被干掉大半 被生擒了二十多个 不是他们不想死 而是北千寻和气 以及随后赶来的 秦镇和廖映出手了 他们的下颌骨和双臂 都被卸掉了 连寻死的机会都没有 给我问问 他们是谁家的 九公主冷声说道 接下来的半个月 大康朝堂 掀起了一股整改风 权贵们之前还心存侥幸 认为法不择重 准备抱团抵抗九公主 可是九公主当初在西川 那么恶劣的形势下 都敢砍一群顽固子弟 现在得到了金风和皇帝的支持 会惯着他们吗 京城里到处可以看到 四处奔走的禁军和标诗 一个个平时高高在上的达官贵人 沦为阶下囚 权贵们自然也不会束手就擒 从抄家开始 京城里每天都至少发生一场战斗 随着九公主抄家的范围越来越大 蜜蝶丝在城内排查得越来越严格 战斗发生得越来越频繁 也越来越激烈 权贵也是没办法 九公主动真格了 被抓的官员 个个又是罪孽深重 几乎都难逃一死 人都死了 留下再多死事 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 哪怕明知道不是阵远标局的对手 明知道这是九公主故意设下的圈套 冒出来的死事家丁 却越来越多 暗杀手段也层出不穷 但是京风和九公主 早就做好了准备 死事家丁冒出来一伙灭掉一伙 随着抓捕行动的持续开展 京城百姓全都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自然不会再有人去 守着京川商会和拍卖行 等着见京风 京风也终于可以去拍卖行看看了 先生 前面就到拍卖行了 洛兰指着一片院子说道 按照您当初的设计 这个拍卖行总共有两千个座位 还有数十个包间 还挺气派 京风看着拍卖行叹了口气 可惜拍卖行的生意 再也不会像之前那么好了 之前拍卖行全靠从权贵顽固手里赚钱 如今九公主在京城杀疯了 贪赃王法的权贵几乎被她肃清一空 落网之余也不敢再蹦打 拍卖行的生意肯定会遗落千丈 但是京风对此并没有太在意 如今她根基已成 拍卖行这点损失 对她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 去年她采取以工代振的方式 除了在西川各地架桥修路 还修建了不少工厂 大康的工价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只要管饭就能招到大量员工 随着这些工厂先后投入使用 会给京风提供源源不断的钱财 拍卖行生意不行就不行吧 大不了减少拍卖场次 其他时间改成剧院 用来宣传大康的各种新政策 同时也可以上演一些舞台剧 讲一讲民间的故事 免得皇帝和文武百官 连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都不知道 京风正盘算 是否让清冤带着京川歌舞团来京城呢 旁边的洛兰突然轻轻扯了扯她的袖子 先生 庆府的人来了 京风转头看去 正好看到几辆马车先后驶来 马车顶下挂着的灯笼上 写着大大的庆字 庆国公怎么找到这里了 京风有些不解 这次肃清 京城很多家族都被牵连 庆家是少数没有被牵连的几个家族之一 不是说 庆家一点贪腐问题没有 而是九公主这次肃清朝堂 并不是真的完全为了贪腐 说白了 更像是铲除一几 庆家原本就是坚定的主战派 一直和九公主同一阵营 庆怀和庆兴尧 更是一直坚持在前线 庆国公也非常识趣 不仅主动地交了认罪毁过书 还主动上缴了数十万两白银 数万亩粮田 还交出了数十个囤满粮食的粮仓 不光如此 庆国公还在认罪毁过书中 再三保证以后会严格要求族人 基于这些原因 九公主便决定放庆家一马 其他几个得以幸免的家族 也和庆家的情况差不多 金峰在发家之初 没少得庆家照顾 庆国公亲自来了 他也不好拖大 说着便准备上前赢一赢 先生 这不是庆国公的马车 像是庆家公子的车子 洛兰在旁边小声提醒道 庆家哪个公子 金峰问道 这个未不知道 庆家两位公子的车都一样 洛兰说道 那就算了 不用管他们 既然知道不是庆国公 金峰便懒得搭理他们 准备带洛兰进拍卖场 但是马车却停在拍卖场正门口 一个瘦高的年轻人 从马车上跳下来 眼睛一下子锁定了金峰 哈 你就是金峰吧 年轻人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 准备和熟人一样 搂金峰的肩膀 别说金峰跟他不熟 就算熟悉 他也不习惯和同性太亲密 往后退了两步 周梅说道 我是金峰 你是谁 我是庆怀的大哥庆征啊 年轻人有些尴尬地放下胳膊 你也和庆怀一样 叫我大哥就行了 我没有这么不着调的大哥 金峰有些不耐烦说道 对于庆怀的两个哥哥 不知道听庆木兰说过多少次了 每次说到京城庆家 庆木兰都要把这俩货拉出来 和庆怀对比 嘲讽一番 加上当初郑芳和刘琼来京城报信 也被庆怀的两个哥哥难为 所以 金峰对他们的印象非常不好 顽固公子哥最在乎的就是一个面子 金峰这么说话 几乎是把庆征的脸扔到地上去踩 庆征脸色当时就变了 如果金峰是其他国公家的公子哥 恐怕庆征早就爆发了 但是面对金峰 他却不敢撒泼 这位和京城的公子哥可不一样 是真敢杀人的主 就在庆征尴尬地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 马车上又跳下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 中年人显然比庆征沉稳多了 见到金峰赶紧行礼 下官魏武泰 见过国师大人 你的动作够快啊 金峰瞟了中年人一眼 微微眯起眼睛 虽然他不记得这个中年人的名字和官职 却记得在朝堂上见过他 而且不用问 他也知道中年人为什么来 肯定是权贵们意识到 在京城不可能打得过镖师和禁军 便派人来接近金峰 企图寻找突破口 想到这里 金峰便有些好奇 他不知道权贵们会用什么来贿赂自己 正想着便看到后边的几辆马车 下来一群阴阴阴阴 高矮胖瘦虽各有不同 但是每一个都面容精致 恶挪多姿 举手投足之间 净显风情 却又不失典雅 一看就是经过严格训练的 先生 这些姑娘都是金月阁和一厢楼的红牌姑娘 不仅貌美如花 而且个个都精通琴棋书画 洛兰凑到金峰耳边 小声解释道 请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喝杯茶 都至少需要数百两银子 好大的手笔啊 金峰闻言 不由又多看了那群姑娘两眼 他在西河湾的时候 就听说过金月阁和一厢楼 据说是 京城消费最高的两家销金库 比他的拍卖行和金川商会赚钱多了 发现金峰看向姑娘 沁征偷偷冲魏武泰挑了挑眉毛 露出得意之色 金峰在看姑娘 姑娘们也在偷看金峰 金先生 您的诗作在金月阁和一厢楼 非常受姑娘们喜欢 听说我要来见您 都要跟着来呢 魏武泰上前一步 笑着说道 他这话倒不是吹捧 金峰在金月阁和一厢楼的名声 的确很大 几乎所有姑娘 都能背诵好几首金峰写的诗词 有些铁杆小迷妹 甚至能背诵全部 甚至还有一些擅长音律的姑娘 把金峰的诗词谱曲去唱 确切地说 不仅金月阁和一厢楼 几乎所有大康稍有规模的青楼 金峰都是知名人物 不光因为他的诗词 还因为他和唐小北 清渊的故事 唐小北和清渊都出身青楼 本来命运凄惨 但是遇到金峰之后 两人的命运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两人如今 一个是金川商会总掌柜 一个是金川歌舞团的团长 全都是青楼女子 梦寐以求的好归宿 所以 全大康的青楼女子 只要听说过金峰的 九成九都把他当成了 最好的夫婿人选 就算不能和唐小北一样 嫁给金峰 掌管偌大的金川商会 和清渊一样也行啊 虽然没有名分 却可以凭自己的手艺吃饭 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此时这群阴阴阴阴 看金峰的眼神 就全都火热无比 金 金先生 姑娘们都对拍卖行很好奇 你难道不请姑娘们 进去看看吗 庆征本来还想叫金峰的名字 可是看到北千寻 微微眯起的眼睛 赶紧改口 当初北千寻的小姐家 没落魄之前 带北千寻去师会 见过庆征 所以 两人之前就认识 如果只是这样 庆征倒也不会惧怕 北千寻的小姐 后来被卖到教方司 她也去错过热闹 如今 北千寻成了金峰的人 要是找理由把她捶一顿 庆国公都不会说什么 既然都来了 那就进去吧 这么多花枝招展的姑娘 站在门口 的确不太合适 已经有路过的百姓 探着脑袋往这边看了 等下万一围过来 金峰今天就走不了了 金月阁和一厢楼的消费虽然高 但是和姑娘们关系不大 那些银子都被老宝收走了 就连客人偷偷给的赏钱 也要上缴给老宝绝大部分 否则被搜出来的话 后果就严重了 轻则没收所有私房钱 重则一顿毒打 每年不知道 有多少青楼姑娘 就是这么被打死的 至于人身自由 更是想都不要想 没有老宝的允许 青楼姑娘休想出门一步 越是上档次的青楼 越是红牌的姑娘 这一点就越严 因为青楼里的姑娘 厨子之身最值钱 而很多红牌姑娘 都被老宝保护得很好 一直吊着客人的胃口 准备等到先赚几年前 再让她破身 这样才能利益最大化 今天来的姑娘 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虽然是两大青楼的红牌 不知道为青楼赚了多少钱 但是每年 能走出青楼的次数 屈指可数 对于早就文明京城的 金川拍卖行 都好奇不已 进了拍卖行之后 姑娘们就四处打量 时不时还偷瞄金风一眼 不管金风什么时候看过去 都能看到 有姑娘在偷偷看她 发现她看过来 有些姑娘害羞地躲开眼神 有些则冲着金风点头打招呼 有几个胆子大的 还冲着金风抛媚眼 拍卖行是金风 按照后世的剧院设计的 最前面是一个舞台 舞台对面 是一片呈扇形排列的阶梯座椅 在舞台和座椅之间 有一段空地 金风走过去 在第一排座椅上 找了个位置坐下 然后抬头问道 说吧 你们找我干什么 主要是姑娘们崇拜您 想来见见您 我就自作主张带他们来了 魏武泰说道 这些姑娘各个能歌善舞 先生要不要欣赏一下 能歌善舞 金风不由想起自己之前的打算 想了一下 点头说道 那就看看吧 姑娘们 金先生答应看你们表演了 快上台 魏武泰赶紧招呼姑娘们上台 姑娘们对此也激动不已 纷纷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 这些姑娘 都是魏武泰和庆征精心挑选的 分工明确 有人抚琴 有人击鼓 有人吹笛 有人跳舞 很快 舞台上就想起悠扬婉转的音乐 金风前世 经历过互联网时代 什么样的歌没有听过 原本没有在意 可是当音乐声响起的时候 精神不由未知一震 不得不说 听现场和从手机电脑里听音乐 效果完全不同 这些姑娘 都是两大青楼精心调教培养的 不管是样貌还是才艺 都称得上万里挑一 要不然 也不会让京城那么多权贵公子歌 屈之若物 姑娘们又想着在金风面前好好表现 万一被金风相中了 他们就能脱离苦海了 不管是抚琴击鼓的 还是吹笛跳舞的 全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金风 金风一时之间竟然看得有些呆了 庆征和魏武泰偷偷对视一眼 更加高兴了 果然 英雄难过美人观 没有哪个男人可以扛住这样的阵势 等到一曲结束 庆征上前冲着金风眨了眨眼 语气轻跳地问道 金先生觉得如何 有重义的吗 是啊 金先生 他们的身器我都带来了 您想中了哪个 今天就可以带走 魏武泰说着 从怀里掏出一大身器 本来在舞台调整状态 准备表演下一曲的姑娘们 看到魏武泰掏出身器 呼吸全都变得急促起来 纷纷停下手中动作 看了过来 他们知道 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要到了 看来 你这次想捞的人不简单 金风瞥了一眼魏武泰手里的身器 露出玩味之色 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红牌姑娘的身器 显然是金月阁和一厢楼背后的老板坐不住 出手了 能在京城开青楼 还能开到金月阁 一厢楼这种规模 背后肯定有权贵撑腰 而且 撑腰的权贵地位 还不能低了 要不然镇不住场子 在封建时代 哪个青楼没做过逼梁为娼 强夺名女的事情 之前这些事情 都被金月阁和一厢楼的幕后老板按了下去 此时到了清算的时候 必然会被密碟丝扒出来 金月阁和一厢楼 除了是京城出名的肖金窟之外 也是权贵互相勾结的纽带 吴家抄家时见到的那些红牌姑娘 其实只有小部分 是吴家父子花钱熟身的 大部分都是其他官员熟身之后 送给吴家的 这些事在之前都是大康官场潜规则 大理寺 刑部 督察院之类的地方 也睁只眼闭只眼 全当不知道 但是潜规则不等于合法 九公主一旦追究 严格按照大康律例来审判的话 光是逼梁为娼 和私自贩卖人口这两条 就够金月阁和一厢楼 施不了兜着走 何况金月阁和一厢楼做的事情 远不止如此 一旦九公主顺藤摸瓜身挖下去 绝对能挖出来一大串 所以 两座青楼背后的老板 这才会找庆征和魏武泰来做说客 贿赂金峰 希望金峰能够网开一面 为此 还把所有姑娘的生气都拿来了 只要金峰答应 就算把这些姑娘全送给金峰 金月阁和一厢楼老板也认了 金峰瞥了一眼生气 然后转头 去看舞台上的姑娘 看到金峰看来 再也没人 因为害羞躲避他的眼神 反而全都满脸期待地看过来 刚才看你们的表演 都非常不错 我想在京城成立一个舞蹈队 你们有兴趣参加吗 金峰跳上舞台 看着姑娘们问道 这次被带来的姑娘 都是金月阁和一厢楼 精心调教多年的 不光国色天香 能歌善舞 个个也都心死玲珑 姑娘们不是傻子 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 没人愿意放过 金峰话音刚落 便争先恐后围了上来 奴婢愿意参加 金先生 奴婢不光会击鼓吹笛 还会好几种舞蹈 先生要是不幸 奴婢愿意为先生表演 金先生 奴婢身子可活了 下腰 抬腿 劈叉 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出来 金先生 姑娘们一边说 还一边表演 有人翻跟头 有人踢腿 有人下腰 一时间 舞台上一群翻飞 相风阵阵 看得金峰眼花缭乱 行了行了 都停下来吧 金峰无奈地挥手 姑娘们还以为金峰生气了 全都赶紧闭上嘴巴 这么说 你们都愿意来参加我的歌舞团 金峰看着姑娘们问道 愿意 姑娘们一口同声回答 如果可以 谁愿意待在青楼 伺候那些脑满肠肥的变态公子哥 伺候那些垂垂老蚁 浑身散发着脑油味的老头子 愿意就好 金峰扭头看向台下 他们的生气呢 都拿过来吧 他们我全要了 都要 魏武太犹豫了一下 问道 先生 这么说 您愿意帮忙了 帮什么忙 金峰问道 金先生 家父以及周大人 徐大人 谢大人 都是冤枉的 您看能不能帮忙 劝劝九公主殿下 把家父和几位大人 从天牢放出来 他们年纪大了 天牢那种地方 他们恐怕扛不住 不用说了 这事没伤了 魏武太还没说完 话就被金峰打断了 金先生 家父他们都是冤枉的 是不是冤枉的 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金峰斜着眼睛看了魏武太一眼 而且你来晚了 你说的这几个人 前天就全都交代了 大理寺 督察院 密碟司 禁军 以及镇远标局组成的审判小组 共同审判 我无能为力 魏武太闻言 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 他太清楚 金峰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了 以九公主目前表现出来的狠拉手腕 他爹几个人交代了 魏家 周家 谢家 徐家 一个也跑不掉 全等着被抄家吧 京城的城门 虽然已经打开了 但是几个城门都被禁军 密碟司和标师重重把守 每个禁出的人都要仔细查验身份 普通百姓商骨 可以正常禁出 他们这些权贵 一个也走不掉 行了 能跟你说的 我都说了 把身寄给我吧 金峰低头看向魏武太 金 金先生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沁争健壮 站出来当初头鸟 你都没帮魏大哥办事 留下一两个姑娘 过夜就算顶天了 竟然全要了 你这是办得也太不地道了 闭嘴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金峰转头冲着沁争冷喝 怎么 你做事不地道 还不能让人说了 沁争也是个愣头青 等着脖子和金峰对峙 真不知道沁国公 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儿子 金峰差点被气笑了 实在懒得跟他说话 直接给大刘使了个眼色 金先生 身气拿走吧 魏武太举着身气 递向大刘 他知道 魏家已经完了 等魏家被抄家 金月阁和一厢楼 都会被没收 到时候 金峰想要多少姑娘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现在把身气给不给金峰 结果都一样 还不如痛快点 也免得将来进了天牢 被金峰针对 结果 谁知道沁争 却挡到两人中间 魏大哥 你这是干什么 快收起来 这里是天子脚下 你我都是功勋之后 我不信他敢勉强 沁争这么做 倒不是因为意气 而是魏武太为了拉拢他 答应事成之后 可以给他一个姑娘 作为谢礼 要是金峰把姑娘 全留下了 他的姑娘不也非了吗 这货不会是个傻子吧 大刘心里付匪一声 转头看向金峰 毕竟是沁淮的哥哥 他也不能随便动手 可是大刘不敢 北千巡敢啊 金峰还没说话 北千巡上去就是一脚 直接把沁争踹得飞起 可 你 你竟敢打我 沁争落到地上 指了指北千巡 又指了指金峰 刚想破口大骂 可是看到北千巡撸袖子 下得赶紧闭上嘴巴 魏武太叹了口气 把身气放到第一排座椅 失魂落魄地走了 连沁争都没管 沁争自己找了个没趣 在家奴的搀扶下 也离开了 走前还回头狠狠瞪了金峰一眼 你再瞪眼试试 北千巡撸起袖子就要过去 金峰懒得跟一个傻子计较 叫住了北千巡 先生 他们的身气 大刘跳上舞台 把身气递给金峰 姑娘们看向金峰的眼神 变得更加火热 他们实在没想到 金峰会留下他们所有人 按照大康律法 金峰有了身气 这些姑娘就是他的人了 但是金峰却并没有去接身气 而是示意大刘把身气交给姑娘们 姑娘们没有伸手去接 而是疑惑地看着金峰 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我不收家奴 等下派人跟你们一起去办理托吉 从今天起 你们就是自由人了 金峰笑着解释道 托吉 所有姑娘都愣了 紧接着 有姑娘们的表情变得精彩起来 有人难以置信 有人满脸狂喜 也有人喜极而泣 金峰愿意留下他们 姑娘们已经非常感激了 他们实在没想到 金峰竟然愿意给他们自由 这个意外之起来的太突然 很多姑娘都怀疑自己听错了 一个穿着红色纱裙的姑娘 犹豫了一下 试探着问道 金先生 您真的愿意让我们拖急 当然了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金峰点头说道 现在 这不是把生气给你们了吗 多谢老爷 红衣姑娘擦着眼泪 跪到金峰面前就磕头 其他姑娘也回过神 纷纷加入磕头队伍 快起来 快起来 我们金川歌舞团不心磕头 以后见面了 也不要叫我老爷 叫我金峰或者风歌都行 你们也别总叫自己奴婢什么的 知道吗 金峰满脸无奈的示意 北千寻和他一起拉姑娘们起来 封建时代这点最烦人 所有人都习惯磕头 见到当官的磕头 害怕了磕头 高兴了也磕头 金峰之前一直不愿意来京城 最大的原因 就是担心万一见到皇帝要磕头 他是真跪不下去 一直忍着没造反 要是因为这件事被迫干掉皇帝 那就真乌龙了 好在九公主帮他求来了御服 姑娘们起来之后 都接过自己的生气 一脸珍惜地搂在怀里 谢谢先生 姑娘们冷静下来之后 纷纷再次向金峰表示感激 不用谢 其实就算没有今天这事 你们过几天也会自由的 金峰笑着摆手 九公主的抄家 是分先后主次的 最先按住那些权贵 搜出他们摊没的经营之后 再慢慢清算其他产业 金月阁和一厢楼 也在清散的行列 金峰接手之后 肯定不会再继续让姑娘们 做皮肉生意 其实金峰考虑过 取消青楼和家奴 但是被九公主否决了 整个大康的青楼太多了 依靠地主嚎身吃饭的家奴也太多 不能直接一刀切 否则很多青楼姑娘和家奴 没有谋生的手段 很可能直接饿死 那他就是好心办坏事了 所以最近金峰一直思考 如何处理这件事 不管怎么说 都要感谢先生 红衣姑娘的话 打断了金峰思考 真要想谢我 以后就好好在歌舞团工作 金峰笑着问道 先生放心 以后奴婢 我就算做牛做马 也报答不完先生的大恩 红衣姑娘赶紧说道 严重了 严重了 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你们现在都是自由人了 如果不喜欢这份工作 随时可以离开 我们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的 除了唱歌跳舞 还能做什么呢 红衣姑娘无奈说道 那行 洛兰 你先安排他们住的地方 然后带他们去办理托吉 金峰说到这里 转头看向姑娘们 对了 你们还有东西在金月阁和一厢楼吗 要回去拿吗 不去了 没东西 所有姑娘都赶紧摇头 好像金月阁和一厢楼 是吃人的龙坛虎穴 看着洛兰把姑娘们带走 金峰也没了参观的兴致 带着大刘返回皇宫 此时该抓的权贵 几乎已经全抓了起来 没被抓的 也都主动交上了认罪书和银子 权贵的反抗越来越弱 京城逐渐归于平静 又持续了半个多月 九公主想要收拾的权贵 全部被抓入大牢 在这次行动过程中 标诗总共战亡三百多人 在救驾当天 金峰就料到 京城接下来不会平静 第二天一早就让洛兰传信各地 抽调标诗来增援京城 关小柔害怕金峰在京城遇到危险 第一时间命令镇远军一营 二营停止剿匪 回军镇守金川县 原本负责镇守金川县的数千标诗 当天便开拔前往京城 经过这么久的全速赶路 成功抵达京城 随着标诗们一起来的 还有好几艘大商船 金峰把标诗分成两部分 其中一部分压着东蛮俘虏 走黄河顺流而下 把他们送回东蛮 第二部分标诗 则交给九公主指挥 九公主让标诗接手了京城的守卫工作 然后开始肃清靖军 这个工作又持续了半个多月 靖军几乎被裁掉三分之一 剩下的三分之二 工作岗位也全都进行了大洗牌 之前守卫东门的 全都调到西门 原本在城内维持治安的 全部调去守卫城墙 即便如此 九公主也准备在未来两年内 从各地重新选拔氏族 再换掉一部分 秦镇对此也没反对 解决完禁军之后 京城算是彻底平定下来 大康永安二十四年春末 陈吉下发了今年的第一条 御命告示 所谓御命告示 就是皇帝亲自下发的 公告天下的施政命令 也是封建时代的最高命令 之前十几年 皇帝一旦下达御命告示 百姓都知道要增税了 所以 百姓们看到告示 全都满脸愁容 可是 听牙役读完告示内容 百姓傻眼了 告示的内容 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啊 接下来 百姓们便沸腾了 御命告示内容很简单 主要内容只有几条 第一条 从今年开始 针对大康所有农民 取消农税之外的 其他所有税收项目 农税也降低了五成 只收去年五成 除朝廷之外 各地官府不准再以任何理由 向农民征收税赋 一旦发现 当地官员夺职问罪 第二条 从今年开始 各地都不准再以缴匪为由 向百姓征收缴响 缴匪工作由各县县位落实 如果再有土匪向百姓索要碎粮 当地县位和府兵队长以上职务夺职查办 第三条 鼓励百姓开荒 凡是经过开荒的田地 可以去官府报备 以后归开荒者所有 第四条 大赦天下 各地罪犯 除灭门之类的最大恶极者 全部罪将一级 没有犯过人民案的土匪和流民 可以去官府重新领取牙牌 归家耕田 育命告示的内容虽然不多 但是每一条都和百姓息息相关 每一条都是惠名立名的大好消息 这个告示一出 整个大康都沸腾了 降税了 竟然降税了 而且一下子降了这么多 是啊 除了农税 其他杂税都取缔了 农税也只交往年的五成 真的太好了 不光取缔了杂税 还取缔了脚响 取消了脚响 万一土匪来了咋办 你刚才没听到吗 皇上的告示上说了 以后但凡在有哪个地方 有土匪找咱们百姓收税粮 就把当地的县位隔职查办 只交五成农税 不用再交交响和税粮 日子终于有笨头了 皇上圣名啊 村长 你组织一下 大家伙一起去京城 给皇上磕个头吧 不光要给皇上磕头 还要给国师爷和九公主磕一个 我听人说了 这次能降税 都是因为国师爷和九公主殿下 咱们大康有国师爷 你刚才怎么听的 告示最开头说了 为了祝贺国师爷 带领镇远镖局击败外敌 皇上才大赦天下 将赴税与民同庆 镇远镖局 怎么好像在哪里听过 你的记性真是不能要了 上个月咱们去京城 说书先生说的 呀 我想起来了 镇远镖局是金先生麾下的 这么说的话 国师就是金先生了 除了金先生 当朝还能有谁当得起国师之名 金先生当了国师 咱们大康再也不用怕什么东蛮 党像 吐蕃直流了 是啊 听说前段时间在黄河北岸 东蛮人出动了数万精锐骑兵 乌乌央央的一眼看不到头 结果国师只出动了两千多标师 就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 对 我也听说了 国师使了大神通 两千标师全都成了会飞的天兵天将 还会释放神雷和闪电 把东蛮人炸得找不到北 有了国师 再也不用给东蛮 吐蕃纳供了 咱们老百姓的日子 终于有笨头了 咱们得好好感谢国师大人啊 是啊 听说国师和九公主 要给咱们老百姓降税 遭到了很多高官老爷的反对 也得罪了很多人 每天都有人要暗杀国师大人和九公主呢 那些权贵真是该死 自己不想给百姓做事就算了 还不让国师做 满朝权贵 真正跟咱们百姓一条心的 只有国师大人 是啊 听说去年川鼠遭了灾 国师大人为了赈灾 散尽所有家产 村长 明年咱们一起去京城 感谢皇上和国师吧 黄河之战已经结束了一个多月 在说书先生的推波助篮下 京城周边的百姓 绝大多数都听说了战斗经过 这次战斗本就精彩 又经过了说书先生的艺术加工 简直变成了神话 京风的本事也变得更加强大 其他地方的百姓 原本对京风不太了解 但是在九公主的刻意安排下 牙医们在张贴告示的时候 也会提一提黄河之战 提一提京风 京风的名声 就这样随着玉命告示 传遍大康 除了这份告示之外 针对京城周边各县 皇帝还另外颁发了第二条玉命告示 第二条玉命告示的内容只有一条 从告示颁发之日起 取缔奴籍 建籍等所谓的下等籍贯 所有百姓都只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大康百姓 炎黄子孙 青楼老保和豪族 也不能再限制姑娘和家奴的人身自由 如果姑娘和家奴还有亲人 或者有谋生的手段 就可以自行离开 青楼和豪族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拦 否则便是犯法 所有青楼姑娘和家奴 如果遇到阻拦 都可以想办法去报官 一旦合时 阻拦者会处以重罚 如果青楼姑娘和家奴 暂时没有谋生手段 需要继续待在青楼或者豪族 老保和豪族也需要和姑娘 家奴签订用工协议 支付工钱 而且从此之后 老保和豪族不允许再体罚迫害姑娘 家奴 否则官府将对体罚者和指使者 施以三倍惩罚 也就是说 以后权贵老爷 以后再让管家之类的 抽打奴仆一鞭子 管家和这个老爷都要被抽三鞭子 这便是金风这段时间 想到的解决青楼姑娘和家奴的办法 如果粗暴解散青楼和家奴 很多人会被饿死 于是金风便把选择权 留给了他们自己 有谋生手段的 或者还有亲人可以投奔的 可以自己脱离苦海 没有谋生手段 无处可去的 也可以继续从事之前的工作赚钱 青楼姑娘和家奴 都是封建时代最底层的下等人 老宝和东家想骂就骂 想打就打 打死了也没人问 送到门口乱葬岗 一扔就行了 他们听说这个告示的内容之后 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 这一天 不知道多少青楼姑娘和家奴 嚎啕大哭 在两条玉命告示 昭告天下的第二天 无数百姓自发地赶往京城 金风和九公主 就算防得再严 还是有个别权贵家人 冒充百姓 或者商骨逃出京城 密蝶斯最近正在京城周边 追捕这些外逃权贵呢 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个情况 这么多人同时入京可是大事 密蝶斯不敢疏忽 第一时间上报京城 百姓突然来京城干什么 陈吉有些担忧地说道 该不是报名想要袭击京城吗 回禀陛下 不是的 秦震回答道 据密蝶斯探查 百姓敢进您的人意之正 自发来京城谢恩的 谢恩 陈吉惊喜说道 快 命人背马 朕要上城墙看看 金风和九公主 也听说了百姓来京城的事情 得知陈吉去了西城门 也在彪尸的护送下赶了过去 到了西城门 陈吉正好从玉碾上下来 三人便一起登上城墙 放眼望去 城外的官道上到处都是百姓 从城门一直蔓延到视线尽头 皇帝出行 不但要升龙旗 还要称华盖 所谓华盖 就是一种用明黄色绸缎制作的黄色大伞 陈吉上了城墙 龙旗和华盖自然也跟了上来 封建时代 明黄色是皇家的象征 别说寻常百姓 就是权贵豪族 也不敢使用 这么显眼的色彩 城下的百姓自然看到了 看 陛下在城墙上 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百姓纷纷朝着城墙跪了下来 嘴里高呼着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公主殿下 千岁千岁千岁 国师大人福寿安康 初开始 只是城下的百姓下跪 然后关道上的百姓看到前面的人跪下了 也跟着跪下高呼 一时间 下跪的百姓从城门口向西一路蔓延而去 此时城门口的百姓已经不再高呼 但是远处的呼声没有停止 隔着树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这些百姓都是自发来京城谢恩的 陈吉放下望远镜 激动得满脸通红 他做皇帝这么些年 也举行过几次大型的祭祀活动 礼部官员为了皇帝的排场 每次都会安排大量百姓去参加 美其名曰是万民朝拜 但是 陈吉自己心里清楚 这些百姓是没办法才去的 并不是发自真心 而这次没人安排 百姓是自发来谢恩的 人数也远远不止万人 这种场面 是陈吉之前想都不敢想的 是的 父皇下令降税 事则被万民的公业 给了无数百姓活络 他们自然感恩父皇 九公主的声音也有些哽咽 父皇 只要您坚持下去 不光会是大康的忠心之主 也一定会成为古往今来 最为英明的千古圣君 被后世子民万世敬仰 伍阳 你放心 朕以后一定听你和国师的 陈吉连连点头 其实认真说起来 金峰和九公主 之前一直在给陈吉花大饼 陈吉虽然答应听他们的 但是心里多多少少 还有些小抵触 但是现在亲眼看到了 万民朝拜的情景 陈吉逐渐变得坚定起来 万民来朝 是证明一位君王是否得民心的最好证据 千古以来做到这点的君王 屈指可数 他陈吉做到了 一时间 陈吉觉得嗓子有点堵 转头看向金峰的眼神 也满是感激 对于百姓称奉金峰 也没有觉得反感和渐悦 他不是傻子 知道今天的一切是怎么来的 如果没有金峰 党向 土拨和东满早就打到了中原 他能保持之前的赋税就不错了 想给百姓降税 就是痴人说梦 到了那一步 别说万民来朝 百姓不偷着骂他 就谢天谢地了 可以说 没有金峰 就没有大康的今天 陛下 炎黄子孙是最懂得感恩的民族 得人滴水之恩 他们就会拼尽全力地涌泉相报 金峰说道 陛下以后做事 不需要听某个人的 而是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 百姓自然会跟您一条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 您只要拥有百姓的拥护 大康江山 就会永远坚如磐石 父皇 国师曾经说过 民心便是国运 得民心者得天下 九公主也趁机劝谏道 君为舟 民为水 谁可在舟亦可复舟 父皇 您以后一定不可再做劳民伤财之事了 滴水之恩 永泉相报 君为舟 民为水 谁可在舟亦可复舟 民心便是国运 得民心者得天下 陈吉思索着金峰的话 表情越来越严肃 这些话都是金峰前世听来的君王治国名言 陈吉听完之后 和当初第一次听到的九公主一样 有一种茅塞顿开 醍醐灌顶的感觉 国师 你的确和武阳说的一样 有治国之才 陈吉看向金峰的眼神 充满了赞赏 朕会记住你的话 父皇您不仅要自己记住这些话 还要传给咱们陈家的子子孙孙 让他们世代谨记 这样陈家的江山才会千秋万代 九公主说道 好好 陈吉点头吩咐道 盈雀 把国师和武阳刚才说的话记下来 贴在朕的床头和御书房 朕以后每天都要看一遍 这还差不多 九公主这才满意 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看到九公主高兴 陈吉也笑了起来 基本所有岳父都不喜欢女婿 因为女婿夺走了他们的小棉袄 哪怕金峰接连在清水谷和大满坡 先后击败党像和吐蕃的入侵 在金峰进京之前 陈吉对她意见特别大 但是随着金峰来京 双方接触得越来越多 陈吉才慢慢开始接受金峰 此时看着万民来朝 心里对于金峰的最后一丝芥蒂 也终于烟消云散 再看金峰也觉得越来越顺眼 陛下 东城门和南城门也聚集了大量百姓 你要过去看看吗 秦镇跑过来 一脸为难请示道 去看看吧 陈吉摆手说道 万民来朝的情况千载难逢 他必须要去露个脸 陛下先去东门还是南门 属下好安排人手清理街道 秦镇再次请示道 此时进城的百姓已经不少 街道上到处都是人 皇帝出行 队伍极为庞大 必须要先疏散人群 这么多人 往哪疏散 金峰看了一眼城内 转头问道 陛下 武阳 你们不是一直想要体验热气球吗 要不然 咱们就坐热气球 绕着城外转一圈吧 可以吗 九公主和陈吉 一口同声问道 陈吉本就是个爱玩的人 自从见识过热气球之后 一直心仰不已 曾经先后两次向金峰提出要试试 但是金峰 最近一直忙着处理权贵 哪里有空陪他玩 所以 两次都拒绝了 陈吉贵为皇帝 自然是要脸面的 被拒绝两次之后 便不再提此事 九公主虽然懂事的没提 但是心里也一直对热气球好奇不已 一直等着金峰邀请他乘坐呢 等了那么久 终于等到了 最近为了镇压权贵 老鹰带领的热气球飞行队 一直在城内待命 金峰的消息传去没多久 老鹰便驾着马车赶来了 马车上拉着几个木箱子 城墙下的街道都是百姓 金峰便让进军 直接把装热气球的箱子 抬到城楼上 城楼顶部是开阔的空地 风也正好 比下边更合适给热气球充气 老鹰手下的小队 不知道进行过多少次飞行了 拜见过城吉之后 便熟练地开始忙活起来 很快 一个明黄色的热气球 便飘了起来 城吉不是第一次见到热气球 却是第一次 如此近距离接触 此时热气球就在他的头顶上 扑面而来的气势 更有震撼力 国师 这个热气球 怎么是这个颜色的 城吉转头问道 这是专门为陛下制作的 金峰指着热气球另外一侧道 陛下去看另外一边 还画着一只金龙呢 城吉不仅是大康皇帝 还是金峰的老丈人 金峰前几天 虽然没有答应陪他玩热气球 却也没有忘了这件事 为了在夜里飞行更加隐秘 镇远标局之前的热气球 都是黑色的 但是现在热气球已经完全暴露了 前段时间 金峰特意交代老鹰 重新染了一些不同颜色的热气球出来 其中专门给皇帝染了两个代表皇室的明黄色出来 还让人在上面画上了代表皇帝身份的金龙 是吗 陈吉快步走到另外一侧 果然看到热气球上画着一只金龙 这只金龙是洛兰从京城找了五六个顶尖画师共同完成的 栩栩如生 唯妙唯笑 好像要从热气球上飞出来一样 陈吉一看就喜欢得不行 拍着手连连赞叹 画得好 画得好 国师有心了 陛下喜欢就好 金峰笑着回答 国师 没想到才来京城几日 你便也学会拍马屁了 九公主笑着打趣 陛下是我岳父 她把闺女都给我了 拍拍马屁怎么了 金峰毫不在意回答 现在这种情况 算是金峰最希望看到的 陈吉听从了她和九公主的建议 金峰以最小的代价 做到了她想做的事 至于拍陈吉马屁 金峰也认了 谁让这是自己老丈人呢 而且陈吉也从来没有在金峰面前摆谱 她喜欢诗词书画 喜欢完 大不了金峰回头就再给她做点玩具 哄着好了 这个代价比造反 比天下打得支离破碎 强太多了 给父皇准备了 给我准备了吗 九公主对于金峰的改变也很高兴 笑着追问道 当然准备了 金峰说着 是一老鹰又升起一个新的热气球 这个热气球是七彩的 上面画着一个身穿标诗盔甲 实戒而立的卡通人物 但是熟悉九公主的人都能认出来 这就是九公主 相公 这是什么画法 看起来怪怪的 九公主仰头好奇问道 这是一种全新画法 喜欢吗 金峰问道 大康从来没人画过卡通人物 为了画这个 洛兰没少跟那几位画师说好话 喜欢 九公主虽然身谋远虑 但是本身也不过是个十九岁的女孩子 这个年纪的女孩子 没几个能抵挡得住卡通人物形象 九公主满脸幸福地连连点头 还一反常态地当众挽住金峰的胳膊 撒娇式地说道 谢谢相公 不叫国师了 金峰挟了九公主一眼 真想谢就别光动嘴皮子 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最近这段时间 九公主天天都有处理不完的奏章和公文 每天从御书房回来都半夜了 金峰就算有兴致 看到她如此疲惫 也不忍心再去纠缠 而且 切儿也越来越没颜色 竟然以防止刺客 保护九公主为由 也弄了个小床 搬到了九公主的房间 和金峰 九公主的床就隔了一个屏风 其实这在皇宫中很正常 皇帝和妃子们睡觉的时候 不光有宫女在帐子外边等着伺候 还专门有人记录 如果妃子怀孕了 通过这些记录 就能推断出来 是哪天怀上的 只不过九公主屋里的宫女 都被金峰赶走了 可是切儿就像是铁了心似的 非要住进去 一直狠听金峰话的九公主 竟然也说城内刺客猖狂 这次没有听金峰的 寻常宫女金峰 都做不到熟视无睹 更何况气儿呢 在金峰心里 她已经是牛奔的人 自己要是毫不避讳 真的不合适 所以 最近这段时间 她都憋着火呢 猪儿倒是每三天 换一批宫女 一批比一批漂亮 但是金峰真的下不去手啊 今天九公主 没有那么多奏折 让她有些心痒痒 可是谁知道 九公主却依旧摇头 相公 今天不行的 你身子不舒服吗 金峰觉得有些不对劲 大姨妈来了 不是的 九公主脸红了一下 我有喜了 有喜了 金峰觉得脑子嗡了一下 喃喃自语道 我要当爸爸了 之前关小柔 虽然一直努力折腾她 但是一直没怀上 这让金峰有些怀疑 自己的身体 是不是出问题了 后来去找魏无牙 看了一下才知道 关小柔前些年 在娘家忍肌挨饿好几年 身子亏得太厉害 所以受孕比较困难 所以 最近这段时间 关小柔一直在狂吃各种补品 希望能尽快把身子养好 结果她还没养好身子 九公主这边先怀孕了 两室为人 金峰都是第一次做父亲 一时间心里感慨万千 下意识地伸手去扶九公主 有喜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金峰有些生气 同时终于明白 妾儿为何要住到九公主房间了 也明白 九公主最近这段时间 为何突然反常了 她是个要强的人 之前可是很霸道的 但是最近突然认怂 被金峰挤对了 也就动动嘴皮子 都不敢顶撞金峰了 御医说我才怀上 不影响正常生活的 九公主看到金峰 一脸紧张的样子 觉得好笑 你还笑 有喜了就应该好好备养 还天天熬夜批奏折 你是不想要这个孩子吗 金峰黑着脸说道 以后不准再去御书房了 现在事情这么多 父皇又是个不靠谱的 我不去怎么办呢 九公主无奈说道 想让我去就直说 别拐弯抹角的 金峰一眼就看穿了九公主的小心思 九公主这是逼着她 一步步介入朝堂 那相公愿意去吗 九公主一脸期待地看着金峰 不去 金峰毫不犹豫摇头 和人交际 参与某件事 都会生成因果和牵绊 参与的事情多了 牵绊多了 再想脱身就难了 到时 她会彻底和朝堂绑定在一起 不知不觉 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 迷失自我 好不容易重生一次 金峰不希望过上这样的人生 你不去 也不让我去 奏折怎么办 九公主苦着脸问道 你不能培养人吗 金峰问道 整个大康那么多读书人 我不幸找不出一个合格的宰相 九公主的确心怀天下 也有管理才能 如果是平时 金峰不会反对 她有自己的事业 更不会把她 拴在自己裤腰带上 但是现在九公主怀孕了 还一副拼命三郎的样子 金峰没办法接受 封建时代医疗条件非常落后 女人生孩子 就是闯鬼门关 比如齐带绕井 是胎儿很容易出现的情况 在前世 用B超轻松就能看出来 然后找个有经验的护士 进行推拿 就能调整过来 实在不行 也可以进行剖妇产 但此时的大康 根本没有B超 只有到临盆的时候 才知道 孩子是什么情况 大部分妇人 都是找村里的稳婆接生 或者直接由婆婆 或者母亲动手 他们哪里知道 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最后实在没办法 往往是硬把孩子 从母亲肚子里拽出来 大康每年因为 生孩子死掉的妇人 数不胜数 金峰毕竟不是学医的 对此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相公 一时之间 找一个合适的宰相 谈何容易 九公主苦着脸说道 我问过御医了 前六个月都不会有事 你再给我三个月 一天都不行 金峰直接打断九公主的话 从今天开始 你就在宫里好好养胎 要是让我知道你 偷偷去御书房 腿给你打断 你舍得吗 九公主 揶揄地瞟了金峰一眼 心里却很高兴 她知道 金峰这是故意说狠话 吓唬她的 相公 你了解我 要是把我关在院子里 什么事都不做 我会发疯的 九公主看到陈吉 在研究热气球 便搂住金峰的腰撒交道 那就让人 把奏折送到你的房间 上午的晨时四时 可以工作两个时辰 午时吃饭休息 下午的未时深时 可以再工作两个时辰 到了有时 必须下班休息 能做到吗 金峰盯着九公主问道 可以 九公主笑眯眯地连连点头 多谢相公开恩 舞阳 一个合格的管理者 不用事事亲力亲为 该放手时 要学会放手 金峰语重心长道 天下的是那么多 你一个人累死也管不完 可是大康现在这种情况 我怎么放心交给别人 九公主担忧道 谁的拳头大 谁说话就有理 有我在 有镇远标局在 有什么不放心的 金峰自信说道 你制定好政策传达下去 然后组织人去检查 谁敢应奉扬为 就交由督察院和大理寺 该判独职判独职 该怎么罚就怎么罚 这样不就行了 谁要不服 证据确凿的话 标识直接拉过去镇压 老子不信 大康还有谁敢蹦的 枪杆子里出政权 这也是金峰一直以来的底气 所以他一直坚持研发武器 秉承着装备一代 储备一代 研发一代的理念 谁敢蹦打就垂谁 九公主性格强势 也崇拜强势的人 金峰平时很少说这么霸气的话 现在为了安慰九公主 不得不把话说得满了一些 九公主最吃这一套 看着金峰的眼神亮晶晶的 不由自主地舔了舔嘴唇 刚准备说话 那边的陈吉 已经登上了热气球的篮筐 冲着金峰和九公主招手 舞阳 国师 快来啊 九公主对热气球也期待已久 赶紧抬头看向金峰 热气球飞行速度慢 金峰想了一下 便没有反对 拉着九公主一起钻进篮筐 陛下 殿下 你们第一次坐热气球 抓稳了 老鹰提醒一声 控制着热气球缓缓升空 为了安全起见 这次热气球并没有飞太高 只飞了几十米 由一群白色战马拖着 沿着城墙飞行 快看 天上是什么 五爪金龙 是皇上 哇 皇上竟然飞了起来 肯定是国师施了审法 五爪金龙是皇帝的专用标志 没人敢乱用 百姓一眼就认了出来 一时间 无数百姓冲着热气球下跪参拜 陈吉站在热气球上俯瞰京城 兴奋地和孩子一样 一会儿举起望远镜看向远处 一会儿又张开双臂做拥抱状 金峰没空去管他 低头看着九公主 担心他恐高 让他放心的是 九公主没有露出任何不适之色 也和陈吉一样满脸兴奋地看着下边 国师 这个热气球实在太棒了 陈吉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冲着金峰竖起大拇指 国师你真厉害 这样的神物都能做出来 陛下喜欢就好 金峰微笑着回道 以后这个热气球就留在宫中了 陛下没事的时候 可以坐着出来转转 其实他留下热气球 还有一层考虑 万一再遇到太子逼宫之类的事情 陈吉也不会和以前一样被动了 可以乘坐热气球逃生 但是这种事不能说 要不然就和诅咒陈吉似的 那可太好了 陈吉搓着手说道 庆飞也一直念叨着想看看 回头正便带他上来 陛下 热气球虽然安全 但是还存在一定风险 什么时候能飞 什么时候不能飞 你得听飞行员的 万万不能强行飞行 金峰说道 这件事陛下必须要答应我 否则我不敢把热气球给你 行 朕听你的 陈吉当即 转身看向控制热气球的老鹰 朕回头赐一块免死金牌给你 以后不能飞的时候 你可以违抗我的命令 老鹰文言 整个人都愣了 没有谢恩 而是转头向金峰求救 金峰不喜欢宫廷生活 他同样不喜欢 而且在民间传说中 皇宫里只有皇帝一个男人 万一陈吉再把他淹了怎么办 金峰的热气球飞行队 可以说就是老鹰组建的 不光飞行技术高超 在队里的威望也高 这样的高手 留在皇宫陪陈吉玩 就是浪费 不用求救 金峰也不会让老鹰留在京城 陛下 老鹰是我的飞行大队长 还要靠他带领飞行大队 去守卫边疆呢 金峰看向陈吉 我回头再重新给陛下安排几个人 技术都绝对过关 那也行 陈吉倒也没有继续坚持留下老鹰 拿着望远镜观察左右 几人乘坐热气球 绕着京城的城墙走了一圈 中间亭下添加了好几次燃料 陈吉才算尽兴 百姓们也算远远见过了皇帝 跪拜之后便开始返城 回到皇宫 天已经黑了 九公主想去御书房批改奏折 但是被金峰直接拉回寝宫休息了 陈吉第一次体验万民朝拜 有点上头 回来后难得的没有去后宫胡闹 而是跑到御书房加班 他之前颁发的两条御命告示 得到了百姓的遗掷拥戴 却极大的伤害了权贵豪族的利益 好在九公主这段时间的手腕足够狠辣 京城权贵都被杀怕了 没人敢吭声 但是权贵们都是顽心眼的高手 他们自己不敢出头 便暗中窜夺一些小青楼和伤骨富户 以各种理由拒绝姑娘离开青楼 拒绝家奴离家 前段时间 九公主的肃清主要针对的是权贵高官 没有去动普通的富商和青楼 结果这样富商和一些小青楼 都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富商都习惯了被人伺候的生活 一旦没了家奴 谁来伺候他们吃饭穿衣 青楼姑娘更是老宝和老板的摇钱术 要是都走了 谁来接客 谁来替他们赚钱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自知之明 偌大的京城总有一些人心存侥幸 在告示发布的第二天 京城到处都出现了阻止家奴离开的事情 不少青楼姑娘也都被拦着不准离开 九公主得知这个情况 立刻安排牙役在京城各处加大宣传力度 遇到这种情况都可以去府衙告官 京城到处都是权贵高官 以及和他们相关的人 为了避免遇到权贵高官府衙不敢处理 京风和九公主还亲自去京城府衙坐镇 结果他们刚到府衙不久 就有一对老夫妻告到了府衙 他们曾经因为被逼无奈 养不活女儿 为了让孩子有口饭吃 不至于饿死 就把女儿送给一个富商做丫鬟 这个富商心里有些变态 总是喜欢殴打下人 得知女儿在富商家里过得不好 老夫妻日子稍微好过点之后 就想去把孩子要回来 可是当时 他们已经和富商签订了卖生气 非但没有要回孩子 反而还被富商的家丁殴打了一顿 不仅如此 富商在老夫妻被打出去后 变本加厉地虐待他们的女儿 老夫妻俩心疼孩子 却也没有办法 昨天听说育命告示之后 他们第一时间又去找富商 结果这次富商依旧没有把孩子还给他们 反而当着他们的面 把他们女儿脱光了 吊起来打了个半死 金风知道 是奴隶会引起富户和青楼的不满于抵抗 但是没想到 皇帝都发出了育命告示 竟然还会有人顶风作案 留下九公主镇守抚牙 金风当即动身 带着一对镖师和禁军 赶到这个富商家里 看到这么多人过来 门房根本不敢阻拦 任由金风带人进入院子 刚进院子 金风就听到后院方向 传来阵阵喝骂声 顺着惨叫声来到后院 便看到院子中央立着一个木架子 架子上吊着两个不着一缕的丫鬟 身上被鞭子抽得伤痕累累 脑袋无力地搭拉着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在木架子一旁 还跪着一群丫鬟仆仆 跪着的人 也有不少身上戴着鞭子印 还有人要走吗 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人 提着鞭子 面目猙獰地问道 在他身后跟着七八个魁梧的打手 跪在一旁的丫鬟仆仆人 都飞快摇头 嘴里喊着不敢了 来儿 老夫妻俩认出架子上吊着的一个丫鬟 是自己女儿 哭着跑了过去 嘿 你们两个老不死的 还敢来 富商没发现金锋他们 张嘴就准备喝骂老夫妻 但是被身边的一个打手 拉了拉袖子 这时候富商才听到 身后有脚步声 转过头来 这才看到金锋带人进来 富商没有认出金锋 却通过制服 认出了进军和镖尸 脸上的怒涩 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满脸微笑 各位军爷来我家 所为何事啊 金锋没有理会富商 而是事宜大流带人 去帮老夫妻 把吊在木架上的 两个丫鬟放下来 两个丫鬟都不知道 被吊了多久 手腕处的皮肉 都被磨没了 被放下来后 也没有清醒 拉儿 拉儿啊 老两口抱着其中一个丫鬟 哭得死去活来 老爷子一边哭 一边脱下自己的破长袍 给女儿搁上 老婆子则一边哭 一边使劲摇晃女儿 可惜 不管他们怎么摇晃 女儿都没有睁眼 回答他们一声 靖军和镖师都穿着盔甲 金锋看到另外一个丫鬟 还躺在地上 便脱下自己的外套 递给北千寻 北千寻拿着外套 给丫鬟裹上后 伸手摸了摸 他脖梗处的脉搏 然后在他身上点了几下 又对着人中掐了一下 原本昏迷的丫鬟 慢慢睁开了眼睛 但是眼神充满了恐惧和哀求 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求饶 老爷 我再也不敢走了 老爷饶了我爸 北千寻刚准备安慰丫鬟一声 胳膊就被老两口拉住了 老两口看到北千寻 在另外一个丫鬟身上点了几下 丫鬟就醒了过来 拉着北千寻的袖子哀求道 姑娘 你快看看兰儿 我们怎么叫不醒他 你们别着急 我看一下吧 北千寻叫来一个女标师 让他抱着刚转醒的丫鬟 自己蹲到兰儿身侧 伸手搭在兰儿的脖梗处 摸了片刻之后 叹息一声收回手指 姑娘 你怎么不点了 快点点兰儿啊 老婆子拉着北千寻的胳膊 泪流满面 对不住 他 他已经死了 北千寻硬着心肠说道 其实老两口刚才就猜到了结果 但心里还有这一丝侥幸 而北千寻的话 彻底把他们心中最后一丝侥幸 积得粉碎 我的兰儿啊 老婆子悲呼一声 直接晕了过去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前世网络上 这句话几乎被传烂了 金峰理解这句话的字面意思 但也仅此而已 他早就知道 大康有很多权贵豪族富商 不把家奴荡人看 但是没有亲眼见过 心里也没有太明确的认知 直到亲眼看到这两个丫鬟的悲惨模样 金峰才真的理解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甚至不敢去换位思考 如果这两个丫鬟是自己亲近的人 他会如何 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 金峰心中的怒火便遏制不住地生堂而起 转头怒喝道 大刘 刘把他抓起来 亲身经历过苦难 更容易感同身受 自己临过雨的人 才会知道冰雨打在身上的感受 手里有伞的时候 看到别人淋雨 才会想着邀请别人一起避雨 跟随金峰的标诗 基本全是苦哈哈的泥腿子出身 天生更同情苦难者 得到金峰命令 大刘上前 一脚把富豪踹翻在地 富商身后的几个打手 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 就全都被其他标诗锤翻在地 有两个鲁莽的打手挨了揍 心里有些不服 耿着脖子怒视标诗 结果下一秒 便被标诗的铁靴子踹在脸上 富商也是欺软怕硬的主 见到大刘他们动真格的了 赶紧喊道 这位军爷 此地乃是京城 随意打人是犯法的 知道打人犯法 你还敢把他打死了 大刘指着被打死的丫鬟怒问道 牡壁贱人 绿笔蓄产 他是我买来的 命就是我的 富商还没搅变完 肚子上又挨了一脚 放你娘的臭狗屁 陛下的御命告示说了 从即日起 取缔所有奴级见急 也不可殴打家奴 大刘 跟一个要死的人说 那么多干什么 金峰看着地上被打死的丫鬟 心里很不适滋味 白手说道 把他们抓回去仔细审问 但凡参与殴打丫鬟的 全都送到菜市口 处以三倍处罚 陈吉的御命告示中说了 告示颁布之日起 在殴打家奴者 一律三倍处罚 殴打家奴致死者 送到菜市口 直接以相同的办法处罚 直到被用相同的办法打死为止 富豪这时候终于怕了 爬着过去 准备向金峰求饶 却被大刘一脚踢在脸上 剩下的事情 自然有禁军和牙翼处理 金峰带着大刘等人返回府补 其实九公主和陈吉 不太赞同金峰的是奴令 但是金峰坚持 才勉强同意在京城作为试点 金峰原本也准备看看事情效果 如果效果不好 便再想其他办法 但是在回府补的路上 金峰的念头逐渐变得坚定起来 回到府补 九公主发现金峰脸色不对 赶紧找来一个禁军 询问具体过程 对于富豪的作为 九公主也非常愤怒 走过去想安慰一下金峰 结果她还没开口 便听到金峰说道 回去告诉你爹 她需要带头遵守是奴令 后宫里的宫女和太监 要走的就让他们走 不走的 让内务府给他们发宫钱 九公主一愣 安慰金峰的话 一下子咽了回去 之前是奴令并不包含皇宫 但是现在金峰铁了心 要推行是奴令 皇家是最好的推广手段 相公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但是在皇宫推行是奴令 不太合适吧 九公主担忧问道 怎么不合适 每年死在后宫里的宫女 还少吗 金峰转头问道 后宫嫔妃之间天天无所事事 他们的工作就是想尽办法讨皇帝欢心 所以 陈姬的后宫妃子 几乎各个都是斗心眼的高手 而宫女 往往就是他们斗争的牺牲品 九公主被金峰说得无言以对 想了一阵说道 相公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你和父皇的关系 才刚刚有所缓和 你现在又要在皇宫推行是奴令 我怕父皇多想 你父皇不是想做千古一帝吗 这件事 正好可以拿来做文章啊 金峰也不想和陈姬闹掰 便给九公主出了一个主意 你想想 自古以来 哪位君王做出过如此创举 你父皇这么做 绝对是有史以来第一位 必定会被载入史册 名垂千古 相公 父皇早晚要被骗死 九公主美好气地 瞥了金峰一眼 妥协道 我可以去和父皇商量此事 但是有件事 需要提前跟你说 皇家培养的死士 和一些知道太多秘密的宫女 不能在世奴令的行列 行吧 金峰也知道 皇室是有很多秘密的 九公主刚才的话 恐怕就是她的底线 其实拿皇室做文章 也是为了起到一个宣传作用 所以便点头答应下来 那我先回宫去见父皇 九公主当即动身 回宫 去找陈姬商量此事 朝堂中永远不缺乏拍马屁的人 自从降税的告示发出去之后 陈姬收到了无数称赞她的奏章 最近 陈姬往御书房跑的次数 都明显变多了 几乎每天都要去看看 今天又有哪些称赞她的奏折 加上前几天的万民来朝 让陈姬更加上头 千古一帝对陈姬的诱惑 比九公主想象更大 九公主才劝了几句 陈姬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她甚至已经在想象 这次大臣们会如何称赞她 史书又会如何记载她了 九公主在路上准备的大套说辞 全都没用上 不过目标已经达成 九公主也算满载而归 在大流的敦促下 富商打死丫鬟的案子 当天便开始审判 富商打人 就是为了震慑丫鬟和家奴 这些丫鬟和家奴 都是目击证人 审判过程极其简单 大理寺 刑部都在场 所以当天便结案 第二天 富商和参与 殴打丫鬟的几个打手 就被调到了菜市口 当众行刑 第三天 陈姬又下命令 释放了一群宫女和太监 前有富商被打死 后有陈姬亲自做表率 再也没人敢顶风作案 是奴隶终于得以顺利推行 陈姬也如愿以偿 收到了一大堆 也有一些百姓带着重祸自由的儿女 来京城朝着皇宫谢恩 一切都朝着更好方向发展 直到九公主收到一份加急情报 相公 隋州曹家造反了 曹家 哪个曹家 天下世家太多了 金风知道隋州 却不知道什么曹家 九公主早就知道会这样 从袖子里掏出一达公文帝给金风 这是曹家的卷宗 卷宗极为详细 不仅记录了曹家现在的嫡系旁系成员 还记录了曹家的发家史 看完卷宗金风终于知道 曹家为什么要造反了 确切地说 曹家对外的口号并不是造反 而是清君策 斩小人 清君策就是清理君王身旁的坚令亲信 也就是所谓的小人 曹家为此还专门发表了一篇征讨西文 西文开篇第一点 就冲着九公主来的 说九公主不守父道 贵为公主之身 不知廉耻地勾搭金风 还说九公主聘机私沉 女子之身干预朝政 祸乱朝纲 意图颠覆数千年以来的人伦刚常 第二点的大概内容是指出 奴籍剑籍制度传承了超过千年 能够震慑小 使人有惧怕之心 所以社会才会稳定 一旦废除奴籍剑籍 便没有了上下贵贱之分 剑民也会失去对皇室和贵族的敬畏之心 第三点则是针对金风的 说金风在西河湾鼓励女工抛头路面出来做工 还让女子参加战争 破坏了人伦刚常 第四点依旧是针对金风 说她在川鼠各地 纳了一万多小妾 夜夜都要十几个小妾伺候 每天都换新人 生活奢靡无度 第五点还是针对金风 说她在金川等地收买人心 居心不轨 意图造反 在西温中 金风和九公主成了霍乱沉疾 率领雕师镇压朝堂的小人 应该凌迟处死 曹家打着匡扶朝纲的旗号 集结了两万多人 要来京城秦王 清除金风和九公主这两个小人 他们是怎么有脸说出秦王的 金风看完西文 直接被气笑了 所谓秦王 就是皇帝有了危险 地方武装力量 自发起兵去保护皇帝 之前东瞒人打来的时候 大康的权贵 没一个人敢吭声 东瞒人被金风打走了 却跳出来一个 要秦王救驾的曹家 咱们要革新 等于砸了曹家的饭碗 他们自然不会 再讲什么脸面了 九公主也冷笑 曹家在六十年前 出过一个兵部输令史 陈吉的父亲 陈武北伐之时 这个输令史已经很老了 但是依旧和儿子一起出战 最终父子俩一起战死在北方 陈武得知这件事之后 就册封书令史的孙子 为隋州府兵校尉 以示奖励 书令史的孙子 就是现在的曹家家主 曹家祖父 当年在军中算是高层官员 结识了不少权贵官员 加上又被陈武赏识 所以 哪怕曹家祖父阵亡了 一些权贵依旧愿意和曹家来往 他得到了祖父和父亲的蒙英 却没有继承祖父和父亲的气节 非但没想着保家卫国 反而利用校尉的权利 在隋州一带兴风作浪 扶持大批土匪 打劫过往商骨 搜刮明知明高 隋州历代郡守都知道 曹家在京城有人 也就睁之眼闭之眼 所以 在隋州百姓眼中 当地最厉害的不是郡守 而是曹家 经过几十年发展 曹家赫然成长为庞然大物 隋州以及周边两郡之内的数十股土匪 几乎都是曹家的爪牙 这些土匪分工明确 有人征收岁粮 有人打家劫舍 也有人捡禁劫道 京风和九公主 鼓励沉疾下发的玉命告示中 有一条就是针对土匪的 曹家完全靠土匪搜刮百姓来养活 这么做 的确等于砸了曹家的饭碗 曹家不急眼才怪呢 相公 据说曹家集合了三郡之地的土匪 总共超过两万人 已经开始向京城进发了 你准备怎么对付他们 九公主问道 其实在动手革新之前 京风和九公主就知道 这么做会触犯到权贵阶层的利益 可能会有人进行抵抗 所以他们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也有了应对之策 关小柔从京川派来支援的标识中 有一千人一直驻扎在西城门 就是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动乱 还能怎么对付 地牙者 巴一只即可 京风冷声说道 我等一下叫梁哥过来 让他派八百人去灭了曹家就行了 八百人 九公主眉头微皱 曹家所谓的秦王军 就是一群土匪组成的乌合之众 平时欺负欺负老百姓还行 遇到梁哥他们 连一个回合都不可能撑得住 京风自信说道 在没有汽车的时代 长途奔袭行军 全靠战马 之前的镇远标局 一直缺乏战马 标识出门 只能尽量轻装减刑 极大的限制了标识的发挥 但是击败东蛮之后 标识一下子阔绰起来 城外的标识营地不远处 就是战马赢 从东蛮人手里夺来的 数万匹优良战马 都在那边 最近这段时间 主要训练任务 就是学习马术 张良制定的策略中 每个标识 至少要配备四匹战马 两匹用来轮流骑乘赶路 另外两匹用来轮流驼运物资 这样就可以不停歇地集星军 现在的镇远标局 要盔甲有盔甲 要战马有战马 还有热气球 手雷 重弩 投石车等领先时代的 先进武器装备 标识也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老兵 再加上张良的指挥 曹家秦王军的人数优势 在这样的精锐之师面前 就是笑话 区区两万多土匪组成的乌合之众 金锋还真没有放在眼里 如果不是为了保险起见 金锋觉得 只需要三到五百人 就能击溃对方 相公 我担心的 不是曹家这批秦王军 而是担心他们背后的人 九公主担忧说道 我怀疑是有人想要调虎离山 调虎离山 金锋的瞳孔不由微微缩了一下 这次革新 不光伤害了曹家 这样的地方豪足的利益 也极大的伤害了金城权贵的利益 九公主的手段再狠辣 也不可能一下子灭掉所有金城权贵 有很大一部分人 表面上拥护革新 甚至还一天写一封奏折 称赞陈吉 九公主和金锋 实际上却恨不得生死了金锋和九公主 只不过 他们都被标识的战斗力震住了 不敢轻举妄动 而是发挥自己的特长进行挑拨离间 意图借刀杀人 你怀疑曹家背后有人指使 金锋看向九公主问道 不是怀疑 而是确定 九公主说道 其实在咱们实施式奴隶之前 密蝶斯就发现 有不少世家豪族家奴离开京城 奔赴各地 当时他们对外的说法 是东家养不起他们了 赶他们出去 自谋生路 但我以为 这是世家豪族在故意哭穷 所以没有理会 但是现在一想 他们很可能是 世家派出去蛊惑人心的 这些人还真是贼心不死啊 金锋眼中闪过一丝利色 之前富豪和青楼 阻拦家奴和姑娘离开 便是京城权贵在暗中窜躲的 金锋早就知道这个 但是他也和九公主 有着一样的顾虑 不可能杀光朝堂所有权贵 否则大康也会乱套 所以 金锋只能选择暂时忍耐 让忠明小祖 记下趁机作乱的人 准备培养出足够班底之后 再一一清算 可惜权贵根本不给他这个时间 金城权贵 不敢自己跟金锋动手 便去窜多地方权贵豪族 这些土鳖没见识过标识的可怕 加上金城权贵威严耸听 吓唬他们 金锋已经控制了皇帝 现在取缔科捐杂税 大力打压土匪 就是在收买人心 等积攒到足够的人心之后 金锋就会杀豪族分田地 带着百姓造反 封建时代通讯落后 还真有不少地方豪族被吓住了 可是大部分豪族家里 最多养几十个打手算了不起了 根本没有跟金锋抗衡的本钱 所以 金城权贵们 就相中了隋州曹家 曹家手里有钱有人 距离金城也不是很远 是最好的刀子 隋州地处淮河以南 按照传统的地理划分 也属于江南 虽然金川商会 目前不是很重视隋州 只在隋州城建造了一个网点 下边的县府都没有派人去开发 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金锋和唐小北对江南非常重视 最近几个月 金川商会在江南遍地开花 几乎在长江沿岸所有县府以上的城市 开办了网点 然后以这些网点为桥头堡 向南北两岸不停扩张 金川商会隋州分店最近动作频繁 显然是准备开发周边郡县市场 曹家是隋州地头蛇 金川商会是过江龙 金川商会开发市场 肯定会和曹家扶持的土匪起冲突 江南土匪谁不知道 镇远镖局对待土匪什么态度 曹家正愁着怎么对付金锋呢 金城权贵派人找来了 为了让曹家卖命 金城权贵许诺了不少好处 曹家早就对金锋不满 双方有着共同的敌人 所以一拍即合 金城权贵暗中出钱出粮 曹家出人 迅速组成秦王军 知道事情牵扯到金城权贵 金锋的态度也变得慎重起来 如果这样的话 情况还真有点复杂 我让人去把梁哥洛兰他们叫来 咱们一起开个小会讨论一下吧 集思广义才能察觉不漏 我也是这么想的 九公主点头同意 很快 张良 洛兰 猴子 大壮 以及中明小组的相关负责人等 先后赶到御书房旁边的偏店 金锋想起 北千巡曾经在隋州待过一段时间 和隋州的一伙土匪 还有深仇大恨 就把他也叫进屋子 人到齐之后 金锋便开始介绍情况 刚刚介绍完 洛兰就迫不及待问道 先生 隋州那边的商会怎么样了 张良 大壮等人的表情 也瞬间变得严肃起来 密蝶斯送来的公文中 没有提及这个 但是恐怕凶多吉少了 金锋的语气也有些低沉 隋州各路土匪都控制在曹家手里 之前曹家不愿意和金锋起冲突 便约束手下土匪 遇到金川商会的队伍一律放行 所以 在隋州地界 金川商会还算安全 分配的标识也比较少 现在曹家突然翻脸 极有可能对金川商会不利 正说着 有人在外面敲门 切儿过去打开房门 猪儿拿着一个小纸条进来 殿下 这是密蝶斯刚刚收到的最新情报 说完 还眼神复杂地看了金锋和张良他们一眼 金锋心里顿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凑过去和九公主一起查看纸条 下一秒 金锋的脸色就变得无比难看 先生 发生了什么事 大壮忍不住问道 你们刚才猜得不错 曹家 在起事之后 立刻抓了隋州城内金川商会所有人 密蝶斯刚刚传来消息 土匪把男伙计都杀了 头颅挂到旗杆上 女伙计和女掌柜 九公主说到这里没有继续说了 但是在场的人都知道 他们将会面对什么样的人间惨剧 金锋从东海回西川的时候 在隋州歇过脚 和当地商会的女掌柜 以及不少伙计都说过话 女掌柜是典型的川妹子 笑起来的时候很温柔 嘴角还有两个深深的酒窝 一想到女掌柜和商会伙计们现在要么死了 要么生不如死 金锋心里的怒气就有点遏制不住 大壮猴子两人更是争先恐后的请命 前去剿灭曹家 就连一向沉默寡言的老鹰 此时也握紧了拳头 冷静点 曹家这么做 恐怕就是在故意激怒你们 九公主看到金锋神色不对 赶紧上前握住金锋的右手 我明白 金锋闭上眼睛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愤怒过后 金锋心里也有着深深的后悔 后悔没有重视隋州 没有安排足够的镖师和中名小组成员 这导致曹家人攻击了商会 他都不知道 还是从密蝶司这边得知消息 张良最先冷静下来 看向九公主问道 殿下 曹家的土匪军此时到哪了 从密蝶司传来的情报来看 他们昨天过了淮河 此时恐怕已经快到汝宁府真阳线了 九公主说道 怎么这么快 张良诧意问道 隋州到京城的直线距离不足七百里 到汝宁府的真阳线便有两百多里 淮河以南为山地丘陵地形 过了淮河之后 就是一马平川的平原 也就是说 此时曹家的土匪军已经走完了最难走的两百多里 密蝶司才发现他们要来京城 密蝶司主要防备的是京城 在隋州一带并没有密探 世家豪族和曹家这次也非常小心 一直在秘密行军 昨天过了淮河之后 他们实在瞒不住了 向天下传播征讨席文 密蝶司才发现 九公主无奈说道 区区两万土匪组成的杂牌军不值一审 相对曹家 我更担心藏在暗中的刀子 张良问道 殿下 先生 你们知道 是哪几家权贵在暗中资助曹家吗 不知道 九公主摇头 世家豪族都知道密蝶司 他们的家奴出城时 往哪边走的都有 当时我和先生都没以为 他们只是在哭穷 没有想到 他们会玩这一手 所以没派人跟着 不知道谁家的家奴 去了隋州郡 既然如此 那就不能派太多人去镇压曹家了 张良说道 京城才是最重要的 万一咱们把人撤走了 他们再在京城里闹事就坏了 对 只要京城不乱 世家就别想作妖 九公主点头赞同张良 然后问道 梁哥你觉得 派多少人去镇压曹家何事 不需太多 三百人足也 张良淡然地伸出三根手指 三百人 九公主被吓了一跳 满脸怀疑地看着张良 清儿桌等人 也全都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觉得张良说话太自大了 但京风 大壮 猴子等人 则表情淡然 梁哥 土匪可是有两万人 你只派三百人 九公主说道 本宫说难听点 他们就算用人堆 也能活活堆死三百人 按道理是这样 张良点头 表示认同九公主的话 但是随即又摇了摇头 说道 但他们没有那个胆子 什么意思 九公主问道 殿下 你没跟土匪打过交道 不知道他们的德行 欺负老百姓 土匪一个比一个凶狠 可一旦遇上硬茬子 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真阳到京城一路全是平原 最合适骑兵奔袭 咱们的标师 全都装备重甲 还骑着优良战马 再加上热气球 手雷 重弩等武器 即便遇到东蛮 党向最精锐的骑兵队 我们也有信心击溃他们 区区土匪 不值一提 张良自信说道 如果不是为了保险起舰 都不用三百标师 派两百骑兵过去 最多三个冲锋 保证杀的他们连北都找不到 其实咱们出手都大财小用了 要不是时间来不及 把这远军的新兵 跟着说道 九公主文言 微微点头 其实九公主也算熟读兵书 以少胜多的战争 她听说过多次 只不过以前人多 反而被击败的一方 都是大康 这种耻辱的战斗 大康的兵家史家 都不会写太多详细过程 所以九公主 都没有太深刻的认知 但是前段时间 她亲眼见了 标师和东蛮人的战斗 对于战场上的情况 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 两三万人铺在战场上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都可以绵延好几里 除了位于战场 最前方的一些士兵 其他人根本不知道 前面什么情况 只能看着令旗行动 如果打掉对方令旗 灭掉对方的主帅 敌人的指挥系统 就基本瘫痪了 位于后方的绝大多数敌人 就成了瞎子 但是敌人的主帅和帅旗 一般都位于战阵中心位置 想要打掉 弹劾容易 所以 闯赢夺帅 才会成为传说中的功绩 谁能参与其中 足够吹嘘一辈子 对于大康 标师来说 闯赢夺帅 简直就跟完一样 只要敌人赶量令旗 就等于告诉标师主帅在哪里 坐着热气球飘过去 扔几个手雷 一切都搞定了 就算炸不死敌人的指挥官 敌人也无法发号施令 然后再派黑甲骑兵来一波冲锋 绝对能打的敌人找不到北 后方的士兵 看到前面发生溃败 不知道敌人有多少人 本能地会跟着逃跑 所以在战场上 溃败是致命的 交战双方 一旦有一方发生溃败 几乎注定一败涂地 武阳 你放心吧 梁哥不知道剿灭过多少土匪 在场的诸位 没人比他更了解土匪 他说没问题 那就肯定没问题 金风看到九公主还有些担忧 便出声安慰道 先生 我能不能问个问题 站在一旁的北千巡突然问道 当然可以 金风点头说道 叫大家来开会 就是为了集思广义 问吧 我在隋州和土匪们打过交道 他们被曹家训练过 不管是纪律还是装备 都比一般土匪要强得多 北千巡说道 在城外不是有一千标识待命吗 就算要防止突发变故 留下五百人 应该足够了吧 为什么不多派 一些人去镇压曹家呢 金风笑了笑 没有回答他 而是看向大壮 大壮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咱们要留下一部分 防止其他地方 再有人造反 大壮试探着问道 还是说 要让敌人知道 咱们的厉害 这是其中两个原因 金风点点头 又看向张良 良哥 你觉得呢 张良知道 金风这是在考教他 没有急着回答 而是低头思考了一阵 然后才说道 先生和殿下 准备震慑各地权贵豪族 金风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而是说道 仔细说说 我不太懂朝堂 但是也知道 权贵分为京城权贵世家 和各地的豪族世身 先生殿下 已经通过最近一段时间 震慑了京城世家 接下来需要震慑地方上的豪族世身 张良分析道 很多地方豪族世身 都是当地的地头蛇 手里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 胆子也大 所以 咱们这次和曹家的战斗 不光要赢 还要赢得干脆利落 这样那些豪族世身 才会害怕 说完 张良有些不好意思地 看向金风 先生 我瞎猜的 猜对了吗 对了 但是没全对 金风笑道说道 大家都知道 之前的朝堂 主要分成两派 主战派和主合派 现在主合派 已经几乎没了 但是朝堂又出现了新的两派 一派是支持武阳革新的革新派 另外一派 则是反对革新的反对派 和之前的主合派 主战派不同的是 这次很多权贵 都不敢再名着反对武阳 而是转为背后使坏 曹家正是因为 有这些人在背后撑腰 才敢来挑衅咱们 所以 这一次战斗 不光是和曹家土匪的战斗 也是革新派 和反对派之间的战斗 只有这一战 干脆利落地打赢了 咱们的革新 才能顺利推行下去 正是因为这一战事关重大 所以咱们输不起啊 为了保险起见 我觉得 还是多派一些人更好 九公主说道 而且京城里 肯定还有人有其他心思 咱们也可以 趁着这个机会 故意势敌以弱 看看他们是否会跳出来 你这么说 倒也有道理 金风私损片刻 说道 那这样吧 梁哥先带三百人出发 然后大壮带五百人 去你的封地 对外就说 大壮要送三千匹战马 去武装你的亲卫营 这个办法好 我的封地 在京城和真阳县中间位置 大壮带着五百人去武阳县 尽可攻退可守 九公主点头说道 万一真阳战场出现意外 大壮可以立刻带着五百人 增援梁哥 如果京城出现变故 也可以立刻回援京城 那万一真有人继续造反 京城人手可就不够了 张良担忧问道 没事 先生在城墙上布置了重弩 也在京城内储备了守雷 借助城墙守卫京城足够了 九公主说道 只要京城布施 父皇还在 他们闹出再大乱子也没事 正好可以趁机看清 谁心怀不轨 是 张良看出 京城和九公主已经有了决定 便不再多劝 而是说道 先生 有件事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说 这次镇压曹家 我想让大壮和猴子负责 张良说道 等这远军一到 我就要带人北上攻打于关城 我想锻炼一下他们两个人 京风想了一下 点头答道 可以 随着地盘越来越大 他手下的人手也越来越不够用 普通标师还好说 以他现在的地位和影响力 可以在全大康境内随便招人 以标师的福利和待遇 不愁招不到人 但千军一德 一将难求 合适的将领太少了 如果单论指挥才能的话 整个大康能找到不少 可以和张良比肩 甚至比张良更厉害的人才 但是能不能信任就不一定了 不是京风小心眼 而是枪杆子在谁手里 谁就有话语权 张良是和京风一起成长起来的 京风可以百分百信任他 也可以放心地把标师队伍交给他 招个新人 万一他带着标师造反了 那乐子就大了 这也是京风和张良 最近打算开始培养郑远军的原因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他们必须提防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次北伐之战 京风就准备让张良带三成标师 和七成郑远军 也算是给郑远军一个练兵机会 郑远军基本都是由当初 俘虏营里的难民组成 几乎可以说对京风绝对忠诚 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至于能力 在京风看来 反而没那么重要 他有领先整个时代的武器 只要不是笨到无可救药的人指挥 想打败仗都难 除了发展郑远军 京风还准备对郑远标局进行改革 现在的郑远标局规模还小 等到规模变大之后 京风便准备按照前世公司管理的方式 把郑远标局分成若干大小不等的分公司 每个分公司之间互相竞争 也能互相制衡 就算其中一个分公司造反 剩下的分公司也能组织足够的力量进行镇压 这样一来 需要的骨干人才就多了 至少每个分公司的负责人 必须要是自己信得过的人吧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 京风今年才19岁 还有大把时间去培养人才 但是张良北伐是已经确定的事情 等他离开之后 必须要有人负责标局 大壮和猴子 是京风和张良心目中的第一人选 他们随着张良打过不少战 大壮沉稳 猴子鬼点子多 两人配合起来 对付一群土匪足够了 最重要的是 他们都是随着京风一步步长大的 家也在西河湾 可以绝对信任 那行 大壮 猴子 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张良说道 老鹰 你派一个飞行班组 负责配合他们 是 老鹰和大壮同时挺身应命 猴子这是第一次指挥这么大的战斗 兴奋地抓耳挠腮 先生 大队长你们就放心吧 我保证把这个什么狗屁 曹家打得屁滚尿流 狮子薄兔一用权力 咱们可以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但是在战术上 必须要百分百重视敌人 要是这一仗打输了 你们俩和所有班长以上军官 全部都给老子上军事法庭 京风看到猴子这样 便出言提醒 他嘴里的军事法庭 就是张良之前在西河湾组建的审判堂 小黑屋就是审判堂最常用的惩罚手段 后来成立了镇远军 京风就把审判堂改名为军事法庭 这样显得更加正式 是 这次连猴子的表情也变得郑重起来 他们都是西河湾出来的 对于小黑屋太熟悉了 特别是猴子 去年冲唐小北说瞎话 被唐小北惦记上了 整个冬天 不知道被关进小黑屋多少次 大年初一早上 他看到村里孩子在打鼓场跑着玩 便逗孩子说 河面结冰 鱼都被逼坏了 只要把冰砸开 鱼就会自己跳出来 孩子们信了他的话 约着去河面砸冰 结果导致两个孩子掉进了冰窟窿 要不是烧瑶的汉子 去给砖瑶天柴及时发现 两个孩子就淹死了 唐小北知道这件事之后 把猴子在小黑屋关了半个月 元宵节都是在小黑屋里过的 从那次之后 猴子只要听到小黑屋 或者军事法庭这几个字 就觉得心甘发颤 不过也从那次之后 不敢再乱开玩笑了 就算有时候忍不住开 也是和他手下的一些小兵恶作剧而已 那行 既然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任务了 就散会吧 都回去好好准备 金风整理了一下桌子上的文书 看向北千寻 你的仇人 估计也在这次的秦王军中 你是准备和大壮猴子一起去 还是等他们把人抓住之后 再去俘虏营挑人 我跟着一起去吧 北千寻答道 我在姐姐坟前发过誓 一定要手刃仇刃 给他报仇 那好吧 金风面带愧色说道 我答应陪你一起去剿灭土匪的 没事 北千寻不等金风说完 就挥手打断他的话 有大壮和猴子 陪我也一样 只要能杀掉那伙禽兽就可以 金风刚准备说话 门口的亲卫敲门走了进来 先生 陈排长来报 他们在新龙街抓到一个探子 抓到的时候 他正准备撬库房的门锁 偷热气球 偷热气球 屋子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金风能有今天的局面 热气球功不可没 虽然他制作的热气球 没有足够的机动性 移动还要靠风吹 但是加手雷就是低配版的空军 牢牢地把控了制空拳 战场上 一方拥有空军 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动 想打就打 不想打随时都能走 所以 热气球和手雷 一直是金风最核心的装备 其重要性远超盔甲 重母和投石车 自从在西川大牢 带走一群死球 炸药的稳定性 得到大幅度提升 流水线作业之后 产量大大提升 如今已经具备 给标识大规模装备的条件 但是为了防止意外出现 金风和张良并没有这么做 反而对手雷的管控极为严格 不管是老鹰的飞行队 还是普通标识 发放每一颗手雷都要记录 结构相对复杂的手雷如此 热气球更是如此 其实热气球的原理很简单 这才公开一个多月 京城已经由小商贩 开始制作纸壶的孔明灯售卖了 这个世界没有诸葛孔明 商贩们便取名为镇远灯 既是为了纪念镇远标局 击退东蛮的黄河之战 也寄托了百姓希望镇远标局 震慑远方的愿望 小商贩都能做出镇远灯 更别说权贵们豢养的工匠了 最近已经不知道 多少匠人都在偷偷研究热气球 可是全都已失败告终 因为他们有一个 无法绕开的技术难点 也是热气球最大的技术壁垒 耐火步 想要做出能够载人飞行的热气球 纸糊的肯定不行 需要耐高温的耐火步 除了金峰 大康没人知道如何制作耐火步 这也是金峰最大的底牌 但是耐火步说难也不难 虽然金峰进行了伪装 但是如果对材料 了解的工匠 或许就能看出来起原料 所以 热气球的管控 一直比手雷更严格 除了老鹰等人之外 能接触到的人很少 最近为了随时应对 京城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老鹰在城内城外好几个地方 放置了热气球 保证不管哪个风向 热气球都能随时起飞 迅速抵达京城每一个地方 新龙街一处宅院 便是放置点之一 这些地方也被看管得很严格 防止被人偷走热气球 既然知道是偷热气球的 直接审问关押起来就行 还来问什么 大壮问道 负责看守放置点的标诗 都是大壮安排的 陈牌长算是他的手下 最近这段时间 也抓住了一些 意图靠近放置点的 都被标诗抓了起来 这个人不是一般的盗贼 陈牌长说他是公布狼官左之渊 清卫回答道 金峰和九公主文言 都明白陈牌长为何要来请示了 公布乃是朝堂六部之一 不光负责各种土木水利工程 也负责研发各种农用器械 这种部门最容易发生贪腐 在九公主之前的清洗中 公布便是贪腐重灾区 从上书 侍郎到部下几个部门的管事 几乎全都因为贪腐问题被拿下了 反而这个叫左之渊的狼官 没有一点问题 属于部门里那种埋头干活的老实人 公布毕竟是一个需要务实的部门 所以公布上书就把左之渊提拔上来 让他和他的部门专门来干活 这次大清洗 不光公布伤亡惨重 户部 兵部 刑部 礼部等其他部门也是如此 而且公布是偏技术类部门 派其他部门的官员 过去就是外行领导内行 很容易发生笑话 一百多年前 当时的公布上书突然病死 皇帝便让礼部上书调到公布去做上书 结果这位上书到了公布之后 驾桥修路不是先勘察地形 而是天天带着公布的工匠们 学习理法知识 闹出很多啼笑皆非的事情 公布经过清洗之后 左之渊这个武品狼官成了幸存者中 品级最高的官员 加上九公主也是物实派 比较喜欢左之渊这样的人 就破格把他提升为公布侍郎 暂代上书一职 管理公布 虽然只是暂代上书之位 但是左之渊此时也称得上一位朝堂大员了 陈排长只是一个标师 要是随意把左之渊关起来 明天早朝皇帝一问 公布上书呢 难道说 被一个无官无职的标师关起来了 那就是真的成笑话了 他又要闹什么幺蛾子 九公主揉着眉心问道 金风也满脸无奈 其实他对左之渊并不陌生 左之渊出身工匠世家 对于金钱权利之类的并不看重 而是迷恋各种机械之类的东西 以前地位低 接触不到金风和九公主 可是 自从九公主让他暂代公布上书之后 他就有了上朝的资格 如果是其他人 这时候肯定和国公 以及其他同品届的官员打好关系 而左之渊下朝之后 第一个找的人却是金风 以金风现在的地位和影响力 其实找金风打好关系 也算走对路了 可是左之渊找金风 根本不是为了套近乎 而是去找金风讨要热气球 金风那是第一次见到左之渊 自然不可能把热气球给他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可是左之渊从小就有一个飞行梦 一直在研究各种鸟类 仿制出了各种各样的翅膀 意图飞起来 实现自己的梦想 结果自然全都失败 左之渊还差点被摔死 本来已经死心 可是看到金风的热气球 顿时惊为天人 被金风拒绝之后也不死心 一点公布上书的觉悟都没有 天天不想着怎么管理好公布 一有机会就带着自己制作的各种鸟翅膀模型 跑到御书房门口赌金风 大康重文轻武 更轻视工匠 读书人都想着读圣贤书去做官 在大康难得遇到一个兴趣相同的人 如果只是单纯地讨论机械问题 金风也很高兴 可是他实在不想跟左之渊讨论鸟翅膀啊 因为前世的无数先驱已经证明过了 依靠仿造鸟类翅膀根本飞不起来 偏偏左之渊对此深信不疑 金风劝说了几次之后 发现拗不过左之渊 便交代守宫门的标诗 看到左之渊进攻 马上抄小路去通知他 惹不起 我躲着还不行吗 左之渊躲了几次无功而返 也就不去了 结果谁知道 竟然直接跑去偷自己仓库了 现在当务之急是曹家的事 别管他要闹什么幺蛾子 现在也没工夫管他 金风一想起左之渊 背着各种翅膀的样子 就恼人疼 让老陈把他撵走就行了 回头我再找他好好谈谈 左之渊这种钻了牛角尖的人 很难劝说 如果是平时 金风还可以静下心来 和他好好探讨一下 但是现在各种事情一大堆 金风实在没心思 也没有足够时间去开导他 反正他也没撬开仓库大门 就先不管他了 金风的注意力 很快又回到镇压曹家的事情上 当天下午 大壮和猴子便带着三百标诗出发 直奔南方 在大壮他们出发的第三天 张良带着五百标诗 护送三千战马 前往九公主的封地武阳县 公主皇子都可以建立自己的护卫营 九公主的护卫营便在武阳县 取代一部分府兵 替他管理封地 和金风九公主猜测的一样 文武百官基本都在关注着 标诗和曹家秦王军的动静 标诗这边前脚离开 后脚几乎所有权贵都得到了消息 一时间 整个大康不知道多少世家豪族的目光全都投向了真阳县 其实权贵们也都大概猜出了金风和九公主的打算 不过金风和九公主这次就是一次阳谋 摆明了就是告诉各地权贵 此时是金城防御最薄弱的时候 要造反就赶紧抓住机会 如果没有胆子 以后就消停点 金城权贵被九公主之前的狠辣惊住了 此时谁还敢轻举妄动 就算真的要造反 也要先看看南边的战斗结果再说 如果曹家秦王军打破了标诗的不败神话 那对于己方士气会是极大鼓舞 中原地区官道又宽又直 标诗们一人四骑 赶路速度极快 土匪组成的曹家秦王军则正好相反 一路上四处劫掠 一天只能走十几里 大壮他们赶到真阳县境内的时候 土匪们还会走到真阳县府 双方在真阳县的同中阵外遭遇上了 大壮不等对方站稳脚跟 直接带着三百飞甲骑兵发动了冲锋 老鹰派来的热气球班组 也立刻把热气球升入高空 第一时间炸了对方的中军大仗 这种阵势就连东蛮精锐都不是对手 更何况区区土匪呢 和张良预料的一样 只是两次冲锋 失去指挥的所谓秦王军就溃不成军 两万多人成了两万多只眉头的苍蝇 争先恐后的向南溃逃 北千巡带着一个牌的镖狮 在土匪群中来回穿插 终于找到当初那伙土匪 接下来的事情不用多说 北千巡带着镖狮开始了血腥追杀 土匪们本来就被吓破了胆 看到北千巡他们如此 更加精锯 跑得更快了 大壮带着骑兵坠在后边 就像是狼群赶羊一样 一直把对方重新赶到淮河岸边 土匪们实在跑不动了 也无地可跑了 只能在镖狮的呵斥下 气泄投降 面对东蛮精锐 镖狮们受降 还需要进军和左销卫的帮忙 但是面对土匪 根本用不上外援 曹家秦王军 本来就是由不同山头的土匪组成 在镖狮的监督下 土匪们自己找绳子 把其他山头的土匪捆了起来 曹家秦王军全军覆没 所谓的清军策计划也彻底成了泡影 权贵们派了不少探子 关注着这场战斗 消息传回京城 所有权贵都沉没了 当权贵们得知 金锋只派了三百人去攻打曹家秦王军 全都觉得他太自大了 但是事实证明 自大的并不是金锋 而是曹家 从曹家秦王军的消息传到京城 到全军覆没 前后连十天都没有 探子们传回来的战斗过程 更是让权贵们心中绝望不已 标识的战斗力实在太强了 两万多土匪连一炷香都没撑过去 就溃败了 拥有这样的军队 谁敢还敢反对金锋和九公主 一时间不管朝堂还是地方豪族 全都老实下来 将税和剿匪的政令也得以顺利实施 而这只是金锋和九公主计划的第一步 同中之战后半个月 皇帝陈吉再次下发玉命告示 限期三个月 解散两个甲等军 六个一等军 以及二十多个丙等军 这些军队都几乎是各大世家的私军 兵部很难调动他们 却需要户部调拨前两养着 大康难丁稀少 各地都缺乏劳动力 这次金兵减证可以裁掉十几万人 这些人回到故乡就是劳动力 除了金兵减证之外 陈吉还给金锋颁发了玉命许可证 有了这个许可证 金锋制炎受炎 就再也没有了任何限制 他可以在大康各地开办炎厂 制造炎巴 大康百姓吃炎实在太难了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金锋去年在川鼠镇灾的时候 又在盐筐附近建造了两个大型炎厂 川鼠灾民实在太多了 人多力量大 他来京城之前 两座炎厂先后完工 制炎需要的设备并不算复杂 在金锋来京城的路上 满仓已经把设备送了过去 金锋在京城救驾 打东蛮人 两座炎厂也先后开工 为了雇佣更多的工人 两座炎厂都招募了大量女工 进行三班倒 所有生产线都是全负荷运转 但是金锋之前的制炎寿炎权 都只有广源一地 哪里吃得下这么多炎巴 所以 加上原本的西河湾制炎厂 几座炎厂的仓库里 囤积的炎巴都和小山一样 得知金锋拿到寿炎许可证之后 整个金川立刻变得热闹起来 一车车雪白的炎巴送到码头 由大小不一的客船沿着嘉陵江 送到江南各地 靠近炎厂两座码头日夜不停 来往的商船铺面了半截江面 好在金锋在京城忙活 唐小北和关小柔在金川也没闲着 从去年开始 朱玲瓏就在川鼠各地的牙型 大量购买认字实术的姑娘 培养成为钱庄工作人员 唐小北得知这件事之后 就写信让朱玲瓏给他也送一批人 要当做金川商会的储备人才 朱玲瓏不敢违逆唐小北 听话地送了不少经过初级培训的人才过来 这些人才此时正好派上了用场 随着金川商会的客船奔赴江南各地 虽然距离更远了 但是金锋依旧坚持美金盐巴 只卖十文钱 西河湾制盐厂生产的金盐又白又细 比起大康之前的盐巴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价钱又便宜 一到江南便引起百姓的抢购 江南各地的盐商瞬间破产 市农工商 封建时代很多权贵阶层看不起商人 但是权贵阶层家大业大 想要维持豪舍的生活 又不得不暗地里扶持商人来帮他们赚钱 典型的又当又利 盐巴是生活必需品 整个大康不知道多少权贵靠着贩卖盐巴获利 西河湾金盐的出现彻底颠覆了整个行业 不管品项还是质量或者是价格 西河湾金盐都吊打盐商们的黑粗盐 百姓们又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该买哪个 盐商们赚不到银子 还怎么孝敬权贵 权贵阶层怨声载道 恨死了金锋和九公主 其实不光权贵阶层 九公主的革新几乎触动了所有大康豪族的利益 取缔各种科捐杂税 断了很多地方官员搜刮百姓的途径 剿匪落实到具体人 府兵便没办法再推卸责任 断了各地豪族和土匪勾结的可能 现在高层权贵把持的官员也被金锋覆灭了 他们怎么可能不恨金锋 不过金锋来京城就不是和权贵同流合污的 根本不在意权贵们会不会恨他 他只在意百姓的日子有没有更好一些 目前来看 他的目标在一天天实现 百姓们对于革新称赞不绝 外地百姓没办法来京城谢恩 但是官场上最不缺的就是马屁金 很多地方官员见百姓情绪这么高 便组织百姓书写万民书 称赞皇帝的新政 最近几天 从各地发来的万民书陆续抵达京城 把陈吉高兴坏了 做皇帝几十年 最近这段时间是最勤劳的时候 每天都要去御书房几趟 这不 金锋和九公主吃过早饭 刚到御书房就看到廖印站在门口 经过太子逼宫事件 禁军元气大伤 原本的禁军统领秦鹏 虽然没死在刺杀中 却被刺瞎了一只眼 于是陈吉就把统领之位交给了秦镇 廖印便取代秦镇之前的位置 成了陈吉星的贴身侍卫兼兴府 金锋和九公主正准备进御书房 旁边走廊拐角过来个中年人 中年人极为消瘦 身上的官服也皱皱巴巴的 怀里抱着一摞奏折文书 见到金锋和九公主 中年人赶紧躬身行礼 见过殿下 见过国师 钟大人 你昨夜又住在书密院了 金锋发现 中年人的眼中满是疲惫 无奈说道 你再这样熬下去 人就熬死了 能为百姓做点实事 就算熬死 下官也高兴 中年人笑着回答 你可好好活着吧 这样能为百姓做的事才更多 金锋上前接过对方手里的奏折文书 奏折我帮你带进去 你快点回去休息吧 书密院还有 赶紧回去休息 要是让我知道 你又去书密院干活 还把你调回都查院 金锋不等对方说完 直接打断他的话 是 中年人听到金锋这么说 只好无奈地点点头 又冲着金锋和九公主行了一礼 转身离去 金锋看着他的背影 眼中露出一丝钦佩 钟无极原本在都查院工作 是一名三品复都御史 本职工作是监察百官 以及劝谏皇帝 年纪只有四十出头 但是人生经历却极为丰富 钟无极本是 金城世家中家的三公子 两岁的时候 跟着奶奶出城烧香 当时赶上庙会 钟无极一时贪玩 和家仆走散了 被一对城外的老夫妻收养 老夫妻的三个儿子都打仗死了 两个孙子也先后夭折 对钟无极视如己出 三个儿子的死让老夫妻 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就勒紧裤腰带 宫中无极读书十字 钟无极九岁的时候 跟着老夫妻去京城办事 路过钟家大门的时候 突然觉得 这个地方很熟悉 于是重回钟家 吃过苦的钟无极 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 读书也比其他钟家子弟 更加用功 十七岁便考中举人 当年被称为 京城四大才子之一 本身努力 又有钟家的支持 钟无极在官场上 原本可以非常吃得开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钟无极年少时 跟着老夫妻在城外生活 见过百姓的穷苦 当官之后 总想着为百姓做些好事 以大康之前的官场风气 钟无极这种性格 很难有立足之地 十九岁开始做官 到三十五岁的十几年间 钟无极因为仗义之言 被贬过好几次 如果不是背靠钟家 可能连命都没有了 被贬的精力多了 钟无极开始变得成熟 想法也慢慢开始改变 人为言轻 钟无极知道自己 如果官之太小的话 说话根本不会有人听 想要改变大康 必须位及人臣 成为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那个人才行 在钟家又把他弄回京城之后 钟无极变得沉稳起来 学会了和光同臣 虽然没有和其他权贵同流合污 却也不再像之前那样 锋芒毕露 钟无极本身就是个 有能力的人 此时不再主动得罪人 再加上钟家背后的支持 官位越来越高 去年升到了正三品 可是不等他位及人臣 太子逼宫了 京风来京城了 整个京城在九公主的铁血手腕下 变得风声鹤唳 不过钟无极并不害怕 反而变得更加兴奋了 自从闽农传到京城之后 钟无极便开始关注了京风 随着打听到关于京风的事情越来越多 钟无极越来越确信 京风是和他同一类人 他们都想为百姓做事 九公主在京风的支持下 掌握了朝堂 钟无极知道他的机会终于要来了 果然他很快被九公主招募到疏密院 虽然官职没有变化 但是权力却大了许多 当沉寂的几条玉命告示下达之后 钟无极更是激动地差点跳起来 开始玩命地工作 京风虽然对于朝政不感兴趣 但是听九公主说完钟无极的事情之后 也觉得钦佩 九公主看到京风在看钟无极 便笑着问道 夫君觉得钟无极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京风一愣 九公主的问话 让他想起了官小柔 当初官小柔见到一个 还能看得过去的姑娘 都会问京风 当家的 你觉得这个姑娘怎么样 可是钟无极是个男的呀 九公主这么问是什么意思 如果本宫让她做宰相 夫君觉得如何 当初 京风和九公主常谈过一次 讨论是否应该培养一个宰相 从那天之后 九公主就开始留意闻五百官 把钟无极等人调到疏密院 就是为了考察他们 你也知道我对正事不熟悉 京风没有回答九公主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你觉得她能胜任宰相之位吗 能力很不错 我最近让她办的几件事 都办得非常好 九公主点头 是我的首选之一 能力是其次 我觉得她最可贵的地方 是真的愿意为百姓做宰 京风附和着点头 却没有表态 虽然她对朝堂不熟悉 但也知道 宰相这个位置 不是光有能力 愿意为百姓做实事 就可以胜任的 比如公布那个左之渊 也是个做实事的 也有能力 却不适合带领公布 我会重点考虑她的 九公主微微点头 进去吧 两人进入御书房 第一眼就看到 陈吉在乐呵呵地翻 看着万明书 听到门口动静 陈吉赶紧示意宫女 去辅助九公主 此时已是夏天 九公主的肚子 也开始微微鼓起 舞阳 你们是不是该成婚了 陈吉放下万明书 皱眉说道 宰母妃问我好几次了 最近这么忙 哪里有时间 九公主随意摆了摆手 不急 再等等吧 你这肚子越来越险 要是再拖下去 就成笑话了 陈吉看向金峰 国师 你看哪 九公主不等金峰回答 抢着说道 这件事她说了不算 父皇你问她也没用 封建时代的公主 结婚非常麻烦 光是想想 就让九公主觉得头疼 加上她和金峰都很忙 就一直不明不白地拖到现在 父皇你就别操心了 我心里有谱 九公主甩开宫女的搀扶 盘腿坐到软垫上 随手拿起一本奏折 父皇你要是没事 就继续看万明书 我今天事情多着呢 没空跟你闲聊 你呀 陈吉美好气地 瞪了九公主一眼 给金峰使了个眼色 金峰会议 跟着陈吉一起走到外边 舞阳可以不急 但是国师你 总得给正一个态度吧 陛下放心 我回去再和舞阳 好好商量一下 尽快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金峰有些不好意思地 摸了摸鼻子 要是说其他事 他还能硬气一些 可是陈吉是九公主的生父 现在九公主的肚子都大了 陈吉说他两句 他只能听着 看到陈吉脸色还有些不悦 正准备搬出大杀器 哄一哄老丈人呢 大太监银雀急匆匆走了过来 陛下 国师 左支援跑到中谷楼上了 银雀古怪地看了金峰一眼 他说他要见国师 他要见你干什么 陈吉看向金峰 纳闷问道 还跑到中谷楼上 他是不是背着翅膀呢 金峰问道 是的 银雀点头 行了 知道他要干什么了 金峰一脸无奈地揉了揉眉心 招手叫来大刘 去多找一点不担子 再多带点人去中谷楼 是 大刘答应一声 跑出去准备了 左支援又要闹什么幺蛾子 陈吉凑上来问道 金峰看着他眼中的八卦之光 表情更加无语了 公布尚书要跳楼 做皇帝的 还一副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样子 大康朝堂 还能靠点谱吗 金峰觉得心很累 不过幸亏陈吉如此 要是换个痴迷权利的皇帝 九公主也没办法施展拳脚 算是必大于力吧 陛下要是想知道 就过来看看吧 我怕再耽误一会儿 左支援就摔死了 金峰实在没心思 跟陈吉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匆匆走了 中谷楼是大康京城 最高的一处建筑物 顶部是一个巨大的凉亭状建筑 凉亭下吊着一个巨大的铜钟 四周摆放着四面大骨 站在鼓楼上几乎可以俯瞰整个京城 万一有地方着火 或者发生了紧急情况 职守的禁军就可以敲击中谷 示意其他区域的禁军发生了什么事 情况是否危急 当金峰赶到中谷楼下 第一眼就看到 左支援坐在凉亭顶上 背上背着一对造型怪异的翅膀 冲着一旁的禁军喊叫 先生 布丹准备好了 大刘也正好过来 那让大家四个人撑一个布丹 万一左支援掉下来 尽量接住他 别让他真的摔死了 金峰拉着布丹 给标师们做示范 几十米外的九楼二层房间 陈吉和大太监等人 都穿着便装 站在窗户前 标师们明白金峰打算之后 纷纷拿着布丹离开 四人一队分散到中谷楼周围 金峰见标师们都准备好了 叹了口气 走进中谷楼 顺着楼梯 登上中谷楼顶部 国师你来了 左支援看到金峰 兴奋地没飞色舞 我回去又把翅膀改进了一下 这次肯定能飞起来 你先下来行不行 金峰皱眉说道 中谷楼这么高 要是和上次一样飞不起来 你会摔死的 前几天 左支援又带着一副新的翅膀来找他 说在家里试验过 可以飞好几丈远 还要给他掩饰 其实金峰知道 左支援只不过靠着翅膀 滑行了十几米而已 根本不是真正的飞行 可是左支援根本不听金峰解释 非要给他掩饰 金峰拗不过他 就让他掩饰了一下 结果那次左支援表现不好 只滑行不到一丈远 就一头栽了下来 幸亏他当时站的地方 只有三四米高 而且是翅膀先着地 左支援只是摔破点皮 但是他的翅膀却摔散了 金峰本来以为他会死心 谁知道他更加疯狂 直接跑到中谷楼来了 中谷楼高近七八丈 这要是摔下去 真能把他摔死 国师 上次没飞起来 就是因为站得太低了 中谷楼的高度足够 我又改进了翅膀 肯定没问题的 左支援自信满满道 我信 我信 金峰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把左支援先哄下来再说 国师 我知道你在骗我 你根本不信 不过没关系 你看完后就信了 左支援说着 走到梁亭顶部边缘 金峰一看就急了 冲着梁亭里的禁军喊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上去把他抓下来 可惜话音刚落 就看到左支援张开翅膀 跳了下去 这个疯子 金峰跺了跺脚 冲到梁亭边缘 扶着护栏看下去 很多人叫金峰疯子 但是和左支援比起来 金峰自愧不如 他之前做过的几件事 看似疯狂 但是每次都有绝对把握 比如打死薛恒炉 动手之前 金峰就知道 九公主会为他出头 也想好了甩锅的借口 但是左支援所做的事 那是真的在玩命 比如这次 左支援刚开始飞得非常平稳 但是飞了十几米之后 左侧翅膀突然歪了一下 飞快向下栽去 快快快 地下的数十个标诗 都撑着布丹往那边跑 左支援一头栽在其中一个布丹上 负责拽着这个布丹的四个标诗 全都被拉倒在地 左支援也扑通一声 砸在地上 幸亏有布丹缓冲 左支援并没有摔死 但是他右侧的翅膀 砸到了一个标诗手臂上 直接把这个标诗胳膊砸骨折了 金峰从中骨楼上冲下来 大刘刚刚扶着左支援站起来 他没事吧 金峰黑着脸问道 没事 就是有两个地方擦伤了 大刘回答 不过老林的胳膊被翅膀砸断了 国师 左支援刚开口说话 就被金峰一脚踹在肚子上 金峰这次真生气了 这一脚使出了全力 左支援直接被踹得倒退几步 一屁股坐到地上 你下次想死找个安静点的地方 金峰指着左支援骂道 中骨楼下边这么多人 你把别人砸死了怎么办 中骨楼算是金城地标性建筑物 若不是金峰 让禁军把百姓驱散了 左支援这么跳下来 大概率会砸死人 左支援也自知理亏 红着脸说道 国师教训的是 我不该在中骨楼试验 下次我找个人少的地方 你还真想有下次啊 金峰气得想打人 老子跟你说过八百遍了 你这个想法根本行不通 没有其他动力 你再试验八百次也是一样 光靠你胳膊扇动翅膀飞起来 就是痴人说梦 金峰也是理工男 比较理解左支援 有时候甚至觉得 他的精神值得钦佩 虽然在他看来 左支援的想法比较天真 行为也很冒险 但是科学不就是在这种 天真和冒险中 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吗 所以 之前和左支援谈话 金峰会考虑他的感受 说话语气都比较平和 以解释原理和劝说为主 左支援不听 金峰也不会多说什么 但是这次他是真生气了 也真的担心 左支援回头 真找个没人的高山跳下去 说话就重了一些 谁知道左支援还不服气了 耿着脖子降道 国师 这次是我不对 你骂我打我都行 你用一块布兜子都能飞起来 凭什么说我痴人说梦 鸽子老鹰靠翅膀都能飞起来 人为什么不行 我上次就跟你说过了 人的身体 构造是注定飞不起来的 呼吸系统无法满足 飞行时需要的大量氧气 双臂的肌肉 也没有足够的力量 来扇动翅膀 金峰无奈解释道 其实这些东西 他上次就和左支援说过 可惜左支援根本没办法理解 也没有听进去 我之前明明飞了十几米远 左支援依旧坚持 你那是滑行 并不是飞行 那次是你运气好 正好找到了适合滑行的角度 但是你的运气不会一直那么好 只要一次失败 你就摔死了 金峰说道 如果你理解的飞行就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什么意思 左支援一下子来了精神 国师 您做出更好的翅膀了 不是翅膀 是另外一种东西 不会又是一个布兜子吧 左支援皱眉问道 前几天 金峰被他缠得不耐烦了 就带他乘坐了一次热气球 左支援也是资深匠人 近距离乘坐一次 很快就明白了热气球的原理 发现热气球 没有自主飞行的能力 移动只能靠风 或者马匹拖拽 非常失望 在他心目中 理想的飞行器 至少可以和小鸟一样 自由飞行才可以 你要说是布兜子也对 金峰想了一下 说道 但是可以飞很远 而且 安全性要比你这对破翅膀 高无数倍 布兜子真的能飞 左支援立马来了兴趣 问道 能飞多远 其实我做的这个布兜子 并不是用来飞行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飞的话 飞个一两百丈 问题不大 金峰答道 其实热气球做出来之前 他就做好了降落伞 以防止在试验热气球时 出现意外 老鹰他们虽然 没有出过意外 但是早就练过降落伞 后来张良知道了这件事 就产生了培养空降兵的意识 其实 金峰在飞师城里没多久 就产生了组织一支特战队的想法 黑甲飞师队便是雏形 最初那批黑甲飞师成员 全都是精挑细选的老兵 在大满坡之战中 黑甲飞师队的威力 也得到了证明 张良提出空降兵的想法之后 金峰便同意了 特种作战中 空降兵可以悄无声息地潜入敌后 执行斩首或者偷袭对方 粮草库之类的任务 所以 在几个月前 张良就挑选了一批老兵 进行跳伞训练 只不过 空降兵是金峰的新底牌之一 这次并没有暴露出来 在降落伞练习时 距离降落目标越来越近 成绩越好 滑行太远 反而不合格 如果遇到有风的天气 偏离目标几百米 太常见了 布兜子可以飞行一两百丈 我不信 左之渊摇头 金峰心意一动 开口说道 要不然 咱们打个赌 如果我做的布兜子 能飞两百丈 你以后就别再研究这对破翅膀了 也别在朝廷做官了 跟我一起回京川 我教你做其他更多东西 你觉得怎么样 这次的事情 金峰虽然生气 但他依旧钦佩左之渊这种 对科学执着的精神 这样的人 天生就适合搞科研 不适合朝堂 虽然清廉 务实耐劳能吃苦 却真不是做官的料 让他干活可以 但是让他指挥别人干活 就抓瞎了 最近公布几乎乱成一团 九公主这几天 正准备换掉左之渊呢 于是 金峰就动了挖人的念头 去京川 左之渊愣了 做官几乎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 左之渊虽然已经察觉到 九公主对他有些不满 但是朝廷现在正缺人 他又没犯其他错误 九公主不可能罢免他的官职 如果努努力 有朝一日 真的坐上公布上书的位置 也不是不可能 六部上书都是一品官员 除了皇帝和宰相 几乎没人能管得住他们了 这时候 如果跟着金峰去京川 等于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 可是想到之前 在金峰书房里看到的一打图纸 左之渊又有些心痒痒 龙乃立国之本 九公主这次革新 除了政策之外 金峰自然不会忘了自己的老本行 在京城这段时间 他就抽空画了一些农具的图纸 研究新型农具 也是公布的职责之一 图纸画好后 金峰就让人找来了左之渊 左之渊看到这些新型农具 惊为天人 而且他在金峰取图纸的时候 看到金峰图纸箱子里 还有厚厚一打其他图纸 对于左之渊这样的匠人来说 这箱图纸的诱惑力 并不比公布上书的职位差 没事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考虑清楚了 再去找我 金峰看到左之渊犹豫 也没催促 而是给了他足够的时间考虑 正准备带着大刘离开 却听到左之渊咬牙说道 不用三天 如果国师做的不兜子 能飞行几百丈 能让两个轮子的车子不倒地 我便跟国师去金川 之前他去找金峰闲聊 两人说起大康目前的运输工具 金峰聊得兴起 说可以制作一种两轮的车子 一日可以骑行过百里 左之渊虽然痴迷飞行 但他也是一个老工匠 对其他机械制作也感兴趣 两个轮子怎么能骑 还一天骑行过百里 左之渊当时就觉得 金峰在吹牛 但是因为金峰的国师身份 加上他想求金峰要一个热气球 便没有戳破 回去后 他立刻找来两个轮子进行试验 但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左之渊不免怀疑 金峰在戏耍他 可是随着了解加深 他又觉得金峰不是吹牛和戏耍他的人 于是这件事 就成了左之渊另外一块心病 你还念着这个呢 金峰笑道 可以 这两天我抽空给你坐一辆两轮车 你看看就知道了 如果国师真的可以做出来 我便挂印词冠 跟国师去精串 左之渊咬牙说道 那就这么说定了 金峰说道 你还能走吗 能走的话 咱们现在就出城 能走 左之渊站起来 叫大刘帮忙拆掉背上的翅膀 此时 翅膀已经有好几个地方被折断了 但是他也不舍得扔 小心翼翼地用不单裹起来 交给文训赶来的仆人 大刘迁来战马 金峰正准备带左之渊出发去城外 陈吉带着银雀和撂印来了 左之渊赶紧下跪行李 你们起码要去哪 陈吉示意左之渊站起来 好奇问道 中古楼距离皇宫不算远 按照金峰的性格 这点路程是不会骑马的 不去哪 就是随便溜溜 金峰害怕 陈吉也跟着 随口敷衍道 随便溜溜你会骑马 陈吉冷哼一声 看向左之渊 你来说 左之渊在陈吉面前不敢撒谎 便一五一十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 国师 你挖人都挖到阵头上了 当陈吉听到金峰和左之渊打赌的内容时 扭头瞟了金峰一眼 陛下恕罪 左之渊下得赶紧跪到地上 金峰才不怕陈吉呢 理直气壮冲陈吉说道 陛下这么说可不对 整个大康都是您的 我做出来的东西 最后不还是用在老百姓头上 不也算您的 算了 反正武阳也准备把这个死心眼撤掉 让他跟着你去做将人正好 陈吉瞥了左之渊一眼 挥手示意他站起来 左之渊闻言 却猛地抬头看向金峰 眼神都不一样了 之前他不知道九公主的打算 觉得金峰在挖他 听到陈吉这么说 他心里的想法立马不一样了 怪不得国师要跟我打赌 原来他早就知道九公主要罢免我了 这么做 不过是照顾我的面子而言 左之渊心里如此猜测 看向金峰的眼神 也充满了感激 此时在他看来 金峰跟他的打赌 完全是在照顾他的面子 毕竟自己辞官和被罢免 意义完全不同 被罢免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会被人看不起 但是自己辞官 特别是从赞代公布尚书的职位上辞官 谁说起来 不得竖起大拇指 谁敢不赞他一声高洁清风 想到这里 左之渊对着金峰 郑重行了一礼 多谢国师一片苦心 左谋谨记于心 左大人严重啊 我是真的觉得 左大人是个做研究的好材料 在公布被俗误缠身 实在浪费了你的能力 金峰赶紧摆手 可是他越这样 左之渊越觉得金峰在谦虚 越觉得金峰在照顾他的面子 心里对金峰的感激也更深刻 站在一旁的陈吉 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他做皇帝这么多年也不是白做的 刚才左之渊一说打赌的事 他就知道 左之渊心里已经不想做官了 所以才会故意说九公主的事 算是彻底把左之渊 推到了金峰怀里 现在看来 他的计划很成功 瞟了金峰和左之渊一眼 转头交代道 大刘 多准备鸡马 朕也要去看看 能飞一两百丈的不兜子 事已至此 金峰也不好再拦着陈吉 只好让大刘去多叫一些 标诗沿途护卫 一行人从北门出城 沿着黄河向西走了十几里 停在一片芦苇荡中 这片芦苇荡周围 曾经被大水淹过 周围百姓稀少 这里也是老鹰他们的 临时训练地之一 到了地方之后 老鹰测了一下风向和风速 带着几个标诗 乘坐热气球升入高空 金峰 陈吉 左之渊等人 则坐上另外一个热气球 当热气球飞到一千多米的高空 一个标诗背着降落伞 一跃而下 哪怕陈吉已经知道 金峰在和左之渊打赌 依旧替这个标诗捏了一把汗 国师 他怎么就这么跳下去了 不光陈吉着急 左之渊也被吓了一跳 话还没说完 便看到标诗背后的降落伞打开了 标诗急速下坠的身体迅速变缓 随着南风一路飘过黄河 然后继续往北飞 一直随风飞了三四里 才落到地面上 陈吉看着标诗 随意伸出右手 跟在后边的银雀 赶紧从怀里取出一个小木匣 从里边把望远镜拿出来 自从得到望远镜之后 陈吉就爱不释手 每次乘坐热气球更是必带 每次坐在热气球上 用望远镜看着下边 陈吉都会生出一种 俯瞰苍生的豪情 左之渊看着陈吉熟练地使用望远镜 不由露出羡慕之色 金峰见状 拿出自己的备用望远镜递过去 多谢国师 左之渊也不客气 赶紧接过去 他和金峰熟了之后 曾经试过一次望远镜 不用金峰再指导 对准刚刚落地的标识 真的可以飞几百丈啊 左之渊放下望远镜 感慨道 这种伞叫降落伞 主要作用不是用来滑行的 还有一种专门用来滑行的滑翔伞 可以飞更远 金峰说道 最重要的是降落伞很安全 不会摔死人 我可以试试吗 左之渊眼中闪着期待的光芒 试试倒是可以 不过你先跟着我的人学习几天 先熟悉熟悉再说 可以可以 左之渊连连点头 等一下回去我就找殿下词官 明天就来这里训练 知道九公主本来就要撸了她 又见到更加高明的飞行方式 左之渊现在根本没有再去当官的心思 一心只想着快点学习降落伞 国师 这能试试吗 陈吉也是个爱玩的主 文言也有些跃跃欲试 陛下不行 金峰赶紧摆手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没办法向舞阳交代 也没办法向全天下百姓交代 开玩笑 陈吉是大康皇帝 虽然有些不着调 却是大康的定海神针 封建制度在百姓心中 已经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皇权统治也深入人心 陈吉好好的 九公主就算把朝堂所有权贵杀光 天下也不会乱 很快就会有一群新的读书人顶上来 组建新的朝堂 但是陈吉如果有个三长两短 不仅仅是他个人安危 还会关系到整个大康朝堂 甚至整个大康的安危 国师刚才不是说 这个叫降落伞的 很安全吗 陈吉不满问道 大到五十 天眼四九 世间之事没有绝对 任何事都可能出现意外 陛下乃是万经之躯 万万不能冒险 金风毫不犹豫拒绝 还转头提醒老鹰 回头跟小周他们说一下 绝对不能带陛下跳伞 否则我抽死他们 前段时间 老鹰挑了五个愿意留在皇宫的飞行员 留在京城给陈吉 陈吉现在对热气球正痴迷呢 当即给这五个人封了个小关 不光每人赏赐白两银子和一套宅子 还每人赏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公寓 为了乘坐热气球方便 陈吉还专门让公布 在洪德殿后边的广场上盖了一排房子 用来作为飞行员 在宫里的宿舍和办公点 而五个飞行员的工作也极为简单 平时就是维护维护热气球 陈吉想乘坐热气球的时候 他们把热气球飞起来就行了 简直不要太轻松 原本那些不愿意留在京城的飞行员 一个个都羡慕得要死 人都是现实的 陈吉为五个飞行员花了这么多钱 飞行员们自然感激 标诗们被金峰影响 大多也对黄泉没有那么敬畏 但是此时飞行员们对陈吉感恩戴德 陈吉如果执意要求 金峰还真怕他们带着陈吉跳伞 陈吉毕竟年纪大了 吃得又好 平时就有心悸和头疼的毛病 这些都是高血压的症状 跳伞是非常刺激的运动 陈吉要是一激动把血管给爆了 那乐子就大了 所以金峰不得不提醒老鹰一声 老鹰赶紧答应下来 陈吉撇撇嘴 不过最终也没说什么 只是回去的路上一直闷闷不乐 但是左之渊却兴奋得眉飞色舞 他现在已经彻底想开了 越来越觉得自己答应金峰去金川 是一个明确的决定 一路上都在询问关于滑翔伞的事 见金峰不理他 又问起了两轮车 陈吉正郁闷呢 听到金峰和左之渊讨论两轮车 也来了兴趣 国师 两个轮子一前一后 怎么能骑呢 是吧陛下 陈也觉得不可能 左之渊好像找到了之音 赶紧附和 陛下若是不幸 要不要也打个赌 金峰斜了陈吉一眼 你说吧 想赌什么 陈吉大手一挥 豪爽答应下来 金峰愣了一下 反而被问住了 如今 陈吉对他和九公主 几乎言听计从 除了陈吉的后宫 大康几乎已经没有他得不到的东西了 金峰顿时觉得一阵无趣 人生荡真是寂寞如雪呀 想到这里 金峰不由把目光投向远方 不对 大康的危机并未完全解除 不说远的 东蛮 党像和吐蕃这些地方 在金峰心目中 都是祖国的一部分 如今尚未纳入中原版图 还有东海的倭寇和海盗 洪涛平前段时间来信说 越来越猖獗了 就算凭了东蛮三国 击退了海盗 金峰还要让大康百姓 过上好日子 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度 一想到还有这么多事情没有做 金峰再次燃起了斗志 陈吉不知道 金峰在归化未来 等得有些着急了 催促道 国师你想好了没有 想好了 金峰笑道 如果我赢了 我想请陛下下令新建学堂 让大康所有孩子 都能上得起学 如今随着麾下各势力的快速发展 金峰越来越感觉到 人手不够用 他麾下只有几个组织 便尚且如此 想要建造一个强大的国度 需要的人才 可想而知 一个人强大不算强大 要培养出一群强大同胞才行 让大康所有孩子 都能上得起学 陈吉一愣 那得新建多少学堂啊 我打算在每个镇建造一所盟学 每个县至少建造一所中学 金峰答道 这么多 陈吉瞪眼 交通和通讯都很落后 为了方便管理 不管是郡县还是乡镇 辖区范围都比金峰前世要小一些 就连陈吉这个皇帝都不知道大康有多少乡镇 但是他知道至少要超过五位数 按照金峰所说 每个乡镇都建立一所盟学的话 那不就至少要建立过万所学堂 陛下 一个乡镇一所盟学多吗 金峰说道 就算是偏远小乡镇 全镇所有孩子加起来 总能有几百人吧 建一座学堂是最少的 有些富庶的乡镇 恐怕要建立两所三所才行 其实 金峰的目标 是和前世他小时候一样 在每个村建立一所小学 每个镇至少建立一所中学 这样才能实现 他普及教育的理想 但是考虑到大康的实际情况 金峰只能退而求次 先在每个镇建立一所小学 然后再徐徐徒之 这是个长远计划 金峰准备花十年 甚至二十年来实现这个目标 让大康所有孩子都能读书 国师的胸怀 令左某钦佩 左之渊对着金峰拱了拱手 随后叹息道 但是国师可能不了解百姓 就算国师在每个县 都成立了不设门槛的学堂 百姓恐怕也不会送孩子去读书 他们花不起这个钱 而且 孩子还要帮家里干活呀 封建时代 为什么很多人家 明明养不活那么多孩子 却还使劲上 金峰之前一直认为是缺乏娱乐方式 和避孕措施导致 但是在大康生活了一年多 他渐渐明白 事情并非如此 首先 在此时的大康 拳头大于律法 只要不闹出人命 乡村矛盾基本都是 在村里自己解决 你家里儿子多 说话就有脸 别人就不敢欺负你 其次 以封建时代落后的生产条件 和医疗条件 孩子夭折是常见现象 陈吉生性风流 十几岁就开始生子 到现在 皇子公主生了一大堆 但是其中有大概三分之一 都没有活到第一个本命年 享受最好生活物资 和医疗条件的皇家 尚且如此 普通百姓更不用说了 很多夫妻生了十来个孩子 能有一半成功 活到本命年 就要谢天谢地 所以 在封建时代 本命年就是一道坎 很多孩子是冲不过这道坎的 所以要多剩一些 而且 封建时代养孩子 和金风前世也不一样 前世养一个孩子 要耗费家长很多金钱和精力 但是在封建时代 孩子超过十岁 就要跟着大人一起下地劳作 十三四岁就可以成亲 当成大人来用了 十岁左右的孩子 要在家里给父母做饭做家务 再小一些的 七八岁的要去拾柴火 五六岁的 也要照顾一两岁的弟弟妹妹 在封建时代养孩子 成本要比金风前世小得多 除此之外 还有姚义和兵义 朝廷要新修水利 要驾桥修路 都会征集百姓 来做免费劳力 不去就是犯法 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劳力 这个人被拉去驾桥修路 肯定会耽误耕种 要是被拉去当兵更完蛋 花木兰为什么要替父丛俊 不就是他家里除了父亲 没有其他男丁了吗 要是他爹去当兵了 这个家就算毁了 如果家里有个十二三岁的儿子 这个孩子就可以替父亲 去参加姚义和兵义 所以 封建时代的百姓 明知道自己养不活那么多孩子 也会拼了命的多声 大康现在这种情况 百姓别让孩子饿死 已经是极限了 谁会花钱送孩子去读书 所以 左之渊听完金风的话 虽然钦佩 却觉得他有些异想天开 如果陛下开办的学堂不收钱 或者只收很少的钱 百姓是不是就愿意 送孩子去读书了呢 金风反问道 百姓虽然愚昧 但是读书才有出路 几乎是所有百姓都明白的道理 大康读书人金贵 去学堂找先生读书 学费也很贵 很多百姓都花不起这个钱 比如宿主的父亲老铁匠 明明可以靠手艺吃饱饭 但是为了供金风读书 老铁匠每天只能吃一顿粗粮 学堂不收钱 那怎么行 别说左之渊 陈吉也被金风这个话吓一跳 国师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陛下 我知道这个很难 但是正因为难 陛下如果做成了 才能证明陛下的伟大 不是吗 金风又开始忽悠陈吉 陛下您想想 自古以来 哪位君王能做到这点 您再想想 要是全大康的百姓 个个都识文断字 将会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盛事 千古之地的鸡汤 金风已经给陈吉喝了太多 但是即便如此 陈吉依旧激动地心跳加速 头皮发麻 左之渊想象着金风描绘的盛事 眼中也露出浓浓的憧憬之色 让全天下的孩子都能读得起书 这是他们之前做梦都不敢想的情景 陛下 我知道这件事 不是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能实现的 但是咱们有了目标 就冲着这个目标努力 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金风加重声调 继续说道 对 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陈吉也被金风的情绪感染 举起手掌说道 国师 只要你能日行百里的两轮车 此事正便听你的 拼尽全力 也要让天下的孩子都能读得起书 那就一言为定 金风伸手和陈吉机长为事 如今他还没有制作轴承的能力 所以之前并没有制作自行车的打算 上次和左之渊提起这茬 也是话赶话说道了而已 哪怕后来和左之渊打赌 金风也没太当回事 但是现在为了让大康无数孩子能读上书 金风决定认真对待 回到金城之后 金风先去找了一趟九公主 跟他说了一下左之渊的事 九公主之前在金城杀得太狠了 金城的官员被牵连很多 他手里实在没人 左之渊又是难得的清联官员 所以才选他暂代公布上书 最近这段时间 他从各地调来不少官员 勉强赌上了人才缺口 左之渊主动辞官 算是皆大欢喜 九公主当即就批准了 解决完官职的事 金风当天就带着左之渊 一头扎进了公布的实验室 两人在里面折腾了整整三天 大康第一辆自行车成功出世 果实 这就是你说的自行车 就这么两个轮子 放在地上不动都立不住 骑起来怎么可能不倒 左之渊看着眼前的两轮车 依旧满脸质疑 因为还没有做出轴承 所以金风制作的自行车 和前世常见的有很大不同 这辆自行车没有链条 而是直接在前轮的轴心位置 安装了两个脚踏板 两个轮子也不一样大 前轮到金风脖子那么高 后轮直到小腿那么高 这样前轮作为驱动轮 用脚蹬着转一圈 就能跑两丈左右 在前轮上方 有一个方向把守 后轮上方则是一个底座 可以用来载人 或者驼运物资 因为没有橡胶 车轮只是一个铁圈 看起来极为简陋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大康工业太落后 就这两个铁轮子 还是金风和左之渊 带着公布的匠人 忙活了一天多才弄出来 虽然简陋 但这辆车子却是大康 甚至是这个世界第一辆自行车 任何新鲜事物出事的时候 都会有人质疑 金风对于左之渊的反应毫不在意 推着车子走向门口 对付质疑最好的办法不是解释 而是用事实说话 大刘带着轻卫 在公布作坊门口等了三天 看到金风出来 赶紧迎了上去 先生 这就是你忙活了三天 做出来的东西 大刘绕着自行车转了一圈 挠着头提出和左之渊一样的质疑 这车子就俩轮 不扶着就倒了 真的能骑 看看不就知道了 金风说着话 一只脚踩上脚灯 骑了上去 这辆自行车 除了造型和前世的自行车不同 最大的不同 就是没有急轮 急轮可以让轴承保持一个方向运转 所以前世的自行车往前蹬的时候就会走 不蹬的时候 脚灯子就不会动 但是制作急轮太麻烦 不是一天两天能弄成的 金风干脆把脚灯子 直接装到了车轮上 这样虽然制作简单 但是只要车轮转动 脚灯子就会跟着一起转动 金风刚开始骑还有一些不习惯 差点摔倒 守在一旁的大刘 赶紧带着两个轻位去扶住车子后座 生怕金风摔倒 金风前世骑过太多次自行车 这种记忆已经刻在了脑海深处 稍微扭了 几下就习惯了这种自行车 示意大刘松手 然后 金风便蹬着车子 在公布门口的空地上 转起圈来 左支援一直紧紧盯着金风 看到他真的能骑 眼中既有兴奋 也有不解 两个轮子怎么可能不倒地呢 哪怕亲眼所见 左支援依旧还是搞不懂这个问题 大刘他们没想那么多 看到金风速度越来越快 兴奋地拍着手大呼小叫 左大人 服不服 金风骑在自行车上 冲左支援大喊 服了服了 左支援收回心神 笑着高声回答 服了就好 金风大笑一声 豪爽地一挥手 大刘 去骑马 咱们进宫找陛下去 自行车已经坐好 该是找陈吉对线承诺的时候了 好嘞 大刘也知道 金风和陈吉对赌的事 赶紧招呼亲卫去牵马 大刘兄弟 给我也牵一匹 左支援喊道 等大刘他们骑到马上 金风调转车头直奔皇宫 公布到皇宫之间 那段大街 是京城最繁华的街道之一 路边到处都是小商贩 路上行人也络绎不绝 标示在金风的约束下 没有紧急任务 从来不会在城内纵马狂奔 也尽量不去惊扰百姓 但是大刘 害怕行人挡住金风的去路 破例让人骑马跑到前面 给金风开路 哎呀 这是什么车子 就两个轮子 怎么不会倒 我也不知道 没见过 你们快看 骑在上边的是金先生 怪不得这个车子不会倒 原来是金先生失了法 别说话了 赶紧把路让开 别挡住金先生了 金风最近经常在京城活动 不少百姓都认识了他 封建时代 百姓容易迷信 经过说书先生的进一步加工 金风在故事中的本事也越来越大 很多百姓都把他当成了神仙 在百姓看来 金风都能把人送上天了 骑个两轮车 还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百姓们一边让路 一边还朝着自行车指指点点 国士金先生又做出了一种神奇的消息 也不进而走 越来越多的百姓闻讯赶来 想要看热闹 也顺便看看国士金先生长什么样 好在百姓对金风既有崇拜 也有敬畏 不敢把路堵死 只敢站在路边观望 如今京城早已成了密蝶丝的天下 金风距离皇宫还远 就有密探把消息传回了宫中 陈吉本来正在和九公主 一起待在御书房批改奏折 得到盈却的报告 直接把朱砂笔一扔 起身就往门口走 九公主也知道 金风和陈吉的对赌 听说金风真的能坐出了自行车 也赶紧放下奏折跟上陈吉 两人带着一群太监宫女 浩浩荡荡赌赶到宫门口 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金风 金风坐的这辆自行车实在太高了 他骑在上面比大刘他们骑马 还要更高一点 显得鹤立鸡群 还真是两个轮子 陈吉放下手里的望远镜 满脸兴奋 国师不愧是国师 而九公主则眉头微皱 金风制作出了自行车 还如此大张旗鼓地骑着来皇宫 显然是要催促陈吉兑现诺言 陈吉一心想着玩 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九公主却不得不操心 大康前些年的国库亏空严重 如今虽然杀了一批贪官 抄家收缴了不少银子和粮食 也不再向党项和东蛮上贡 压力小了许多 但是赋税也降低了很多 一个国家运转起来 需要用银子的地方太多了 以大康如今的赋税标准 国库每年剩下来的银子实在不多 远远不够支撑金锋提出的计划 九公主正想着怎么办呢 思绪被沉急兴奋的声音打断了 银雀派人告诉国师 让他从顶圣门进宫 朕也要试试这个两轮车 走顶圣门 银雀不由愣了一下 皇宫有好几道楼门 但是大部分楼门都是阶梯的 只有几条平路 方便皇帝乘坐马车进出宫 顶圣门就是其中一条平路 按大康规矩 这条路只有皇帝和皇亲国妻才能走 金锋虽然是国师 却也没有资格 虽然让金锋走顶圣门不合规矩 但是整个大康成绩最大 他发话了 银雀只是稍微愣了一下 便乖乖派人去传令了 金锋本来就讨厌皇宫的繁琐规矩 庆飞派来教他规矩的老宫女 直接被他赶跑了 根本不知道顶圣门的规矩 其实就算知道了 他也不会在乎 得到太监的指示 大大咧咧骑着自行车 冲进顶圣门 顺着顶圣门后边的石板路 往里走三百米 有个石板铺成的广场 国师大人 陛下让您在这里等他一下 带着金锋过来的太监 歼声喊道 这么高的自行车 上下都不方便 金锋便没有下车 骑着车子绕着广场打圈 转了五六圈 陈吉才带着九公主匆匆赶来 金锋绕着他们又转了两圈 这才跳下来 拍着车座问道 陛下怎么样 国师果然厉害 陈吉冲着金锋竖了的大拇指 然后便绕着自行车转了起来 看到这么一个新鲜玩意 陈吉心里不由痒痒起来 国师快跟朕说怎么骑的 朕也要试试 陛下 只要您兑现您的赌注 别说试试 这辆车子送给你都没问题 金锋笑着说道 陈吉刚准备说话 却被九公主拉住了袖子 转头看去 便看到九公主冲着自己眨眼 眨什么眼睛 有什么话就直说 金锋伸手在九公主头上刷了一下 就是 家世国事 还有什么要瞒着国师的 陈吉此时的心思 全都在自行车上 也跟着附和道 有事赶紧说 九公主瞥了陈吉一眼 满脸无语 也辛苦陈吉是他爹 要是他儿子 估计早就被吊起来打了 国师 本宫知道 你想要大兴学堂 是为了大康着想 为了百姓着想 但是国库真的没钱啊 九公主压下吐槽陈吉的冲动 转头看向金锋 今天就算父皇答应了你 他也做不到 金锋听到九公主叫他国师 还自称本公 脸上也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就知道他对待此事的态度非常认真 想了一下回答道 比如 今年先普及金锡路 淮南路 西川路 明年再普及秦凤路 江南路这些地方 殿下 我又不是要求陛下今年或者明年就实现普及教育的目标 咱们可以一步一步来 国师 你可能没有去看过国库的册子 别说今年普及三路 恐怕连三个郡城都无法普及 九公主无奈说道 其实他第一次从陈吉嘴里听到金锋的计划时 也非常激动 但是随后就察觉到 想要实现这个计划 何等艰难 这几天 他一直想找金锋 好好谈谈这件事 可惜 金锋和陈吉打赌之后 就钻进实验室 直到现在才出来 他根本没有找到机会 现在 金锋逼着陈吉对线承诺 他不得不先阻止 要是陈吉答应了 最后却没有做到 九公主担心金锋生气 国库穷到这个地步了吗 金锋皱眉问道 你前段时间 抄家弄来那么多银子呢 抄家是弄到了不少银子 可是国师你忘了 咱们同时开工多少工程吗 九公主反问道 本宫就是按照抄家得到的银子 来安排项目的 那些钱不能动 是的 绝不能动 金锋点头附和 大康前些年击毙太深 很多百姓都在死亡线边缘挣扎 为了缓解这一情况 让百姓以最快速度 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金锋和九公主 清理完朝堂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 是轻尿伯父 减轻赋税 第二件事 就是在全国各地 开启各种基建工程 用以工代振的方式 把超家权贵得到的银子粮食 送给百姓 要想负先修路 大康的交通太落后了 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以工代振 不仅可以避免百姓生出懒惰之心 也能为以后的发展做好准备 而且 这也是九公主 推行新政之后的第一次政令 无数百姓为之欢欣鼓舞 只要这次全国大基建顺利进行 百姓真的拿到了工钱 九公主和金锋 在大康百姓心目中的位置 再也无人可以动摇 以后再想做什么事 再也无人可以阻拦 当然 如果答应百姓的钱粮 没有落实到位 九公主和金锋 之前积累的声望都会烟消云散 两人之前的所有努力 也将付诸东流 甚至有可能被愤怒的民怨反噬 所以 九公主和金锋 早就达成共识 以工代振的钱 绝对不能动 其实国库不光今年没有钱 之后的几年 也会很困难 恐怕没办法支持国师的计划 九公主无奈说道 国师 要不然等等吧 等百姓还口气 日子好过点 不会再饿死人的时候 本宫提升一些赋税 国师到时再大兴学堂也不晚 九公主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金锋打断了 殿下 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 你最好别再提升农税了 大康百姓的耕种方式和农具 都太落后了 种子也不好 母产一直非常低 朝廷之前的赋税定得实在太高了 很多百姓一天只吃一顿饭 甚至三天吃两顿 这样才能勉强足额交纳赋税 虽然九公主执行新政 只收之前赋税的一半 百姓也只能勉强吃饱饭而已 国师 本宫知道你心疼百姓 可是如果不提升赋税 朝廷想要做事 银子从何而来 九公主问道 我只是说别再提升农税 没说不让你提升其他赋税 金锋说道 比如商税 就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吗 商税 九公主和陈吉同时皱眉 商人地位低下 权贵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也没有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 对 商税 金锋说道 一个国家想要健康发展 离不开农业 也离不开商业 陛下殿下 你们不应该歧视商人 反而应该提升商人地位 鼓励商业发展 商业盘活了 商人们赚到了钱 就能交纳更多的商税 咱们就不用去找农民要钱了 大康太歧视商人了 金锋必须要尽量改变这一点 有道理 积攒家底 不光要靠节流 更要靠开源 九公主点头 如果能收到更多的商税 农税就没必要收那么多了 商人赚钱的主要手段就是低买高卖 赚取中间的差价 很多商人都不生产商品 只是把一个东西从生产者手里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卖掉 就能赚取很高的利润 在封建时代 这种行为被认为是投机取巧 不是生产而图分其力 所以 绝大多数当权者都讨厌商人 但是在金锋看来 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 离不开商业 国师 你要新办学堂 镇定会全力支持 但是提升商人地位 镇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吧 陈吉说道 他虽然有些贪玩 不务正业 但是这种关系到社会变革的事情 他还是上心的 之所以支持金锋和九公主的新政 是因为 新政每一条都能让大康变得更加稳定 但是金锋此时提出 要提高商人地位 这让陈吉立刻心生警惕 国师 商人各个见钱眼开 狡黠奸诈 比如江南的秀段 商人在当地收的时候 只有四十文一尺 但是送到京城 就要三百文一尺 商人什么也没做 赚的就比织布刺绣的百姓多得多 左支援也附和道 这种行为应该打压才对 为什么还要鼓励呢 左大人有没有考虑过 商人把秀段从江南带到京城 他要花费多少时间 要闯过多少水匪路霸的截杀才可以 这些难道不是成本吗 金锋说道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商人把秀段送到京城 江南那些依靠仿线织布和刺绣的百姓 做出秀段应该卖给谁 他们农闲时 又该靠什么来赚钱 那商人也赚得太多了 左支援说道 那是因为朝廷没有去治理 金锋说道 所以我提议去整顿商业市场 规范各行各业的价格 还要加收商税 国家要发展 应该去找有钱的商人去征商税 而不是去找苦哈哈的农民去征农税 倒也有理 陈吉点了点头 问道 那国师准备如何鼓励商业发展 提升商人地位 陈吉问道 不用特别的政策鼓励 只要和废掉奴籍 剑籍一样 废掉商籍 让商人能和普通百姓 享受一样的待遇就行了 金锋说道 大康的户口分为很多种 匠人是匠籍 商人是商籍 农人是农籍 匠籍农籍都还好 商籍会被歧视 而且户籍还是继承的 商人的孩子出生后 也会被默认为商籍 在参加朝廷各种考试的时候 都是简分享 农家出生的孩子 和商人的孩子 同时参加朝廷的选拔考试 两人的文章都被主考官喜欢 如果只能录取一个人的话 主考官几乎一定会偏向 那个农家的孩子 而不会是商人的孩子 如果是大商人的孩子 他们的父亲 还可以花钱去打点 苦就苦了那些 底层小商人的孩子 他们的父亲 可能只是一个 走街串向贩卖 针头现脑的小贩 赚的钱微乎其微 哪里有钱打点主考官 在金锋看来 这也是不平等的表现 只要废除商籍就行了 陈吉有些意外地看向金锋 其实金锋也可以说是一个商人 他麾下的金川商会 和金川钱庄 都是以盈利为第一目的的 包括屡见其功的镇远标局 也是盈利性质的 金锋前面说了那么多 陈吉还以为 金锋的诉求肯定很大呢 谁知道只是提出废除商籍而已 对 只要废除商籍就行了 金锋点头 另外 我建议成立专门的部门 来规范商业市场 管辖商人 不能让他们参与正事 尽量避免出现官商勾结的事情 另外 还要增加商税 挣得越多的商人 需要缴纳更高的商税 他只是希望商人来刺激 大康的商业发展 却不希望商人参与政治 商人逐利 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 前世国外的财阀 都是前车之鉴 听到金锋这样说 陈吉 九公主 和左之渊等人都松了口气 傅隽 我觉得你这个提议不错 回头找个时间 咱们和父皇一起好好商量一下 九公主对金锋的称呼 也随之改变 是得好好商量一下 金锋前世对商业也不是很熟悉 也不敢私自制定商业政策 那新办学堂的事 全面普及教育 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实现的 咱们慢慢来 金锋说道 咱们可以制定几个阶梯计划 比如第一个五年计划 要实现哪些目标 第二个五年计划 要实现哪些目标 这样做起事来 就会更有针对性 地方上的官员 也能更明确地理解 需要做什么 这个办法不错 九公主露出思索之色 国师准备在第几个五年来新办学堂 新办学堂 全面普及教育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 越早开始越好 金锋说道 我准备今年就开始 可是国库没钱 九公主的话题又回到了开始 我可以先出钱开办一间学堂 专门用来培养先生 金锋说道 等到以后 全国都开始新办学堂的时候 他们正好学成了 可以去各地做教书先生 专门培养教书先生的学校 九公主赞同点头 还是先生想的周到 那我现在可以让陛下兑现承诺了吗 金锋挟了九公主一眼 要不是他多嘴 自己何必说这么多话 九公主没有回答 而是抿着嘴冲金锋笑了笑 既然国师都已经想好了 那朕定然全力支持 陈吉搓了搓手 现在可以交正骑这种两轮车了吗 当然可以 金锋给陈吉演示一遍上车的步骤 然后示意撂印去扶住车坐 陈吉办公懒惰 但是在玩闹上的确很有天赋 不到一个时辰 就初步掌握了 虽然上下车子 还需要人扶住后坐 也还不太会拐弯 但是已经可以骑着步道了 只要再练习几天 应该就没问题了 陈吉毕竟年纪大了 平时又缺少锻炼 一下子骑了快两个小时的自行车 金锋发现他后背都被汗湿了 就过去把他叫了下来 哈哈 这个两轮车真有意思 跑得也快 陈吉跳下自行车 脸上还有些意犹未尽 对了国师 后边这个座子是干什么的 哦 那个是为了带人和驼运重物的 两轮车还能驼运重物 当然可以 我来给陛下演示一下 金锋接过自行车 本来想载着九公主兜兜风 但是看到九公主微微鼓起的肚子 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让大刘坐了上去 载着大刘绕着广场转了一圈 然后停下来 还真的能驼运重物啊 陈吉看了看大刘魁梧的身材 又看了看两轮车 要是有几百几千辆这样的车子 那运输物资不就快得多了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金锋点头 如今金川商会运输物资的主要方式 还是马车和板车 运输速度非常慢 而且因为没有轴承 拉不了太多东西 否则车轴磨损会非常严重 如果他能做出钱是那种自行车 不管运输能力 还是运输速度 都能大大提升 看来还是得尽快把轴承弄出来啊 金锋心里暗自叹了口气 郑氏果然耽误时间啊 不管是他理想中的自行车 还是为了后续其他计划 轴承都必不可少 但是最近几个月 他一直在处理各种正事 已经很久没有去实验室了 接下来的几天 陈吉彻底迷上了自行车 每天没事就骑着自行车 在宫里转来转去 后来闲在宫里不过瘾 还骑着自行车 跑到了大街上 把全程弄得鸡飞狗跳 金锋也懒得理他 坐出自行车之后 便不再理会正事 把自己关在屋里画图 这种日子 一直持续了十几天 直到大流来敲门 先生 镇远军到了 什么时候到的 金锋放下尺子问道 送走东蛮俘虏之后 金锋就开始制定 夺回渝关城的计划 为此还专门把镇远军 调过来三千人 川鼠到京城路途遥远 镇远军又是大军行进 速度缓慢 一直到现在才来 中午到的 此时已在黄河岸边扎营 梁哥 让我来通知先生 走吧 去看看 金锋伸了个懒腰 站起身来 黄河北岸 之前东蛮人扎营的地方 地势平坦 镇远军也把营地选择了这里 金锋赶到的时候 张良正在和刘铁说话 先生 见到金锋 刘铁赶紧起身行礼 经过一年多的训练 刘铁变得更加沉稳内敛 性格也变得刚毅果断了许多 张良擅长奔袭作战 而刘铁则偏向于防守 这次北伐 金锋认为夺下渔关城不难 难的是 如何守住这个边缘城池 思考再三 还是决定把刘铁叫了过来 一路上辛苦了 金锋拍了拍刘铁的肩膀 比起当初咱们村里的苦日子 行军这点苦算什么 刘铁憨厚地摇摇头 然后想起了什么 从旁边搬过来一个箱子 先生 这是两位夫人托我给您烧的东西 他们还好吗 金锋问道 这么久没见关小柔和唐小北 他还真有点想念 挺好的 小柔夫人被陛下册封为郡主 可把关家湾的人激动坏了 敲锣打鼓热闹了半个月呢 关三爷在关家祖坟旁边 跪得整整一夜呢 刘铁笑着说道 知道先生被封为国师 新上任的县令郡守 都去咱们村里拜会 把我爹也高兴坏了 大家高兴就好 金锋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 不由也笑了 随后转头看向张良 梁哥 后勤方面都准备好了吗 兵马未动 梁草先行 北伐是陈吉和九公主都非常重视的超级大事 抄家权贵之后 九公主首先为北伐军留下了足够的粮草 然后才考虑以功代振的事 张良最近一直在忙这件事 准备好了 张良说道 战马 粮草 大船都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出发 按照计划 这次北伐以骑兵为主 每个镇远军士族和标师 都会配备两匹战马来轮流骑程 还有一匹战马来驼运这个士族一路上需要用到的帐篷和粮食等物资 最后 还有专门的战马来驼运重弩 热气球等器械 三千镇远军和一千标师 以及随行的利夫 养马官之类的配套人员 加起来有五千人左右 却动用了两万多匹战马 大康自从立国以来 从来没有打过如此豪奢的战争 倒不是京风故意奖牌场 而是黄河以北的中原人 这些年几乎跑光了 广袤的平原上没有粮食 只有牧草 之前的战斗中 京风从东蛮人手里缴获了数万匹战马 哪怕给庆怀 范将军和庆兴尧等人各自送去了一批 依旧剩下近五万匹 这远镖局根本用不了那么多 光是养活这些战马都是一项不小的开支 此时北方牧草正长得茂盛 自然能带多少战马就带多少 除此之外 九公主还调集了数十艘大小船只 为北伐军运送粮食 这些粮食不是为了行军准备的 行军需要的军粮 都在马背上驮着呢 船队的粮食是为了张良他们长期守城准备的 对于张良能否打下渝关城 京风从来没有怀疑过 相对来说 京风更担心张良他们断粮 毕竟渝关城距离中原太远了 东蛮人被击败离开的时候 极有可能会烧掉存粮 到时候 如果没有提前准备粮食 张良他们又对地广人稀的草原不熟悉 守着一座空城吃什么 所以 京风和九公主提前筹集了一批粮食 送到船上 船队将会沿着黄河顺流而下 一直进入东海 然后再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北 直达渝关城 等北伐军夺回渝关城 这些粮食就会被送进城内 足够整个北伐军吃半年多 如果这半年内 张良依旧没有找到自己自足的办法 京风和九公主也有足够的时间 再为他们继续送粮 我等下回城 就去找陛下和舞阳 商量一下你们的出征日期 京风看向张良 趁着这段时间 让大伙赶紧再练习一下马术 大康一直缺少战马 镇远军里很多士族到现在都没骑过马 练习的战马早就安排好了 张良达道 从明天开始 所有人都开始练习骑马 争取早日北伐 争取早日北伐 京风也转头看向北方 那里有广袤的平原 也是他必须要收复的湿地 拿下渝关城之后 中原的安全性将会大大提升 大康也多了无数肥沃粮田 可以养活更多百姓 渝关城京风 志在必得 燕云十六州 自从失掉那天开始 不知道多少武将 以收复燕云十六州 为毕生目标 但是 陈武两次北伐失败之后 再也没有武将敢提及此事 只有晋王 还在为此努力 可惜 晋王虽有雄心 却没有与之匹配的能力 别说收复 燕云十六州了 如今连自保都快做不到了 每年东蛮人都会去他的封地劫掠 晋王每年 也会组织军民抵抗 可惜他的人远不是东蛮人的对手 每次都被打得落荒而逃 燕云十六州 也一直被所有大康人视为耻辱 金风虽然对大康没有什么认同感 但是他是中原人 在他心目中 燕云十六州 以及更北方的东蛮 党项的地盘 都是国土的一部分 所以 金风对于北伐也非常上心 当天没有回京城 而是留下来和张良 一起又重新确认了一遍 郑远军的作战计划和备用计划 北伐计划可以说是 大康如今最重要的一件事 得知郑远军到了 第二天一早 九公主退掉所有政务 准备去北岸探望郑远军 还没出宫 就遇到了和他一样 打算的沉寂 皇帝出宫很正常 但是要出城去黄河北岸 却是大事 黄河以北 如今还是东蛮人的地盘 要是皇帝在河北视察的时候 突然冒出一伙东蛮人 把皇帝掳走 那就完蛋了 虽然知道 金风和郑远军都在北岸 负责安保工作的料印 还是不敢冒险 留下一半的赤甲营守卫皇宫 把剩下的赤甲营战士全都带上了 即便如此 料印还觉得不放心 又派人去找老上司秦镇求援 秦镇得知情况 当即从守城的禁军中调集五百人 亲自带队在京城北门和皇帝会合 皇帝和九公主在数百名禁军的保护下 浩浩荡荡登上早已准备好的大船 陈吉站在楼船顶层甲板上 举着望远镜观察镇远军大鹰 绿油油的草地上 到处都是低头啃草的战马 一排排整齐的帐篷绵延数百米 在营地的死角 还有四个巨大的热气球 漂浮在高空 充当瞭望他 秦镇 你也是军镇老手了 觉得郑远军的军镇如何 陈吉笑着看向秦镇 陛下 咱们距离郑远军大营 还有好几里呢 陈又没有千里镜 哪里看得清 秦镇无奈说道 如今望远镜还没办法量产 金峰优先攻击自己人使用 秦镇和沁国公都去找金峰求了好几回 金峰都没有给他们 想用千里镜就直说 陈吉把望远镜递给秦镇 小心点 可别给郑磕坏了 多谢陛下 秦镇恭敬的双手接过望远镜 小心翼翼放到眼前 如何 看到秦镇放下望远镜 陈吉再次问道 秦镇想了一下 说道 单看军镇的话 没有什么纰漏 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只能说是重归重矩 听到秦镇这么说 陈吉脸上不由闪过一丝失望 他对郑远军的期望太高了 认为郑远军处处都应该 强于其他军队 听到秦镇如此评价 不由有些担心 郑远军是否能完成北伐的任务 秦镇发现陈吉脸色不对 继续说道 陛下别忘了郑远军的热气球 热气球 对 热气球 秦镇说道 郑远军士族站在热气球上 不使用千里镜 也能看十几里那么远 敌人想要偷袭他们的大营 几乎不可能 所以他们的军阵不需要太多讲究 重规重矩 就是最好的 听到秦镇这么说 陈吉的脸色才终于缓和 可是等大船靠近北岸 看到岸上迎接自己的队伍 陈吉比刚才更加担心了 得知皇帝和九公主来了 金峰和张良自然要出来迎接 随行的 还有刘帖和郑远军百夫长以上的军官 郑远军成立时 招募的主要对象 是当初被丹珠俘虏的难民 其中几乎一半是女性 选拔军官的时候 也是一视同仁 全靠考核成绩说话 女性基数大了 选拔出来的女性军官数量也不少 虽然没有达到一半 却也至少占了三分之一 金峰不歧视女性 不代表别人也是如此 陈吉看到这么多女性军官 心里第一个念头 就是这次北伐又完蛋了 不光陈吉如此 秦镇 廖印 以及很多禁军脸上 也露出轻视之色 或许只有女军官多 士兵都是男的 陈吉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下船之后 不等军官们参拜结束 就拉着金峰 快步走向郑远军大营 结果进了大营 他心里最后一丝侥幸 也被浇灭了 陈吉早就听说过 金峰重视女性 在西川雇佣了很多女性做工 如今守卫京城的标诗中 也有不少女标诗 所以 在来之前 他就有了心理准备 可是他没想到 郑远军的女兵这么多 和男兵的比例 几乎达到了一比一 最让陈吉失望的是 他看到远处有一些女兵 在训练骑马 因为个子矮小的原因 不少女兵上马的时候 都有些困难 国师啊 这远军里怎么这么多女兵 陈吉把金峰叫到身旁 小声说道 你雇女人访线支部就算了 可是北伐乃是军国大士 你怎可以如此儿戏 陛下 女兵怎么儿戏了 金峰皱眉说道 这些女兵 都是经过层层考核入选的 不管是战斗力 还是纪律性 都不弱于男兵 国师 你就别哄朕了 陈吉指着正在练习上马的女兵说道 他们连马都上不去 如何打仗 陛下 战马个头高大 矮个女兵上马困难很正常 多练习练习就好了 金峰说道 骑马又不是什么难学的本事 死去渝关城路程几千里 这一路跑下来 他们就算是木疙瘩 也能学会 自从金峰进入京城之后 陈吉对他几乎言听计从 但是 这一次 陈吉却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国师 北伐事关重大 陈还是觉得不放心 你要是人手不够 陈给你掉拨人手 全大康的军队 你至关选 哪怕你要进军 陈都给你 如何 父皇 你别小看这些女兵 她们训练起来 比男兵还刻苦 只不过川鼠山地多 她们之前从来没见过马 可能让父皇觉得 她们很弱 如果地面战斗 女儿保证 她们的战斗力 绝不输于男兵 九公主当初见证了 陈远军的成立和选拔 也看见过当初那批难民姑娘的训练多么刻苦 赶紧帮着女兵们说话 当真 当然 金峰毫不犹豫说道 如果陛下不信 可以检阅一下 如何检阅 陈吉咒眉问道 很简单 秦统领带了这么多禁军过来 抽三百人出来 我让梁哥也找三百女兵过来 双方来一场实战演习就行了 金峰提议道 实战演习 陈吉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 实战演习就是双方对抗演练 只不过使用的武器 都是没有开封的木制兵器 九公主解释道 这样 陈吉想了一下 转头看向秦镇 秦统领 你觉得呢 这不好吧 秦镇一脸为难 进军可是守卫京城的精锐部队 和一群姑娘打仗算怎么回事 打赢了别人会说你欺负姑娘 万一打输了 更丢脸 有什么不好的 九公主皱眉问道 这个 秦镇说道 这远军有热气球 还有手雷 根本没有鄙视的必要吗 他们坐在热气球上往下扔手雷 就把我们全炸死了 先生既然提出对战 就不会使用热气球和手雷 而是常规的地面攻防站 九公主问道 秦统领还有什么顾虑 我 秦镇看到九公主一脸认真 便知道 今天这一仗跑不掉了 只好无奈地摇了摇头 没有了 既然没有了 那秦统领就去安排人手吧 九公主完全不给陈吉说话的机会 直接下令 秦镇偷偷瞟了一眼陈吉 发现他微微点头 只好去安排人手 金峰也示意刘铁去安排女兵 石都统 跟我走 刘铁作为镇远军统帅 对于陈吉青室女兵有些不满 没有去找其他人 直接跑到练习骑马的地方 让石灵云敲锣集合女兵 等到女兵集合完毕 刘铁示意石灵云训话 姐妹们 晋军统领看不起咱们女兵 说咱们女兵不行 金先生替你们打抱不平 决定跟晋军来一场对抗赛 你们有没有信心 石灵云扯着嗓子怒吼 她是韩风的老婆 也是当初那批难民姑娘的领头者 在镇远军中威望极高 对于陈吉青室女兵的行为 刘铁只是不满 但是石灵云作为那场灾难的亲身经历者 当时就憋了一肚子火 陈吉是皇帝 他心里有火也得憋着 只能在驯化的时候 把火气撒出来 不过他好歹读过书 知道为尊者会 没有直接说陈吉青室女兵 而是拿秦镇来背锅 不过对于女兵来说 效果都是一样的 镇远军女兵 全都是当初的俘虏营难民出身 当时很多姑娘都不想活了 抱着死了林辅恤的念头 参加镇远军的 但是参加了镇远军之后 女兵们的观念 渐渐发生了改变 金峰和当初承诺的一样 不光按时足额发放军饷 而且完全没有歧视他们 只要有本事 他们可以和男人一样 去竞争各种岗位 为了让不识字的姑娘 也有平等的机会 金峰还在镇远军里 开办了扫盲班 最近几个月 越来越多的女兵 开始在训练之余 进入扫盲班学习识字 也有越来越多的女兵 重新鼓起了对生活的信心 对金峰也更加感激 但是这不代表着姑娘们 忘记了当初的悲惨经历 听到石灵云说进军侵蚀她们 还因此小看金峰 姑娘们全都跟石灵云一样愤怒 石灵云话音一落 三百女兵便齐声怒吼道 站 陈吉站在不远处 被姑娘们的声音震得耳朵嗡嗡直响 不由转头看了过去 此时 后勤处已经把演习 需要用到的装备送了过来 随着石灵云一声令下 三百女兵拿起装备 迅速列阵 不到一分钟 女兵们便摆出了经典的 箭矢阵形 严阵以待 反观进军那边 勤阵连集合都还没完成呢 如果是在战场上 进军恐怕连列阵的机会都没有了 九公主无奈地叹了口气 哪怕是不懂军阵的陈吉 也看出了女兵和禁军的差距 秦震此时 脸上也火辣辣的 连梯带踹的 催促禁军尽快列阵 好在禁军 平时训练也很严格 没有让秦震丢脸太久 很快也列阵结束 摆出大康常见的方块阵 金峰见双方都列阵完毕 便下令演练开始 女兵们心里都憋着火呢 看到金峰下令的第一时间 就在石灵云的带领下 主动向禁军发起了猛烈冲锋 其实很多禁军都和陈吉一样 发自心底的轻视女兵 更没有想到 女兵们敢主动发起进攻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女兵们的箭矢阵型 以石灵云为箭头 义无反顾地 扎入禁军的方块阵 最外面两排女兵 全都穿着黑甲 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盾牌 弓着腰顶住禁军 她们都是从女兵中 挑选出来的力量型选手 平均力量并不比男兵弱多少 在她们身后 女兵中的长矛手 握着长矛 刺向禁军的面部和颈部 这些长矛都是木头做的 没有开封 刺不死人 但是毛尖和两人位置 都涂了颜色 只要刺重 就算对方阵亡 战阵最中心 部分的女兵 迅速端起手弩 对着禁军飞快射击 石灵云对于女兵的训练 非常有针对性 最外面那两排女兵 全都是力量型选手 她们的主要训练任务 就是练习力气 而长矛手的主要训练任务 则是练习筒刺 每一个长矛手 每天都至少要 统刺木桩数千下 练习的木桩 也不是固定的 而是会前后左右摇晃的 统刺的速度 强度 准度 也都有严格的考核标准 中心位置的弓箭手 每天训练的主要内容 就是射击 不光要求射击准度 还有射击速度 女兵们心里憋着气 出手都非常狠 而禁军一方 还有不少人依旧 在顾忌女兵的性别 有些放不开手脚 交战双方 一方士气高涨 一方士气低落 结果可想而知 女兵的箭矢阵形 直接从禁军杀了个对穿 把禁军的方阵一分为二 就在沉寂以为 女兵会掉头再杀回去的时候 谁知道石灵云 竟然带着女兵直奔秦镇 赫然一副情贼先情王的架势 我 秦镇此时很想骂人 以她的速度 如果想要跑的话 女兵们不可能追上她 但是她作为禁军统领 皇帝还在旁边看着呢 她往哪儿跑 带队的禁军校尉一看女兵奔着秦镇去了 当时就慌了 马上指挥队伍调转方向去拦截女兵 可是石灵云根本不给他们机会 带着女兵队加速冲向秦镇 一群废物 秦镇喝骂一声 反手解下配刀 女兵们用的都是训练专用木刀 她也不可能用真刀 而是把刀鞘当作木刀来用 女兵想擒贼先擒王 秦镇也盯上了领头的石灵云 准备等她靠近的时候 第一时间干掉她 以她的身手 就算被女兵包围 也能撑一段时间 足够禁军方阵过来救她 可是石灵云早就听切儿说过 禁军的秦镇是高手 自知不是对手 根本不给她近身的机会 女兵们距离秦镇 还有二十多米的时候 队伍中间突然飞出数十只箭矢 封住了秦镇所有退路 箭矢都没有箭头 却用布包包了石灰 打在身上会出现白点 表示对方中箭了 秦镇就算身手再好 包翘挥舞得再快 也无法完全躲开数十只箭矢同时射击 身上瞬间出现七八个白色斑点 秦统领 把刀放下吧 你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了 九公主笑着说道 殿下 我这身盔甲 是百炼钢打造的 箭矢根本射不透 秦镇不服气道 秦统领 你看看自己的右臂和小腿 金峰指了指自己的右侧小臂 秦镇低头一看 自己的右臂和两条小腿 也全都有小白点 如果是真实战斗 秦镇右臂此时恐怕已经没办法用刀 两条腿也站不稳了 行了 我们认输 秦镇也算磊落 把战刀一扔 直接宣布认输 统帅都已经认输 禁军们就算心里再不服气 也只能忍着 承让 石灵云冲着秦镇挑了挑下巴 一脸傲娇 这时候 他如果去找皇帝 说不定便能落得一些赏赐 但是想到 陈吉刚才对女兵的轻视 石灵云直接带着女兵离开了 他能直接走 但是刘铁作为镇远军名义上的统帅 只能去找陈吉复名 给陈吉行完礼之后 刘铁又冲着秦镇行了一礼 秦统领海涵 姑娘们没见过什么世面 不懂规矩 没伤着您吧 没有没有 秦镇赶紧摆手 这些姑娘着实厉害 不是他们厉害 是你们进军窝呢 九公主冷着脸说道 先生早就说过 战场上不分男女 只有敌人和战友 实战演练 便和真的战斗一样 如果有一天 真有一群女兵来攻打京城 你们要是和今天一样 如何守卫京城 如何守卫皇宫 禁军可以说是 大康所有军队中的精锐 如果是真刀十枪的分生死的话 三百女兵对上三百禁军 胜率恐怕连两成都没有 这一次 禁军败在了青室女兵上 很多禁军从头到尾 都没有把这场演练当回事 碰撞的时候 不少禁军士族 甚至不好意思和女兵对撞 这样束手束脚的 能打赢才怪呢 殿下教训的是 回去之后 我一定好好整治禁军 秦震攻身答应 不少禁军士族文言 心里都觉得发苦 他们害统领挨了训 回去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如果是真的战斗 老子早就把他们 揍得片甲不留了 也有不少禁军士族 觉得不服气 可是不服气又怎么样 已经打完了 总不能要求再打一场吧 父皇 您现在还觉得女兵弱吗 九公主训斥完秦震 转头看向陈吉 震看走眼了 他们称得上 金国不让须美 陈吉感慨道 武阳之前 说国师有画符朽为神奇的力量 震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如果是之前的话 震绝不敢相信 一群女兵 竟然可以击败禁军 陛下 其实女兵们也是讨了巧 如果真刀真枪生死搏杀 他们很难赢 金峰白手说道 不用安慰朕 如果是生死搏杀 禁军恐怕死得更快 陈吉斜着眼睛说道 秦震你也别不服气 别忘了镇远军的手段 如果真的打起来 你们恐怕连跟他们正面交手的机会都没有 秦震之前 心里的确有些不服气 但是被陈吉这么一说 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是啊 镇远军不光有女兵 还有热气球 手雷 远程投石车 等众多手段没用出来 如果真的打起来 的确会和陈吉说的一样 他们进军根本没有靠近镇远军的机会 这是金峰一直以来追求的战略目标 把敌人消灭在见面之前 也是他敢只派三千镇远军和一千标师去北伐的底气 如今西河湾已经有了量产便携式众母和投石车的能力 从有北伐念头开始 金峰就传信回去 让野铁车间加班加点工作 制作了大量小型众母和投石车 此次北伐 郑远军专门成立了四个神功营 负责进行远程打压 这场实战对抗演练 彻底打消了陈吉的担忧 郑远军也开始了 在黄河北岸练习骑马的日子 如果单纯为了赶路的话 骑马并不难学 耗费了十几天时间 郑远军上下全都掌握了基本的骑马技巧 虽然做不了套马杆之类的复杂动作 但是骑着赶路没有任何问题 史料记载 大康永安二十四年下 国师金峰麾下郑远军和郑远标局组成的北伐军挥师北上 建制燕云十六州 开始大康第三次北伐之战 永安帝带领文武百官以及京城百姓 渡过黄河送行数十里 送走北伐军 金峰再次钻进了公布的实验室 准备尽快把轴承弄出来 可是才在实验室待了两天 就被陈级派来的太监找上了门 国师大人 陛下请你去一趟公里 陛下找我干什么 金峰心里升起一股不祥 陈级有事一般直接找九公主 而且也知道金峰最近在忙 如果不是出了大事 肯定不会派人来找他 小人也不知道 大总管只是让小人来请国师大人 没有跟小人说所谓何事 太监摇头答道 行 我知道了 金峰冲着外面喊道 大刘 背马 赶到皇宫 金峰直奔御书房 还没进门 便听到九公主和陈级的争吵声传了出来 御书房比较大 金峰又没有气的听力 只能听到九公主再和陈级争吵 但是两人在吵什么 却听不清 气桌站在撂印旁边 满脸焦急 看到金峰 两人都直接施展轻功略了过来 一左一右驾住金峰 就往御书房门口跑 哎哎 你们俩慢点 金峰一头黑线说道 先生 你快点进去吧 陛下刚才喊着要打殿下呢 切尔着急说道 皇帝要打公主 除了金峰 切尔想不到大康还有谁能拦得住 什么 金峰一听就炸了 甩开两人 飞奔冲进御书房 九公主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陈级万一把孩子打掉了怎么办 武阳 你想气死朕吗 金峰一进门就听到陈级气急败坏的声音 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去西川 去西川 为什么去西川 金峰听得一头雾水 不过他来不及多听 直接绕过屏风 冲进偏殿 一进去就看到九公主和陈级相对做 正大眼瞪小眼呢 确认九公主身上没有挨打的迹象 金峰这才放心 正准备问问怎么回事呢 陈级就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 国师 你来得正好 快帮朕劝劝武阳 他要去西川 武阳 你现在这个情况去西川干什么 金峰一头雾水问道 九公主没有回答 而是从桌子上拿过一封书信递给金峰 金峰看了一眼信封上的落款 是魏大同 难道都江燕出事了 金峰心中一惊 赶紧展开书信 看完后 金峰终于知道九公主为什么要去西川了 京城的局势基本已经稳定 其实金峰留不留在这里 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 只不过九公主身子不方便 金峰便一直没有提过这茬 可是现在不回去不行了 魏大同来信 都江燕工程进行到了要开保平口的进度 想请金峰回去主持开口工作 这也是金峰来京城时特意提醒魏大同的 爆破开山和扔手雷几乎可以说是两码事 炸药是金峰来大康之后才做出来的东西 根本没有爆破相关的人才 想要在玉磊山上炸个口子 需要用到的炸药是巨量的 金峰担心他不在场的话 万一出点纰漏那就是重大事故 如果爆炸的碎石堵住金马河 那西岸的百姓就遭殃了 所以金峰必须要回去 九公主一直对都江燕工程非常关心 金峰又要回去 怪不得他也要去西川 如果是平时 金峰肯定不会说什么 可是低头看了一眼九公主的肚子 想了一下 试探着问道 舞阳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你留在京城吧 看看 国师也是这样说吧 陈杰好像找到了盟友 赶紧跟着说道 不行 我必须要去 九公主倔强说道 为什么 你不是一直很担心朝堂吗 金峰有些纳闷地问道 九公主是个能听得尽劝的人 一般不会这样犯倦 她不可能不清楚 以她现在的情况 留在京城养胎 才是最好的 此时坚持要去西川 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夫君 我最近想过了 你肯定不会留在京城的 我既然嫁给了你 以后肯定要跟着夫君去西川 总要找个宰相辅佐父皇 九公主说道 朝堂现在基本已经稳定下来 这次也算考验一下 中无几他们 如果他们能辅佐好父皇 以后我就可以放心留在西川了 陈杰本来还想骂九公主 可是听到她说完这番话 话到了 嗓子眼又咽了回去 当爹的不说 为女儿遮风挡雨 反而需要当女儿的操心 陈杰就算脸皮在后 此时也觉得有些无地自容 你决定了 金峰深深地看了九公主一眼 她知道 九公主坚持要去西川 除了刚才所说的原因 还有钓鱼的想法 虽然经过两次大清洗之后 权贵们都老是许多 但是金峰和九公主都很清楚 肯定还有很多人心怀鬼胎 只是不敢露出来而已 这些人始终是个隐患 九公主离开京城 就是再给权贵们一个机会 决定了 九公主语气坚定道 孩子再有几个月就要出生了 我可不想 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见不到父亲 西川到京城 足有千里之遥 金峰就算全城吉星君 一来一回 也要很长时间 何况金峰回去后 还要去都江宴主持工作 几乎不可能赶上九公主分娩 九公主肚子里的孩子 也是金峰的第一个孩子 她也很重视 要是不能陪着这个孩子来到世上 要说金峰不遗憾是假的 但是低头看了一眼九公主的肚子 金峰又有些犹豫 可是你的身子 夫君放心 我问过御医了 其实这时候是胎儿最稳定的时候 只要别上窜下跳 就不会有事 很多百姓家里的女子 这个时候还在下地干活呢 九公主拍了拍肚子说道 咱们回去的时候 坐马车走慢点 然后从凤祥郡坐船 肯定不会有事的 金峰点点头 不再说什么了 九公主说得不错 很多百姓家里的女子 都快生了 还在干活 西河湾有好几个孩子 叫路生田生沟生之类的名字 表示他们是在路边 田里和沟里生下来的 相对于他们来说 九公主只是乘坐马车赶路 的确算不得什么 陈吉张了张嘴 最后也只是叹了口气 什么也没说地走出去了 这几个月来 他听九公主说过多次穿手的情况 也知道都江燕工程的重要性 都江燕如果做好了 可以汇集无数穿手百姓 他实在不知道 怎么阻拦金峰和九公主 你去劝劝陛下 最近也别来御书房忙活了 多去陪陪庆飞 金峰把九公主面前的奏折收走 扶着她站了起来 我去找洛兰和大刘商量一下 回城的事 哪怕是前世 很多远嫁的女儿 一年都回不了 一次娘嫁 更何况交通落后的大康了 九公主如果跟着金峰去西川生了孩子 这辈子还能再回几次京城都难说 好的 九公主点点头 追着陈吉去了后宫 金峰也第一时间离开皇宫 去找洛兰 断人财路 犹如杀人父母 金峰和九公主 不知道断了多少权贵的财路 几乎整个大康的权贵阶层 都对他们恨得牙痒痒 包括朝中那些明面上 支持九公主革新的权贵 内心怎么想的 谁也不知道 从京城回西川一路上千山万水 难免会有人动心思 得知金峰回去 大刘立刻找到 镇远镖局京城分部的负责人 抽调金锐镖师 金川商会也随之热闹起来 洛兰除了要准备金峰路上 要用到的物资 还要按照金峰列出的表单 四处采购 皇宫中 九公主也忙得手忙脚乱 你这孩子 怎么想一出是一出 庆飞哭得两眼通红 西川那么远 你这身子 怎么能长途跋涉呢 女儿问过御医了 没事的 九公主又拿出刚才 劝说沉寂的那套说法 女人生孩子 就是闯生死关 御医说 没事就没事了 还有 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来跟我商量一下 庆飞哭着问道 当初你要去吐蕃和亲 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这次要去西川 我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我到底还是不是你的母妃 母妃 我这不是来跟您商量了吗 九公主掏出手绢 给庆飞擦眼泪 你这是跟我商量吗 你明明都决定好了 还跟我商量什么 庆飞一把打开九公主的手 我说不让你去西川 你愿意听吗 这 九公主低下头 无言以对 爱妃别说了 她就是个将性子 随她去吧 陈吉上前拍了拍庆飞的肩膀 陛下你说得轻松 庆飞擦着泪说道 陛下有一群龙子凤女 舞阳走了就走了 可是臣妾 就舞阳一个孩子 她要是去了西川 臣妾这辈子都不知道 还能不能见到她 如果是之前 庆飞是不敢这么跟陈吉说话的 但是后宫向来都是一个母嫔子贵的地方 随着金风来经 九公主彻底掌控了朝堂 庆飞在后宫的地位 也随之水涨船高 太子逼宫造反 已经被陈吉关进了天牢 皇后作为太子的生母 早就被关进了冷宫 如今皇后之位空缺 庆飞儼然成了新的后宫之主 或许因为爱屋及乌 陈吉现在越来越倚重金风和九公主 对待庆飞的态度 和之前也有了天壤之别 最近一两个月 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留宿在庆飞这里 庆飞面对陈吉 也不再和之前那样拘束 偶尔也敢发一些小脾气了 爱妃你这说的什么话 你心疼舞阳 这难道就不心疼吗 陈吉无奈说道 可女儿长大了 总是要嫁人的 去西川总比去吐蕃好得多 要是平时 臣妾也不说什么 可是舞阳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臣妾还做了很多小衣服呢 说到这里 庆飞突然起身 哭着走回偏殿 抱出来一叠婴儿衣物 这是她知道 九公主怀孕之后 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母妃 饶是以九公主的心性 此时眼睛也红了 突然 九公主转身朝着 陈吉跪了下去 父皇 女儿有个不情之情 哎呀 舞阳你还怀着身孕呢 有话直接说就行了 跪什么跪 快起来 陈吉赶紧上前去拉九公主 可是九公主却执拗着不肯起身 父皇若是不答应 女儿便不起来 你要是真跪着不起来 金峰那小子 还不得来把镇的后宫拆了 陈吉心里付匪着 嘴上却问道 说吧 你有什么不情之情 母妃一直念叨着 去西川祭奠大救 但是一直未能成行 女儿想带母妃一起去西川 九公主答道 庆飞闻言 眼中当即闪过一丝惊喜之色 也满脸期待地朝着陈吉跪下 求陛下成全 庆星瑶和庆木兰的生父庆联成 是庆飞的大哥 长兄如父 庆飞小时候 可以说是跟着庆联成长大的 后来庆联成参军入伍 一直在边疆作战 好几年才能回一次京城 庆飞也被送入宫中 兄妹俩见面的次数少之又少 再后来 庆联成受伤退役 被陈吉派到西川 没两年就病死了 没有见到大哥最后一面 也没能去祭奠扫墓 一直是庆飞心里最大的遗憾 但她是皇帝的妃子 轻易不能出宫 遗憾只能留在心里 此时九公主提出要带她一起去西川 庆飞如何能不激动 这样的话 不仅可以祭奠兄长 还能顺带着照顾九公主 陈吉低头看了看 跪在地上的九公主和庆飞 叹息道 都赶紧起来吧 朕答应你们就是了 多谢陛下成全 庆飞闻言 满脸喜色地站起来 九公主也一脸欣喜 整个大康不知道多少姑娘梦想着入宫为妃 但是在宫中长大的九公主却觉得 入宫为妃是一个女人最大的不幸 不光要为了一次事情的机会 和其他妃子明争暗斗 还完全没有自由 比如庆飞 连自己的亲哥哥死了 想去看一眼都不行 所以 在九公主眼中 陈吉的后宫 其实就是一座监牢 一座关押她母亲的监牢 能把母亲带出去放得疯 当然最好不过 接下来的几天 九公主快速把朝堂正式交接给钟无极等人 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金峰这边的准备工作也基本结束 带着队伍来皇宫门口 接九公主和庆飞 夫君 这也太兴师动众了吧 九公主看着浩浩荡荡的护送队 有些无语 护送队由三百标师 一千匹战马和近百辆马车组成 队伍绵延数百米 从皇宫门口一直延伸到两条街口外 虽然没有封堵路口 标师也没有吓唬百姓 全副武装整齐地站在路边 无形中便散发出一种肃杀之气 经过这两个路口的百姓 不约而同地全部选择绕道行 安全最重要吗 金峰笑着回答 他知道九公主这次去西川有钓鱼的目的 但是金峰如今已经成长起来 拥有了足够的力量来改变这个世界 他不想自己真的成为鱼儿 拿自己 九公主 以及九公主肚子里的孩子冒险 权贵也失去了 和他鱼死网破的资格 只要金峰没事 权贵们不管怎么闹腾 就算占领金城 金峰也有镇压他们的自信 金城往昔二十里 一个老婆婆带着儿媳和小孙女 经营着一个小茶摊 平时标师经过这里 都会歇歇脚喝一碗凉茶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小孙女阿春虽然只有六岁 却非常勤快 不是帮着妈妈烧锅 就是帮着奶奶给客人倒茶 过往的标师都夸孩子懂事 可是自从上次被牙役通知逃难回来之后 小姑娘就好像变了个性子 经常看着金城的方向发呆 一个喝茶的行商喝完茶水 敲了敲桌子 见没人过来倒茶 便四处张望 老婆婆在刷锅 儿媳在柴朵抱柴 只有小姑娘坐在一张空桌旁边 又在看着金城的方向发呆 行商又敲了敲桌子 发现小姑娘还没回神 就开口喊道 小阿春 天水了 哦 来了来了 小姑娘这才回神 赶紧提着几乎和她半截高的水壶 过去给行商添水 小阿春 又在等国师大人呢 行商笑着打趣 我劝你别等了 国师大人那么忙 恐怕早就忘了你是谁了 或许为了震慑萧小 自从金峰从这里路过之后 老婆婆逢人就说 他们一家和金峰认识 还说金峰特别喜欢她孙女 受了她孙女从小佩戴的狼牙作为礼物 有收她孙女为弟子的意思 堂堂国师 这远标局和金川商会的掌门人 岂会收一个路边茶馆的小女孩做徒弟 行商们自然不幸 还经常拿这件事来逗小姑娘玩 路过的标识哥哥们说了 战神哥哥说话从来都是一言九鼎 他说 会来接我和娘亲 奶奶去金川 就一定会来的 小姑娘执拗回答 那怎么一直没来呢 行商笑着问 因为战神哥哥在京城忙着打坏人呢 等他忙完了 肯定会来的 小姑娘一脸坚定说道 行商正准备再说话 却发现同伴都看向他身后 这个行商转头看过去 正好看到关道尽头出现两匹战马 朝着查探的方向飞驰而来 一个势力好的行商手搭凉棚 眯着眼看去 黑衣红马 是阵远标局的人 娘 奶奶 标局的哥哥来了 这壶水要凉了 快再烧一壶 听说是标师来了 小姑娘赶紧转身 冲着造房大喊 知道了 知道了 老婆婆笑着又往锅里添了两瓢水 小姑娘也顾不上给行商们添水了 拉着自己的袖子 把旁边的桌子和板凳擦了又擦 行商们虽然不信金峰 要收小姑娘为徒 却都知道 标师经常在茶摊喝茶 还曾经帮小姑娘一家教训过泼皮 所以 小姑娘对标师区别对待 行商们都觉得理所当然 恨金峰的 都是权贵和大商人 底层小行商 对于金峰和镇远标局 都是感激的 以前从京城到关中 经常有土匪捷到 小行商们赚的钱 有大半都被土匪敲诈走了 自从镇远标局开始走这条线路之后 京城往西 一直到凤祥郡 土匪几乎全都销声匿迹了 行商们不仅省下了过路费 人身安全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最重要的是 金峰的新政 主要针对权贵和大商人 并没有为难他们这种走劫串向的小商人 反而还劝说皇帝 取消了商籍 让他们不再低人意等 在路上遇到镇远标局的标师 小行商们比见到官兵和衙役更加有安全感 如今每次金川商会外出送货 都不断有小型商会入队伍 跟着他们一起走 所以经常很多时候 金川商会的运输队 从西河湾出发时只有几十人 但是到了京城 能形成一支超过千人的庞大商队 战马速度很快 老婆婆锅里的水还没烧开 战马就停在了茶棚外边 标师哥哥 你们先下来坐吧 锅里的水马上就烧开了 小姑娘养着脑袋 热情地和标师打招呼 但是标师并没有下马 而是低头问道 小姑娘 你是叫阿春吗 哥哥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阿春高兴问道 我以前给你倒过茶吗 是我家先生告诉我的 马上的标师笑着说道 先生还让我问你 他要回金川了 问你还愿不愿意 跟他一起去金川读书 愿意 我愿意 小姑娘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飞快点头 我天天都等着战神哥哥呢 先生再有一个时辰 就能到这里了 标师说道 先生 让我提前来 跟你说一声 要是愿意跟他 一起去金川 就赶紧收拾一下 等下跟着先生直接走 我的东西早就收拾好了 小姑娘飞奔进屋 抱着一个小包袱出来 然后冲着后边大喊 娘 奶奶 你们快去收拾东西 战神哥哥要接咱们去金川了 喊着喊着 小姑娘的眼泪 就忍不住地哗哗往下躺 自从金峰说 要带他去金川 他就一直等着这天呢 老婆婆和儿媳 也喜出望外 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 跑进屋收拾东西 行商们见状 纷纷把碗里的茶水喝完 也不喊小姑娘收碗 自己把茶碗送到锅台上 祖孙三人在乱世中 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 根本没有什么 值得收拾的家当 把仅有的两身旧衣服 和一小包粗粮 往破被子里一塞 用草席一卷 再去把烧水的锅 和代客的茶壶 茶碗带上 一家人就能出发了 收拾好东西 婆婆带着儿媳 而是留下来 准备看一看传说中的 国师金先生 婆婆 恭喜你啊 到了金川 日子就好过了 闲着也是没事 行商们又不敢去打扰标师 便和婆婆闲聊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金先生和我家阿春很熟 你们还不信 老婆婆笑着说道 现在信了吧 其实一直到现在 老婆婆都有种做梦的感觉 她对外说 金峰认识小姑娘 不过是往脸上贴光 在她心里 也觉得金峰已经忘了阿春 谁知道 金峰真的还记得他们 小姑娘没有心思去听大人们闲聊 爬到桌子上 点着脚尖往东看 希望早一点看到金峰 一直盼了半个多时辰 视线镜头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 左右晃动的小黑点 标师哥哥 那是什么 小姑娘指着小黑点问道 哦 那是先生做的热气球 标师回头看了一眼 回答道 先生就在热气球下面 小姑娘一听 赶紧跳下桌子 背着自己的小包袱 冲着小黑点飞边去 为了金峰和九公主的安全着想 大刘完全按照行军模式来安排护送队 不光标师全副武装 还在队伍中间用战马 拖着一个用来警戒的热气球 左支渊在出发之前 特意赶制了两辆豪华马车出来 金峰一辆 九公主和庆飞一辆 此时 庆飞趴在马车窗上看着外面 一脸兴奋 封建时代对女性的禁锢非常多 就连随意出门的自由都没有 普通老百姓家里的姑娘还稍微好点 毕竟要下天干活 庆飞这种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女子 要求就多了 出嫁之前要待在深归大院 不能轻易见外人 出嫁后的条条框框更多 庆飞虽然贵为皇妃 但是活了快四十年 这还是她第一次出远门 看着路上来往的行商 满脸兴起 拉着九公主问东问西 好像九公主才是当娘的 不过九公主也没有不耐烦 耐心地跟庆飞解答她所有问题 而金峰则坐在另外一辆马车上 低头整理着各种书稿 受人以余不如受人以余 想要百姓彻底摆脱贫困 最好的办法不是直接给他们钱 也不是给一份工作 而是教会他们的孩子自己改变命运的知识 带着九公主和庆飞 路上肯定走不快 金峰准备趁着这个时间继续编写教材 前段时间她已经传信回西河湾 让关小柔把关家村和田家村中间的那片空地买下来 开始动工盖教室和宿舍 还传信给江南 让那边商会的负责人 在各地购买读书十字的家奴 江南相对复数 十字的家奴数量比其他地方要多一些 虽然金峰的市奴令 目前只在京城周边有效 但是一些消息灵通的地方豪族已经得到了消息 而且他们知道 既然已经以京城为试点 开始推行市奴令 那么距离普及全国就不远了 很多世家豪族抱着及时止损的念头 开始大量出售家奴 各地的雅行市场都人满为患 这把原本就低的家奴价格压得更低 一些原本因为无奈 把孩子卖给豪族为奴的父母 也趁着九公主以公代正的机会 挣了些钱把孩子买了回来 大康家奴市场上 姑娘和孩子一直卖不上价钱 但如果是和唐东东 唐小北一样家道中落的 或者和左飞飞一样的犯官之后 价钱会高一些 他们大多识字 有些还精通琴棋书画 买回去不光能做小妾 还能教家里孩子读书识字 很多豪族之前是不愿意卖这种家奴的 但是听说是奴令之后 也把这部分家奴出售了 即使止损只是一方面 很多豪族还听说是奴令的提出者 也就是新上任的国师 特别反感续养家奴的行为 京城大清洗的过程中 家里养的家奴越多 迫害家奴越狠的家族 被抄家的时候 受到的处罚就越严厉 豪族们此时出售家奴 也算是一种自保行为 所以是奴令尚未在全国推广 已经让无数家庭迫近重圆 这是金锋之前完全没想到的 这么好的机会 金锋自然不会放过 给江南负责人的信中特意提醒 让江南的各个金川商会 注点去衙行大量收购家奴 有多少要多少 购买家奴的钱财 由家奴自己承担 按照惠名贷款的利息计算 让家奴去参加 以供代证还账 那些已经找不到家人 也没有太强工作能力的孩子 几乎都是购买其他家奴的负赠品 金锋则免了他们的熟身钱 让他们暂时去各个工地打砸 混沌饱饭吃 至于那些会识字算术的姑娘 则被当地商会特意询问 是否愿意去金川工作生活 这部分姑娘绝大多数都已经家破人亡 就算获得自由 也无处可去 加上金川商会 如今已经在江南打响名气 不知道多少姑娘做梦 都想成为商会里的女掌柜和女伙计 所以被金川商会特意询问的姑娘中 超过九成九的都同意去金川 等金锋的师范学堂开起来之后 这批姑娘会是第一批学生 这批姑娘学成之后 就会成为大康第一批 经过专业培训的教师 他们会成为点点星火 散落到大康各地 形成燎原之事 一想到这些 金锋就充满了干劲 正趴在桌子上粪笔集书呢 大流敲了敲马车窗户 先生 茶滩上的小姑娘来了 这么快就到茶滩了 金锋放下羽毛笔 伸了个懒腰 到茶滩还有好几里呢 小姑娘自己跑过来的 大流达道 自己跑过来的 金锋闻言打开马车窗户 只见不远处 小姑娘背着小包袱站在路边 正露着两排整齐的小白牙 咧着嘴冲自己笑呢 快让孩子上来谢谢 金锋看到孩子累得满头大汗 赶紧让大流把他抱上马车 战神哥哥 终于又见到你了 见到金锋 小姑娘笑得更开心了 你在茶滩等着不就好了吗 跑这么远干什么 金锋从桌子上拿起毛巾 帮孩子擦掉脸上的汗水 这时候才发现 孩子的膝盖和手肘位置 有两块明显的泥硬 应该是跑过来的时候摔倒了 阿纯想快点见到战神哥哥呀 小女孩笑着回答 一直到现在 他说话还有些喘气 现在见到了 赶紧坐下谢谢 金锋把小女孩按到椅子上 准备给他倒杯水 结果自己还没伸手呢 孩子已经拿起茶壶 倒了一杯水递给金锋 战神哥哥 你要喝水吗 给 动作格外熟练 我不喝 我是想给你倒杯水 金锋苦笑着摇摇头 大康的孩子都太懂事了 不光是小姑娘 村里那些孩子也是 很多都懂事得让人心疼 小姑娘现在如此讨好金锋 是因为他和金锋的感情很好吗 并不是的 事实上 他只和金锋见过一面而已 讨好金锋 是因为他吃过苦 知道能过上好日子的机会太少 所以格外珍惜 小姑娘正准备说话 车外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呼啸声 金锋推开马车窗户 看了一眼天空 眉头微微皱起 这是标师们用来预警的想见 这么快就有人来送死了吗 金锋有点不敢相信 警戒 大刘嘶吼一声 车队立刻停了下来 标师们当即结成战斗阵型 把金锋和九公主的马车保护在中间 一时间 周围传来密集的黑刀出鞘声和弩弓上弦声 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先生 殿下 把窗户关下去 大刘冲着金锋和九公主喊道 舞阳 发生了什么事 清妃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 看着严阵以待的标师 面色微微有些发白 咱们去找姑爷吧 遇到了危险 她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去找金锋 母妃 这个车子是夫君设计 公布特制的 关上窗户之后 刀剑难伤 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待在这里别动 离开车子反而危险 九公主安慰道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护送队虽然只有三百标师 却全都是精锐老兵 不光各个穿着黑甲 还携带了很多便携式众母 再加上数量过千的战马 和天上的热气球 和铁灵军正面打一场都够了 何况这里到京城才十几里 九公主和金锋 都不相信有权贵胆子这么大 敢在这里向自己动手 不过历史上有不少谋士 擅长利用灯下黑的心理来制定计谋 九公主也不敢排除 有人抱着这样的念头 想打标是一个出其不意 和金锋对视一眼 老实地关上了窗户 还把庆飞带到远离窗户的角落 另外一辆车子上 金锋没有第一时间关闭窗户 而是看向大刘问道 什么情况 三里之外 有骑兵队正在快速靠近 大刘说道 先生 虽然不一定是敌人 但安全起见 你还是把窗户关上吧 金锋知道 这时候 自己唯一能做的 就是配合大刘 不给他们添乱 于是也和九公主一样 老实地关上窗户 只不过 他没有躲到角落 而是在窗户上 打开一个铜钱大小的格子 观察外面 但是周围都是标识 金锋什么也看不见 只能耐心等待 没有让他等很久 外面就传来大刘的声音 先生 好像是密蝶丝的密谈 密蝶丝 金锋眉头微皱 最近几天 九公主专门把密蝶丝高层召集起来 开了一天的会 该交代的问题都交代清楚了 这才离开京城 不到一上午 密蝶丝怎么就追了过来 两人说话间 马蹄声越来越近 然后 金锋又听到了大刘的声音 先生 是秦统领 秦震 金锋更加意外了 什么事 值得秦震这个禁军统领 亲自来跑一趟 九公主也听到了大刘的话 转身看向庆飞 母飞 秦震过来肯定有大事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我去夫君车上 看看怎么了 庆飞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点点头 看着九公主打开车门 可是刚打开车门 就看到金锋在外面 夫君 九公主愣了一下 随即就明白过来 肯定是金锋猜到她要去找自己 所以提前过来了 想到这里 九公主笑着把门让开 庆飞也赶紧递了个垫子过来 然后有些脸红的低下头 她虽然是九公主的生母 但是如今也不过才三十多岁 一辈子不光没出过远门 也没见过几次除沉疾之外的异性 金锋虽然是她女婿 但是按照规矩 两人也不能共乘一辆马车的 但是这些规矩对于金锋来说 完全不在意 结果坐店笑着问道 娘娘觉得还习惯吗 挺好的 庆飞低着头回答 金锋见她如此 便知道她还放不开 也不再没话丑话 而是打开窗户 看向不断靠近的骑兵队 如果是其他密探过来 肯定要重重查验身份 但是秦震如果想对金锋 九公主不立 在皇宫里就有无数机会 所以镖师们拦下其他密探 却没有阻拦秦震 任由她骑马靠近 停在马车窗户外边 金锋原本想在这辆车子上接待秦震 可是她上来 已经让庆飞不敢抬头 要是秦震再上来 估计庆飞得跳车 而且秦震也未必敢上车 想到这里 金锋和庆飞打了个招呼 带着九公主跳下马车 秦震看到两人来不及打招呼 一边跳下战马 一边匆忙说道 国师 殿下 大事不好了 我刚刚得到消息 东瞒蝉鱼亲率十万大军南下 十日前已经到了渝关城 蝉鱼离开王庭了 金锋文言非但没有着急 反而直接笑了起来 蝉鱼可以说是草原上的信仰 如果干掉对方都不用金锋动手 各部落自己就会打成一锅粥 东瞒王庭在距离大康千里之外的草原深处 张良打下渝关城问题不大 但是想让他带人深入东瞒去队 干掉蝉鱼根本不现实 茫茫草原 经常过百里都见不到一个人 张良从来没去过北方 很可能连王庭在哪都找不到 对于此事 金锋非常遗憾 可是谁知道 蝉鱼却自己从王庭跑出来送死 这让金锋如何不高兴 秦镇见金锋这样 突然不自信了 有点怀疑自己刚才没说清楚 扭头看向九公主 殿下 我刚才没说清楚吗 你说东瞒丹鱼 亲率十万大军 十天前到达了渝关城 九公主把秦镇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这样没说错啊 秦镇被金锋笑得一头雾水 国事大人 都这时候了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我之前还在遗憾 东瞒缠鱼躲在王庭老巢里 梁哥这次没办法干掉他 谁知道他从王庭跑出来了 典型的千里送人头啊 秦镇笑得更开心了 难道这是不值得高兴吗 听到秦镇这么说 秦镇一时之间 竟然不知道说什么了 要知道 北伐军总共才五千人 其中还有一千利夫 杂役之类的后勤保障人员 以及三千镇远军新兵 真正能称得上老兵的 只有一千标识 而东瞒一方 足足有十万人 而且是最高领袖亲自带队 秦镇怎么想都觉得 北伐军没有任何胜算 他真不知道 金锋还怎么笑得出来 深深吸了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郑重气势说道 国师 你莫要觉得 之前在黄河北岸 打败了耶律树 就因此小瞧东瞒军 秦统领 我没有小瞧东瞒人 金锋摇头说道 我只是相信镇远标局 相信镇远军 也相信梁哥 国师 我是个粗人 您别怪我说话直 秦镇说道 秦某不才 却也略知军阵 上次您能打败耶律树 在秦某看来 主要原因是 国师大人派人 给东瞒大军施药 让他们暂时失去了战斗力 而且 热气球第一次出现 对东瞒人有很大的震慑力 加上当时战场混乱 所以 东瞒人才会轻易投降 但是此时东瞒人 已经知道了热气球 也肯定会提防着再被施药 北伐军唯一的选择 就是正面应战 正面应战又如何 金锋淡淡问道 北伐军只有四千人 怎么可能是东瞒禅于 轻率十万大军的对手 秦镇急得直跺脚 在他看来 金锋太骄傲自大了 若不是考虑到金锋如今的身份 他恐怕又要骂金锋了 是不是对手 要打过之后才知道 金锋说道 国师大人 是否已经有了计策 秦镇问道 只是打一群东瞒人而已 需要什么计策 金锋摇头 没有计策 秦镇看疯子一样看着金锋 国师的意思 你打算用一千标师 和三千新兵 和东瞒人的十万大军正面应战 他还以为 金锋又和张良一起谋划了什么精妙的计策 谁知道 金锋竟然是让张良硬刚东瞒大军 四千对十万 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是的 金锋点头 表情依旧淡定无比 你 秦镇觉得骄傲自大 已经不足以形容金锋了 国师大人 你这是在让北伐军去送死 是在草间人命你知道吗 对于秦镇的指责 金锋笑了笑没有解释什么 但是九公主却听不下去了 秦统领 这么说就严重了吧 九公主说道 秦统领不要忘了 镇远军之前 只出动了三百人 便镇压了曹家数万叛贼 秦镇是真急了 直接顶撞道 殿下大人也不要忘了 北伐军这次面对的不是土匪 而是东蛮禅于亲自率领的十万金锐 九公主还想说话 却被金锋实眼色制止了 秦统领 多谢你第一时间来通知我这个消息 也多谢你担心北伐军 秦统领说道 不过秦统领也是带兵之人 应该知道 战场上最忌讳指挥混乱 既然把北伐军交给两个指挥 我再去指手画脚 也不合适 秦镇一看就知道 金锋和九公主有事瞒着自己 但是 两人一个是公主 一个是国师 秦镇就算看出来了 也不能逼迫他们 只能无奈说道 其实我来找国师 并不是通知国师消息 而是传达陛下口谕 什么口谕 陛下说 东蛮大军来犯 为了殿下和国师大人的安危着想 陛下让两位尽快返回京城 秦镇说道 为了我们的安全 金锋没忍住笑了 九公主也眉头微皱 东蛮人还在千里之外呢 等他们过来 金锋早回京川了 陈吉让金锋回去 显然是他害怕了 让金锋回京坐镇呢 秦统领回去 跟陛下说 东蛮人绝对来不了中原 让陛下放心吧 金锋说道 我就不回去了 为了这次返城 京城镇远标局 和金川商会劳势动众 准备了很长时间 现在都出城了 金锋怎么可能回去 国师大人 你 你不回去 秦镇一愣 抗指两个字 差点脱口而出 封建时代 皇帝是至高无上的 陈吉的话就是圣旨 金锋不回去 其实就是抗指 以金锋现在的实力 就算抗指陈吉 也拿他没办法 但这样会严重伤害 陈吉的威信 今天金锋敢抗指 明天别人或者也会抗指 时间长了 皇帝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所以 九公主赶紧打圆场 秦统领 你回去跟父皇说 是本宫不愿意回去 秦镇闻言 这才松了口气 九公主和陈吉是妇女 陈吉只是让秦镇传口谕 并没有正式下旨 就算别人知道了 也最多说 陈吉宠溺九公主 这样可以最大保全 陈吉的威信 秦镇左右看了看 凑到金锋身前 低声问道 国师大人 咱们这么熟了 你就跟我透个底 你准备怎么对付东蛮人 金锋没有直接回答 秦镇的问题 而是问道 秦统领 你知道当初 我为什么要给东蛮人 下药吗 想要以少胜多 自然要用奇谋 要不然 如何打得过耶律树 秦镇回答 不 其实当初就算正面作战 我这远标局 也不怕耶律树 我唯一担心的 就是把他们打怕了 他们到处乱跑 去祸害百姓 所以才给他们下药 金锋摇头说道 如今东蛮大军 才到渝关城 到中原千里迢迢 梁哥可以彻底放开手脚 就算把他们打散了 他们也不可能来祸害中原 还有什么可怕的 秦镇闻言 终于意识到了 自己和金锋的差距 他听说东蛮缠于清帅十万大军 兵至于关城 第一个念头 就是北伐军完了 但是金锋却如释重负 觉得张良终于可以放开了手脚 这说明 金锋坚定认为 北伐军可以击败党向人 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 但是秦镇仔细想想 并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 北伐军拥有热气球 手雷 重弩等众多武器 还有刀剑难伤的黑甲 又从耶律树手里 抢到了足够的战马 补上了最后一块短板 秦镇把自己想象成东蛮缠于 好像东蛮人 真的没有多少胜算 秦统领 别送了 回去吧 金锋拍了拍秦镇的肩膀 带着九公主 重新登上马车 秦镇知道 金锋去意已决 心里虽然无奈 却没有阻拦 任由金锋离开 北方 张良带着北伐军 行走在茫茫草海中 多好的田地啊 被东蛮人祸害得 只能长草 太可惜了 大壮低头看着 骑膝盖身的野草 心疼叹息 所以先生才要求 咱们必须要拿下渔关城 张良说道 只要拿下渔关城 东蛮人就再也不能随意南下 百姓就可以过来 种地了 梁哥 前天遇到的那个密探 说的是真的吗 大壮说道 东蛮铲鱼 真的带了十万大军 到了渔关城 密蝶司的密探 从北方返回京城 遇到了北伐军 自然也提醒了张良 这种事情 密探不敢撒谎 应该是真的 张良的表情 和金锋一样淡定 梁哥 那可是十万大军啊 你就不紧张吗 大壮问道 紧张有用吗 张良斜了大壮一眼 先生说过 地牙者 掰至即可 不管一万兽军 还是有十万兽军 渔关城都势在必得 对 大壮也重重点头 张良抬头看了一眼 太阳的位置 又站在马上用望远镜 看了看周围 下令道 这一片牧草不错 那边还有一条河 船令下去 修整两刻钟 是 身后的船令兵 冲着空中 挥了挥手里的令旗 热气球上的标诗看到了 抬手射出两枚响剑 北伐军队伍缓缓停下 士族们跳下战马 就地休息 吹士连和保障后勤的利夫 则迅速行动起来 有人提着筒去河边打水 有人架锅烧火 很多士族拿着铁水壶 排队打开水 行军途中必须喝开水 是京风制定的硬行要求 还有一些利夫 迅速搭建临时帐篷 作为女兵厕所 两刻钟之后 士族们换上另外一匹战马 再次启程 实践是学习最好的方式 经过这么多天的赶路 不管男兵还是女兵 骑数都提升迅速 赶路速度也越来越快 时间一天天过去 北伐军距离于关城 也越来越近 张良虽然不害怕 但是也没轻视东蛮人 派出去的侦察兵越来越多 热气球飞的高度 也越来越高 另外一边 京风和九公主带领的护卫队 也进入凤翔郡地界 一路上 京风编转了数学 物理入门 化学入门 生物入门等好几本教材 但是进入关中之后 京风不得不停了下来 所谓关中 就是指同关以西 大散关以东 武关以北 萧关以南的区域 周围群山连绵 马车虽然是佐之渊 带着工部工匠特制的 但是依旧有些颠簸 如果日常乘坐问题不大 但是在马车上写东西 就不行了 京风只能暂时停下工作 欣赏关中风景 凤翔郡京川商会住点 早就知道京风要来 女掌柜一大早就带人 在关道路口等候 先生一路辛苦了 女掌柜见到京风 询问道 先生 您是去郡城歇歇酒 还是直接去码头 去郡城和去码头是两条路 直接去码头吧 京风答道 正月出发去京城 如今已经到夏天了 好几个月没回西河湾 没见到关小柔和唐小北 京风还真想得慌 是 女掌柜派人在前面带路 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 递给京风 先生 小北夫人三天前来了一封信 让我转交给您 知道了 京风接过信封 你去忙吧 女掌柜并未离开 而是骑马跟在京风窗户外边 京风没有管她 查看信封火七 坐在桌子对面的九公主 递过来一把材质刀 然后绕过桌子 和京风坐到一起 夫隽 梁哥他们快到于关城了吧 看完书信 九公主问道 信是唐小北寄来的 却是张良写的 京风和九公主一直在赶路 张良只能用信歌 把信传回西河湾 然后再由唐小北 转交给京风 张良在信中汇报 随着距离于关城越来越近 东蛮探子也越来越多 双方的斥后 已经开始交手 由于北伐军有热气球 可以在十几里外发现对方 所以东蛮探后 一旦靠近北伐军 就会有标尸的侦察兵等着他们 所以目前的交手中 标尸尚未出现伤亡 这封信是梁哥半个月前写的 按照时间推算 应该快到了 京风转头看向北方 不知道东蛮铲鱼 会不会主动出城作战 他推算得不错 此时张良带领的北伐军 距离于关城 只有不到一百里了 最近几天 东蛮探后越来越多 镇远标局也开始出现伤亡 之前东蛮探后靠近都骑着马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 这样根本躲不开热气球 于是就学精明了 不仅不再骑马 而且学会了伪装 披着草皮趴在地上 热气球上的标尸 很难发现他们 等到北伐军靠近的时候 这些人就会突然抱起 攻击就近的标尸 最近三天 已经有数十个标尸 因此中招 其中有两人运气不好 被东蛮探后刺中眼睛 当场死亡 傍晚扎营之后 大壮抱着头盔 走进张良的指挥大帐 气冲冲说道 梁哥 三营刚才又抓住了 六个东蛮探后 全都是当初先生 放走的那一批俘虏 有兄弟伤亡吗 张良问道 兄弟们提前有了准备 倒是没有死人 只是有个兄弟的胳膊 被刺伤了 大壮摇了摇头 当初先生就不应该 放这群白眼狼回去 东蛮探后 进行伪装的前提 就是不能骑马 一旦动手行刺 就绝对跑不掉 被镖师们抓住了不少 然后镖师们就发现 前来行刺的东蛮探后中 九成都是当初 金锋放走的那一批俘虏 不少人脸上 还打着 镇远镖局的俘虏烙印呢 大壮 你可以当面质疑先生的决定 但是永远不要在背后说 先生的不是 张良听到大壮抱怨金锋 冷声说道 别再让我听到第二次 是 大壮听完 赶紧低下头 当然 这件事也怪我 有些事情没跟你说 张良说道 你知道先生放回去的 这批俘虏 在东蛮引起多大的混乱吗 不知道 大壮摇头 曾经遇到的那个密蝶丝的探子 跟我说过 被俘的东蛮人回去之后 和先生想的一样 被其他族人歧视 有不少人羞愤自杀 也有人开始反抗 东蛮禅于耗费不少功夫 才镇压下去 张良说道 反抗虽然被镇压下去了 但是东蛮也被闹得一团糟 东蛮禅于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不得不离开王庭 率军南下清征 以此来转移东蛮百姓的不安和愤怒 也顺便向东蛮百姓 宣示自己的武力 当初金风要把东蛮俘虏放回去 那些 本来就功于心计的朝堂大臣 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打算 反而是一些参战标识理解不了 在他们看来 俘虏是自己拼着命才抓住的 金风说放就放 是在浪费他们努力的成果 现在他们终于明白了 金风为什么要这么做 虽然东蛮禅于和王庭高层 也都猜出金风为什么这么做 却依旧无法阻止其他族人歧视俘虏 三万俘虏被放回去 带来的破坏力 远比直接杀掉他们大多了 东蛮权贵对于底层百姓的压榨 比大康更狠 内部其实早已矛盾重重 但是因为上千年形成的规则 让底层百姓一直不敢反抗 被金风放回去的俘虏 为了活下去 只能带头反抗 他们成了东蛮内乱的导火索 大半个东蛮都乱了起来 放回去的俘虏只有三万 但是为了镇压这三万人带来的混乱 各个部落加起来死的人远超过三万 而且东蛮去年遭遇了寒灾 原本就损失惨重 经过这场动乱之后 处境更加艰难 以至于蝉鱼不得不率军清征 来转移内部矛盾 那些被蝉鱼镇压之后的俘虏 再一次被送上前线 成为行刺标师的死士 虽然有标师被刺杀伤亡 但是对于整个大局来说 金风的决策是正确的 这就是先生在兵法书上说的 借刀杀人吗?大壮问道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 张良点头说道 不过借刀杀人一般被利用者并不知情 而先生这次用的是扬眸 张良的话只说了一半 突然听到头顶传来尖锐的呼啸 和密集的罗声 想见和铜锣一起示警 这表示遇到了非常紧急的情况 警戒 张良冷声说道 去看看怎么回事 一个轻卫立刻骑马奔向队伍前方 几百米外 六匹战马拉着一个木架 热气球就拴在这个木架上 张良的轻卫赶到的时候 一个布包正好从热气球上 顺着绳子滑下来 其宇能传递的消息毕竟有限 所以遇到比较复杂的情况 热气球上的标诗 就会把情况写到纸上 然后顺着拴热气球的绳子送到下面 轻卫带着布包返回 递给张良身边的军师 其实以张良的智谋 他是不需要军师的 但是张良之前没上过学 虽然几个月前开始自学识字 但是为了避免因为认错字造成失误 这个所谓的军师 之前是田家湾的落魄秀才 没有什么大智慧 唯一的优点就是绝对忠诚可靠 两哥 侦察兵说 他们看到北方出现了大股骑兵 距离咱们还有15里左右 数量多的一眼看不到边 军师看完纸条之后 向张良说道 张良拿过纸条又看了一遍 冷笑道 还真让先生猜中了 猜中什么了 大壮好奇问道 出发之前 先生就说过 东蛮人肯定不会眼睁睁 看着咱们到达渔关城 肯定会在中途拦截 现在他们不就来了吗 张良说道 那先生有没有说 咱们应该怎么办 大壮又问道 还能怎么办 来了就打呗 张良冷声道 神功营成立这么久 也该磨磨刀了 东蛮人正好来当磨刀石 为了这次北伐 金峰专门成立了四个神功营 他们的任务 就是在两军交战的时候 进行远程打击 传令下去 全军戒备 神功营准备战斗 随着张良一声令下 北伐军立刻停止前进 就地采取防御阵型 四个神功营 推着一辆辆马车 分散到战阵四周 一框框首雷 也被送进热气球 飞行队也做好了 随时升空的准备 数以万计的战马狂奔 大队都跟着阵战起来 北伐军全军上下都严阵以待 做好了战斗准备 可是左等右等 敌人一直没来 然后热气球上又传来消息 说 东蛮人往东边转弯了 咱们在这里 东蛮人往东边跑什么 大壮纳闷说道 难道他们的斥候 说错了咱们的位置 东蛮铲鱼 都是真刀真枪杀出来的 你觉得他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 张良携了大壮一眼 他们是在躲避热气球 躲避热气球 大壮想了一下 随即露出恍然之色 热气球移动 只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靠战马之类的地面牵引 一种是靠风 平时赶路用战马牵引还没问题 两军交战 就只能靠风了 今天草原上是东风 东蛮人冲到上风口 热气球就算升空 也很难飞到他们的阵地上 热气球和手雷组合 是北伐军最大的底气之一 听到热气球不能用 不少北伐军官开始担心 但是 老鹰给北伐军派来的飞行队首领挥损 却和张良大壮一样 面不改色 挥损 你的热气球都没用了 你怎么一点不着急呢 一个和挥损关系比较好的校尉 小声问道 因为不同高度 风向是不同的 挥损为了安抚军心 故意高声说道 地面上是东风 一百丈高的地方 说不定就是西风 听到挥损这么说 军官们终于放心下来 可就在此时 战马奔腾带来的轰鸣声 渐渐停了下来 热气球又传消息过来 说东蛮大军停在了东方十里之外 开始安营扎寨了 他们气势汹汹而来 怎么又停下了 大壮再次看向张良 张良没有回答大壮 而是紧紧皱起眉头 其实他也没想明白 东蛮缠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搞不懂敌人的用意 张良也不敢轻举妄动 便命令北伐军也就地扎营 然后派出更多热气球升空 时刻保持预警 双方就这么在 渔关城外的空地上对峙起来 就这么对峙到第二天上午 就在张良考虑 是否应该主动发动攻击的时候 突然察觉到帐篷越来越暗 阴天了 张良皱眉走出帐篷 抬头看向天空 之前还晴空万里 此时却乌云密布 轰卡 一道闪电划破天空 紧接着一颗痘大的雨滴 砸到张良脸上 也砸在张良心里 这一瞬间 他终于明白东蛮人在等什么了 他们在等风雨来 夏天的雨 说来就来 而且 一来就是大暴雨 随着暴雨一起来的 还有越来越大的狂风 张良下意识看向头顶 一直稳稳飘在空中的热气球 此时全都左右摇晃起来 随着风势越来越猛 热气球摇摆的幅度也越来越大 绑着热气球的木架 也被绳子拉扯的支钮作响 让所有热气球都降落下来 张良叫来传令兵 飞快说道 传令下去 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是 传令兵冒雨跑了出去 大壮住在张良隔壁帐篷 听到他的命令 赶紧跑了出来 梁哥 怎么了 如果我没猜错 东蛮人要发动攻击了 张良站在雨中 眉头紧皱 东蛮缠鱼 不愧是打出来的老将 经验果然丰富啊 咱们到底还是着了他的道 此时他已经想明白了 东蛮人是待在草原放牧 对于北方天气更加了解 东蛮缠鱼 肯定是早就判断出 这几天有暴风雨 所以才会在东方扎营对峙 等暴风雨来的时候 热气球根本无法升空 需要用火绳引燃的手雷 也没法用 对于东蛮一方来说 此时是最有力的攻击时间 张良猜得不错 看到北伐军的热气球相继降落 东边很快响起战马奔腾的轰鸣声 东蛮人要来了 北伐军瞬间启动全速运转模式 神功营第一时间带着物资奔赴最外围 梁哥 这个天气对于咱们来说 非常不利啊 这次不光是其他军官和标师 就连大壮都有些担心起来 先生说过 一直打顺风战 对于标师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没有一直顺风顺水的战斗 张良的脸色变得更加严肃 对咱们有力的时候要打 不力的时候更要打得漂亮 只有这样 才能彻底把东蛮人打怕 有道理 大壮点点头 随后又问道 敌人从东边来 东边的压力有点大 要不要把其他三个方向的神功营掉一部分过去增援 不用 张良摇头说道 让后勤处多送一些物资 过去就行了 战马奔腾带来的轰鸣声越来越响 十几分钟后 东边的草地上出现了骑兵的身影 雨吓得太大了 标师们的视线被严重影响 等看到骑兵的时候 敌人已经到了东边壕沟不远的地方 而且 敌人是有备而来 知道北伐军在阵地四周挖了线马坑 所以并没有当即发动冲锋 而是让那些俘虏死士 背着木板匍匐前进 把草地上的线马坑填了起来 这下有些麻烦了 大壮健壮 更加担心了 热气球和手雷不能用 北伐军最大的优势 只剩下重弩和投石车了 草原不像西北和川鼠 到处都是石头 投石车有用之不尽的弹药 草原上只有青草泥巴 石头非常少见 石头那么重 北伐军也不可能携带太多 总不能朝敌人扔泥巴吧 所以 在金风和张良的计划中 北伐军携带的投石车 主要用途是夺回渔关城之后 安装到城墙上进行防御 北伐图中最主要的远程武器 还是重弩 而匍匐前进 是应对射击的最好办法 俘虏死士背上都有木板 普通弓箭很难伤到他们 使用重弩也只能一对一射击 此时羽目朦胧 能不能射中尚且不说 使用一对一射击也不划算 毕竟北伐军携带的物资有限 重弩箭矢被这么浪费了 总共打起来用什么 投石车呢 给我砸死他们 张良冷声下令 投石车虽然不是这次 北伐的主要武器 携带的石头数量也不多 但并不是一点都没带 随着张良的命令下达 后勤处的利夫 抬着一筐筐的原石 导入投石车的投制筐中 然后呼啸着砸入 俘虏死士所在的区域 之所以使用原石 是因为原石落地之后 还能滚动伤人 狂奔的战马如果踩中 也可能崴住 俘虏死士背上的木板 可以挡住普通箭矢 却挡不住原石轰砸 很快 献马坑阵地上的俘虏死士 就被砸死光了 然而不等标师们高兴 有一批俘虏死士 背着木板爬了过来 两个 这一次他们更加分散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咱们带的原石可不多 再来几次就砸光了 大壮试探着问道 要不然把侦察莲派出去 干掉他们 侦察莲是张良 从各个队伍中 挑选出来的精锐 和东蛮人一对一 正面搏杀 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把侦察莲派过去 肯定会被对方咬住 然后东蛮铲鱼 绝对会趁机发动总攻 张良摇头说道 到时候 侦察莲和敌人混在一起 神功赢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差点诱中了他们的肩颈 大壮文言 恍然大悟 神功赢的重弩 是不分敌我的 要是侦察莲和敌人混在一起 的确很麻烦 不打的话 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冲到面前 神功赢将会彻底失去作用 打的话 会连几方侦察兵一起攻击 这种行为 会让几方士族寒心 打打打击几方士气 也是金风绝不允许的行为 大壮正准备说话 一个传令兵跑了过来 气喘吁吁喊道 报告统领 北方阵地也出现了东蛮人 紧接着 又有两个传令兵跑来 西方和南方 也出现了东蛮死士 咱们这是被包围了呀 大壮此时终于明白 刚才他提议 从其他方向 吊神功赢增援东方 张良为何不同意了 原来张良早就猜到 对方会这么做 梁哥 那现在怎么办 大壮问道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死士 把陷马坑和壕沟填起来吧 俘虏死士背上的木板 不光是为了防止箭矢 当他们爬到壕沟的时候 需要用木板来铺路 张良闭上眼睛响了一阵 开口向传令兵说道 命令各部不要去管死士了 让他们铺路 让神功赢做好迎接敌人 第一波攻击的准备 是 传令兵骑着马跑远 遇到对手了呀 张良看着东方感慨道 金锋制作的武器 优势实在太大了 自从跟了金锋之后 张良打仗 几乎全都是摧枯拉朽的 击败了敌人 但是这次东蛮缠鱼 让他感受到了压力 也让张良有些兴奋起来 茫茫草原上 数万东蛮骑兵 把北伐军团团围在中间 于关城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 金锋和张良势在必得 东蛮一方也不容有失 一旦失去于关城 他们就失去了南下的门户 也失去了敲诈大康的本钱 还能敲诈大康 东蛮的日子都如此难过 如果大康再断了碎贡 东蛮的日子 恐怕就过不下去了 所以 东蛮缠鱼 才会如此兴师动众 张良想要一战打服东蛮人 东蛮缠鱼 何尝不是想着一战 打服北伐军呢 所以 双方都没有退路可言 也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 此时献马坑和壕沟 已经被俘虏死士填平 随着东蛮首领一声令下 四个方向的东蛮骑兵 先后向北伐军发动了冲锋 放箭 北伐军也早就做好了准备 等东蛮骑兵进入射击范围 神宫营内下令放箭的声音 此起彼伏 杀 杀 杀 一排排箭矢飞射而出 直奔东蛮大军 箭矢太密集了 东蛮人根本无法躲避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冲 随着箭矢飞入东蛮队列 冲在最前面的东蛮骑兵 蹦出团团血舞 成排倒下 之前重弩使用的 都是长矛一般的巨大箭矢 但是这种箭矢 对木材有要求 制造起来比较麻烦不说 体积也过大 携带起来不方便 所以 金峰在改进重弩的时候 也顺便对箭矢进行了改良 改良之后的箭矢长度和粗细 都只有之前的三分之一 但是射程和穿透力 却比之前的箭矢增加了近三成 而且携带起来更加方便 以前只能装二十只箭矢的木箱 现在却能装一百多只 金峰早就料到 这次北伐是一场硬仗 出发前为北伐军准备了充足的箭矢 面对恶劣天气 面对东蛮人的算计 张良能淡然自若 除了本身的心理素质之外 神工营就是它最大的底气 而这些箭矢就是神工营的底气 神工营都以排为基本作战单位 每个排都有四个班 每个班负责两座众母交替射击 东蛮人的阵型实在太稠密了 标识们根本不用瞄准 只要放箭就能至少射杀一个敌人 很快 北伐军外围便堆积了一层东蛮人的尸体 血水混合着雨水流淌在草地上 也不知道是东蛮人被打出了火器 还是他们的指挥官下达了死命令 东蛮人依旧在前赴后继地往前冲 想靠数量优势 硬冲到北伐军阵地上 展开肉搏战 可是金锋的作战理念 就是把敌人消灭在靠近的路上 此次北伐又做了充足准备 怎么可能让对方如愿 神工营中 大多都是第一次参加大规模战斗的新兵 对手又是大名鼎鼎的东蛮骑兵 刚开始不免有些紧张 但是经过几轮射击之后 心情逐渐平复起来 互相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 而东蛮人一方 由于阵地周围堆积了大量战马和骑兵的尸体 后边的骑兵发动冲锋时 很难跑起来 处境越来越艰难 北伐军阵地东边两里地外 临时搭建了一座十几米高的撂望台 负责这次指挥战斗的东蛮指挥官 并不是东蛮铲鱼 而是一个叫大赫尘的将领 此时 大赫尘站在撂望台上远眺战场 脸色比天上的乌云还要黑 该死的中原人 从哪弄来这么多重母 想在大康军中升职靠的不是军功和能力 而是家族背景 东蛮名风彪悍 军队的风气比大康好得多 升职不光看家族背景 自身能力也要过硬 否则 就算家族安排你去军中任职 手下士族也不会服气 所以 东蛮军中超过九成的将领 都是实打实杀出来的狠人 这次阻击北伐军 东蛮铲鱼无比重视 能派大赫尘过来 本身就说明了大赫尘的能力 大赫尘从13岁 跟着父辈骑马南下劫掠 和大康军队打了快30年的交道 对于大康军队的作战模式非常清楚 但是有了耶律树这个前车之剑 他并没有因此小看北伐军 而是打起12分精神 把北伐军当作最大的对手来对待 在战前审问了数十个被金锋放回来的俘虏 仔细询问了黄河之战的所有细节 也仔细研究了关于金锋的情报 正是因为做了这些功课 大赫尘才找到了 对付热气球和手雷的办法 选择了一个暴风与天气发动进攻 投石车和重弩是金锋起家的武器 大赫尘自然也有所了解 不过大康和东蛮毕竟相隔数千里 加上唐东东一直注重保密工作 大赫尘得到的关于金锋的情报 有部分内容有所滞后 特别是武器方面 大赫尘并不知道金锋已经有了量产重弩的消息 其实对于重弩 大赫尘并不算陌生 他曾经还搅和过好几座 他手下的工匠研究了之后 告诉大赫尘 重弩的威力虽然大 但是制作太困难 装填速度也慢 无法影响大局 但是此时神工营的表现 完全颠覆了大赫尘对于重弩的认知 经过金锋改造的重弩发射填充和发射速度更快 射程更远 威力也更大 带来的杀伤力实在太大 最重要的是 神工营携带的重弩数量实在太多了 战斗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打了半壳钟 神工营的箭矢就从来没停止过 而且也没有停止的迹象 东蛮人不知道被射杀了多少骑兵 却连北伐军的阵敌都靠近不了 大王 大康人的重弩实在太厉害了 兄弟们根本冲不过去啊 一个读书人打扮的中年人 看向大赫尘 大王 暂时停止攻击吧 兄弟们损失太严重了 东蛮人看不起大康军队 却极为尊崇中原文化 这个中年人 便是大赫尘从被俘虏的中原百姓中 挑出来的谋士 职位和当初丹珠身边的乌者一样 追着脸响了一阵 冷声说道 在坚持一炷香的时间 我不信中原人能带那么多箭矢 听到大赫尘这么说 中年人心头不由颤了一下 大赫尘 这是准备拿东蛮骑兵的命 来消耗北伐军的箭矢啊 中年人看出 大赫尘心意已决 便不再劝谏 而是让传令兵再次吹响进攻的号角 随着号角声越来越急促 原本就激烈的战场 变得更加疯狂 其实在几个月前 金峰本来是打算量产火枪的 但是以冶炼车间当时的条件 金峰只能勉强量产火绳枪 火绳枪需要从枪口填充火药 然后用一个签子 把火药筒结实 再从枪口位置塞入铁砂之类的子弹 最后点燃枪械尾部的火绳 引燃枪管内的火药 利用火药爆炸产生的力量 把子弹推出枪口 这种枪械填充速度太慢了 而且准头也低得离谱 射程也尽 最重要的是 以当时冶炼车间的条件 批量生产出来的枪管 炸糖率很高 金峰思考再三 最终还是选择推后研发枪线 把大部分精力 放到了改进重母和箭矢上来 目前来看 金峰又一次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如果这次神功营使用的 不是重母 而是火神枪的话 这一仗就难打了 暴雨会让火神枪完全失去作用 北伐军只能和东蛮骑兵 展开肉搏战 虽然北伐军未必扛不住肉搏战 但是肯定要伤亡惨重 哪会现在这般轻松 战斗开始这么长时间 东蛮人被杀得血流成河 却连靠近北伐军的防线都做不到 一炷香时间很快过去 大赫尘抬头看了看天上的乌云 发现神功营依旧保持着之前的射击节奏 无奈地宣布撤退 大王 是直接撤退回营 还是继续包围他们 一个小部落首领问道 他的部落被分在了第一梯队 属于最早发动冲锋的部落之一 经过这一仗下来 也不知道他的部落还能活下来几个人 包围他们 大赫沉携了小首领一眼 夏天的雨来得快 走得也快 等下风雨就要停了 到时候他们的黑气球又可以飞上天 怎么包围他们 难道 难道咱们就这么灰溜溜地退走吗 小首领瞪着眼 不甘心问道 难道我的族人就白死了吗 草原上的规则是残酷的 没有了族人的首领 还叫什么首领 他一个人在草原上根本无法存活 往日的仇家会毫不犹豫地落井下石 所以小首领也豁出去了 托树 我知道你很伤心 也知道你很愤怒 但是战场上愤怒是没有用的 大赫沉没有耶律书那么残暴 伸手拍了拍小首领的肩膀 你的族人都是英雄 看在他们的面子上 我饶你这次不尽之罪 回去了你去找黑狼 他会庇护你的 是 小首领文言 终于松了口气 黑狼是大赫沉最信任的部落首领 有他庇护 自己这条小命算是保住了 大赫沉摆摆手 满脸愁容地走下瞭望台 对于东蛮冲在最前面的东蛮骑兵们来说 这一炷香时间实在太难熬了 得到命令之后 立刻停止冲锋 开始撤退 梁哥 要过去追杀一波吗 大壮摩拳擦掌道 两军交战 一方撤退 便是另外一方最佳的攻击机会 不能去 张良站在高台上环顾四周 摇头说道 他们不是土匪 追过去就中计了 张良有意培养大壮 原本还打算把他留在京城 和猴子一起暂待自己的位置 后来金风担心北伐出意外 特意把大壮派过来跟着张良 把喜欢说瞎话的猴子留在了身边 发现大壮脸上依旧还有疑惑 张良指着北方阵队解释道 如果是土匪的话 此时下令撤退 恐怕立刻就会形成溃散 但是东蛮骑兵在撤退的时候 有人负责殿后 有人负责掩护 秩序井然 你贸然带人去追杀 很可能形成胶着战 到时候 神工营的优势就会荡然无存 明白了 大壮恍然点头 随后问道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继续在这里安营扎债吗 之前就地扎营 是我摸不清对方的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现在知道了 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咱们的任务 可是还收复于关城的 张良说道 命令侦查连去 确认一下 如果东蛮人真的离开了 让步兵一二三营 和后勤部所有人都去回收剑矢 与一停 咱们就开吧 剑矢回收后 还能继续使用 所以 每次战后打扫战场 剑矢都要回收 随着传令兵 把张良的命令传下去 侦查连骑着战马 飞奔出阵地 去确认东蛮人的行踪 以免中了东蛮人的计策 不过这次是张良想多了 东蛮人虽然崇尚武力 民风彪悍 却不是莽夫 大赫尘发现 北伐军有了成剑制的重弩队伍 便明白这一战彻底败了 所以撤退之后 大赫尘立刻命令队伍 尽快远离北伐军 一直往东跑了五六里 大赫尘才勒住马缰绳 把自己最信任的几个手下叫了过来 青狼 带着你的人留下来袭扰中原人 至少把他们在草原上再拖半个月 袭扰中原人 叫青狼的手下 脸色不由一苦 他们刚刚亲眼目睹了北伐军的战斗力 大赫尘让他留下来袭扰 不是让他和他的部落去死吗 有问题吗 大赫尘冷着脸问道 没 没问题 青狼苦着脸答应 没问题就好 大赫尘又转脸 看向另外一人 黑狼 带着你的人跟我走 灰狼 你带着剩下的人 先往东跑二十里 然后掉头往南 去大鱼河等我们 大王 你和黑狼要去哪里 灰狼皱眉问道 我们有我们的事 你负责 把人带到大鱼河就行了 其他的不要多问 大赫尘冷声说道 等我办完事情 自然会去大鱼河找你们会合 是 灰狼闻言 赶紧低下头 不敢再多问 等黑狼把自己人带过来 大赫尘立刻带着黑狼等人离开 大王和黑狼往北了 他们不会扔下 咱们自己跑了吧 青狼小声向灰狼说道 不许胡说 灰狼呵斥道 赶紧走吧 别耽误了大王的任务 哎 大王让我去吸扰中原人 这不是 让我们去送死吗 青狼叹了口气 但还是带着自己的人 脱离大部队 灰狼回头看了一眼 按照大赫尘的指示 带着剩余的骑兵大部队一路往东而去 北伐军营地 利夫们还在冒着雨打扫战场 但是没有人抱怨 因为这是个肥差 东蛮人尸体上发现的玉佩 经营首饰之类的东西 他们可以留下一部分 张良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打扫战场还未结束 暴风雨就停了 张良刚下令让热气球升空 东边突然传来马蹄声 他们还赶来 大壮冷哼一声 转头看向东方 不用张良下令 东边打扫战场的利夫 第一时间撤了回来 神功营也主动做好战斗准备 可是等了半天 发现对方只在射城外徘徊 根本不敢靠近 他们唱的哪戳 大壮问道 打又不打 绕什么圈子 应该是在袭扰 减缓咱们的行军速度 张良推测道 那我带人去干掉他们 大壮请示道 袭扰只是我的推测 万一他们是想引咱们上钩 然后逐一击破呢 张良摇头道 咱们在对方的地盘 对周围环境一无所知 人数也少 不适合主动出击 也没必要主动出击 防守就行了 防守 大壮问道 梁哥 你不是说攻击是最好的防御吗 他算是第一批 跟着张良成长起来的老兵 对于张良的作战风格 极为熟悉 从最开始剿匪 到后期 之前的黄河之战 张良都坚持以攻为首 作战风格极为激进 可是到了北方 张良就像变了个人 让大壮觉得他打起来 有种畏首畏尾的感觉 此一时比一时 我虽然不知道 敌人为什么袭绕咱们 但是他们袭绕的目的 就是减缓咱们的行军速度 让咱们晚点赶到渝关城 敌人越不想咱们做的事情 咱们越要去做 所以 不用管这些人 也不要被他们分散注意力 继续前进就行了 张良说道 何况咱们的目标 不是来北方杀人 而是为了夺回渝关城 明白了 大壮点头 可是他们 总是在边上跑来跑去 咱们怎么走 移动众母也不够啊 经过京风改进的众母 虽然体积小了很多 但是安装到板车上 一座众母 就要配备一辆板车 实在太浪费 所以数量不是太多 最近不是腾出来一些 拉粮式的板车吗 都装上众母 然后给四个神工营分一分 张良想了一下说道 等热气球升起来了 再把便携式投石车带上去 辅助神工营 此地距离于关城 已经不远了 坚持坚持 到了城下再说 北伐军从京城出发的时候 带了过百车粮食 但是几千人一路吃到草原 已经剩得不多了 车子也空出来几十辆 随着张良一声令下 这些车子都被送到神工营 安装上众母 神工营的战士 就跟在板车旁边 行走在军阵最外侧 大军行进的速度 虽然有所减缓 影响却不是很大 最多比之前退迟一两天 赶到渔关城 大赫尘交给青郎的任务 是拖延北伐军半个月 按照北伐军如今的行军速度 这个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 东蛮军中 完不成任务的处罚非常严苛 青郎只好不停派人去试探 结果每次都被打得留下一地尸体 最后落荒而逃 这还不算 在袭扰的第三天夜里 热气球突然找到了合适的风向 趁着夜色轰炸了青郎的临时大营 青郎非常不幸地 死在第一波轰炸中 青郎部落本来就对大赫尘 留下他们袭扰不满 如今又死了首领 部落几个当家的开会议商量 与其完不成任务回去被处罚 不如直接跑了 反正从渝关城到黄河这中间的一千多里 都荒无人烟 谁能找到他们 于是青郎部落第二天一早就向着南方跑了 北伐军再也没有任何牵制 加快速度全力奔向渝关城 与此同时 远在数千里外的金峰和九公主 也经过长途跋涉 重新回到金川地界 还是到了自己的地盘舒服啊 大刘趴在大船甲板上 看着江面上来往不停的大小商船 兴奋问道 这都是来拉盐的吗 是的 盐厂的生意红火得不得了 小北夫人说要扩建码头呢 船家笑着回答 这个码头的确有点太小了 是应该扩建 随后出来的金峰 看着拥挤的码头说道 此时刚到金川地界 距离金川码头 还有一段距离 这里之前只是个小渔村 所谓的码头 就是渔民 自己在嘉陵江岸边 搭了一个能够停靠小渔船的木架而已 后来金峰在此地开采矿岩 关柱子就派人重新把码头整理了一下 要不然 货船没办法停靠 结果关柱子这边才扩建结束 金峰拿到了整个大康的范盐许可 这个码头 不光要送矿岩给第一研厂 还要负责把研矿附近 两个新研厂生产出来的研巴送出去 这样一来 刚刚扩建的码头又不够用了 来往的船只 经常把河面都堵塞了 不过知道 金峰今天要路过这里 关柱子提前把河面的船只整置了一下 留下了半个河面 倒是没有耽误他的行程 金峰正想着扩建码头的事呢 耳边传来船家的声音 金先生 关老板冲咱们挥手呢 金峰顺着船家的手指看过去 果然看到不远处的岸边 有个人正在冲着大船挥手 仔细一看 不是关柱子是谁 先生 要停下来去盐矿岩厂看看吗 船家试探着问道 他是关柱子的人 最近几个月亲眼见证了盐矿岩厂的变化 也发自内心的骄傲 想让金峰去看看 先回去吧 有空我再过来 金峰也冲着关柱子挥挥手 算是打过招呼了 附近船只太多 靠岸不太方便 随便折腾一下 恐怕就要到明天才能走了 九公主的肚子越来越明显了 还是要尽快回到西河湾 他才放心 好吧 船家点点头 让人继续顺流而下 可是船队刚走没多远 就看到关柱子跳上了一条小船 追了过来 先生 看来老关很想你啊 都追上来了 大刘心情不错 笑着跟金峰打去 大哥应该有事吧 金峰摇头说道 关柱子虽然有时候喜好拍马屁 但是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小船速度比大船快 很快就追上了金峰 标师扔下一条绳索 把关柱子拉了上来 妹夫 你可算回来了 关柱子上了甲板 见到金峰就憨笑起来 大哥辛苦了 金峰笑着问道 大哥追上来 有事吗 早上小柔派人送了封信过来 说 让我第一时间交给妹夫 关柱子从袖子里 掏出一封信 递给金峰 这么着急 金峰皱了皱眉 赶紧接过信封 此地距离金川码头 已经非常近 关小柔派人 把信送到关柱子这里 说明他想让金峰 第一时间知道信中的内容 信封里只装着一个小纸条 是张良从草原 发到西河湾的飞歌传书 纸条上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大致讲述了一下之前的战斗 并且向金峰汇报他 已经快要抵达于关城 当看到北伐军 没有使用热气球和手雷 在暴雨中和东蛮人正面打了一仗 金峰激动的一拳 砸在面前的栏杆上 哈哈 大局已定 什么是这么高兴 九公主笑着从金峰手里拿过纸条 片刻之后 脸上也浮现出掩饰不住的喜色 他虽然知道金峰为北伐军准备的各种后手 但是之前依旧很担心 觉得北伐军的人数太少了 但是通过这一战 他彻底放心了 金峰和九公主高兴 但是站在一旁的关柱子 脸色却丧了下来 他看到了九公主和金峰亲密的举动 以及九公主的肚子 关柱子对于金峰那且没有意见 但是金峰有了孩子 他却不得不关心 封建时期 长子的意义非同寻常 关小柔是金峰的正方大富 如果再为金峰生出第一个孩子 那就完美了 可是关小柔嫁给金峰一年多了 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九公主反而后来者居上 这让关柱子很担心 九公主会威胁到关小柔的地位 严况严厂最近发生了很多事 关柱子本来还有很多话想跟金峰说 但是此时完全没有了说的念头 冲着金峰抱了抱拳 妹夫 信已经送到 我先回去了 好的 大哥辛苦了 金峰伸手拍了拍关柱子的肩膀 关柱子现在的日子 比以前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但是脸庞却比之前更加有黑粗糙 说明他最近没少忙活 事实也的确如此 关柱子自从负责盐矿之后 改变很多 把盐矿和新开的两个盐厂 打理得井井有条 金峰也算发自心底地 认可了这个大舅哥 如果是之前 关柱子肯定会说一些客气话 但是此时却什么都没说 只是摇摇头就离开了 从头到尾 都没有跟九公主说一句话 武阳 大哥是个粗人 不太懂规矩 你别跟他一般见傻 金峰有点担心九公主生气 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 本宫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 头发都被你弄乱了 九公主打开金峰的手 看了看左右 切儿 传家等人都非常有眼色的回避 大刘眼中的八卦之火 蹭蹭往上冒 但是看到切儿要杀人的目光 只好信心离开 夫君 你还没跟小柔姐姐说孩子的事 九公主问道 还 没呢 金峰低着头回答 没人比他更清楚 关小柔对第一个孩子的重视 九公主怀孕之后 金峰一直在纠结着 是否告诉关小柔 就这么纠结着纠结着 就到了现在 之前九公主的肚子 一直不算明显 能见到她的人也不多 所以知道九公主怀孕的人不多 就算有人知道 也没人敢随便乱传金峰 和九公主的闲话 所以一直到现在 关小柔和唐小北 还不知道这件事 没说就没说吧 我去换件宽松点的衣服 其实九公主对于这件事 心里也有些没底 回到仓房 立刻让桌 把她最宽松的衣服找出来 庆妃坐在桌子旁 给还未出生的孩子 缝制小衣服 见九公主进来 放下针线问道 刚才那个汉子是干什么的 她是给夫君管理盐厂的 九公主回答 盐厂事关重大 金峰应该很信任她吧 庆妃问道 他们什么关系 那个人是关小柔的哥哥 叫关柱子 挺实在一个人 九公主答道 关小柔的哥哥 怪不得点你甩脸子 看来对你意见很大 庆妃点头 她刚才虽然没去甲板 却在仓房里 看到了事情经过 在后宫争斗了半辈子 庆妃对于这种事 最为敏感 当即就从关柱子的眼神动作中 看出了很多事情 母妃 你不会找人报复她吧 九公主转头说道 她就是一个粗眼汉子 母妃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瞎说什么呢 在你心里 娘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 庆妃美好气地 拍了九公主一下 我只是替你觉得冤得慌 如果你父皇赐婚 金峰就算不休期 你也是妥妥的正房大富 结果你却傻乎乎地 去给关小柔求了个什么郡主的名头 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 母妃 名分有什么用呢 九公主说道 皇后的身份不高贵吗 结果还不是被父皇无情地打入冷宫 其实我嫁给夫君 除了他这个人 我还喜欢金川这边的氛围 就拿刚才的官家哥哥来说 其实我挺喜欢他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 至少比朝堂中那些皇亲国妻好多了 那些人心里明明巴不得你去死 但是脸上却笑得比花还好看 让人恶心 还不如官家哥哥这样呢 什么都摆在脸上 你呀你呀 我懒得说你 庆妃点了点九公主的额头 再次拿起针线 延长到金川码头不算远 等九公主换好衣服重新出来 已经可以摇摇看到金川码头了 和金风猜测的一样 此时码头上聚集了很多人 站在最前面的 正是官小柔和唐小北 不知道怎么的 九公主突然有些紧张起来 连金风什么时候出现在她身后都没发现 一直到金风伸手拉住她的手才回神 夫君 你说小柔姐姐要是不喜欢我怎么办 九公主转头看向金风 紧张的鼻尖都冒汗了 你又不是不认识小柔 她不会的 金风伸手擦掉九公主鼻尖上的汗珠 笑着安慰 认识九公主这么久 这还是金风第一次见到她如此紧张 心里有些好笑 也有些感动 九公主这么紧张 说明她是真的在乎自己 到底是在朝堂上锻炼过的老手 看着码头越来越近 九公主做了个深呼吸 恢复了往日的冷静 金风看着熟悉的码头 眼神也极为复杂 终于回来了 码头上 关小柔看着金风和九公主并肩而战 眼神也很复杂 她一直很自卑 自从看出金风和九公主之间有猫腻 就做好了让位准备 但是要说 心里没有怨恨是假的 结果 谁知道九公主 却帮她求来了郡主之位 她就算再没见过世面 不懂朝堂争斗 也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心里对九公主的怨恨 也烟消云散 反而觉得自己格局太小了 脑子里胡思乱想着 大船缓缓靠近码头 金风带着九公主 沁飞等人走下大船 当家的 关小柔心里有无数的话 想跟金风说 但是此时却只叫了一声 当家的 便不知道在说什么了 唐小北看到关小柔的囧态 赶紧出声喊道 恭贺相公凯旋归 恭贺先生凯旋归 周围的飙尸 跟着齐声高呼 如今金川码头停靠的货船 来自天南海北 金风和九公主 在京城又得罪了那么多人 为了金风和九公主的安全 正方便派标师 把码头封锁了 码头里的客商 以及在码头 从事搬运工作的百姓 都被赶了出去 在金风的要求下 不管镇远标局 还是镇远军 都很少干扰百姓 封锁码头的事情 更是第一次 百姓客商们 正好奇哪个大人物要来呢 就听到了标师们的呼声 怪不得要封码头 原来是金先生回来了 降税的消息 如今已经传遍了整个大康 无数百姓为之欢呼雀跃 金川码头经常有标师路过 消息比其他地方灵通一些 也比其他地方的百姓 更加关心金风 他们已经知道了 金风指挥标师 在京城外边 击败东蛮人的事 所以 发自内心地 为金风感到骄傲 得知金风回来 原本还有些埋怨 标师耽误自己挣钱的百姓 心中的怨队一扫而空 也跟着高呼起来 恭贺先生凯旋而归 百姓们的纪律性不如标师 呼声此起彼伏 码头瞬间变得比菜市场还热闹 国师在金川这么受欢迎呢 站在九公主身侧的庆飞 低声说道 是的 很多川属百姓 都在家里给夫君立了长生牌位呢 九公主骄傲说道 庆飞夸赞金风 比直接夸赞她 还让九公主高兴 金风听到外面的呼声 脸上也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有这么多百姓支持 还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呢 等到呼声停止 金风收回心神 指着庆飞介绍道 小柔 小北 舞阳你们都认识了 这位是当朝庆飞娘娘 拜见庆飞娘娘 关小柔唐小北同时蹲身下拜 快起来 快起来 庆飞倒也没有摆架子 事宜随身押换扶起两人 又让侍女递了两个盒子过去 关小柔下意识想要推辞 却被唐小北偷偷拉了拉袖子 长者刺 不敢辞 多谢娘娘赏赐 唐小北笑着双手接过盒子 多谢娘娘赏赐 关小柔见唐小北收下礼物 也跟着接过盒子 小柔姐姐 最近还好吗 等到关小柔起身 九公主上前亲密地 挽住关小柔的胳膊 庆飞见状 眼中不由露出一丝无奈之色 她之所以一见面就给关小柔 唐小北赏赐礼物 就是想着压两人一头 九公主是宫里长大的 不可能看不懂她的用意 可是九公主 却偏偏主动称呼关小柔姐姐 庆飞的打算立马落了空 挺好的 关小柔有些局促地笑着回答 关小柔心思单纯 没有看出庆飞的小九九 但是唐小北却看明白了 不过庆飞毕竟是皇妃 还是庆星瑶和秦木兰的亲姑姑 唐小北也不敢当场给她难看 但是就这么认怂 显然不是唐小北的风格 满脸笑容地 挽住九公主的胳膊 舞阳 你去年不打声招呼就走了 我和小柔姐姐不知道有多担心你 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 庆飞一听唐小北这么说 眼睛不由微微眯了一下 唐小北虽然满脸笑容 说的话却有一种教训的语气在里边 这让庆飞心里很不爽 正准备说话帮女儿出头 九公主却先一步说道 让姐姐和小北担心 本宫知道错了 以后不会了 庆飞听到九公主这么说 脸色才稍微好看一点 九公主称呼关小柔为姐姐 却直接叫小北的名字 还故意自称本宫 就是在告诫唐小北 她可以让着关小柔 却不会让着唐小北 金峰虽然没明白 唐小北、九公主和庆飞三人的交锋 但是却本能地察觉到 气氛不对劲 连连给站在一旁的正方实眼色 正方会议 笑着说道 先生 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赶紧回去吧 等会儿百姓们知道 您回来了 恐怕会来码头看热闹 就不好走了 好的 金峰赶紧看向庆飞 娘娘 咱们回去吧 庆飞本来想说什么 但是看到九公主给她实眼色 便点了点头 在金峰和九公主的搀扶下 登上第一辆马车 九公主冲着金峰和关小柔笑了笑 也跟了上去 庆飞在宫里和妃子们都习惯了 所以见到关小柔和唐小北 就想替九公主压一压他们 沉寂没来 庆飞的身份是最高的 但是九公主太了解金峰了 如果庆飞真的拿身份来压关唐两人 绝对会引起金峰的逆反情绪 到时候 庆飞不是在帮九公主 而是在害她 九公主准备再和庆飞好好谈谈 必须要改变她这个习惯 金峰本来想骑马 却被唐小北拉上了另外一架马车 关小柔想走 也被唐小北拉了上去 小北 你又胡闹 关小柔红着脸说道 那么多人看着呢 咱们三个人坐一辆车子 不是被人笑话吗 又不是没有马车了 和自己家男人坐一辆车子 有什么好笑话的 唐小北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小柔姐姐 你真得改改脾气了 该争的时候 就要争一争 否则你正房大富的位置 早晚被舞阳抢走 我只是个村野之父 当家的这么大本事 我本来就配不上 舞阳是公主 和当家的最般配 关小柔低声说道 她要是想坐正房 我就让给她 你行 你胸怀大 唐小北冲着关小柔 竖了竖大拇指 那你把位子让给她吧 正好她也有身孕了 孩子生下来 正好是嫡长子 什么 舞阳有身孕了 舞阳有身孕了 小北 你可别乱说 关小柔一下子站起来 满脸惊叉地看向唐小北 是不是你看错了 九公主在下船之前 特意换了宽松衣服 遮盖住了肚子 关小柔根本没有察觉到异常 但是唐小北在青楼待过 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 是不是有身孕 你问问相公不就知道了 唐小北笑眯眯地看向金风 当家的 关小柔也转头看过来 小柔 金风就好像偷吃被抓住的孩子 有些羞愧地 微微点了点头 关小柔一屁股坐回软垫上 满脸复杂之色 和金风生的孩子 一直是她的执念 结果她这边努力那么久 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九公主却后来居上 怀上了金风第一个孩子 这让关小柔心里很失落 小柔 对不起 金风想要解释一下 可是话才说了一半就被关小柔打断了 当家的别说了 我都明白 关小柔低下头 眼泪啪哒啪哒落到裙子上 小柔姐姐 哭有什么用 唐小北窜多道 魏先生不是说 你的身体调理好了吗 相公又回来了 赶紧生一个呀 武阳要是生个女孩 而你生个男孩 嫡长子还是你的 你少拱活 金风美好气地 对着唐小北头上刷了一巴掌 信不信 先让你生一个 唐小北和关小柔的生育观 正好相反 关小柔巴不得早点要孩子 但是唐小北在青楼 见过太多怀孕 女子的悲惨下场 对于怀孕这件事 本来就有一点心理阴影 加上她要负责金川商会 所以一直主动配合金风 采取规避措施 听到金风拿伤孩子吓唬她 吐了吐舌头不再说话 本来只是玩笑话 谁知道关小柔却当了针 眼神火辣辣地看着金风 唐小北贼贼一笑 正准备说话 车窗外面传来震天的呼喊声 金风也被吓了一跳 把车窗帘子掀开一脚 看向外面 此时 马车已经驶出马头 道路两旁站了密密麻麻的百姓 都在冲着马车挥手呼喊 如果不是标识维持秩序 估计马车已经被包围了 关小柔脸皮本来就薄 被百姓这么一闹 什么心思都没了 有标识开路 马车顺利回到西河湾 老村长 关三爷和赵老山三人 一早带人在村口打鼓场等着 村子和马头不一样 都是熟人 金风也放松警惕 下车和三个村长打招呼 奶奶 这就是西河湾吗 车队后边 茶滩小姑娘阿春坐在一辆马车上 好奇地打量周围 这里好热闹啊 是的 这就是西河湾 坐在他身侧的老婆婆 笑着点头 阿春 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家了 我喜欢这里 阿春看着周围 高兴说道 这里的人真好 他们都在跟咱们笑呢 我也喜欢这里 老婆婆也跟着说道 以后你可要跟着先生好好学习 可不能剁了先生的名声 知道了 小姑娘重重点头 回来的路上 金风有些担心 自己编的教材 不适合大康的孩子 没事的时候 就把小姑娘叫过去 教他教材上的内容 看看他是否能听懂 小姑娘明白 这个机会来之不易 所以学习格外刻苦 而且从那天之后 小姑娘没事就去找金风 帮他磨磨叠纸 端茶地水 金风觉得 小姑娘聪明伶俐又懂事 就正式收下了这个学生 进村之后 九公主戴庆妃住到谢光那个小院 金风则跟着关小柔回家 小姑娘阿春乘坐的马车 也停在金风小院门口 刚才在码头上人太多 金风一时之间把阿春忘了 看到马车才响起来 把小姑娘从马车上抱下来 又让女标师把老婆婆和他儿媳搀扶下来 当家的 这是 关小柔和唐小北都好奇地看着祖孙三人 这是我在金城收的四弟子 阿春 金风笑着把小姑娘放在地上 这是阿春的奶奶和娘亲 阿春见过两位师娘 小姑娘冲着关小柔唐小北两人就磕头 快起来快起来 关小柔赶紧拉起小姑娘 你师父没跟你说过吗 咱们村子不心磕头 说过了 但是师娘就是娘 磕头是应该的 小姑娘跟着奶奶开了好几年茶摊 心思比满仓 周景万赫明更加活泛 嘴里喊着师娘 马屁紧跟着就来了 两位师娘都好美啊 怪不得师父一路上总惦记两位师娘 小嘴真甜 唐小北明知道小姑娘在拍马屁 还是高兴地眼睛都眯了起来 关小柔更是直接把头上的簪子取下来 插到小姑娘头上 小北 大娘和嫂子出来乍到 你让人安排一下住处 金风说道 先生 就不麻烦夫人了 老婆婆赶紧摆手说道 来的路上 我听童行的彪师说了 村里纺织场都有宿舍 我们去住宿舍就行了 都是吃过苦的可怜人 金风收了阿春做弟子 老婆婆和儿媳已经心满意足 完全不敢想着再占金风的便宜 生怕让金风觉得他们贪得无厌 一路上 婆媳俩都没闲着 都跑前跑后的帮着彪师烧水做饭 给大留他们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 阿春是当家的弟子 住宿舍算怎么回事 关小柔说道 前院还有几间空房子 两位要是不嫌弃 就住在那边好了 不嫌弃 不嫌弃 老婆婆赶紧摆手 真是太麻烦夫人了 不麻烦 既然阿春是当家的弟子 以后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关小柔说道 晚上来家里吃饭 我妹妹和千寻姑娘的妹妹 都和阿春差不多大 让他们认识一下 以后就可以一起上学一起玩 自从金风去京城之后 家里冷清了许多 随着金风回来 金家餐厅再次热闹起来 吃过晚饭 金风就被关小柔拉回了房间 也不知道唐小北 又给关小柔出了什么馊主意 接下来的几天 金风被关小柔折腾得愈先愈死 九公主也懂事的 没有来烦他们 而是带着沁妃 把西河湾好好转了一遍 沁妃虽然贵为皇妃 但是从小到大 几乎都生活在京城 在宫里更是时刻 需要提防其他妃子的算计 说话做事都要谨小胜微 到了西河湾之后 算是彻底放开了手脚 把西河湾转了一遍之后不过瘾 还让彪师陪着靖山打了一次猎 虽然只打到一只山鸡 却让他兴奋了好几天 这种轻松的日子 没有持续几天 金风又收到了魏大同的来信 金风之所以从京城回来 就是因为都江宴 收到魏大同来信第二天 金风便带着九公主和庆妃 再次出发 赶往西川城 西川城是川属的首府所在地 也是金川商会对外扩张 最重要的一环 唐小北要去西川城办事 也跟着队伍一起前往 队伍依旧是从金川码头上船 顺着嘉陵江顺流而下 然后在南冲码头下船 再走陆路去西川城 如今 西河湾和西川城来往密切 两者之间的关道 是金风以公带阵的重点工程 从去年冬天开始 动员了沿途无数百姓进行修整 经过半年多努力 古道变得平整宽敞 至少马车跑起来畅通无阻 先生 前面有个三叉路口 往西直走去西川城 往西北可以通到清源古道 铁锤看到金风打开马车窗户 驱马走了过去 先生看到三叉路口 旁边那座客栈了吗 就是咱们金川九楼旗下的客栈 川属 江南的江湖中 有镇远三大铁的说法 意思是 镇远标局中 最不能得罪的三个人 分别是刘铁 铁牛和铁锤 刘铁最开始 跟着金风起家 一直是护送队的队长 后来成立了标局 也一直在标局担任高层职位 铁牛是张良的黑大的战友 庆怀剿灭猫猫山的时候 开始加入老兵队 之前一直不险山不露水 直到张良让他负责报复 那些曾经戏绕过标局的土匪 铁牛才开始崭露头角 这是个不折不扣的杀财 三大铁的凶名 几乎就是他杀出来的 铁锤之前是金风的清卫首领 后来在广元城受伤 养伤期间 就由大刘赞代清卫首领的职位 后来铁锤伤好了 金风就派他和洛兰 一起去京城开发市场 京城市场彻底稳定下来之后 又被张良调了回来 如今张良 刘铁等人都不在 正方又要坐镇金川 镇远标局在川鼠地区的大旗 便有铁锤和铁牛两人撑着 而两人的性格又有很大不同 铁牛杀性重 遇到事情第一个念头就是干他 铁锤为人要圆滑一些 当初在广元城 金风便派他负责各种公关事宜 到了京城 也是他负责贿赂各种牛鬼蛇神 回到川鼠之后 遇到一些场面上的事 也基本由铁锤代替金风出面解决 如今金风麾下有好几个部门 金川商会和镇远标局都已经发展稳定 唐小北就把铁锤派到西川 名义上是帮助朱铃龙母女俩 建造金川钱庄和金川酒楼 实际上是为了监督对方 朱铃龙母女俩也明白这点 但是并没有抵触 反而有些松了口气 毕竟他们掌控了太多钱财 金风不派人监管 他们自己反而不安心 不过铁锤除了监管之外 也的确帮朱铃龙母女做了很多时事 特别是开酒楼这种事 要与三教酒流打交道 朱铃龙的母亲朱陈氏 毕竟是富道人家 以大康的社会风气 哪怕有金风撑腰 也有很多不方便 铁锤来了之后 就成了朱陈氏的左膀右臂 听说金风要来西川 特意赶到南冲码头来迎接 目前金川酒楼旗下 共有多少酒楼 金风问道 整个川鼠目前共有九家 西川城两家 其他七家在广园 绵阳等郡城 铁锤回答道 都是直接从别人手里盘下来的现成房子 不过目前都还在重新装修 最快的一家 也要下个月才能开始营业 朱娘娘还看中了三家 但是对方要价太高 正在谈 客栈呢 有多少投入使用啊 金风再次问道 在金风和朱陈氏的规划中 金川酒楼麾下 有两种经营模式 第一种就是在城内开办及住宿娱乐为一体的酒楼 第二种就是在关道两侧开办类似服务区的客栈 在以工待阵之初 金风就考虑到后期盈利问题 客栈就是修路之后的重点盈利项目之一 客栈都修建在城外 一直以来都是铁锤负责 听到金风询问 铁锤马上回答道 整个川鼠如今已经开张了26间客栈 还有60多间正在建造 最多三个月就能全部投入使用 这么多啊 金风一愣 朱娘娘说 客栈其实就是给来往行商在路上找个歇脚的地方 没有酒楼要求那么多 建起来自然快 铁锤回答道 有十来家小客栈 只有几排木屋 人手够的话 十几天就能弄好 有道理 金风微微点头 封建时代 小航商行走江湖做生意 最怕的就是被土匪打劫 对于经常露宿荒野的小行商来说 客栈不需要多大 条件也不需要太好 只要每隔十几二十里有一个 保证让行商们夜里不至于露宿荒野 也不被土匪打劫就行了 先生你不知道 自从咱们的客栈建起来后 各条官道上的行商比之前多了好几倍 铁锤笑着说道 很多客栈每天都住得满满当当 有时候连马就都有人睡 生意好就行 金风笑着点头 这就是他建造客栈的初衷 客栈不仅可以盈利 也可以给行商安全感 刺激行商的积极性 促进川鼠地区的商业发展 两人聊着天 走到三叉路口 道路右侧 便是一间客栈 客栈门头上挂着一块金川客栈牌匾 落款是庆兴摇 庆大人的字写得还挺不错的 金风笑着说道 这间客栈还挺大的 这间客栈最前面是一座三层木楼 后边则是一排排木房子 看起来足有数十间 虽然客栈不要太好的条件 但也不能太寒蠢不是 铁锤笑着说道 这个客栈的位置 是朱娘娘亲自选定的 来往的人很多 52间客房 几乎天天都能住满 掌柜的上个月还跟我商量 想把客房增加到80间呢 以后行商会越来越多 既然扩建 就直接建100间 金风自信说道 是 铁锤点头记下来 正准备说话 就看到客栈里冲出一群人 为首的正是魏大同 殿下 先生 你们周围来了 几个月不见 魏大同完全变了的样子 之前白白胖胖的一个读书人 如今变得又黑又瘦 如果不是穿着一身官服 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老农 魏大人 你怎么来这里了 金风诧意问道 独江宴那边的工程 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 我来看看灵水去修得如何了 魏大同笑着说道 知道先生要来 我就在这里等先生两天 金风和魏大同测绘的水网途中 灵水渠从玉磊山 直接通往嘉陵江 是水网中的大动脉 魏大同对于这条水渠 一直非常重视 前段时间 起码从玉磊山沿着水渠 一直走到嘉陵江畔 老魏 你就是怕先生先去西川城 耽误了去都江宴对不对 铁锤笑着打趣 魏大同这半年多在川鼠各地行走 免不了请标师保护安全 现在 他已经和铁锤混得非常熟了 哈哈 还是铁锤兄弟了解我 魏大同被点破了 也不尴尬 而是笑着承认 都江宴那边万事俱备 就等先生了 先生要是去西川城走一圈 最快也要耽误十天半个月 刚才我还以为你来迎接我呢 现在才知道 你个老小子 是来赌我的 金风瞟了魏大同一眼 笑骂道 在你眼里 我就是那么不靠谱的人吗 哈哈 不是不是 我真是来迎接先生的 魏大同被金风骂了 非但没生气 反而更加高兴了 金风愿意跟他开玩笑 说明没把他当外人 魏家虽然不是顶尖世家 但是也有几分底蕴 他已经知道了 金风去京城之后发生的事情 也知道金风被封为国师 皇帝 对他言听计从 魏大同此时不由有些庆幸 当初在金马河攀上了金风 如果他这次能把川鼠水换治理好了 前途绝对一片光明 老外 太阳这么大 就别堵着门了 快让先生和殿下进去休息吧 铁锤笑着推开魏大同 把金风 九公主 和庆飞等人 让进客栈 客栈也是金风比较关心的项目之一 让客栈掌柜去安顿好庆飞 金风则在铁锤的带领下参观客栈 首先参观的是客栈木楼的一楼大厅 这个大厅大概有两百平方 右侧是半里入住的柜台 左边则是一排排掌柜 展柜中放着西河湾出产的盐巴 粗布 铁器等物资 柜台后边站着两个姑娘 在金风的计划中 金川客栈不光为过往行商提供安全的落脚地 还承担着供销社的作用 行商们如果想贩卖西河湾的布匹 盐巴等物资 不用大牢员跑到西河湾进货 直接来客栈下订单就可以 周围的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来这里购买 木楼共有三层 一楼大厅接待和展览 二楼是四个客房 用来招待愿意出高价的客人 三楼则是办公室和工作人员的宿舍 木楼后边是个偌大的院子 院子中有几排木屋 木屋有单独的房间 也有便宜的大通铺 再往后是马厩和仓库 金风到马厩的时候 正好有两个标师起马从侧门进来 看到金风和铁锤 标师赶紧下马打招呼 先生 夫人 铁锤大哥 你们是去巡逻了吗 金风看到两人都风尘仆仆的样子 笑着问道 在构思客栈的时候 金风就决定在客栈安排标师 在两个客栈之间巡逻 百姓如果遇到危险 也可以来客栈求救 是的 两人赶紧点头 怎么样 遇到危险了吗 没有 现在朝廷降税了 又大赦天下 土匪少了七八成 我们在这里巡逻几个月了 一次土匪也没见到 其中一个标师说道 先生 要不然你把我调走吧 我想跟大队长一起去北边打东蛮人 老黑子 你真是好日子过多了 身在福中不知福 铁锤没好气地 踹了一脚说话的标师 天天骑着马出去跑两圈 每个月就几百文公钱 这样舒服的活计 你还上哪儿找去 舒服是舒服 可是天天巡逻 太没无聊了 标师还是一脸不情愿 我还是觉得 跟着梁哥去打东蛮人有意思 黑子兄弟 恐怕你要失望了 金风笑着说道 梁哥今天应该 就可以赶到渔关城下 最多半个月就可以破城 你已经来不及了 这次赶不上了 以后再有征战 先生可不要忘了我 标师赶紧说道 但愿以后天下和平 不要再有征战了 金风笑着摇头 如今 他已经和党像 吐蕃和东蛮都先后交战 清水谷如今被沁淮带领的铁灵军 死死封锁 有金风支援的重弩头石车和手雷 党像人根本不可能冲过清水谷 张良 如果再夺下渔关城 就彻底把北方游牧民族关到了外面 吐蕃如今内乱刚刚平息 丹珠之前的入侵又被金风挫败 恐怕最近几年都无力东征 周边三国不来袭扰 金风就可以大力发展国内 如今 金风和九公主已经掌控了朝堂大权 降税和大赦天下带来的效果已经出见成效 无数流民和土匪都主动回到故乡 重新办理牙牌 开始开荒种地 等再过一段时间 金兵减政的政策实施下去 会有更多青壮离开军队 返回家乡 缓解劳动力不足带来的窘迫 只要给金风几年时间 他保证可以让大康大变样 再加上他带领下的工业进步 嘎达如果再敢入侵 金风绝对会让他们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党相 吐蕃和东蛮都被先生打服了 肯定不会再有征战了 铁锤笑着说道 老黑子 你就彻底死了这条心 老老实实在这里巡逻吧 标识叹了口气 站到一旁 金风又查看了仓库和客房 然后在客栈住了一夜 第二天继续上路 因为九公主的肚子越来越明显 不能再骑马 金风就安排一队女标诗 负责保护她和庆飞在后边慢慢走 自己则带着唐小北 魏大同等人先一步出发 直奔都江宴 先生 这次爆破估计要用到不少炸药 您带了吗 路上 魏大同问道 放心吧 火药已经到都江宴了 不会耽误似的 金风回答 想要炸开玉垒山 需要的火药数量很多 自然不能带在身边 从京城回来后 金风就开始安排人往都江宴那边分批运送 按照时间推算 昨天最后一批应该也运到了 已经到都江宴了 我怎么一点不知道 魏大同一愣 一点小事 就没必要麻烦魏大人了 金风笑道 火药关系重大 一直是金风最核心的秘密之一 管控一直非常严密 这次运送的数量又太大 所以是秘密押运 负责押运的标识到了之后 也没有联系魏大同 魏大同这种在官场私混多年的人惊 一听金风的语气就知道 他不想多说 便识趣地插开话题 队伍沿着官道前进十几里 金风又看了一间金川客栈 只不过还没建好 又走了十几里 遇到了第三间 这一间已经营业 但是规模比三叉路口那一间规模要小得多 只有不到二十间客房 因为客人太多 掌柜地把其中十间都改成了大同谱 这样每一间都能住七八个人 这间客栈位置也是祝娘娘挑选的吗 金风问道 所有客栈位置都是娘娘选定的 我负责找人来事工建造 铁锤回答道 为了确认每一所客栈的位置 娘娘把这条官道跑了两趟 金牛道跑了三趟了 金牛古道从西川一直到关中 是川鼠之地南北走向的一条交通动脉 而金风现在走的这条官道 是从最西边的西川府 一直到嘉陵江畔 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动脉 这两条官道也是以工代振最先动工 投入人数最多的两条路 从去年开始 朱晨市在这两条官道上来回走了好几遍 综合人流量 地形 距离等各种因素 亲自确认了每一处客栈的位置 并且优先修建一批客栈 派遣标识驻扎 保证行商的安全 也保证行商每天不管从哪个客栈开始出发 不管是骑马还是不行 当天夜里都能赶到另外一家客栈住宿 等到其他再建客栈完工 将会更加便捷 朱娘娘考虑得非常周到 金风称赞道 朱娘娘的确厉害 唐小北点头附和道 不过更厉害的还是玲珑姑娘 玲珑又做什么了 金风好奇问道 唐小北是个不服输的性格 很少主动称赞别人 刚开始知道 金风把钱庄大任交给朱玲珑的时候 唐小北心里还有点不乐意 觉得肯定是朱玲珑勾搭了金风 导致金风色迷心窍了 所以最开始来西川的时候 唐小北对朱玲珑有些不待见 但是随着来西川办事的次数多了 对朱玲珑了解更深之后 唐小北对朱玲珑的看法 慢慢发生了改变 从最开始的敌视 变成了欣赏 相公恐怕还不知道吧 金川钱庄的注点 已经远远超过了商会 唐小北说道 玲珑姑娘把这么多注点 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上个月派人去查账 在川鼠各地抽查了二十间注点 连一处错账都没有 钱庄的注点超过商会了 金风一愣 自从去京城之后 他一直忙着其他事 很少关注钱庄的事 朱玲珑可能也知道他忙 除了每个月初 让标师寄过去一本账本 平时也没有多于去信 金风都不知道 钱庄的网点已经超过了商会 不过随即就想明白了 商会注点第一任务是赚钱 所以要开在人多热闹的地方 而且不需要太多 一个郡城 县城 只要开一间就足够了 但是 钱庄要负责代发乙公代赈的工钱 注点必须要多 这样才能方便百姓 咱们传的粮食 还有多少 金风转头看向唐小北 玲珑有没有说过 钱庄什么时候 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钱庄自从成立以来 一直在往外给百姓发钱发粮 金风从江南筹集的粮食 九公主从权贵手里夺来的粮食 每天都在飞快减少 脱相公的福 百姓靠着以公代赈 熬过了青黄不接的春天 上个月小麦成熟 朝廷又降了税 百姓手里有了余钱 开始还账了 唐小北说道 所以从上个月开始 钱庄的收入就超过了支出 开始盈利了 那就好 金风常常松了口气 这次寒潮之灾 算是被他撑过去了 等都江燕水利工程修好 远征队从交职 把湛成道种子带回来 川鼠之地的粮食产量 肯定能大幅度提升 那时候的川鼠才是真正的天赋之国 想到这里 金风轻轻叹了口气 问道 老童他们还没信吗 远征队出发已经半年多了 刚开始出发的时候 每十天就会用鸽子传回一封信 告诉金风 他们到哪了 遇到了哪些新鲜东西 但是在出发后的第二个月 突然没了消息 没有消息 唐小北摇了摇头 安慰道 相公也不用太担心 老童他们都是标识里的老手 还都是老猎人 不会有事的 没传消息回来 可能是他们带的鸽子遇到问题了 但愿如此吧 金风微微点头 其实他也是这么想的 人的适应能力比鸽子强多了 南方气候和川鼠有很大区别 鸽子未必能够适应 没有鸽子 自然没办法传消息回来 不用带九公主 金风他们便可以纵马狂奔 赶路速度提升好几倍 比原定计划早了三天赶到玉垒山 当初金风离开的时候 玉垒山周围还是一片荒地 只过了半年 已经完全大变了样 一条条水渠蜿蜒延伸 沿着水渠看过去 金风还看到了几个村落 我记得以前那边没有村子吧 金风指着村落问道 百姓听说这里汇通水 决定搬到这里来开荒 铁锤解释道 真得感谢陛下的新政啊 大康人口太少了 很多地方都是荒着的 在金风和九公主制定的新政中 百姓开荒出来的田地 直接归百姓自己所有 而且开荒头一年不用交税 第二年和第三年 也只要交一半的赴税就行 这极大的鼓舞了百姓开荒的热情 很多已经沦为殿农的百姓 都不愿意再给地主种地 而是自己去开荒 铁锤 不光要感谢陛下 还要感谢先生 魏大同笑着说道 我可是听说了 新政是先生和公主殿下 共同推动的 没有先生 就没有新政 就你会拍马屁 铁锤骂了魏大同一句 快带路去都江宴吧 我还想看看 非沙咽和分水鱼嘴 弄得怎么样了吗